大唐贞观十年这是个壮丽磅礴的年代 六年前 李世民用刀剑和血光洗净了当年渭水之盟的耻辱 活情了邪力可憨 大唐冰封终于渐渐露出了令人不敢直视的锋芒 当然这一切和本剧的主角没什么关系 别人穿越不是皇子 也是皇太孙 最差的也是个帝师 你把小爷我送到这里来干什么 冲人头嘛 这个瞎人有点惨 生在了一个家徒四壁的庄户家中 大唐逍遥四壁一几 家中没有女人 据说母亲生我时难产去世 这具身体的父亲 名叫李道正 很奇怪 寻常装聋汉子竟有一个如此有内涵 有文化的名字 难道是这个便宜老爹和显赫的家族 为了考验我的品性 故意带着我住在这个贫困潦倒的庄户家里 只等我完成苦其心智 劳其精补 恶其体肤 等诸多考验后 再把我接回去享受荣华富贵和锦衣玉食的日子 三天后 李下人觉得自己真的想多了 美好憧憬的破碎 令虾人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破败的家 很穷 很苦 可以用家徒四壁来行 说实话 我真觉得便宜老爹 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为什么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 会混得如此失败 就这点家当 似乎连路边的叫花子 都能挺直了腰杆 在我们父子二人面前充大款了 虾人叹着气走到米缸前 开始准备做饭 我一定会回来的 揭开米缸的盖子 虾人的脸色变了 里面空空如也 一粒熟米也找不到 活了两辈子 今天终于遇到了粮食危机 这个便宜老爹是指望不上了 看来只能自己动手风衣足食了 第二天一大早 虾人就来到了胡帝主家 李家的小子来此作甚 来找茅房 啥 找茅房 狗日的没个规矩 跑老汉这里找茅房 回去叫你爹抽死你 有事有事 刘管家您息怒 真有事 说啥事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替你爹管教你 给您家改造一下茅房 从此你们胡家上茅房 就是一种享受 啥享受 解释千百遍 还不如直接做给他看 管家只好将虾人 带到胡家的茅房前 然后面色不善地盯着他 虾人一顿倒过 一个唐朝简易版的抽水马桶 在虾人手中诞生了 随后虾人给刘管家解释了一通 看着新装上的抽水马桶 管家神情一动 看来有当场来上一炮的冲动 随后虾人就心满意足地领了几斤熟米 离开了胡帝主家 过了几天 村里莫名其妙多了一些话题 刚开始虾人还不太在意 直到有一天 邻居石老婆来传闻 小虾人 能给我家做一个 胡帝主家那样的马桶吗 你做的这个马桶太有大学问了 用着舒服的泪 这段时间 刘管家一直在炫耀他们府上的马桶 那是那个啥桶跟我家啥关系 你还不知道 这东西是你儿子做的呀 胡家的管家这两天到处在村里说 说用那个东西上厕所没得很 你说是这个宋娃做的 对呀 学问 那学问呀 你儿子是个有本事的 是个管事管的学问人 我真的忽然很想 把这个姓氏的老杂碎 揉成一团扔进马桶 然后把它冲进粪坑里 那感觉没得很 我从来不拒绝 世上一切对我的包养赞美之子 没人赞美我时 我甚至可以自己对着镜子赞美 哎呀 你怎么可以帅成这样 将来怎样的女子 才配得上你这样的绝世容颜 被人夸奖有学问 也不是没有过 然而被人夸成管事管尿的学问人 活了两辈子都没听过 我怀疑这姓氏的老头 是不是故意恶心我呢 那个马桶 很有学问 大学问咧 听胡管家说的 那东西很技巧 一般人做不出 村里那么多瓜送 只知道吃饭睡觉 下的干活 谁有本事做出这个东西 你家的 你儿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你有福了 东西给胡家做了 秘方呢 啥秘方 做那个马桶的秘方 应该是个金贵东西 秘方可不敢丢了 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给胡家做那东西 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能外显 没有 抽死你这败家子 受死吧 瓜送 没想到自己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件杰作 竟然是一个抽水马桶 开局很惨淡啊 做什么不好 非要做那个马桶 真的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唐朝人自然没见过这么新奇的东西 若是有人大肆模仿 马桶进入了皇宫 被陛下知道了 发明此物的人是我 皇上用的高兴 龙颜大悦 欣然下旨 赐给我使国公的称号 我是应该愤然拿刀抹脖子 还是抱住李世民的大腿 感激涕零才好 想到那幕场景不由浑身颤 脸色渐渐变绿了 同时深深懊悔当日吃错了药 竟拿这个东西去换粮食 要不给胡帝主家的水井里放点霜子 这个冬天过得很滋润 李家父子因为坐马桶而收获了不少粮食 村里每户人家无论贫富 都开始用起了马桶 冬日农闲时节 李家却破天荒芒的不可开交 带到给村里每户人家坐完了马桶 父子二人闲下来侵犯了一下最近的收获 鬼 我一定会回来的 鬼 揭开厨房的米缸一看 父子倒吸一口凉气 米缸内装满了个家送来的熟米 还有二十来斤今年的心脉 送娃 饿不着肚子 瞎人也笑 来到这个陌生的年代 他终于做了一点事情 为了一个家 家人 咱家有粮了 该给你请个先生读书了 父亲 孩儿不想请先生 不读抽死你 父亲 咱们谈谈理想可好 理想是个啥吗 就是志向 人生的目标 理想 不要跟我谈什么狗屁理想 好好读书将来 当个官娶个漂亮的婆娘 才是你的理想 随后父子两人争吵了起来 最后不欢而散 随着马桶的生意越来越好 下人请了他前身的损友 虾大来帮忙 本来想着平平淡淡的过日 突然有一天 虾大虾大 你娘死了 狗热的你说什么呢 也许是你爹死了 臭女子 你快去看看吧 我在买panny 随着马桶销量 越来越好 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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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着平平淡淡的过完这辈子 突然有一天 大唐 你娘怎么了 今天上午你娘去隔壁牛头村串门 下午回来就高烧不值 全身长满了红点 刚才牛头村传来消息 他们村那边二十多个人染上了天花 估计你娘也染上了 我爹 我爹 我爹呢 虾大别哭了 离家里远一点 天花要人命了 我就留在这里照顾你娘吧 听赵爷爷的话 别回这个家 回不得 给我们王家留个种 今就离开村子 去投奔你股杖 以后好好过日子 爹 娘 把这个混小子给我绑起来 王家当家的 你们高义 不过还乡亲 乡亲都祭你们的大恩 以后你家的屋 你家的地都传给夏达 年景再不好 村里一人一把粮 也把夏达拉扯成人 将来他去婆一圣娃 村里乡亲们抱了 谢赵叔和乡亲们恩义 我王家上下岭了 家里小子就拜托各位 乡亲照料 小子皮得很 来年闯了祸惹了事 还请乡亲们多多担待 来是做牛做马抱的 叫个腿快的去县衙 跟官上说 牛头村和太平村扭了瘟灾 请官上赶紧派人来 切记不可瞒报无法 医生愿意来 就来万万不可强求 耸瓜皮还辞愣着作甚 赶紧滚回家去 赶乱跑打断你的腿 王家兄弟他们 王家兄弟先祝你赵爷一家 等瘟灾过去再说 王家啊 算是毁了 灾难就这样毫无预兆的降临了 该死的瘟疫 本来想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生 既然发生了 那就想办法解决吧 瞎人努力回想着前世的记忆 上一次似乎在什么电视频道 听说过天花这东西 当时纯粹以娱乐的心情随便看看 过后便全然忘记了 该死的天花用什么字来着 呃 我记得英国人 怎么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似乎用母牛 母牛的什么 好像是某个很羞羞的地方 然后呢 这种时候还有心情敲锣打鼓 做大死吗 总娃快起来 村里娃和尚咧 快跟我去拜菩萨 拜了菩萨 温神就不敢祸害咱咧 我一个活了两辈子的人 都办不了天花 和尚念几句 经就能解决 明智啊明智啊 瞎人本想拒绝 看到了李富掏出了黄金腰带 这和我上辈子 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 跳大神的有什么区别 不知跪了多久 和尚们终于站起身 长寻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村里老少都凑合了 只剩这么一点了 远奉给师父们做香火 阿弥陀佛 施主错了 出家人贪嗔皆消 要钱财何用 钱财是敬奉给菩萨的 是位积今生功德 是为消钱是孽业 是是 老汉错了 是给菩萨的 给菩萨的 不是给 是敬奉 是是是 贫僧师兄弟三人不畏温灾 不辞劳苦 更耗尽毕生功法 为太平村民祈福请受 这炉相会已被我师兄弟功法加持 照师主可分与村民相亲们 和水拌云服下 天花之祸 五日可消 刚把话说完 这些和尚就消失在了太平村 家大跟我走一趟 可能我是说可能 我有办法对付天花 别信和尚 给你们的香灰 除了拉肚子 基本管不了别的事 吓人 你说真的 我说的是可能 这事我不能承诺 但应该值得试一试 小娃娃 你莫狂人 真能知天花 这些人都什么毛病 耳朵自动过滤他们 不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样下去 大家怎么沟通 家大你知道 哪里有牛了 兄弟莫闹 这都什么时候了 再说牛那么大 私下宰了关上要问罪 过些日子温灾过了 我们给你偷条狗宰了吃 这种时候 我跟你说吃牛肉的事吗 母牛 我要一头正在换天花的母牛 找不出这头牛 天花没法治 胡家 胡家有头牛病了 不晓得是不是换了天花 走 去胡家 大唐逍遥子第三集 都甚时候了 还在外面跑 胡家不迎客 莫把天花传进来 滚滚滚 都这时候了 很不友好 可以理解 毕竟灾难来临时 每个人都是脆弱的 正门不能进 咱们走侧门 侧门更方便 大户人家的牛圈 一般都是设在后院的 众人绕到胡家的侧门 门上一把如意铁锁 冷冷的扣在门环上 瞎人为难了 下意识瞧了瞧 一直跟着他们的老头 这位道士爷爷会翘锁吗 会穿墙树吗 呃 会画后门符吗 活到这把年纪 老道士难道没有反省过 自我价值何在 夜深人静之时 不觉得空虚 觉得冷吗 虽然这数字什么都没说 但最后看的 看我的眼神 分明像在看一个废物 而且是老废物 送吧 给老道爬开 谁 谁破我家的门 想吃官司 平的 孙思苗 孙老神仙 真是孙老神仙 胡管家呆着道惊喜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孙思苗 目光很黄热 黄热程度无异于赤手 活进了一只野生猿生态的奥特曼 要王孙思苗 没想到在真冠年间 遇到的第一位名人 竟然是他 跪什么跪 楼起来 起来 见人就跪 哪里学来的毛病 李家有病牛 老神仙普度众生 连畜生也度上 实在是功德无量 闭嘴 贫道之一人 不懂医手 这个怂娃说的会 你问他去 李家小子 你又想坐舍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过 说是德天花的母牛 经过自身的抵抗和免疫之后 已能产生一定的免疫 把德天花的母牛身上分泌物 涂抹到伤口上面就可以了 小娃娃 这就完了 完了 接下来等临床反应便是 临床反应 导演贴剑 会有啥反应 四五日内 会有烧 头晕 身上长红点等反应 跟天花的症状一样 但程度很轻 而且绝不致命 四五日后症状全消 那时身上便有了天花抗体 这一辈子也不会染上天花了 我真如此 小娃娃 人命关键的大事 你不可胡说 老神仙 这是积功德的事 小子敢开玩笑吗 小子对结果很有信心 现在难的是 牛豆的接种问题 要搜集十里八乡 所有换了天花的母牛 以及劝说乡亲们 接种牛豆 这些事小子可做不来 只能仰仗老神仙了 这些都是小事 太医署的太医 并刘神威是贫道的徒弟 贫道让他上奏朝廷 请陛下下旨调用 长安城附近的病游 此时动用官所的力量后 行之并不难 你要干什么虾大 接种疫苗 只需要一点点伤口就行了 虾大这几天跟着我 我来观察你的临床反应 如果这几天 真的如这位小友所说 我会起奏给朝廷 让陛下下旨 对了忘了问小友的名字了 在下李虾仁 第二天开始 虾大果然开始烧 身上长出了红点 五日后 虾大体温恢复正常 身上的红点也渐渐消去 十日后 孙思淼向胡家借了一辆马车 统统向金阳县衙驶去 与此同时长安城 太极宫大殿内 废物 废物 真是一帮废物 朝廷养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急奏陛下 尚书省急奏 又是哪里出了祸事 每日不是瘟疫就是急奏 朕的大堂难道天人贡钱 竟无一颗取乎 滚 给朕鬼元殿 今日朕一个字都不想听了 陛下 这份急奏 不是换消息 是好事 好事朕也不想 慢着 好事 什么好事 陛下 尚书省接到金阳县令急报 言称孙思淼 孙老神仙已在太平村 找到了一位能克制天花之人 什么 再说一次 孙思淼找到克制天花的法子了 大堂逍遥子第四己 陛 陛下 不是孙老神仙县的 而是金阳县 治下太平村的一位村民县的 孙老神仙亲自验证过 此法对天花有效 可是未染上天花者一生不染此瘟病 孙老神仙都未能找到克制之法 却被太平村的一个村民找到了 正是此村民姓李 明瞎人 金阳县令奏报上说 孙老神仙对此子多有包扬之子 而且此子只有十五岁 十五岁 这竟有这等本事 英雄出少年啊 朕老了 十五岁 尚未行管理 风爵输为不妥 怕是超重非议破多 少年成名 暮秀于林 风爵是害了他 改一下执意吧 克制李祖为 太医术医政 遵守克制天花之法 印字万经 两天二十 这场温灾死了八百多人 早孽 多亏小有你出手 才能把温灾控制在京阳县里 想必从此以后 我大唐宰民永不再受天花荼毒 小娃娃 你记得大德了 小子顺手为之 不敢贪天之功 若是这年代 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概念的话 这个接种牛豆法 绝对是个大项目 投资小 风险小 回报率高 关中几百万人口 每个人都要中牛豆 若是每人付我十文钱 那就是几万贯 此生足够做个 混吃等死的富家翁了 冲动了 应该先收钱的 一时兴起的 善良念头 几万贯就这么非了 现在回过神 再去找朝廷要吧 京阳县令很有可能 把我踹进大牢里 让我冷静冷静 五日后 高兴地告诉大家 天花瘟疫确定已被杜绝了 太平村上下一百一十二户 谢李家救命之恩 乡亲们 跪 赵爷爷 你们这是 折小子的兽 小子万万承受不起 赵某这一生 历经大小瘟疫十余次 今年的天花最厉害 我太平村却只死了十几人 李家小娃 你积下了天大的恩德 我等跪你一跪 如何受不起 瞎人正在劝解相亲 忽然听到一声大吼 太平村李家人何在 大唐皇帝陛下有旨 跪接 谁是李家人 快来接旨 我何德 何能招来圣旨啊 大胆 圣旨是皇恩浩荡 什么叫招 太平村庄户李家人接旨 太平村庄户李家人为君上分忧 解万民道选 创街种牛豆妙法克制温灾 举国成会 功德无家 过而不乏 功而不赏 诸事抚慰 遇封李家人太医署从九品一正 赏万金 赐良田二十亩 秦灾 圣旨不算太正式 其实只能算是李世民的口谕 皇上他老人家顺嘴这么一提 不得不承认 虾人这种庄户小民 还没有动用书面形式给他下圣旨的资格 一个从九品的官位居然圣旨清风 其实也算很有面子 谢必下龙恩 不想当官 为啥 饺子得不高 望不重 接种牛豆之功 实在为莫 圣上之次 太过厚重 饺子领受不起 看不出小娃娃竟是高风亮节之人 可敬可配 如此说来 圣上赐的万金和良田你也不愿领受 老神仙 您看啊 接种牛豆 克制天花 这一切全托天子圣名 老神仙 老苦功高 小子不敢贪天之功 却也不敢妄自菲薄 虽无大功 威莫老苦之功 总还是有几分的 官呢 小子就不当了 至于圣上所赐万金和良田小子 就不推辞了吧 全都推辞了 圣上会很没面子的 老神仙 您说呢 不想 当官便再是不当了 你确实太年少了 这个年纪当官 尾时古兼罕见 罢了 你把朝廷受你的官印官服交换给我 我回长安后进宫 带你向陛下辞官便是 多谢孙老神仙体谅 小子不懂事 让老神仙为难了 滚吧滚吧 小娃娃记得 以后若又偶然 现了治病救人的妙法 不妨来长安城的长岳坊找平等 可不敢藏私 是是是 小子铭记于心 老神仙和刘大人一路保重 大唐逍遥子第五集 兄弟兄弟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春天风大 伤身子 你病没好 是不是回床上躺躺 谁说我病了 没病谁会辞官啊 兄弟 听我的 别闹 回家躺几天就好了 一心思重 偶尔抽个疯 抽疯就抽疯吧 当官有啥意思 咱不当官了 太气人了 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别多心 我没病 辞官是因为 我当不了这官 原因很复杂 以你的智商 算了 我积点口德吧 来 坐下陪我吹逼唠嗑 对了 今早村里出大事 难道是你心目中 最完美女人村头 王寡妇嫁人了 唐朝以胖为美 越胖越美 你们懂得 不是不是 他嫁人 我虽然以后 不能偷看他洗澡了 虽然是我的大事吧 但这次我说的是 咱们太平村 甚至京阳县的大事 那你快说 别默默唧唧的 咱们主家 胡家遭难了 在咱们村里少说 他也有三百亩地 怎么也得卖个几千罐 结果被人家五十罐收走了 这哪里是买卖 胡家这是被枪了 这年头天下太平 也没听说 长安附近闹匪啊 胡家应该得罪了人吧 应该是得罪人了 不然三百亩地五十罐收了 跟冰墙有啥区别 终究是山谷 家里没底气 长安城里权贵太多 走路上随便不小心撞个人 都有可能是王爷 犯嫁可是大罪 主家其实这些年代 我们庄户不错 有几年遭了灾 胡家挨家挨户 给我们送粮食呢 可惜了 胡家走了 新的主家还未入住 庄户们议论纷纷 人心不安 本以为尘埃落定的事情 忽然又出现了神转者 胡家离开长安的第五天 太极宫里传出一道圣旨 黄九女恰二八生辰 李世民极宠之 似珍珠丝薄无数 更正式封为东阳公主 十十一百户 而十一封地正是太平村 五十万买的土地 一百罐给收走了 朝廷还是很讲道理的 以国家名义收购土地 土地原主人花了多少钱买的 朝廷双倍补偿 公主是个啥样子吗 没看见进了村 一直没露过面 村里人都没见着 应该比王寡夫漂亮吧 屁股少说 该有两个墨盘那么大 好生呀 虽然不想搭理他 大家的代沟少说 也有一千多年 但现在实在忍不住了 你他妈的个 家大说话小心点 这种话我们几个 说说无所谓 千万别传到村里 不然可能废杀头的 背地里烧蹄公主 开春了 正是农忙季节 李道正和李下人更忙 朝廷赏了李家二十亩地 只靠父子二人是很难料理的 春波之时 李道正和李肃累死累活三天三夜 人都快趴下了 父子俩喘着粗气吐着舌头 谈了一下午人生和理想 终于得出一个很伤钱的结论 故人 三百文前 请了村里十位庄户帮忙春波 耽误下来的农活几天便干完了 李肃觉得价格很公道 李道正显然不这么认为 钱花出去后便每天阴沉着脸 一副每天都过清明节的模样 很快 主家的新规矩 说是新规矩 其实一切都是萧归曹随 基本没什么变动 只是多了一条新政 也是唯一的亮面 东阳公主决定在太平村东头 建一座学堂 新办村学 公主办村学的消息刚传开 李道正一大早就把李下人 从床榻上拎了起来 脸上散出极度喜悦的神态 一扫前几日 花了三百文句款的颓饰 粗广的面孔飞得红 咋了爹 咱家里失火了 放屁 收拾收拾 找见顺眼的衣裳换上 跟我去村学 好好读书 读书才有出路 才能过好日子 爹这辈子注定没出息了 你不一样 你将来 呃 你爹嘴笨 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 反正 好好读书 不读抽死你 默默地看着李下人离去的背影 李道正仰天常常呼吐一口气 不知是在为未来有希望的日子而鼓劲 还是默然叹息自己一生的庸碌和贫苦 大唐逍遥子第六集 村学并没有李下人想象中那么热闹喧嚣 事实上村学很冷清 大出李下人意料 大敌也出乎了东阳公主的意料 大唐立国还不到二十年 现在正是百废待兴时期 百姓渴望知识 但是发现进了学校里面 只有寥寥几个人 你也来了 哈哈 终于不无聊了 怎的这副模样 被谁揍了 除了我爹 村里谁敢揍我 不知道昨天中午我揍的谁 呃 除了你和我爹 村里谁敢揍我 大家静一静 我是你们的教书先生 你们可以叫我郭先生 跟我读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银字 陈塑列章 教课的内容很枯燥 没有汉语拼音 也没有教育一体的歌手 郭先生的第一课是南北朝时梁朝散其侍郎 即是中周星寺编转的签字文 前世不是个好学生 这一世居然也不是好学生 好心塞 好想振作起来 证明自己不是扶不上墙的学渣 可是真的好想睡啊 瞎人 等会下了学 帮我揍人去 没空 是兄弟吗 你看看 看看 人家把我脸上给揍的 一边轻一边肿 你脸上的伤 不是你爹揍的吗 我刚才没跟你说吗 昨天被你打了一次 后来被我爹揍了一次 再后来 同村的无双又揍了我一次 筋挨了三顿揍 三顿 我才没有闲工夫 管你那么多 天天那么多小打小闹 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瞎人 下了学帮我揍人 这次我要捏爆他的蛋 以后改口叫他五姐姐 不去 为啥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读书人了 读书人只动口不动手 顶多只能在你们打架的时候 帮你骂他 羞辱他 打击他的士气 这破村学 咱们只做了一个时辰 怎么就成读书人了 双脚跨进学堂 就算是读书人 更何况我还做了一个 时辰这么给面子 当然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 教书先生很认真 任何事情一旦认真起来 就变得很枯燥 我妈读书回了 学堂里先生今教了啥 都学会了没 果然从古至今 天下父母都是一个样子 先生教的签字文 孩儿都会背了 会了就好 会了就好 我妈一定有出息 说完李道正转身回屋 粗糙有黑的大手 捧出厚厚一叠纸 纸上静静握着一只毛笔 一块燕台 一条墨 吓人呆住了 白天突然进长安城 买了这些物饰 这东西贵低很 花了五百文帝 听说读书人都要用这东西 再贵也要买 拿去 省着点用 一个花三百文故人 重地都要心疼许多军的装汉 给儿子买五百文的文房用具 却得一眼都不长 父母心 千百年从未变过 好好读书 读好书做官 陛下给你封太医术的官 不行 辞了就辞了 我妈将来不做治病的大夫 要做上马治军 下马管您的大官 瞎人沉默着点点头 心绪有点乱 果然碎了 这是条财路啊 后世的造纸怎么造来着 好像在现有的造纸工艺里面 掺了某种水果的汁 以及添加麻纤维 用来增强柔韧度 麻纤维和桑皮 似乎还要事先用银粉漂白 这样造出的直血白干净 韧度强 不易碎 都是财路 还有活字印刷技术 现在还不是发财的时机 我对这个世界还是太陌生了 到现在还没把脚步 跨出过太平村 造纸和活字印刷 太惊世骇俗 出这么大的风头 不一定惹出什么祸端 等到将来数钱数 到手抽金 老爹应该不会再为几百文钱心疼了 收回思绪后 老爹辛苦给自己买纸买笔 不管怎么说 也该在上面写点东西 老爹回来 发现纸上写了字 尽管他不认识 想必也会高兴吧 毕竟这代表着儿子 已是读书人了 劝君莫吸金吕一 劝君吸取少年识 花开勘者执续者 莫待无花空折之 日子就像这夕阳一样 越来越有笨头 读书 谁说我不会读书 今就学了好多学问 学堂里的郭先生教的 你学了个傻 你说出一句我就服你 我 我学诗了 学到好几句 什么床前明月光 仪式 仪式地上那傻 对 地上霜 还有谁之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咦 这谁的诗 我没教啊 小娃子 刚才的诗谁教你的 糟了 是郭先生 我 我自己想出来的 你放屁 别说做诗了 你认字吗 赶紧说实话 这诗到底谁教你的 不说我去你家 跟你爹娘聊聊 老实家访 这种威胁手段 一千年都没变过 瞎人 你可别怪我啊 都怪郭先生威胁我 郭 郭先生是 是李瞎人 太平村不大 总共也就一百多户人家 郭奴找瞎人几乎不费劲 路上随便找人一问 相亲一脸敬仰的指明了路 担心郭奴仍找不到 索性丢了农活 热心的把他带到李家 李瞎人 李瞎人 谁喊我 郭先生怎么来了 快快进来 大藏逍遥子第七级 不知道郭先生找我何事 床前明月光一诗 是你所做 是 先生是如何知道的 郭奴没有回答 反而问起来第二个问题 床前明月光一诗 前后并不连贯 似乎不是同一个诗词 郭先生真的是才华横溢 这都能听出来 床前明月光何 谁知盘中餐本来就是两首诗子 虾先生可否有幸一睹全诗之茂 这态度已不施得居高临下了 反而用的是平辈的语气 看来在郭奴的心里 已将李瞎人 这为尊的高人了 先说那闽农师吧 除何日当午 汉低和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好诗 果然是闽农师 字句不见怜悯二字 却深得慈悲心怀 此诗只有庄护出身的人方能做出 还有一诗床前明月光 地下写两双 不不不 说错了床前明月光 一诗地上双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也是亦通俗亦懂的好诗 足可 自门启蒙 只是低头思故乡一句 你不是从小在太平村长大吗 何来的思故乡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诗是这么写的 总要有个东西用来 先生觉得这个诗如何 劝君莫吸金履衣 劝君吸取少年诗 花开堪折之虚折 莫带无花空折之 好诗 和你那闽农师一样 足可流芳百事 我去禀报给公主殿下 东阳公主府 只见郭奴跪在门口 小人 我举荐人才 知道了 回去等消息吧 很快 这诗出现在东阳公主的香规里 劝君莫吸金履衣 劝君吸取少年诗 花开堪折之虚折 莫带无花空折之 花开堪折之虚折 唉 好一句花开堪折 写这诗的 果真只是五岁的少年吗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装户人家写出来的 那位少年叫什么 听说叫李瞎人 以前是装户 除了作诗 这少年还做过一件大事呢 什么大事 上月金阳县发生了温灾 就是这个李瞎人 用了一个什么法子 把天花抑制住了 公主您的胳膊 当时不也得 猴子 中了牛豆吗 当时长安城里流言四起 说陛下当年 如何如何 惹了天罚 幸好有了这牛豆 才将流言压了下去 天花过后 陛下下旨 将长安城里 被递嚼舌头的将 十几个 别说了 说起来有甚意思 诗是好诗 暂且收下吧 没说举荐之类的话 李瞎人终究太渺小了 绿柳退出了寝殿 偌大的殿语内 东阳公主有些诗神 花开堪折之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的确是好诗啊 世上任何人都能不负年华 唯独天界公主不能 格子画得有点大了 若是用千块雕刻成板 李 常用字多雕几个 游墨也是个问题 活字印刷的工程量太大了 不知要花多少钱 家里的钱都在老爹手里掌握着 要他拿出来投资 恐怕他会一头 把朝廷赏的那几罐钱当 俺送给我 缺钱是个大问题啊 虾先生 虾先生您做的诗公主收下了 这些可以流传千古的诗句 学生这里还有不少 每都能流方百事 保证同手无期 同手无期 对 同手无期 每首诗先生只需花半罐钱 诗就卖给你 诗可属先生之名 学生对 诗绝对保密 不满一颗 你你你你这个 这个 三百文也不是不能商量的 李佳仁此刻表情很阴切 看来很有诚意的样子 期待做好这笔交易 可郭奴的反应却大不一样 真正的读书人毕竟是有廉耻心的 看着郭奴随时要动手的样子 买卖不成仁义在 先生莫动手 学生告辞 告辞 回来 既然还有本事写出千古绝句 那就快快写来 拿这种事去赚银钱 莫遭见了好诗 更莫遭见了自己 先生买吗 信不信我诚死你 还有家居不妨说来 没了 一句都没了 缺钱是大事 虽然与郭先生的生意没做成 这事上除了自己以外 应该还有败类吧 只要找到一个败类 把诗卖给他 估计很快就能把我想办的事办成了 想到就去做 李佳人找到了虾大 二人商量了一阵 决定进长安城逛一逛 太平村离长安城不过六十里左右 相当于长安的郊区 二人带了一些干粮 顺着大道直走 路上遇到商队 或赶着牛车进城做买卖的小贩子 李佳人便靠着一张帅气 兵羊球 六十里路基本没靠走 一路蹭别人的牛车走完 路上虾大也试了一下刷脸上车 结果刚靠近 商队的护卫就拔刀了 警戒 警戒 遇到土匪劫车了 由此可见 长得帅多么重了 脸郡真好啊 我要有你那么帅多好呢 不要迷恋哥 哥只是个传说 不要灰心丧气 以后好好跟着哥混 保证你取好几个 王寡妇那样的婆姨 长安古多啊 两千多年来朝代更迭 这座历史最雄伟的古城 只有在大唐时 才唤出他最年轻最繁华的模样 大唐逍遥子第八集 西在长安最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既按摇陵豪市前 肯落他人后 好诗 这诗适合卖给权贵 不给两罐钱 都不好意思拿出去下拜 多情只有春亭月 尤为离人赵洛花 好诗 这诗应该卖给 那些银峰送月的书生 把他们的兜里抛干净 然后看着他们 用这些诗穷特色 十年一叫扬州梦 赢得薄姓名 好诗 这诗可以卖给嫖客 算了 这诗不卖 自己留着 李佳人一路走一路思考 怎样展开业务 瞎大则好奇的四处打量 虽然太平村离长安城 不过六十里 可他俩 从小到大 竟长安城的次数 屈指可数 做不了 做不了 小兄弟 主要是缺材料 也缺雕工师傅 材料确实不太容易凑起 铁匠铺里 生铁和炼钢 自然不缺 但活字印刷 需要的是千和锡 这就不太好找了 而且雕工师傅也不容易找 大地要到卖文房赐宝的文具铺才有 这些东西我没法雕刻 但是能给你打造出来模板 呃 估了个大智术 做几千个小千块 是个大工程 少于两贯钱不干 这世上除了铁匠铺 还有一群怪怪的人 也卖各种金属 城里的宗圣宫 就是做道观 是高祖皇帝亲自赐名的道观 去找那群怪怪的人 必能买到千和锡 好 谢谢老板 还是得卖诗啊 卖诗 好好的为何卖诗 当然是因为缺钱啊 诗这个东西 应该算学问吧 没听过有卖学问的 学问留着自己用不好吗 将来用出去 说不定可以扬名 这样的诗 我大概能记得几十上百 卖一点无所谓 再说我才十五岁 少年扬名真的好吗 获福难测啊 为什么呀 别问了 问了你也不懂 这已经不是你这个简单头脑能考虑的事情了 生意来了 兄台请了 傻事 兄台认字吗 认得不多 咋了 我这有几首诗给你看看 呃 秦时明约汉时官 万里长征人微还 单使龙城飞将在 不交狐马度阴山 好诗 这时好 念着提起耳 小子 水作的 无主之物 无主 兄台衣着华丽 必是富家子弟 不缺银子吧 这是两罐 卖给你怎样 此时可数兄台之名 在下绝不外泄 若然违背 教我 教我 教我变得和他一样 两罐钱可以 很好 终于遇到了一个斯文败类 大家的底线处于同一水平 刚才见你掏出那么多 你到底有多少诗作 诗作有很多 你自己挑 哪个事都拿走 两罐钱不贵吧 好糊涩 我真喜欢这句话 他很专业 手上的不是诗 是货 大家谈的也不是文学诗作 而是生意 这几个好 自多 两足 这是个很实在的人 做买卖干脆利落 而且价值观也很朴实 以量多为优 投回买卖 给你打个折扣 四十六罐钱 公道吧 小子文文弱弱 说话做事倒也是个爽快人 行 你这朋友我交了 家住哪里 下次若我还想买是再去找你 对我来说 这是一杆子买卖 卖完就走 揭露了住址会有麻烦 呃 太平村里家 嗯 你个狗 怎么个狗呀 太平村我知道 离长安不远 不说这个 坐这里等一会 我教人拿钱 我发现自己好像选错了客户 这家伙的做派远远不止 只是富家子弟啊 这位兄台 刚才这次诗 咋 没什么 祝您用的愉快 不管了 钱到手就撤 壮汉是什么身份 关他何事 六罐钱在此 一文不少 这买买作的值 别人都说我家满门白丁 放他娘的批 老子今就做思绝是好事 给他们长长眼 家门有兴 俄家马上出失人脸 刚刚银货两季 立马把产权 转移到自己名下 这脸皮 长安城那么大 这村子那么小 吓人 我忽然不想待在村子里了 我 我胆子比较小 我想一辈子 好好在村里活着 多赚点钱 盖一栋大房子 取一个不漂亮 也不算太丑的婆姨 给我生两三个娃 等娃长大了 我把婆姨和娃 叫到一起帮我数钱 谁数错了 我就抓紧 一把钱扔脑袋上 砸他一头包 你是个有大本事的人 咋这么没出血 你说要走出去 去哪里呢 走出去 当府兵 战场嘎敌立功 王八蛋 讲嘎先给你爹娘 送了钟再说 一家人好不容易 逃过天花 捡了条命 好日子没过几天 又去入府兵 你嘎了不要紧 你爹娘咋办 不孝的东西 听说陛下打掉东突厥后 年年对外用兵 要把咱们大唐周围的邻国 都收拾一遍 而且军功也越来越厚重了 入了府兵 跟随大军出去打一仗 跟着大军出去砍几个脑袋 拿回来换的换钱一样 大唐如今 虽说兵风正盛 看谁不顺眼 就揍谁 把周围的邻居们 吓得瑟瑟抖 但只要是战争 就一定会使人 你这脑子一根筋的 获上了战场 失望的概率 绝对高的可怕 累了 不想跟这一根筋争了 跟他聊废脑筋 明日偷偷跟他爹 聊聊他儿子的远大志向 然后看着憨户 被吊起来抽 美的狠 我尊重你的志向 好好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吧 大丈夫生于世间 富贵功名 当从马上去 哎呀 还是你有学问 这话听着提气 好 谁能想到 第一次进入长安 就把师卖给了 程咬金的儿子 程楚墨首里 因为此处 土土夜宴上 两位名臣 还打得不可开交 大唐逍遥子第九集 长安城 素国公兼左领军 为大将军府 今晚张灯结彩 大宴兵客 这位名头响亮的国公爷 兼大将军姓成 名咬金 后改名为枝节 好儿子给你们几位叔叔 耍一套乱披风伏法 爹 孩儿今不耍父 孩儿今要做事 他娘的不知道 此时该冲上前 把这帮童谣挨个的 揍一顿 还是狠狠 抽着狗日的一顿 这小子真贪娘的 不务正业 再怎么说 我也是今日酒宴的主人 主人揍客人 为免有点无礼 儿子无所谓 生儿子就是用来抽的 叫你耍斧子 你个混账要做诗 做诗有诗好 光说不练假把诗 废物干的事情 小混账要把 俺成家的老脸都丢光 住口 包皮肤 安改如我文人 包皮肤没好话 张嘴就把所有文臣 都骂进去了 而且还是当着面骂 真是存世稀少的奇葩 糟糕 糟糕 都住口 当着晚辈的面抄抄 你们要不要脸了 李竞是大唐军方的领头人物 威名赫赫的军神 任谁都要买几分面子 双方信信怒哼一声 暂时休闪 做事也不错 叫长孙大人和房项瞧瞧 咱们武将子弟里 也有五文弄墨的大财 各位书拜 晚辈先愁了 晚辈是将门子弟 读书也是 也是凑合的 这就做一首听着提气的诗 请各位长辈品尝 品味 品尖 花耸 少给老子废话 做你的诗 秦时明月汉时官 万里长征人微还 但使龙成飞将在 不交胡马度阴山 我也不太懂诗啊 看他们几位的脸色 我是该揍这小子一顿 还是夸奖他呢 好诗 千古流芳足矣 贤侄大财 成老匹夫 你家风水真邪门了 这是好 果然提起 把咱们大唐武将的威风 全抖落出来 昨日这笔买卖果真值了 可为乌美加连 下次再见那小子 必须给他解拜为兄弟 慢着 贤侄此时确实不错 只是贤侄莫怪老夫说话直爽 此时果真是你所做的 长孙无忌的话很有代表性 代表了文人的性格 文人多疑 文人相亲 文人的世界里 最出众的人永远是自己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儿子会打动 话操理不操 从遗传基因来说 老混蛋生小混蛋 才是天经地义 能处末世的什么性子 长安城里 谁家不知道 鱼肉百姓倒不至于 却也号称长安一霸 整日领着国公国侯家的一帮子 玩裤子弟 吃喝玩乐兼打猎 至于读书 自然也读的 成处末读书的事迹 比他的长相更出众 三年期跑了五位先生 直到现在 还只基本达到认字的程度 如今这个小混蛋摇身一变 从粗人忽然变成了诗人 而且做出一首可称绝世的好诗 在座的都是一帮 整天跟人斗心眼的老无理 谁会信成老匹夫 能生出这么一个儿子 当然是我做的 花了钱吗 东西自然是我的 老夫甚喜此诗 既然贤侄说 此诗是你所做 老夫对此诗有一处不解 还望贤侄解惑 啊儿子本武双选 有啥不懂的尽管请教 吓死你们这帮老子啊 老长辈 好 老夫且问你 但是龙城非将在此去 非将所指何人也 非将 非将吗 非将自然是我爹 嗯 你爹为国征战沙场多年 战功标柄 天下皆知 可老夫与你爹相识数十载 怎从不知 你爹定有非将之美称 被长孙无忌这老家伙逼到这个份上 程楚墨硬着头皮索性 放开了边瞎话 有天我爹喝多了 独自爬上加厉的房顶撒酒疯 撒了一针从房顶挑下 一头扎进后院的池塘里 从此我爹有了非将军的雅号 原来竟是这般得来的雅号 汉朝李广将军全下游之 一当新为非将军名号后继有人 姓何如之 诗中出处 赏识的人全都明白 偏偏作诗的人不明白 很尴尬的场面 程咬精气的老脸发绿 在揍儿子和揍客人之间犹豫了一番后 终于决定先揍客人 太气了 不能忍 长孙老匹夫 你出来跟你决一死战 臭牛 因为李下人的一首诗 几位国公名臣名将打成了一锅粥 而李下人魂不知情 悠然地在太平村过他的太平日子 鸟鸟吹烟在黄昏的余晖里摇印上 金色的残阳扑洒在田地上 李下人看着远处自家广袤的土地发呆 该买两头牛了 二十亩地 不是我们父子二人能耕的 类史都做不完 必须买两头牛回来 京阳县有个罗马市 可以去那里布色一下 还可以画些图纸 请木匠打造一些家具 自己可以拿图纸 与木匠合股 每卖一件家具 出去便从中抽成 在盗版出现以前 不大不小也能赚一小笔 李下人心里默默给自己美好的未来生活 做着规划蓝图 瓜葱不好好干 等会还拿鞭子抽 本想着在太平村里 过着太平日子 却没想到东阳公主 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 还被顾客找上门 大唐逍遥子第十集 自从离开太极宫 入境这块属于自己的封地后 东阳公主心情一直很不错 河滩边有一块硕大如碑的巨石 李下人此时正坐在巨石背后 望着天空发呆 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便在这太平村的金河河畔 春风青山芳草 流水垂流暖阳 美如画卷的风景里 一个恰正芳华的女子 走进了这幅美丽的画卷 然后与画卷融为一色 真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 好几个月了 终于看到一位真正的美女 梅若带柳 谋寒秋水 龟姿艳艺 明艳端庄 此时不得银尸一首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利人 太浓一远书且真 鸡里细腻骨肉云 五年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见多了村里的粗糙女汉子 对真冠盛事差点失去信心 害得我都不敢走出去 今日总算长了见识 脸 娇嫩无比 雄 平平无奇 腰 盈盈一卧 腿 修长笔直 还有一双白镜晶莹 完美无瑕的御足 这个女人 简直是老天 精心雕琢而成的艺术品 从头发丝到脚趾透 无一不完美 该不会是天上的仙女 一脚踩空掉下来了吧 不管了 脚很好看 再多看几眼 相信很快 她就会发出尖叫 这双白玉般的美族 一定会藏进群里去的 东阳公主正正发着呆 傻了似的看着眼前 这个少年狼 直到发现少年狼的目光 不停往下游移 落定在自己的脚上时 她才猛然惊觉自己赤着脚 吓得顿时花容失色 果然李下人索料一般 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 别叫了 这里荒山野地 叫破喉咙 也没人理的 我又没法你的衣服 连鞋子 也是你自己脱的 有必要叫得如此凄惨吗 你把鞋子穿上 照样衣冠周正 扔长安街上 都能见人 你如此尖叫 意义何在 也是 明明只是脱了鞋子而已 为何弄得跟被人非礼了一般 你 不准看 把头转过去 快 太小气了 再过一千多年 大街上的女人 穿着各种漏脚的凉鞋 和连屁股都盖不住的超短裙 开插到 肚脐眼的低雄装 美雄美腿美足 各种展示各种反差 生怕男人少看一眼 如果一道神雷 把这女子 劈到一千多年以后 她还不得疯了啊 若是再让她看一部 名叫东京很热的 小电影后面不敢想 我 好了 你是何人 太平村李佳人 幸会姑娘 李佳人 这个名字 有点熟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你认识我 花开看折执虚折 莫带无花空折之 原来是你 你是公主府的人 对 你在公主府里 做什么的 我 我是服侍公主的宫女 嗯 对 我叫绿柳 服侍公主的宫女 头上带三只纯金不摇 双手白皙粉嫩 不见丝毫粗糙之处 一身的绫罗 虽不知质地 却显然也是极贵的品种 宫女有这么好命 更别说她眉宇间 散发出淡淡的尊贵端庄之气了 好吧 既然她说是宫女 我便请当她是宫女 大家就这么相处下去 挺好的 时候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相遇是美好的 两人各怀心思地回去了 悠闲的生活有一个前提 日子不能乱 只可心里下人的悠闲 维持得再辛苦也是屠楼 老天把她扔进大堂 贞观不是让她过这种悠闲的 形同废材般的日子的 是要她来折腾的 不折腾不成活 看她这副模样 绝对不是什么回头客 当然更不可能会给我 送什么文盲 福音之类的锦旗 相反 人家很可能是来找我麻烦的 简单地说 来者不善 来退货 还是来揍我 想揍你 揍我早说啊 多大点事 还以为你来退货呢 退货数不接待 一文钱都没得退 钱是原则 钱是命根子 挨揍没关系 只要别揍脸 当然最好是不挨揍 所以我决定和她 好好沟通一下 打消她施暴的念头 这座活字母版 再次邂逅东阳公主 何时才能抱得美人归 走上人生巅峰 大唐逍遥子第十一集 我挨揍了 看得出 我挨揍是因为你的货 我的货咋了 呃 货的橙色还是不错的 拥了以后大家都说好 可大家后来问我 这货好在哪里 我说不上来 所以你挨揍了 我爹把我叼在书上 用鞭子抽 足足抽了我班晚 我的惨叫声 半个长安城都能听见 我能理解 那个老东西也没好下场 我爹大发省微 把他揍得鼻青脸肿 估摸他回家后 也和我一样惨叫了班晚上 这位人兄的老爹 战斗力很强悍啊 而且不分敌我 出手横扫一大片 很想问问这位老前辈的名号 给自己长点记性 以后一定保持必要的尊敬 然而想到 前几日长安城 认识这位人兄时 他身后那六位飘悍的随从 还是算了吧 对于大唐的权贵 目前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一个15岁少年 性冲冲跑上前 抱权贵的大腿 很大可能会 只无葬身之地 这位兄台 您看啊 您自己也说了 在下卖给您的 或可没有问题的 橙色好 价格也公道 至于使用过程里 失了手 似乎不是货的问题 您大老远 从长安来揍我 是不是略嫌没道理 出城的时候 确实很想揍你来着 毕竟因为你的货 我挨了一顿毒打 可是出城后 我也慢慢想明白了 东西是你卖我的 货是好货 卖过之后赢货两期 我自己没用好 怪你不得 今出城找你好 没道理 但是我大老远来都来了 不做点什么总不甘心吧 知道我昨晚被老爹 揍成啥样了 知道知道 都看见了 这骨子血火不发出来 也对不起我身上的伤吧 兄台觉得这棵树咋样 怎么了 把他当成我揍他 成处莫不甘地看了李下人一眼 显然 他还是觉得揍李下人更有手感 人兄请吧 好 全身舒坦了 你的法子不错 下次若有不顺心的事 我再来找你 不 找他 偏找你 走了 你在做什么 看不上狱卒了 我在做模型 什么叫模型 想做一件物事 首先要做个模型 按比例尺标准 放大或缩小 修改到最完美的程度后 再按照模型的样子 做食物 这样就能提高 制作食物的成功率 你做这个模型 打算造出什么食物 活字 张也机密 差点被这女人给套出来了 虽然她长得漂亮 但是钱更漂亮啊 咦 快看 有蜘蛛在天上飞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说来也是做过有花勘折的大才子 一点体统都没有 快说 你手里这东西到底干嘛用的 真是个穷追猛打不识趣的女人啊 别琢磨这东西了 我给你讲故事吧 什么故事 从前有只丑小鸭 很丑很丑 老娘怀她的羊水 很可能是硫酸 不对 鸭子是诞生的 嗯 反正很丑 还在蛋里的时候 这只蛋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弄到鸭群里去了 一个不伦不类版本的丑小鸭故事 新鲜出炉 哄小女孩吗 童话故事随便能打发 最后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 而她也终于找到了她的天鹅父母 好了 故事说完了 这只丑小鸭真坚强 受了那么多苦 还是那么争气 终于有了好结果 变成了白天鹅 你怎会发出如此感慨 怎么想的 我说错了吗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不是因为她多努力 而是她本身就是一只白天鹅 好不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头个好胎有多重要 你 故事说完了 一点都不好听 好了 快说你手上做的模型 到底是干嘛用的 不早了 该回家吃饭了 模型在阳光下晒了两天 随着模型的完工 赚钱的念头 不可遏止的再次冒了出来 找到瞎大 两人准备再去一次长安城 少听少看 更要少说 上次你脱口 把咱们的地址卖了 现在多了不少麻烦 知道了 进了城直奔铁匠铺 李下人把带来的模型盒 也交给了铁匠师傅 不到两个时辰 就打造出来一些模板 这是要发啊 天色还早两人马不停蹄的 来到一家撰客店 把经常用的字多客了几个 这位公子 老秀实在不明白 这东西到底有何用途 不能说你只管做便是 老秀不明用途 这东西怎么做得好 告诉你可以 你先立个字句 发誓不往外转 否则去官府告你 公子当我什么人 老秀做人做事本本分分 调工做了一辈子 客人的私密 老秀和陈王外说过一个字 对对对 所以赶紧立个字句 时辰不早了 老师傅还是立下了字句 一脸屈辱 如同牵下了卖身器一样 看这老邓的表情 好像我把他卖了一样 唐朝的人心里承受能力那么踏吗 立过字句后 李下人才将活字印刷束的奥秘 告诉了老师傅 老师傅由最初的茫然 到渐渐变得吃惊 最后脸色迅速泛起潮红 激动的连胡子都抖了起来 这是好东西啊 好东西啊 造福了咱们大唐多少读书人 公子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以后大唐的读书人 都得为公子立下长生排位 我们应该把词乌仙给官府 老先生看清楚了 只要外面听到一丝 关于词乌的风吹草动 你就得吃官子 把你告进官崖矮板子 公子若讲词乌仙给官府 官府必要好上 公子一从词扬明天下 何必必走之阵呢 我要扬明天下作甚 人生发财便是了 老先生不要多管闲事 把上面刻好字便可 算了到不同互相为谋 跟他说多了 除了徒增烦恼 老师傅我过几日再来取 瞎人你说 咱们花了这么多银子 做出来的东西 能不能让咱们发财 着急什么 今年你才多大 好好跟着搁混 以后吃穿不愁 美女银子要啥有啥 就往寡妇那样的你 到时候随便挑 以后你就是我亲哥哥了 你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会往西 你让我偷狗 我绝对不会偷鸡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 偷鸡摸狗的事情了 跟着我混 就要行的 端做的证 尤其偷看寡妇洗澡的事情 别再做了 知道了大哥 时间后 李虾仁和虾大再次进程 这些做得真不错啊 那是 我们的雕刻技术 在长安城都是出了名的号 好 下次有需要再来讨扰 告诉师傅 抱歉抱歉 完了贵客的路 在下唐突了 有事 在下官知 贵客二人年岁虽小 从里到外 却透出一股富贵之气 出手阔绰 好气无双 更且英俊潇洒 温文而哑 停 这人夸起来 口若悬河 说起妹良心的话 脸色都不变一下 瞎大听的 眉飞色舞 居然还用一种千里马 看伯乐的目光 看着他 英俊潇洒什么的 直接对我说 就可以了 不要牵扯 不相干的人 否则听起来 不诚恳 这位贵客 前些日子 您在小店定做的东西 于老师傅给您做好了 东西还满意吗 老师傅刀工不错 很抱歉 虽然您和于老师傅立了字句 但他是本店请的刁工师傅 在下是本店的掌柜 这件事满水也满不了我 不知贵客做了这件东西后 有没有用他赚银子的意思 当然 本店三十年的老招牌 长安成立的读书人 十有三四都在本店买纸笔 若贵客想用他来印书的话 本店愿与贵客合作 不知贵客一下如何 没兴趣 再见 贵客 什么都好商量 好商量啊 利润如何分 四六 我四你六 幸会幸会 告辞告辞 三七 三七 我三你七 会客 做生不如做熟啊 这东西只要在本店里 在下保证绝不泄密 你找外人做着买卖 很容易就把其中官窍泄露出去了 那时全长安街群起而仿造 这东西就掉价了 这位掌柜很会说话啊 这番话正好说到我心里 我也担心活字印刷术被仿造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不知道的觉得他神秘 说穿了一文不止 我七你三 说定了 还有 立下字举 一帮外协拉我去见官 我懂 我懂 这老板真会做事啊 不知他家有女儿没 有的话干脆娶了他 以后整个店都是自己的 什么四六 什么三七 全都是浮云 长安城里印书的生意意外的火爆起来 连李下人都没想到这个时代 对书本的渴望是那么的迫切 接下来就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日子了 不知道文房店的掌柜 这几日赚了多少钱 虽说如今是诚信年代 掌柜的不会在账簿上做假吧 有必要顾请一个财快人员去监督财事 心情好多写事 不知道为何经过这几天日 下人反而喜欢来到桥边写事 难道就是为了再次碰桥遇到某人吗 诗事好诗就是字骂 难看必须毁灭证据 打死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别动我多看几遍 你你你这人怎么 字太难看远不如本人完美 不完美的东西要除掉 又是一首绝世好诗 而且我亲眼目睹了做此诗的过程 李下人做一首吧好不好 不好我马上就是有钱人了 做诗这么庸俗的事情 是有钱人该做的吗 做诗庸俗 不是说有钱人才庸俗吗 怎么反过来了 你是宫女 对啊 你们公主喜欢诗吗 喜欢吧 喜欢我做的诗吗 我不知道 兴许是喜欢的吧 买吗 啊 买什么 买诗吗 刚刚我做的这首春风得意马蹄戟 三罐钱卖给公主 以后算是公主自己做的 我发图事保密 说话啊 这表情啥意思 钱贵了 你自己也说了 这是绝世好诗 真不贵 你你你 你这个 你简直是斯文败类 诗也能用来买卖吗 没关系 这东西 我还有很多 家里盖大房子缺钱呢 先卖 棘手就挤 喂 你不买就别拿我的诗 跟别人下班啊 要收钱的 买卖黄了 这种买卖还是不能跟太要脸的人做 我突然无比想念那位买诗的壮汉 看到他就有一种遇到知己的感觉 长安城 太极公 甘露殿 数十位皇子和公主 今日齐聚一堂 神情恭敬地跪坐在各自的矮极后 白天跟李下人闹得不花而散的东阳公主 赫然也在齐恋 每月总要腾出一天时间 把皇子公主们聚在一起 吃顿家宴 增进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大唐逍遥子第十三集 李太 今日课也如何 回复皇 近日崇文馆夫子教授孟子 读到哪里了 由姚顺至于汤 五百有余岁 若雨 高桃 则剑而知之 若汤 则闻而知之 若此其未远也 尽圣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 然而无有忽耳 则亦无有忽耳 呵呵 何语姐 姚顺到汤 历经五百多年 从汤到周文王 历经五百多年 从周文王到孔子 亦历经五百多年 儿臣心有所感 遂翻越许多史籍 看到汉光五帝刘秀平灭关东 龙幼 西蜀 荒湖汉是鱼籍青 结束多年战乱一统天下 并创出风化最美 儒学最盛的生平盛世 无而想说甚 汉光五帝至真冠 又是五百多年 关我大唐真冠 在父皇治下臣民归心 万邦来朝 士风淳朴 朝政清明 正是盛世之始业 故而臣以为孟子所言者 即五百年必有王者心 父皇必是既往开来之盛名君主 当之无愧的天克汗 吴皇万岁 这番马屁拍得可谓用心良苦 李太带了头 其余的皇子和公主 也跟着跪拜下去 其生珊瑚万岁 哈哈哈哈 好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心 无而有心 朕甚喜智 朕随口考一考李太课业 没想到李太读书如此用功 诸皇子与公主当孝而行之 物是荒芜学问 如我天界生命 辞命父皇 既然提起了课业的话头 朕便以劝学为题 而等或师或妇 尽可做来 李世民出了题 众人思索成瘾 远远坐在大殿尽头的东阳公主 却百无聊赖的环顾四周 眼中多了几分清冷 这出戏码 见得实在太多了 每月父皇令皇子公主们相聚 尽许天伦之乐的美好画面 私底下却早已成为 众皇子公主争宠的战斗 属实没什么意思 很无聊的宴会 不知多久才散 散后赶紧回到封地里去 那里才是我的家 还有那个不知廉耻为何物的 拜类 居然用诗作换钱 能做出如此绝世好诗的人 却这般是快 老天瞎了眼 好好的才华给了这么一个人 倒是那两首诗 确实是绝世好诗啊 今日所作的春风得意马提及一首 亦是难得的传世佳作 居然三贯钱 决定了 回去就拿着钱去找他 他卖一首 我就买一首 倒要看看 他肚里到底装了多少绝世才华 用钱把他们全套换出来 东阳 父皇 你孝沈 女儿 姐姐聪慧之极 父皇刚出了题 姐姐怕是 已做出了师父 故而未雨先笑 一句话 把东阳公主推到了悬崖边 令她进退不得 罢了 你姐坐下 今日佳宴 笑几声无妨的 东阳你真应该多笑笑 朕方才出的劝学一题 而等可有师父应知 父皇所出劝学一题 东阳有诗作献上 不过并非东阳所作 而是东阳庄子旁 一位名叫李佳人的少年所作 太稀奇了 以往东阳姐姐 都是默不作声 今日却如此主动 是啊 嗯 这个李佳人 朕好似听过 此人数月前自创牛斗 为我大唐百姓 却除了天花之患 原来是他 对 真想起来了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对吗 正是 此子除了治病 竟还会作诗 此人 文采极佳 既如此 不妨将他的诗作念来 劝君莫吸金吕依 劝君吸取少年诗 花开看折执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制 好诗 足可流传千古 花开看折执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制 好 哈哈哈哈 此子文采 却是风流之急 看不出啊 庄护人家 怎会做出如此绝妙的事 东阳 那位少年 真是贫寒农家子弟吗 是的 以前曾是别人家的庄护 治好天花后 父皇赏了他家二十亩地 日子才算好了起来 父皇 此人文采不凡 还做过一首闽农诗 哦 快快念来 除和日当午 汉低和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此诗一懂 东阳在封地里办的村学 孩童启蒙 也用了这首诗 这两首诗 朱皇子公主当亲手抄谋下来 挂在卧房每日自省 以为劝学上进 当思年华一诗 莫富少年诗 而为闽农思苦 当之农苦辛苦 亦以艺术来之不易 不可或忘 从今日起 宫中和朱皇子公主府 当在另一条规矩 每日每餐饭时 不准剩余 一粒米都不许剩 为者 罚超米农师百变 虽未再说一句包赞之词 但李世民的态度 却已说明了一切 原来 这个斯文败类 真的很有才华 今日家宴 东阳公主出尽了风头 当然 也许出风头的并不是她 而是连面都未路过的李下人 但是 她至少在父皇和诸多兄弟姐妹面前 证明了自己不是透明的 临出宫前 李世民特意叫住了她 那个叫李下人的小子 日后都有新作 不妨拿给父皇看看 你也要好好抱住身子 过出去走走 多跟人说说话 多笑一笑 跟姐妹们太不像了 最后这句话 十六年李似乎从未听过 这是父亲第一次关心她 优越的生活越来越近 没想到李二遇刺 东阳公主又被挟持 下人能否救出东阳公主 大堂逍遥子弟是司机 这是要发啊 我仿佛看见华丽的大房子 似乎在向我遥遥招手 对着我妹笑 爸呀 快来啊 进来玩玩啊 我现在看什么都顺眼 包括那个自称宫女的女人 如果那个女人 能够抱着一大堆银子送给我 那就更顺眼了 东阳公主真的抱着一堆银子 李下人来到河滩边的时候 东阳公主已早早地 在河边等着她了 怎么才来 太客气了 认识你这么久 我还在奇怪为何 你如此不吃礼数 总也不给我送礼 原来一出手竟如此阔绰 太客气了 有事真的挺想到人的 谁说这是送你的 昨日你说过什么 还记得吗 昨日我说了什么 昨日你不是说要卖诗吗 我决定买了 这些钱算是我给你的 先做十罐钱的诗来听听 这是大客户啊 必须要给各批发价 至于一个公主府小小宫女 为何能拿出十罐钱 这么明显的漏洞 我定很好心的 不拆穿她了 顾客永远是对的 真替小姑娘感到幸运 从古至今上拿找她 这么随和的诗人 十罐钱可以买四首 不 三首诗了 三首就三首 快点做诗 第一次见她 就知道此女身份不一般 卖诗给她没问题 我跟钱没仇 但是卖给她之后呢 她若拿出去宣扬一番 以这些诗作经典程度来说 怕是很快就会出名 而她的父亲 却很有可能 是当今皇帝陛下李世民 这是很容易变路线 那时李世民随便疑问 你一个庄不加穷小子 跟公主做这种买卖 只何居心 后果很严重 我虽然爱银子 但是更爱小命啊 这位姑娘 是只读书人的高雅学问 怎么能用来买卖呢 简直是道德败坏 母乳斯们 来咱们谈谈人生 说说理想 臭流氓 没点重刑 李瞎人 你的斯文败类 还可以更无耻点吗 二人风轻云淡闲聊之时 长安城外 却发生了一件 震惊全城的大事 叔叔 咱们为什么要 认识李世民呢 五年 你知道这五年 我怎么过的吗 你父亲吐离克汗 和我绑住李世民 大败洞土决 结果你父亲背讽 顺咒肚子 而我接涉率 只给了一个许贤 你父亲去世了一年了 咱们属之俩在皇宫的位置 一天不如一天了 近日就刺嘎了 这个老贼 呼家有刺客 叔叔我们快走吧 腰打不够了 正所谓清善不改 绿水长流 回去后痛丁似痛 再发展一个 更加壮大的造反组织 回来再学狗皇帝的性命 杰舍律怀着 对未来二次创业的 美好恭敬和期许 愁愁满日的桃桃 一个敌人 竟在我眼皮子底下隐忍了五年才发觉 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力兵风强盛的帝国 君臣开疆辟土 意气风发的时期 竟然有人敢行刺国军 左右邻两位大将军 跪在李世民面前 神情愤怒且屈辱 作为皇帝贴身内务 被敌人杀到宫门前 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耻辱 皇上我等拿向上人头做担保 必斩逆贼劫舍力 劫舍率不诛 真寝食难安 宫女问你点事情 你能有什么证事 又有事做问事要卖给我吗 不是 我想说你不是公主府上的宫女吗 认不认识盖房子的工匠 手艺很精湛的那种 你要工匠作甚 我请工匠自然 是要他们帮我盖房子 难道请他们吹销吗 太平村里本就有工匠 何必要找盖公主府的 那些工匠都归宫不管辖 这几年陛下大修宫殿庙宇 工匠怕是不够用呢 修什么房子 需要动用工部的工匠 你可不能鱼制啊 鱼制可要被官府治罪 我哪敢鱼制呀 只治我盖的房子 有点怪 村里的工匠怕是盖不好 随后瞎人拿出来图纸 给东阳公主解释了一通 她身上穿的 是个啥吗 呀 你这 你这无耻败类 竟然 竟然 意外 纯属意外 哪个富豪家的泳池旁边 没个比基尼美女 这女人显然太没见过世面了 我 我走了 紧工匠的事还没说呢 给个答复再修奔而走 也不迟啊 这个 败类 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再也不来和谈了 三天吧 三天不理她 一定要给我道歉才行 嗯 三天 看看咱们遇到谁了 小女娃面熟得很 叔叔 我们快赶路吧 后面追兵不远了 吉慎 赫罗胡 你过来看看 这女娃你难道不认识吗 这 这不是东阳公主吗 你们 为何认识我 昨日以前 我还是左领军果义都尉 而她 我的叔叔 阿沈纳解舍律 左领军为中郎将 而等一个是中郎将 一个是果义都尉 皆是我大唐皇帝陛下的臣子 原和静敢对公主持刀相写 不怕我父皇将最诸足吗 公主殿下 近日以前 我等见你必向你跪拜 而从近日起 我等再也不必向你逞臣了 你那位雄才伟劣的父皇 此刻正尽浅公众精锐 最差我数值二人 既如此 我为何不敢吃到想嫌李世民的气母肉 叔叔 此时紧急 咱们必须弄两匹快马 苏苏逃离唐经才是 跟一个小女娃 罗嗦个身 这位可不是寻常的小女娃 我等躲避 没想到误打误撞 跑到东阳公主的凤递来了 看来恬不觉我数值二人啊 为家的路上 东阳公主被抓住 瞎人也惨遭毒手 二人能否自救 放了我 我可以当做没这回事 甚至你们犯下的过错 我也可以向父皇请求宽恕 父皇是以仁德治天下的圣明君王 他一定会宽恕你们的 你父皇以仁德治天下 小女娃 你到底的不了解你父皇 你父皇恨兰 自私 残暴 为了皇位 他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能啊 你居然数他人呢 再说 你知不知道我们数值二人 究竟犯了何罪 不知 昨日 趁你父皇一架九成行供旨计 我数值领了四十多人 傻下了行供 我的侄子贺罗狐 指手行供几门 他为我们放开了门禁 可惜左右领警卫太强大了 四十多人全部战死 我们数值只好暂时撤离 现在 公主殿下 你告诉我 你父皇这能快速我们的过错吗 这是两个亡命之徒 当他们不再对父皇的皇权 感到敬畏时 自己的性命 已在他们的一面之间 三人僵持之时 树林外 一道熟悉的身影 匆匆跑进来 妈妈 我想你了 喝凉水塞牙 放屁砸脚后梗 人一旦走了没孕 撒泡尿都出事 我只是来临终 方便一下 好汉你们忙 我不打扰你们了 你是何人 太平村的农户 原来是个农户 杀了吧 不要 没想到被欺凌的竟然是他 劫舍率 你若敢杀他 我现在就咬舌自尽 而你 逃亡途中便少了一个保命的筹码 李世民的亲骨肉 可不是随便就能遇到的 公主殿下如此在意这小子 莫非他是殿下的小青狼 如此 傻掉朕就可惜了 他只是父皇之下一小民 我是大唐公主 你与李家有恩怨 杀寡有便 但莫将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原来他真是公主 不幸中的万幸 幸好他是公主 而不是真正的宫女 否则此时二人 恐怕早已成了 河边树林里的两具坟墓了 对不起 连累你了 跟你有何关系 是我自己倒霉 撒泡尿而已 这都能出事 哎 不惹事不闯祸 云淡风轻撒泡尿而已 竟然就被劫持了 真觉得自己的幸运女神 刚刚一定被诛亲过 以前 我骗了你 我其实不是宫女 都这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作甚 能活命就谢天谢地了 不 一定要说 现在不说 也许以后没机会了 我是东阳公主 当今陛下第九女 年初父皇封给我三百亩地 我的公主府也建在太平村 从此 我认识了你 倒震是一位有情人 这个时候 你们还是多想想 自己的性命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得罪他们了 总之 是他们与我父皇的一段恩怨 用钱能解决吗 我的意思是 用你的钱能解决吗 不能 用钱都不能解决的事 一定是大事 可是自己真的很无辜啊 四人一行穿过树林 李下人变轻了方向 发现已走到与太平村相邻的牛头村 林子旁边有一座荒废的老军官 杰社帅和赫罗谷压着李下人二人进了道观 赫罗虎你把他二人看好 我去买两匹快马 咱们逃出长安 赫罗谷心神不宁 粗略在道观内扫尸一圈 没什么特别的发现后 便跨出门外 抱着刀 半握在篮柱下打起了瞌睡 难道自己果真要死在这里 杰社帅去罗马市买马 逃命了那时我和东阳已成了他的累赘 一个亡命之徒会怎样对待他的累赘 也就是说我和东阳的性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生命将在结射绿埋马回来的那一刻走到终点 这不对啊 我是来享福的 观内没有外人 东阳终于卸下了伪装 垂着头隐隐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 你有什么好哭的 该哭的是我才对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要死了 所以想哭 死便死了 我哭这个做什么 刚才树林里小姐过后 连手都不让我洗 你说他们还是人吗 是畜生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们都快死了 你还逗我笑 好了好了 不论面临任何绝境 只要我们还能笑得出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以后你的人生里也要记住这句话 李下人左右环视 他在寻找 寻找任何一件有用的物事 寻找属于自己和东阳的一线生机 东阳却仿佛已认命 虽然没再哭了 但眸子里流露出更加绝望的悲伤 李下人 你说 我若死了 父皇会记得我吗 他会为我伤心吗 根本没打算让李下人回答 东阳只在自问自答 或许会吧 或许只有一刹那 父皇会觉得很伤心 然后 他的嫔妃和子女们 都会劝他不要伤心 于是 他就不伤心了 每日重复的上朝 下朝 每日无数的嫔妃争宠 儿女争宠 他忙得目不暇接 怎会记得我这个夏萍所出的女儿 东阳公主才16岁 短暂的人生里 她的牵挂并不多 临死之前最令她无法释怀的 大概只有那位雄才伟劣的父皇了 身陷绝境的关头 东阳终究不由自主牵挂着生萍 这一件汉事 也是很事 承接上回 下人回家的路上 内计跑到树林里方便一下 结果被劫舍率挟持 他和东阳公主能否成功自救 大唐逍遥子第16集 要是找到某件能利用的东西 一块破瓦片 一根尖落棍 什么都好 只要能割开 绑在手上的绳子 生机就算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我的娘亲生下我后 身子一直很弱 直到我六岁那年 娘亲终于熬不过去了 她是半夜里去世的 我与父皇单独相处的次数很少 她总是很忙 就算不忙的时候 她的目光也只投注在太子 魏王 剑王他们身上 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这十多年来 有没有正眼看过我 她 李下人静静地听着她发泄般的自语 对那位标柄史册的千古 一地似乎有更多的了解 原来她也不是那么的成功 她的失败之处 和她一生的功绩同样显眼 公主殿下 别叫我公主殿下 我不喜欢听 还是叫我小宫女吧 好吧 小宫女 你说的这些 对我们的现状没有任何作用 与其缅怀 不如竭尽全力活下去 活着去见你的父皇 无论对她是愤怒还是悲伤 你都应该亲口告诉她 你甚至可以掐着她的脖子使劲摇 搜寻附近同时在线的人 啊 何谓同时在线的人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告诉我 今日为何带了两只发簪 我 我带几只发簪与你合肝 你这 败类 又发现哪里不对称不工整了 非常工整 以后继续保持 现在我要借用你的发簪 老天垂帘 幸好这两位绑匪不算太细心 也幸好被绑的是位公主 公主不差钱 带得起发簪 生机或许就在眼前 就在公主的那两只发簪上 脑袋 你的脑袋 往后仰 再往后仰 使劲 恩 再往左偏一点 好 保持别动 我试试 用嘴咬下来 试了好几次 李下人仍未成功 毕竟他的脖子未曾天赋一比 能够180度扭转 今日我必须好好活着 否则将来被人发现 死在这里 我的木志明 大抵是村学的郭夫子所写 我甚至可以猜到 他会如何写 他会写什么 此子相貌英俊 财高刮斗 诗文绝世 十位财貌无双 奈何怪癖颇多 即以扭头为乐 天度英才 某日终于活活 被自己牛死 乌乎哀哉 魂西归来 上巷 所以我一定要活着 一定不能给别人 在我木志明上 胡说八道的机会 哈哈哈哈 东阳被斗得前仰后合 柔弱的后背 忽然最大幅度地往后一仰 李下人眼急嘴快 扭头用嘴一叼 一只发簪 终于叼到嘴里 小心扭头将发簪 吐到肩膀下方的地上 运气不错 恰好落在被反绑着的双手边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现在保持安静 等我把绳子弄断 当然你也可以 继续数乱你爹 什么大逆不到的话 都可以说 我发誓一定保密 如果你不想说话 不妨自己算一算账 这次我若能救下你的性命 你该给我多少罐钱 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 钻进前眼里了 哼 钱是好东西 是一切幸福的来源 你吃的 喝的用的 都是用钱买来的 没钱喝西北风啊 也不能生了一副 死要钱的德性啊 崇文馆的教授说过 立身处事以品德为先 你这人有文采 更有诗才 可你的性子 怎么一点也不像那些 清高孤傲的读书人 你知道为何是人 为何将金银称为金子银子吗 不知 子这个字 是很高尚的一个字 从古至今 对人类有特别贡献的人 人们才将他的姓氏后面 带一个子字 比如孔子 孟子 龙泽 罗拉子 英景日奈子等等 而金和银 自从被人们用来买卖货物后 是人觉得他们实在是 伟大且高尚的东西 对他追捧 喜爱的无以复加 为了让他们得到该有的名分 于是世人决定 将他们尊称为金子和银子 我像追崇圣贤 一样的喜欢他们 有何不对 歪理 都是歪理 金子和银子不是这么说的 你 你 觉得不对 你可以反驳我啊 东阳张着嘴 却无法说出一句反驳的话 该死的崇文管教授 根本没说过金子银子 为何叫金子银子 觉得我说的太有道理 你竟无言以对 对不对 不对 反正 反正就是不对 就在这时 道观外传来一声马斯 随即听到睡在外面 郎柱下的赫罗骨大声道 叔叔回来了 两匹马刀是神军 九成行功 陛下 长安城有急报 阿史纳结社旅行四失败后 裹挟旗帜 赫罗湖远顿 左右领军为玉池将军率军追击 发现此二人并非往北顿逃 而是转而向南 回到长安城附近 领军为追查二人行计 发现二人顿至金阳县太平村 太平村 太平村 东阳的封地 是 玉池将军回报 劫舍率二人顿至太平村的当日 东阳公主不知所踪 公主府的军事呢 他们都是使人们 活生生的公主就这么丢了 公主府的军事说 公主喜静 习惯独自去金河河滩边独处 不喜随从跟随 军事们跟了好几次 皆被公主喝退 故而 故而未再跟随 劫舍率 若你改伤朕皇女 朕必以你阿使那是三种 传指 命长安左右进吾位 左右萧位进出 较由卢国公成之杰统领 将太平村方圆百里全部围检 一寸一寸的给镇长 是想劫舍率这狗贼给镇找出来 寡了他 终究是自己的女儿 这一刻 李世民似乎回到了父亲的位置上 为女儿的生机而努力 游头村荒废的道观内 李下人额头的冷汗滚滚落 被绑在背后的双手动作越来越快 然而 劫舍率还是推开了那扇门 大唐逍遥子第十七集 公主殿下 看来唐井的追忌 并不如我想象中的快速 直到此刻他们还没找过来 以前我太低估他们了 所以导致刺杀你父皇失败 现在我又太告估他们了 你只买来了良匹马 我和李下人 现在已不是筹码 而是你的累赘 所以你要在这里把我们杀了 对吗 朕是病学聪明的公主 不愧是李世民的种 若不是要逃命 我朕舍不得杀了你呢 对不住了 公主殿下 你活着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我 我是父皇的女儿 她的债 我来偿 杀我可以 但是 请你们放过她 她是无辜的 她对你们毫无用处 也没有任何妨碍 请你们放过她 毕竟只是十六岁的少女 面对死亡 东阳再也无法镇定 哇得大哭起来 李下人听着东阳颤抖的声音 心底里某个部分似乎被狠狠撞了一下 死亡之前 柔弱的她还既挂着我 心疼还是怜惜 我也分不清 但我知道 绝不能让她死在自己面前 这位好汉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杀她 至少现在不会杀她 哦 少年郎说说 为何不能杀她 不出意料的话 你们买了马 应该会往大唐边境逃离 这里是离长安都城 不到六十里的京阳县 正是关中腹地 从这里到最近的北方大唐边境 足足上千里地 你和你的同伴 有把握逃过大唐精锐的追杀吗 唐俊精锐不过如此 六年前东突厥的协力可汗 也是这么想的 她的下场如何 小娃娃你到底想说什么 一逃离大唐边境 只靠你们二人 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我甚至怀疑 你连长安城 方圆百里 都逃不过去 东阳公主 是在封地里失踪的 此刻想必公主失踪的消息 已传到皇帝陛下耳中 这些年皇帝陛下 东征西讨 一扫还雨 天下莫敢不从 你敢杀公主 可知皇帝陛下如何震怒 必然尽浅 长安精锐追杀 如果你不杀公主 千里逃亡之路 或许身边还有个保命的筹码 以他的性命做妖邪 追击的唐军 哪怕刀架你脖子上 也不敢妄动 你也给自己争取了生机 若你此刻不管不顾 把公主杀了 你自己想想你的下场 皇帝陛下 若不把你和你们阿什那三族 碎尸万段 我李虾仁从此跟你姓 以后我便叫阿什那虾仁 确实 杀了公主百害而无一例 如果李世民只派了 一千人追杀我们俩的话 杀了公主 很可能会引起满朝 郡臣震怒 追杀我数值二人的警锐 很可能增加到万人 甚至数万人 以目前唐进贡无不客 兵奉政胜的情势来看 说不定大唐郡臣 会以此为借口 再次凌郡进入草原 将土爵各族异议图路 杀公主果然是不划算的 小娃娃 你几年朵达 知武 听你这反话 比朝堂那些老狐狸还精明 呵呵 你果真只有十五岁 我真只有十五岁 十五岁便巧嘴滑舌 让我留下公主性命 而我却居然觉得 你说的很有道理 呵呵 公主我可以不杀 但是你留着一定是个祸害 李佳仁 结社律大怒 这时也顾不得追究绑着李佳仁的绳索 为何突然断开 见李佳仁俯身冲来 好小子 倒是个狠角色 我小瞧你了 我只是小角色 想活下去的小角色 嗯 李佳仁 你怎样了 伤到哪里了 自己把绳子割开 然后把大门关上 赫罗狐出去 找草料喂马了 很快会回来 这个人也要做掉 伤哪里了 快说伤哪里了 别别碰我很痛 全身都痛 小宫女你惨了 回去后 除了救命之安的费用 你还要付我医药费 营养费以及各种费 明天就把清单送去给你 回家后赶紧筹钱去 都快死了还要钱 你这辈子一定会发财的 成年吉言 我也觉得我会发财 对这事我一直很有信心 李佳仁 你现在动不了 赫罗狐回来后怎么办 趁着他还未回 我们不如逃了吧 我扶着你跑 还是有机会的 逃不是办法 你一个弱女子 我也受了伤 赫罗狐若有心追杀 我们逃不了多远 所以赫罗狐一定要死 我不知道此人心性如何 但我不能冒险 若被他逃了 以后我的一生 要花费无数心思 防备他的报复 所以今日必须一劳永逸 把他解决了 他已是惊弓之鸟 怎有心思回来报复 万一他能活着 逃过大唐的追捕呢 万一他是个疯子呢 我的人生冒不起这样的险 他不死 我寝食难安 可是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杀他 尽力 只能尽力而为 不是与死 就是网破 如此而已 李佳仁 若我们都能活着 我 我 若我们都能活着 你一定要给我很多钱 记住 我很认真的 你这个 暗暗气苦 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刹那间全然泄掉 话头接过来 完全变了味道 也不知他是否故意的 是啊 未来太难了 这句话藏在心里 远比说出来更好 对大家都好 道观外传来 轻快的脚步声 李佳仁神情一紧 东阳害怕地 扯着李佳仁的袖子 仿佛找到了依靠 神情慢慢放松 大唐逍遥子 第十八题 叔叔 你在里面吗 叔叔 这姑娘不错 很会演戏 或者说女人天生 就会演戏 改日收取 救命治安酬劳的时候 给她打个八折吧 这次刺杀李世民 完全是被解舍律裹挟的 结果刺杀失败 我还得跟着金黄逃亡 此刻还杀了一位公主 翻下的罪行越来越大 已完全没有推路了 解舍律 简直是个疯子 解舍律已被我杀了 我看得出 我还想杀你 我也看得出 可是你看 我受了很重的伤 几乎动不了了 连刀都抬不起来 所以我现在杀不了你 那可不一定 今日倒是我叔指走了眼 现在我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误 为何你不过来试一试呢 说不定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连一根手指 都动不了了 此时杀我正是天赐良机 李下人真的已动不了了 整个人混混顿顿 几乎已到了昏迷的边缘 只是身后还有一位大唐公主 一个比她更柔弱的女子 期待她的保护 这个信念支撑着她没有倒下 二人僵持了半炷香时辰 赫罗谷神情殷勤不定 最后忽然狠狠一咬牙 拖着受伤的腿 往前跨了一步 赫罗虎 听说你曾是陛下身边的左领军魏国一都尉 而且还是突立可汗的儿子 你刺杀大唐皇帝陛下之前 果真三思过了吗 你们阿什纳族应该是突厥的大族吧 全族有多少人来着 两千还是三千 据说真冠四年 皇帝陛下扫屏东突厥后 协力和突立两位可汗 进阶归附我大唐 然后阿什纳族的族人 全数内千皇帝陛下将你们的数千族人安置在墨南 对不对 小子说这些什么意思 你们叔指刺杀皇帝失败 逃亡关中途中又欲杀害公主 现在劫射律被我所杀 只剩了你一个人 而且你的双腿也被我重伤 右腿的伤都已剑骨了 赫罗虎 你看清了眼下的情势了吗 看见赫罗虎 不说话 瞎人又继续打起了心理战术 你们叔指劫掠东阳公主 想必现在这个消息已传进了长安 长安的唐军精锐 很可能已到了附近 铺开天罗帝网搜寻公主 和你们叔指的踪迹 而你只剩孤身一人 还在这个离公主府不远的破道罐里 与一个农户小子遥相对峙 不知生死 就算现在你把我和公主都杀了 你拖着受伤的两条腿能跑出多远 还有就算你逃了 你们阿什那族的命运如何 你真的都考虑清楚了吗 其实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发现你的脸色不对 关于刺杀皇帝陛下 应该不是你的本意吧 是了你是被裹挟的 你的眼里有恨意 你叔叔刚刚死在我的刀下 我却看不出你有任何悲伤 只有单纯的敌意 赫罗湖你是被裹挟的 那又如何 赫罗湖你和劫舍率不同 你还有生机 因为你不是自愿的 你们阿什那族住居墨南 那里是大唐和薛延陀的中间 是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 我们大唐的皇帝陛下 很重视阿什那族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杀你的 因为阿什那需要首领 朝廷需要 阿什那族数位莫难 但是前提是你 必须向皇帝陛下归降 虔诚地忏悔 你的罪行 并立下 却是永不再犯 行刺皇帝的首恶 已被诛除 你是被叔叔胁迫的 你也是受害者 赫罗湖 归降吧 降了大唐 你仍有生机 若是执迷不误 皇帝陛下 不会心软 必然下令 把你杀了 而且更会迁怒 你们整个阿什那族 后果太严重了 你承担不起 归降才是你 唯一的出路 你一个黄口小子 你说的话我不能信 他的话不能信 我的话你信吗 我是大唐皇帝陛下 第九女 遇封东阳公主 我以公主的身份保证 若你赫罗湖 归降大唐 并发誓永不再判 我愿为你在父皇 面前作保 求父皇宽恕 你的罪行 身后 东阳公主 缓缓走出道观 虽然神情仍旧京剧 但是 终归鼓起勇气 走出来了 赫罗湖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敢保证 半个时辰内 唐君精锐一定会 将太平村和牛头村附近 团团包围 那时再降以迟 你绝无声望 至于现在逃跑 你认为你现在 还逃得出关中吗 我可以归降 不过 我不信你 你把手中的刀扔了 我其实只是个孩子 而且我受了重伤 你真的 没必要怕我 现在我若还把你当孩子 那我真是蠢到没边了 你不信我 其实我也不信你 我若扔了刀 你反过来 害我怎么办 我可以发誓不害你 发誓这种事 我一年差不多要发一百次 结果没一次做到了 还是那句话 我不信 李瞎人的刀交到我手里 赫罗谷 你信不信我 公主殿下 我自然是心的 就这么办 你这是 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 现在 我们去找村外的唐君 赫罗谷 记住你的话 归降一定要诚心 否则 本宫也就不了你了 我会的 公主殿下请放心 还有 请恕我无礼 二位能否走我前面 赫罗谷见李瞎人连路都走不了的虚弱样子 原本已稍稍放松了戒备 却没想到李瞎人竟忽然抱起发难 急忙往后退去 然而 终究迟了 赫罗谷想抬起头 想再看一眼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试着艰难地抬了一下 却抬不起来 最后整个人笔直地倒下来 飞扬的尘土里 赫罗谷气绝身亡 李瞎人使劲甩甩头 试图让脑子清醒一点 视觉清晰一点 然而仍是昏昏沉沉 结社帅那一脚踩得太重 内伤可能不轻 无力地半跪在地上 李瞎人看着赫罗谷 脸上露出了最真实的笑容 大堂逍遥子第十九集 李瞎人你 没事吧 李瞎人 你快躺下 我 我出去叫人 你好好躺着 父皇一定派兵出来了 你等等 我 你等着 我出去叫人 你要做什么 我帮你做 你别动了 你 你这个 李瞎人 你站住 都四额低 以后你真的会大财 真的 现在我绝不再怀疑了 李瞎人没理他 他现在很虚弱 脚步虽蹒跚 但却仍然坚定 走到结社旅旁边边 李瞎人上下翻锁 又找到了一块银笔 直到这一刻 李瞎人才仿佛放下了心事 坐在道观门槛边满足的笑容 一支五千人的左领军卫将士将太平村团团包围 领军大将军程咬金 一脸冷漠地看着将士们 结成队在山上和河滩边搜索 旁边立着一员小将 却正是与李瞎人有过两面之园的城府长子乘处 两个时辰过去 太平村几乎已被翻遍 仍是毫无所获 来人 传我将领 所有人以实为对 向四面铺展开 包括太平村周围的乡林庄子 全部都搜一遍 爹 这样搜索如大海捞针 他是没什么结果 说不定解社率已逃出了关中了 小混账吃刀个肾 跟老子学着点 结社率和鹤罗虎 在九城行宫行刺失败 二人不往北逃窜 反而赶回到长安城 此反其道而行之 可见其必有算计 东阳公主多半被二人掳掠些时 作为他们保命的筹码 结社率若是不蠢的话 必然不会杀公主 而公主是个十多岁的女王啊 结社率带着她能跑多远 老夫断定 此三人必藏在太平村附近方圆 城咬经话刚说完 却见东边传来将士们的欢呼声 城家父子神情一己 急忙催马上前查问究竟 城叔叔 快救人 李佳仁他 他受了重伤 李佳仁是何人 公主殿下 那结社率和赫罗虎 如今身在何处 李佳仁为了救我 杀了结社率和赫罗虎 现在他也受了伤 城叔叔快叫人救他 李佳仁醒来时 现自己躺在一张熟悉的床上 五脏六腑火辣辣的痛 仿佛无数根针同时扎着他的内脏 骨折的左臂敷上了药 黑乎乎的看起来很脏 不知道哪个庸医干的 等我好了很想 顺便把那庸医也干掉 今天稀里糊涂的 居然杀了两个人 而且还救了一位公主 收获了价值不菲的 钱哪 谁拿我银饼了 很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其中一道粗犷的大笑 把所有的声音都盖住了 嘿 终于醒了 好多年没见过少年英雄 老夫今日顺开的眼界 好后生 快让老夫瞧瞧模样 不痛呀 这小后生怎么跟你一年似的 一拍就倒 孙老神仙你快过来看看 老傻子 这小子与人搏命受了内伤 你也不想想你 一巴掌拍下去多重的力量 仍是家里的床榻 仍是熟悉的摆设 窗外列阳正翅 已是第二天了 你醒了 觉得哪里难受 这女人该不会是老爹 给自己找的后娘吧 嗯 模样才十五岁 这也太禽兽了 我都不忍心下手 奴婢绿流 是东阳公主身边的宫女 李公子昨日救了公主的性命 公主回府后 被府尉保护起来 无法出门 遂派奴婢前来服侍公子 很好 不是后娘 老李家仍如往常般 一团和气旺财来府 公子想说什么 因 禀娜 奴婢帮公子问问李老爷 好后生你醒了 好小子 十几岁的小王 一人杀了两个恶贼 是条好汉 俺老成佩服 将来必然是个人物 这位叔叔还未请教 老夫程咬金是也 程咬金啊 著名的幻世魔王 一辈子活了个幻不练 却难得的一帆风顺 寿终正寝 咬金咬金 名字就透着一股子 招财进宝的喜气 令我不由自主 对他产生一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老夫昨日奉旨领军追击解设 帅叔侄二人 我也曾想二带竟窜回肠啊 劫持了东阳公主 幸好你小子豁命相互杀了贼子 免了陛下丧女之痛 公主无恙 贼子浮桌 但老夫也不能稀里糊涂 回去交令 事情总要问个清楚明白 东阳公主说的不甚了了 老夫只好一直在你家等你醒来 说来也是首刃贼子的少年英雄 身板子的如此不堪 老夫轻轻拍你一掌便晕过去 害老夫又等了一夜 若不是身受内伤 真想暴起身形 抽他个价值 无两银饼医药费的大嘴霸字 先说说 你一个十几岁的娃子 咋杀的杰盛律 死贼虽说不争气 却也是突立可汗的弟弟 一人放完两三条汉子 不是问题 据东阳公主说 当时你二人还被反绑了双手 你咋杀了他 这个嘛 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先说说 你一个十几岁的娃子 咋咋的杰射律 宫崎不备四字而已 用公主的发簪弄断绳子 然后出其不意发动 一番声嘎香不厚 杰射律嘎了 我活着就是这样 赫罗胡呢 也是宫崎不备 很遗憾第一刀没杀死 只是伤了他 一番僵持 再加上一番唇舌乱其心 最后仍是宫崎不备 关于此事 老夫一问过东阳公主 你与公主所说大致不差 老夫想问你 你学过兵法吗 没学过 先乱其心 再攻击不备 分明是兵法里的套路 若是别的农户小子 老夫自是不信 若是你嘛 老夫一时还真看不清你的身浅 我家那大小子乘你所惠 六贯钱买了你四首诗 但是龙成飞将带 不交狐马度阴山 呵呵 六贯钱倒是公道价 原来那位大客户竟是程鸟金的儿子 兔崽子 还不给老夫滚进来 大唐逍遥子 第二十集 嗯 很像 没眼间几乎一个母子印出来似的 没想到兄弟不仅是才不凡 也是条厮杀好汉 你这兄弟俺扔下了 以后你就是我兄弟 长安低阶谁敢欺负你 尽管包我的名头 很欠仇的霸王语气 我忍不住怀疑 若是自己被欺负了 真抱她的名头 会不会被揍得更惨 东阳公主被杰射律挟持 怎会将你也绑啊 你当时和东阳公主在一起 公主殿下喜庆 常常独自一人 在村子的河滩边漫步 而我也经常在那里 闲坐发呆 后来便认识了 那天杰射律挟持公主殿下时 恰好我也在 于是不幸和公主一同被绑了 看不出那杰射律心肠越来越人了 坦白说 若老夫是他 区区一个农户小子 便毫不由于砍了 公主才有价值 你哪来的价值 若无甚用处 房你有何必要 这位混质魔王 倒是不糊涂啊 李下人想着编个什么样的 瞎话糊弄过去 谁知成咬惊忽然道 罢了 你也别瞎琢磨乱七八糟的借口 把老夫当傻子糊弄 可饶不了你 此事就照你所说的 如实回禀陛下 老夫奉旨搭救公主 你救了他 说来也是对老夫有恩 若公主有个三长两短 陛下的怒火 可就冲老夫一人来了 此事不多说 算是两两相礼吧 你的体格确实不是练家的 力气和招数也平凡无奇 寻常人都能使得出 你能杀了那俩恶贼 全凭鸡毛和一骨子很近 这两样我不如你 你比我厉害 是个不错的娃子 若不是见你年纪太小 老夫倒恨不得亲自 向陛下举荐你到军屋里 当个小将 小小年纪鸡毛出众 更难得的是油骨很近 航屋里打熬几年历血 又可为我大唐多天一远 智勇双全的肖将 可惜了才十多岁 说着程晓晶不经意 瞥了成畜莫眼 见这家伙点着大脑袋 呵呵傻笑 所谓货比货该扔 人比人该死 程晓晶顿时怒向胆边身 毫无欲照的一巴掌抽去 将成畜莫抽的一列紧 兔崽子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老夫真想抽死你 以后跟李家娃子 多来往 好好沾沾人家的灵气 不经意间 自己竟也有机会 成为家长嘴里的 别人家孩子 消失许久的绿柳 忽然冒出来 告诉李下人 一个天大的利好消息 银饼被李道正收了 肉烂在锅里 总比被别人拿走要强 绿柳公主府有钱吗 啊 公主是陛下的女儿 应该很有钱吧 这应该 大概有吧 公子 你到底要做事呀 救命之恩 不能说说就算了吧 得给钱 快 帮我摸摸 我写个清单 回头你送公主府上去 救命之恩折现 当初救公主 使李下人便说过 这话是认真的 关于钱的事 李下人从来不开玩笑 李下人怎样了 醒了吗 伤势如何 公 公主殿下 李下人醒了 成大将军看过他 问了一些话 后来李下人给奴婢写了一张清单 说要奴婢送给公主瞧瞧 哼 他又给我写了什么 不好好在家养伤 仗着几分 失财又瞎写什么 本宫才懒得看 殿下 您还是看一看吧 李公子说了 上面写的东西很重要 请公主殿下一定要看 救命一条 合计前二十罐 击杀歹徒二人 合计前十罐 工伤 合计前十罐 勿工费 计前五罐 一条条 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 整个英雄救美的过程 一目了然 全部折成 现前后 共计前一百二十罐 谢绝打折 这个人 怎么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 总归有人教他吧 李公子的父亲 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户 听村里人说 很厚道 难道和作诗一样 他无耻的本事 也是无师自通 不行 我要出去找他 跟他问个清楚 我这条命 怎么就只值二十罐 不对 应该再便宜一点 也不对 不管了 我要去找他 东阳胆子很小 还没到赶唐儿皇之 闯进男子家的地步 吩咐绿柳将李下人叫出来 河滩边的老地方 他应该收到清单了 也不知肯不肯给钱 叫宫女把他 约到河滩边意图很明显 多半要和他谈判的 一百二十罐 不知要被砍掉多少 大房子 红木家具 再买二十亩地 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而钱太少了 若想努力奋斗到十八岁时 攒下足够自己 和老爹一生花用的钱 然后进入美好的 足足半个世纪的退休生活阶段 今日砍架时 绝不能心软 东阳踏着清碎的脚步 信不走来 咋又带了三只发簪 我故意的 就让你不舒坦 不仅要带三只发簪 而且你发现没 今日我边边的邪红 也只描了一个 另一边空着呢 是不是觉得很不对称 很不工整 偏要 就要气你 李下人从小就有严重的强迫症 看到一些不整齐 不对称的东西 就身上难受 把救命恩人 活活别扭子 一百二十罐 就省下了 好高明的谈判手段 如果强迫症士病的话 我认为你的做法 很不道德 典型的 趁你病要你命 没法谈了 自己的气势 一开始便被东阳打击的支离破碎 目前的局面 对我很不利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江湖再见 等着 这次没完 一百二十罐少一文 我死你家门口去 你 你你 大唐逍遥子 第二十一集 劫社帅和赫罗胡该死 但死得太突然 固然卸了刺杀他的私愤 但对朝政来说 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原本是打算 是将二人侵主 中间争取一段时间出来 安排好 墨南阿什纳族的可汗人选 先将墨南人心安顶后 再将二人名正典型的斩了 谁知劫社帅二人 竟被一个农家小子意外杀了 先暂断决有些被动 甘露殿里 李世民与长孙无忌商议者如何安抚墨南人心 启禀陛下 东阳公主殿下已回宫 等候陛下召见 伏击且稍等 朕渐渐东阳再来 公主殿下无辜被劫 受惊不小 陛下当好生安抚才是 东阳你受苦了 朕没想到 劫社帅的贼子胆大包天 行刺失败后 竟敢窜回长安 劫使公主向邪 长治杰已向朕想顶了经过 嗯 很不错 临危而不乱 比其他的兄弟姐妹强很多 以前朕忙于朝雾 没发现朕的儿女里有你这么一个不淑须眉的公主 朕心甚畏 父皇 东阳没有您说的那么好 事发之时 东阳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坚强 你还是那么柔柔弱弱的 和以前一样 也和你母妃一样 父皇喜欢看到意气风发 锋芒毕露的人 东阳不是 良亲也不是 他很清楚东阳的意思 也隐约能察觉到那一丝怨恨的情绪 因为曾经冷落了他的母亲 也因为从来没有为他敬过父子 李世民无法挽回什么 也不屑解释什么 他是帝王 帝王有帝王的骄傲 朕听承智杰秉奏 这次和你一同被劫持的是一个浓虎小子 承智杰说是那小子 正好撞见你被劫持 于是也一同被绑 认识那人吗 东阳虽然才16岁 却也深知这句话的凶险 一句话说不好一点 李佳仁就得遭殃 脑中飞快措辞一番 东阳小心回道 此人本是太平村人 说来父皇也一定不陌生 他名叫李佳仁 当初天花蔓延之时 他所独创的接种牛斗之法 就我大唐万千百姓 而且诗才绝世 那首金吕医和米农诗 父皇也知晓 父皇还下旨 将这两首诗 悬贴于各皇子公主府中 以自免自立 原来竟是他 朕知他能治病 以致他文才过人 却没想到他也是个狠角色 能以一人之力度 斩结社律和贺罗谷二人 此子不凡 多亏此人无意中 撞破结社帅 劫持女儿之事 否则女儿怕是没了活路 就朕皇女乃破天大功 朕必须封赏她才行 听说朕当初 未仇治天花之功 曾封她太义数九匹一正 而她却晚辞了 这次朕给她封个更大的官 父皇 那李佳仁 恐怕无心仕途 李佳仁 独斩结社帅和贺罗谷后 女儿当时不胜感激 亦曾许诺请父皇给她赐官为谢 李佳仁坚持不受 说是年纪尚小 别无所长 只安于农家清贫 不愿入朝为官 父皇明鉴 若强行赐予她官决 怕是辜负了当初李佳仁救女儿的恩情 朕的大唐乃开明盛世 海纳百川 非前随暴政可敌 此子不愿入朝为官 他在怕什么 怕朕是一言 不合遍杀头诸族的暴君吗 父皇误会了 李佳仁 只是一个凶无大志的农户少年而已 罢了 不想当便不当吧 你下去吧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光芒 若一定要说光芒的话 现在的我也许身上散发着金光吧 金钱的金 活了两辈子的人 比同龄人多了 许多阅历与见识 更懂得许多人生道理 道理是两世皆通的 最起码这两辈子里 钱都是好东西 有了钱才能过幸福的生活 该大房子的想法 一天比一天强烈 于是李佳仁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叫上瞎大 又跑了一趟长安西市 很不错的收获 一共十五贯钱 哪天等老爹心情好了 找他再次谈谈人生 身子咋样了 上次家里来了好多府兵 还有一位大将军 我还以为你在外面 闯下什么杀头的大祸 这是我先给你记着 等你身子好利索了 跟你算总账 抽不死你 孩儿只是倒霉 碰巧遇到强人 劫掠公主 如果孩儿视而不见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杀头大祸 救了公主能当官部 皇帝的女娃 命可金贵低狠 你救了他 皇上赏你个官当不过分吧 做人应该讲点客气吧 有没有封赏 看皇帝陛下的意思了 朝廷大人们的事 我们说不清楚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成 皇帝女娃的命 金贵着呢 应该封个官的 爹 不说这事了 孩儿要跟你谈谈人生 李道正一口浓谈 不知是唾弃如此严肃的话题 还是唾弃老李家两代人的人生 爹 咱家花财了 不错 咱家确实有钱了 皇帝陛下赏的十罐钱还剩六罐 前几日你从强人身上搜出了十几两银饼 加起来二十来罐了 爹 二十来罐钱 咱家可以盖个大房子了 说的没错 你都快十六了 要娶婆姨了 咱们这个家太破了点 周正的婆姨怕是不愿嫁 对 是要盖个大房子了 十六岁逃老婆 我还是个孩子啊 政治卖萌犯嫩的年纪啊 不管了 先盖房子再说 车库 泳池 主屋旁边 还得有个喜遇中心 里面再造个桑拿房 前世享受不到的富豪生活 这一世无论如何 都得圆了心愿 爹 盖房子 若能剩下钱 孩儿买个婆姨 给你叨踏 咋样 糟糕 狗日子说什么呢 秀死吧 瓜子 大唐逍遥子 第二十二集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二婚 且带着脱油瓶的老男人 而且长相也非常的呵呵呵 买个黄花俏婆仪 给他怎么就不能称为糟蹋 我觉得自己用词很贴切 显然老爹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伤自尊了 也不照照镜 对了 家里没镜子 买镜子的事 也该提上日程了 李夏仁是个很不懂得客气的人 也很不喜欢跟别人见外 特别是跟东阳公主见外 找到东阳公主调了几十个工匠 李家大宅正式开工 最近太平村里又有了新的话题 瞎人大家都在说 你是咱们村里的风云人物 但是据说格局似乎有点小 反正我不在乎 以我目前胸无大智烂尼 扶不上墙的性格来看 此生最大的目标 大抵也只是村里的风云人物了 虽然耍点小聪明 可以成为整个大堂的风云人物 奈何我这位风云人物 不喜欢太风云了 村里就够 让我更出名 不是不能商量 得加钱 正在为了盖新房子 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陈畜默找到了瞎人 李瞎人很识趣 二话不说 把他领到村口那株倒霉的树前 揍他 这次挨揍应该 跟我的诗没关系吧 我都好久没开张了 没你的诗 左背我爹揍了一顿 这次瞎手有点狠 不太习惯 你闯祸了 除了最近心气不爽力 长安城里砸了两架铺子 我根本没干过别的好不好 那就是嘴贱 昨天我也嘴贱了 被我爹抄着藤条 追杀了三里路 令尊那个级别的大将军 揍儿子 起码得领着上千不许 抄着青龙掩月刀 摆出围猎的架势 追杀你吧 我爹耍斧子的 不耍青龙掩月刀 兄弟你是不知道啊 我挨得这顿打呦 那叫冤呦 冤得好香呦 然而城处墨 却仍扯着李下人大道苦水 生在权贵人家 如何生不如死于 李下人频频点头 做认同状 不时扔一记同情的眼神给他 脑子却一走了神 永迟不好见啊 这年头没有水泥 而他这个穿越过来的废材 也不会造水泥 只能在永迟底部 铺上平整的打磨过的青纸 中间用纸浆和糯米粘合 据说这东西 堪比后世的万能胶 效果很强大 用在永迟底部 应该不会漏水 不过到哪里 请几个比基尼妹妹呢 李下人 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 城处墨沙风景的声音 惊醒了李下人的畅想 啊 啊 对对 不管什么事 先点头再说 既然你也这么说 看来事情搓不了了 我这就回家收拾行李 慢着 小公爷留步 小公爷意欲何往 去河北到头军啊 我刚才说了半天你没听进去 好险啊 差点惹了大祸 若被城咬金知道 我说是小公爷去头军 以老城那混是魔王的性子 恐怕会领着大军杀进太平村 然后活生生撕了我 小公爷 来来来 请坐 咱们谈谈人生 刚才谈过了 再谈谈 再谈谈 发现这位小公爷 性子很浑 比瞎大还浑 对这类人 我一般选择 远远避开 显然现在已避不开了 只能好言 好语哄着 小公爷 为何突然要去投军 城某也是堂堂八尺憨子 凭啥别人在前面拿命 争虔诚 而我却安安乐乐 在长安等着老爹登腿后 继承爵位 丢人 我竟无言以对 大家的价值观不同 换了我是卢国公的 法定继承人的话 肯定老老实实 待在长安城里 没事遛狗斗 屈屈二 偶尔干点 鸡男霸女的事 如此愉悦的生活 这混账 居然要去投军玩命 小公爷 您看啊 眼下大唐边是平静 百姓安居乐业 去投军也不见得 谁说大唐边是平静 我刚才说的话 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吧 昨日北边有军报来 自我大唐平灭东突厥后 薛颜驼珍珠可汗 趁机将原来的东突厥草原牧场 居为己有 在原来的东突厥往城建了新的牙障 这几年势力愈发壮大 小公爷 您看啊 虽然大唐边境不平静 可你毕竟是 未来的卢国公 贸然去投军 将必成大将军 也不会答应的 再说薛颜驼 虽屡有不沉 但我唐君究竟打不打薛颜驼 还没定呢 你现在去投军恐怕失机 我刚才的话 你真的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谁说唐君不打薛颜驼了 昨日朝会上 陛下有意攻打薛颜驼 给他们一个教训 朝中数位老将纷纷出班请瞻 我爹依在其中 却被李静那老匹 嗨 老人家抢了先着 据说陛下有意拜李静 为河北到行军大总管 令关中河北大军十万以机制 我爹没抢过他 窝了以肚子火 不然你以为我昨日 为何平白无辜挨打 该死的 刚才自己走神想 比基尼妹妹的功夫 这次到底说了多少话 自己还错过了什么 鸡同鸭讲 驴唇马嘴 说的就是眼下的状况 一个滔滔不绝说的起劲 一个半眯着眼睛 想着比基尼美女 大家各得其乐 却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大唐逍遥子第二十三集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是好厉害啊 军国大士 与我一个农户小子合肝 天不早了 我爹还在家 等我吃饭呢 小公爷实在抱歉 我先告辞了 啊对了 我对如何攻打薛岩妥 很有兴趣 下次烦请小公爷 继续说 今就算了 告辞告辞 工匠的事 多谢你了 他们很不错 图纸上的东西 他们都明白 想来建好房子后 应该差不了 行了 工匠用的顺手就好 盖好了房子 赶紧让他们回宫里去 太极公修缮城乡店 正缺人手 昨日公部的官员发现 不见了几十个工匠 还发了火呢 多谢多谢 让你为难了 再有一个月 怕是差不多封顶了 剩下的火尔村里的工匠 能做 明日我还是进宫 跟父皇禀报一下这事 瞒着父皇终究不妥当 这几日 宫里宫外人心惶惶 父皇和朝臣们 火气大得很 调用工匠的事 若是瞒着却被他发现了 怕是免不了几句斥责 啥是火气这么大了 工里遭贼了 你家才遭贼了 还不是男人家 打打杀杀的事 据说是因为薛颜陀的 珍珠可汗 这几年 愈发兵强马壮 在我大唐边境 杀了不少百姓 父皇想出兵攻打 房相和卫征等一干文官们 却觉得 应该休养生息几年 待国力 更胜后再打 吵来吵去 父皇和大臣们 都吵出一肚子火气 这事我听说过 昨日卢国公府的小公爷来了 因为这事 他平白无故 挨了卢国公一顿痛揍 冤得慌啊 跟成畜默合得来 知己 堪比伯牙色漆一般的知己 说起成畜默更好笑 昨日他不知发了什么疯 回到府里嚷嚷着 要去河北盗投军 气得成叔叔把他吊起来 抽了小半个时辰 又挨了顿揍 是啊 他是成家敌长子 正经要继承爵位的 谁家敌长子那么混账 好好的爵位不要 跑去航屋里投军玩命 其实我就想不明白 为何我大唐一定要出兵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挺好吗 世上哪有那么多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想得倒霉 怎么没有 单说薛颜驼吧 我虽然不知道 那位珍珠克汗几斤几两 但是他总应该有儿子吧 只要儿子的数量超过两个 这事就能成 珍珠克汗的儿子 关咱大唐什么事 难不成他们会帮大唐 把他们父亲改了 笨 怎么说 推恩啊 薛颜驼名义上 还是大唐的番薯国吧 嗯 珍珠克汗的地盘 如果是一块银饼 抱歉 习惯了 如果是一块大饼 陛下为何不以宗主国的名义 给薛颜驼下旨 把那位克汗的儿子们 都封为克汗 这些新出炉的 克汗们的封地骂 就在大饼上画吧 你一块 我一块 转眼间 一块大饼七零八落 不光是地盘 麾下的勇士 也是大饼 你五万 我八万的 拆得乱七八糟 那时珍珠克汗 焦头烂额回过头 对付自己的熊儿子们 我就不信他还有心力 敢染指大唐边境 珍珠克汗 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儿子 此计方能得寿 如果他只生了个独子 这台戏唱不了 珍珠克汗 真有两个儿子 李瞎人 刚才的主意 是你想出来的吗 嗯 在我很小的时候 村里路过一位老道士 行了行了 有主意不早说 你这一番话 可以让我大唐少死多少将士 积大德的计策 还藏着掖着 不怕老天降雷劈你 真有一位老道士 闭嘴 我现在进宫一趟 父皇说不定已开始调兵遣将了 这个计策还行吗 行不行 先禀报父皇再说 男人家打打杀杀的事情 我懂什么 不过我觉得还行 大家都不容易 若是朝廷采用了我的计策 是不是应该赏我一些 看着东阳风风火火的样子 李瞎人有点不适应 大概这是大唐公主天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文静柔弱的东阳也不例外 钱啊 钱还没给呢 这人太不讲究了 太极公 甘露殿 今日殿内坐满了大臣 连酒病在床的一国公秦琼义在做 李世民为了体恤他 特意让他躺在一张软榻上 看来陛下决心已定 要出兵宫打薛岩驼了 陛下信恋 永远受不得挑衅 当年东突厥协力可汗兵临长安城下 逼着陛下牵下耻辱的渭水之盟 仅仅只过了四年 陛下便报仇血恨 将协力可汗和秦至长安 如今薛岩驼二十万大军犯禁 新奇欲高的皇帝陛下更不能远了 北征薛岩驼已是定局 说是商议 其实只是李世民将众人叫来宣布自己的决定 朕心已已定 吉日条官位河北两道 几十万府兵 出征薛岩驼 代为国公蒲州刺事李静 为河北道行军大总管 总领官为河北十万大军北征 陛下请三思 我大唐如今休养之策福建成效 民居苍领堪堪充足 此战凶险 好前良拒万 黄论我关中万千子弟姓名 玄陵务府多言 任意已决 中书 门下 尚书三行协力 礼部拟草西文 户部拨运粮草 兵部调遣将士军邪 今日无论文武 无论政见 战端开启 务必各司其职 齐心协力 来年今日 真要看见薛岩驼之牙掌 已成我唐人木马之乐徒 启禀陛下 东梁公主殿下求见 殿下说事出紧急 观呼军国大事 求陛下召见 东阳 他能有慎军国大事 终究对这个女儿 怀着一丝愧疑 李世民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住了怒气 朝殿内众臣道 朱庆稍待 朕区区便来 凑 气得朕想把这书子 拿进大牢里 瞅得一摆鞭子 朕叫你呵呵 大唐逍遥子 第二十四集 东阳如此着急见证 有事吗 有事 很重要 故东阳不得不耽误 父皇一点时间 请父皇波容 听东阳响禀 走来 父皇 东阳有计 可使我大唐 不费一兵一卒 而现薛颜驼于内斗 此计东阳一拿不准可不可行 故向父皇请议 你一个女娃 军国大事 岂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快回公主府好生修养 朕在这宫人赐你灵薄美食 不是父皇您听我说 薛颜驼珍珠克汗西夏二子 而薛颜驼名义上 亦是我大唐之番薯 父皇若是前使下旨 分封珍珠克汗二子为克汗 并化其国土及国中勇士 剧列封二人 父皇 此计可行否 东阳心中忐忑 不安地垂着头 许久听不见动静 不由心虚地微微抬起眼瞼 小心看了看李世民的脸色 却发现李世民一脸震惊地看着东阳 父皇 此计不可行吗 推恩令 李世民当然知道推恩令 然而毕竟当局者迷 当薛颜驼犯禁之时 君臣第一个念头并不是什么阴谋诡计 而是打或者不打 两端各执意说 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推恩令这方面去 东阳 推恩之策 是你想出来的 回父皇 此策非东阳所出 而是东阳封地旁的农户子弟献上的 那个人 您叫李瞎人 李瞎人 那个不愿为官的农户小子 那个炙了天花 写过家诗 独自朱嘎结社帅书职的李瞎人 正是 李瞎人他 虽不愿为官 却心忧国事 以平民白身而谋其政 最近长安 分传父皇欲出兵靴沿驼 李瞎人悲悯关中河北子弟姓名 特登东阳公主府求见 献此推恩之策 父皇 此策 可行否 你且回封地 前些日子被恶贼挟持守了惊 好好养惜身子 开朗一点 多笑一笑 多与你那些兄弟姐妹走动走动 你性子太弱 若有一日 能见你露出些许锋芒 朕更欢喜 东阳见李世民不达 不由欲发忐忑 却只能迎迎下拜告退 陈奉执领军出征 未尽事宜 还请陛下示娇 北征薛延驼之事 荣厚才矣 朕或许有一个更高明的主意 陛下有何妙计 玄灵 你信不信这世上 有少年英杰一说 能文能武 亦能安天下 或许有 但臣未见也 朕也未见过 但朕想见一见 必须要见一见 很担心啊 东阳公主进宫会 跟李世民说啥 怎么一个 微不足道闲聊时 顺嘴一提的计策 竟被他如此看重 万一李世民 真采纳了这个计策 他会不会给点钱 意思一下 十罐八罐总要有罢 有点心疼 亏了 应该先签协议 再献策的 这下好了 人家白拿了计策 跑得没影 这笔钱怕是不容易要了 陛下今日妖臣 微服出行 所谓何事 离此不远的京阳太平村 有一位少年 真想见见他 就在李下人 沉浸在美好未来的时候 李世民和房桥 也来到太平村 你们 别东张西望 说你们呢 你们也是来蛋活的吗 穿成这模样 不像蛋活的样子 别愣着了 快 把这块石头 抬进坑里 你这小娃子好啰嗦 你付得起我们工钱吗 说好每日五文 你想讹我 待到李下人 终于正眼看他了 才赫然发觉不对劲 眼前这二人 面白长须 身材富态 打扮虽随意 却流露出一股 不怒自威的味道 为首这人 更是目光轻正 带着几分傲然之气 这模样 怎么看都不像是工匠 工匠长这样子 早被人活活抽死了 二位 是公部的官员 这孩子傻眼神 不错 我却是公部官员 他也是 李世民和房侨 坐在李家堂屋里 手里捧着一碗热水 气定神闲 看着李下人 作一道歉 默默感慨人生 起伏太精彩 面前这数字 前居后宫的样子 太讨厌 你便是李下人吧 你家在盖新房 是 小子正是李下人 我家这些日 正在盖新房 倒是个俊求后生 不过 你家这房子 怎么盖的 我怎么看不懂 屋后边那个 四四方方的大坑 干啥用的 油水用的 油水的池塘 我见得多了 都是圆的 你这池塘 为何释放的 懒得跟这种 没见识的人解释 随便糊弄一下他吧 阴阳学 增云天圆地方 天是圆的 池塘挖在地上 自然释放的 虽是胡说八道 倒也算极致 呵呵 你过真只有十五岁 是 天花是你独创牛斗之法之好的 是 结舍率书指 是你独立诛杀的 是 推恩薛严妥之策 是你所献 公部 管这么宽 我虽然没见过 朝廷官员 唯一一次皇帝下旨 也是那个阴阳怪气的宦官 来家里宣念 可是 两个公部官员 敬问些不相干的事情 大唐朝廷的官儿 难道都喜欢管闲事吗 推恩薛严妥之策 我有些不明白 依你所言 大唐想真诸可汗的 两个儿子下旨 他们若是完全不遵旨意 此计岂非白费 大家才第一次见面 问这么多问题 跟提审事的 大家根本不数 好不好 对陌生人 没什么耐心 更何况他们提的问题 太费脑子 我才懒得回答 除非用钱说话 呵呵 这数字 呵呵是啥意思 陛下 臣也不太懂啊 本官在问你 推恩薛严妥之策如何落实 如何能够确认 真诸可汗的两个儿子 互争其力 而令薛严妥后院失火 呵呵 李世民和房桥脸颊直抽抽 很想一巴掌 朝那张俊朗的脸上呼过去 不花散 真正的不花散 李世民从李夏人家出来时 窝了一肚子火 呃 操 气得正想把这数字拿进大牢里 瞅得一摆鞭子 朕叫你呵呵 西边便是东阳的公主府了 玄灵 我等去他府上看看 朕要问问东阳 这小子究竟是比什么德行 自己没事 可以睡女生宿舍 这是我上辈子 一直无法实现的理想 大唐逍遥子 第25集 李世民进公主府 显然比在李夏人那里有面子多了 东阳 那李夏人家就在你风底旁边 你告诉朕 那小子究竟什么德行 一脸皮笑若不笑的样子 朕见着就来气 啊 公主殿下莫及 是才陛下与臣去李夏人家寻访 见到了李夏人 那小子实在是 呆 东阳 你一只朕国士朝物繁忙 今日好容易抽出空险 想见见这位少年英姐 可不管朕和房叔问甚 他就是一句呵呵所答 那皮笑若不笑的样子 震恨不得 理论上 一个农家小子 呵呵两声根本没触犯任何律法 李世民若想做个讲道理的英明君主 还真就不能拿那小子怎样 父皇明见 那个李夏人虽颇具才华 然则德行似乎 似乎不知怎的 他似乎对银钱特别执着 说话形式皆以银钱为准 父皇和房叔室才问他话 而他无所动 大概 大概是因为父皇没给他钱吧 实在是令人发指的答案 朕有过各种猜想 比如少年怕生 或是欺世道明 或是性格悖懒等等 根本没想到银钱那方面去 能治天花 能做好诗 能杀贼 能献策的少年英姐 居然对银钱如此看重 是的 不仅是国策 他做的诗也卖 好诗两贯 绝佳的三贯到五贯不等 无钱免谈 从跟随父亲太原起兵 到如今稳居大宝 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么死要钱的 这是李悦崩坏的前兆了 朕就不信了 朕再问他一次 没钱给 他敢不说 李瞎人不认识父皇 但我知道 自从认识李瞎人以来 似乎他对任何人的态度 都是不卑不亢的 对权贵从未折截攀附过 父皇性恋如火 李瞎人外柔内刚 两人若是冲突起来 快 叫两个人 从府里知识贯钱 抄小路送去李瞎人家 告诉李瞎人 有人问他话必须知无不言 反正钱给他了 拿了钱就要办事 满头雾水的李瞎人前脚 送走公主府侍卫 接着 便看见刚才那两位公部官员 杀气腾腾 朝他家院子走来 二位大人又来了 欢迎欢迎 适才小子 招待不周 实在抱歉 二位海涵 万莫往心里去 小子给二位大人赔礼了 李世民一愣 满腔怒火 顿时如同被当头浇了一盆火 吸得不能再吸了 二位请坐 请上座 寒舍无茶 聊以热水带汁 水暖心更暖 一拳打在棉花上 大抵就是现在这种感觉了 甚至连拳都未煮 刚才那皮笑若不笑的呵呵呢 那副蓝散欠抽的嘴脸呢 现在这热情好喝的模样 实在令人很不适应 小子为何前聚而后功 刚才小子太忙 怠慢了二位大人 二位走后 小子身毁不已 起见二位再临寒舍 小子自然不敢再怠慢 我有疑问 请你作答 小子知无不言 推恩薛严陀之策 如何是指 薛严陀真诸可汗 据说有两个儿子 莫如将薛严陀国土和国中军队列成三份 分次真诸可汗与其二子 薛严陀与我朝不合 虽名为上是君臣之国 实则并不负我王话 大唐皇帝的旨意 真诸可汗如何肯尊 重点不是真诸可汗肯不肯尊旨 而是我大唐皇帝陛下的旨意 到了薛严陀后 他的两个儿子动不动心 世间财博都能动人心 国土和军权更能动人心 大唐应该知道 真诸可汗那两个儿子 是什么货色吧 真诸可汗笛长子 名叫巴拙 二子妃正气所出 名叫叶莽突离师 长子多谋 二子暴虐 常以杀戮牧民为乐 眼前这二人身份不明 不管怎样 先表个忠心再说 我大唐皇帝陛下 英明威武 未雨绸谋 欲敌于先 原来已将薛严陀内部的事情 打探清楚 实在是可敬可配 长子多谋 二子暴虐 何以谋之 受管齐下 不愁薛严陀 不内乱 何以为 前史 用剑 渗透 收买 煽动 以及暗中结盟 今日耗费光阴 遮挡大半天 总算说到细肉了 此话何解 前史 师之以明 派使者过去宣旨 若珍珠可汗 两个儿子有心 自会派人 暗中接触我大唐使者 用剑和渗透 师之以暗 派探子 暗中潜入薛严陀 查清薛严陀 各部族势力 人物喜好和立场 若能收买而为 大唐所用自然最好 若是 不能收买上层人物 亦可收买 其挥下不降 另其关键之时 煽动将士作乱 至于暗中结盟 其目标自是珍珠 可汗的两个儿子 他们不可能 对捍卫 没有想法 有想法 就是漏洞 就是机会 至于与谁结盟 与谁敌对 我大唐如何乱中举例 如何消耗 薛严陀实力 相信朝中的大人们 自有决断 小子就不胡说八道了 陷入沉思 眼下多了十罐钱 似乎可以把房子 造得更豪华一些 添点什么呢 对了 可以添丫鬟 添十个丫鬟 每次回到家 便让十个丫鬟 一左一右排成 两对欢迎自己 一边五个 穿着同色同款的衣裳 朝我鞠躬 很对称 很工整 很赏心悦目 添了丫鬟 还得再建两间房 当宿舍 自己没事 可以睡女生宿舍 这是我上辈子 一直无法实现的理想 OK 哦 大唐逍遥子 第26集 此季 甚妙 推延之策 到现在才算是完整了 足可行之 我朝宰徐延驼有见否 有见 不过以前只打探 齐国风土人情民风 以及个部族首领 及其子职的喜恶 却从未做过诸如渗透 收买 山洞 结盟等事宜 仅今日所文件之一用 实在是收获良多 哼 若是把前世诸如特种部队 斩首战术 闪电战术 超级线 战术等等 说出来 你们大概会疯掉 不给钱不说 少年朗果然不烦 今日没白来 虽所限之策略显音损 也算不错了 正是谋果之论 15岁的年纪能想到这些 你比老夫当年强多了 小子胡说八道 让二位大人见笑了 国策虽是小子胡说八道 但房子明显不是 二位大人 贵府上应该没有 如此舒服的设施吧 请看 方方正正的试永池 旁边是一间浴室 不是普通的浴室 可淋浴可泡澡 可与贵府妻妾 胡天胡地 此乐何己 有失为证 事而浮起焦无力 使事新成恩则始 云禀花颜金不遥 芙蓉丈暖度春宵 图纸只卖十罐钱一张 便可享受 人间仙境般的快乐 二位大人 有意否 刚才的正经模样呢 那位置诸在握的少年英杰呢 事而浮起焦无力 使事新成恩则始 云禀花颜金不遥 芙蓉丈暖度春宵 呵呵 好诗 难怪能做出花开刊 折执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老夫今日倒又多了一个收获 知道是好诗 可从里 到外偷着一股子荒淫昏溃之气 人之一生若只知享乐 不思进取 活着与亲手合意 到不同不相为谋 大家的价值观差异太大 无法弥补 至少我绝不认为 不思进取是什么坏毛病 人生不享乐 活着才真是禽兽不如 小二人的模样 图纸大概是卖不出去 生意黄了 少年狼藉有才 为何不入视为国军所用 小小年纪 一辈子刚开了头 得不高望不重 饮于香也装什么饮饰 大唐正是用人之时 你若有意 我等可为你向朝廷举荐 契品的官总是少不了的 你异弱何 说多了 果然招货 刚才毁布该接公主府侍卫 送来的十罐钱 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手呢 看见钱就把手伸了出去 不争气 这话不能打 打了以后 别想有好日子过 李下人又露出了刚才的嘴脸 皮笑若不笑地裂开了嘴 呵呵 好好一场奏对问策 最后又是不花而放 李世民实在混击了 那两声该死的呵呵 玄灵 你官辞子若何 臣 有些看不透 十五岁的少年 一国宰相仅看不透 陛下看得透他吗 嗯 其实我也看不透 总觉得那李下人 何其恭敬的背后 还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人谁都触碰不到 最真实的一面 杭仁看到了 真是他想让大家 看到的一面而已 先不说辞子心性如何 不过已成官知 却有几分本事 陛下发现了 其实刚才他说的那些话 分明保有余地 告诉我们的 或许只是一个 大略的纲领而已 甚至于刚才他所做的那首 是浮起焦无力 一失 无头无尾 无事无人物 凭则韵律 亦与七绝 尸体有别 分明是一手 长诗掐头去尾 从中间截取一段耳语 由此观之 辞子对陌生人 颇具戒心 不易结交 到底是一国宰相 言谈片语间 竟将李下人这人 揣摩的八九不离十 辞子不似寻常少年 有才有本事的人 性子总是古怪一些的 倒是无伤大雅 陛下不拘一格用人才 古怪性子有何打点 为尽时风雅之事 门事而谈 赤身而奔 常作怪异惊人之举 然则却是才华爵士 流芳万古 陛下素洗王佑君之书法 岂不知 此人亦是风雅古怪之事 亦有坦服东床 醉酒癫狂之亦是雅文 亦有谋 性子却泼 看看再说吧 你我在这里说着 用不用了 而那个小子 怕是不肯入室的 说来何意 才看国用方为大财 否则 他只是一个 有点小聪明的 农虎小子罢了 才华不仅要看大用 更要看国用 不能为国所用的才华 在李世民的眼里 什么都不是 很多天没练字 见感生疏 李下人前世就明白 自是敲门砖 自是铁招牌 不能因为一手臭字 而牵累了自己 这张英俊 到崩溃的脸 所以字一定要练好 将来走出去 百封刘才子的派头时 才不会太心虚 再不站出来 我可拿燕太 回敬过去了 砸你头上 看你笑不笑得出 昨天还给你送了十罐 今就要拿燕太砸我 良心被狗吃了 今可是喜鹊枝头叫啊 公主殿下竟然亲自登门 实在令寒舍 那啥 你不怕碰到我爹 我叫绿柳躲在你家田边 等了一晌午呢 看到你爹下田了才跑过来 也不是不愿见你爹 总之 不太好 李说什么的很麻烦 我给他行礼 还是他给我行礼都不合适 索性先避开 这话怎么有点怪异 只能转移话题 有些事情东阳没想过 但我却不能不 想得很远 关系或许仅止于此最好 眼下大家走在同一条路上 然而将来 将来走的路一定不同 我和他只是人生 暂时同路而已 以后大家看到的风景 必然不同 经历的人生也不同 困世奸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大唐逍遥子 第二十七集 昨日为何莫名其妙 给我十罐钱 那俩公布官员啥来套 就知道你这死要钱的性子 才让人送钱 至于那俩人 你别管了 以后若还能见着他们 客气一点吧 莫恼了他们 难得糊涂 糊涂是福 得出昨日那俩公布官员 来套不小 没关系 想必以后也见不着了 昨日故意把他们气跑 他们应该对自己 不再有兴趣 你这十罐钱可不好赚 昨日我都有一种 不接这笔生意 把钱还给你的冲动 现在还给我也不完啊 快 把钱还来 后来我不是 冷静下来了吗 不知道该拿你这家伙怎么办 是该抄起石砖 朝你头上砸一剂 还是该怀着一颗普爱世人的心 日夜焚香祷告 让老天把你这家伙的三观 纠正到正常 我不觉得自己哪里不正常 世人接醉我独醒的优越感 似乎有朝病态方向扭曲的趋势 年轻 英俊 也现实在还没有达到把钱 当成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那个境界钱 没有权利欲望的他 对银钱的态度稍微执着一点 也是很符合逻辑的 毕竟做人总要 有点爱好 有人喜欢花草 有人喜欢女色 而他喜欢钱 怎么就不行了 你看什么看 哼 第一次登别人家的门 也不说带点礼物 钱啊 银饼啊 元宝啊 什么的 公主也要奖礼数吧 你 你 算了 我原谅你了 自己不要跟这要钱 要得没节操的家伙计较 自己是公主 公主要带人宽容 特别是那种死要钱的人 你今日怎么想起来我家 你都多少天没去河滩了 为什么不去河滩 或许自己再躲这什么吧 躲避世上的俗规 躲避一段很不现实的孽缘 最近忙啊 没见我家工地忙成这样 盖房子是大事 你用心盖 盖好后再去河滩便时 对了 河滩边开了好大一片野花 蓝的紫的 很美呢 你一定要去看看 还有还有 昨天我看到 有一只小螃蟹爬到岸上了 就在我脚下爬呀爬 很好玩 还有 东阳滔滔不绝地说着河滩边的趣事 速来文静的他 现在却像一只嘈杂的小螃蟹 唧唧扎扎树说着独自一人发现的点点滴滴 很琐碎的快乐 说得却分外用心 东阳的快乐很真实 真实的伸手一碰便能掌握在手心 李下人却伸不出手 公主 公主 李老爷回来了 还有半里路 怎么办怎么办 我 我不能见你爹 不能 太麻烦了 我 我走了 下次再来看你 说完不带李下人回答 东阳和绿柳慌慌张张跑远 跑出李下人家的东阳和绿柳一前一后 在乡间小镜上慢慢走着 没走多久 东阳忽然停下脚步 刚才在李下人面前快乐无忧的模样不复再见 此刻患上一脸淡淡的哀伤和茫然 像个迷路的孩子 无助又无措 绿柳 李下人今日好像不开心 绿柳 其实我今天本来很开心的 但我感觉到他不开心 于是我也不开心了 绿柳 你说 如果我不是公主 该多好 两行青类莫名蓄满眼眶 模糊了视线 眼瞼外的红花壁树煞石变得朦朦如雾 把人生和风景都锁在一片看不清的白茫茫之中 成触墨似乎比较喜欢跟李下人来往 三天两头便出现在太平村 小公爷又来了 欢迎欢迎 我昨天夜观星象 发现天上星宿一通乱闪 掐指一算 就知道小公爷 今日必至 来来 这边请 暂且放过那棵树吧 他快被你揍死了 今日咱换一棵 嗯 成触墨金玉 不同网玉 至少脸上没见着伤痕 反而一片清爽舒坦的模样 今日成某心情不错 且饶过你村里的树 下次被揍了再说 半个时辰内 把这家伙打发走 家里带房子 没人监工了 没空跟完库子弟扯淡 小公爷 今日心情不错 何是如此爽利 今又砸了西式一家店铺 没敢伤人 单店被砸得稀烂 有年头没砸得这么零碎了 叫那掌柜狗眼看人低 很不理解成触墨的爽点 不过我也不打算理解他 完库子弟 特别是老成家的 完库子弟 绝不可以长理揣毒 小公爷干得漂亮 那是以往砸店啊 先得把客人轰出去 然后从大门开始砸 接着是桌椅和谈谈关关 金砸得很零碎 他店里卖得比野外了 职业撕了 摸条踩碎了 连店里养的一条狗 也被我打折了腿 娘的 好好跟掌柜的说话 他不搭理 非说什么印书的人太多 要排队 成某是那种排队的人吗 印书的店 不错 西是南边拐角的一家 原来是卖纸笔的 后来掌柜的不知怎的 弄出个新的印书敲门 一本书两日内印好 现在买卖红货了 我老娘心佛 有人借他一本经 老娘很喜欢 教我周远央阴两侧 谁知去了以后还得排队 他娘的 不管了 咋了再说 有个事情 想问问你 你说 如果我想跟小公爷打官司 你会不会揍我 我咋找你了 你真找我了 花二十文钱从村里 借了马车和赶车的老汉 李下人赶到了长安城 进了城直奔西市 李伦个批 先喝过饮了再李伦不迟 摸脚情了 李下人被扛在肩上 颠的七棍八锁 眼睁睁看着自己 被抢进成家 无助地看着成家大门 大扛逍遥子 第二十八级 文房店那位姓赵的掌柜 坐在瓦砾堆里 默默垂着头抹泪 别哭了 好好说说 到底咋回事 咋回事 这还不够明显吗 店被砸了 你怎么惹人家了 我惹人家 我一个做买卖的敢惹谁 进那位大汉走进店里 我都差点给人跪下了 前面等着艺术的人态度 排队本就是跪去 他还是不挺圈 二话不说把店砸了 知道砸店那人是谁吗 听说是卢国贡府的小贡爷 老成家在长安城真是 名不虚传啊 幸好自己好歹 跟城处莫有几分交情 这笔账算得轻 我找他要个说法去 去不得 去不得 咱认了 千万莫着他 我认识城小公爷 放心 好好说道理 城小公爷 也不是瞒不讲理的人 今算是误会 卢国公府会赔钱的 你赶紧算算损失 我好跟他报仗 还是去不得 离价小啊 这是没那么简单 怎么说 城小公爷砸完店便走了 没过多久 又有人找到我 扔给我五十罐钱 说要买活子印术术 他说要全部买下 以后全场案 只有他能做这买卖 别人包括我在内 都不许做了 你怎么说的 我当然不肯 店砸了可以再秀 印术术若没了 我一家老小 靠什么吃饭 我又怎么向你叫来 然后呢 然后那人拿钱走了 临走说我不识台诀 说我着死 是卢国公府的人吗 不知道 那人没表明身份 只看打扮 却像是大户人家里坐师的 五十罐钱 很可笑的价格 自从我发明了 活字印刷术后 赵掌柜打制了好几套模板 长安城里文人不少 每天印书的流水 都有好几罐 现在人家轻飘飘 扔个五十罐就得 把所有的技术全给他 这跟明强有什么区别 恐怕这是真是卢国公府干的 成小公爷寻个油头砸店 砸完再叫府里的管事买印术术 这是成了坏名圣 府里管事所就容易了 将来事情若传出去 卢国公府直笑 把处命的管事王冠崖里送 一切便与卢国公府无关 很符合逻辑的推理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毕竟确实是 成畜莫砸了店 不过事情 没有确凿的证据前 我还是不愿相信 成家能干出这种事 我所认识的成鸟金和成畜莫 也都是光明磊落的汉子 现在又是砸店 砸完又扔点钱 出来抢买 神神秘秘 见不得人的样子 大乡径庭 我与成畜莫的交情 绝不能当作筹码 毕竟很脆弱 我一个草民对权贵家 摆出兴师问罪的姿态 而且这家权贵 又是长安城 人人皆知的恶化之家 真这么干的话 我可能会死得很痛快 先回家吧 第二天 文房店的一名伙计 却一脸焦急地来到太平村 告诉李下人一个坏消息 造掌柜作马回家后 被藏览县压的管材破门 拿入了大学 罪名很含糊 所是谴责进了 网年一壮喜事 散呼杯撒的案子 没想到背后的人 下手如此快 从砸店到给钱 最后拿人下狱 全都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 看来得走一趟了啊 成家就住在朱雀大街南边 宅子很大 占地数十亩 很霸气地坐落在朱雀大街边 连大门都比别人家宽了三丈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权贵人家 自己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了 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权贵只削轻轻一服 便能彻底将它抹去 坐在成家对面一棵大树的树荫里 李下人一眨不眨的 专心注视着每一个 从成家进去 都滚远点 这是我兄弟 今可真难得 居然在家门口监着你 不多说 走 随我进门 开烟 酒馆饱 脚功也且慢 我今日是来跟你理论的 理论个批 先喝过饮了再理论不迟 摸脚琴了 李下人被扛在肩上 颠得七分八锁 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抢进成家 无助地看着成家大人 耳边传来 沉醋莫得意的叫嚣声 来人 把我那几个兄弟都叫来 府里开烟 都来认识认识我新人的兄弟 能闻闻我还能给陛下献策 是条好憨子 去 叫个人快马出城去太平村 告诉李家长辈 李下人今日逼定大醉不行 成家留科 他不回去了 我觉得他很可能去搬酒坛子 当然也有可能发现 砸店抢印刷术的行计败露 于是找兵器打算灭我的口 刚才在门外时 酝酿了半天的 惊世问罪的正义气势 被成触摸一通乱全 打击得支离破碎 现在我只想逃出成家再说 这次进来农谈虎学 今不巧 有两个家伙出去撕婚了 家里逮着了三个 这是老二乘出量 老三乘储屁 老五乘出征 来都来见见 李下人 我新认的兄弟 农户出身 确实条好汉 对成某的威口 都来认识一下 马上开烟了 开烧 没腱子肉 不成手 脏开嘴 看看牙口 停 住手 小公爷 草民有事跟你说 事情不说清楚 这就喝不下去 啥事 你说 这是活字印刷术的秘方 小公爷收好 草民献给成家了 只求小公爷 放赵掌柜一马 莫伤了他性命 草民和赵掌柜此生 绝不再燃指印书一事 店不要了 钱也不要了 你到底在说啥 活字印刷是个啥 你给我秘方作身 赵掌柜优是谁 我为啥要害他性命 小公爷昨日 砸了西式一家店 为的不就是 这活字印刷术吗 你放屁 承默心情不爽利 想砸就砸 要这老十字印刷书作身 赌对了 看来似乎 真不是成家所为 砸店的是个 很纯粹的人 他只纯粹享受 砸店的快感 后面买印刷术的是谁 好了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你快说清楚 到底咋回事 兄弟教不教先放一边 你若冤我 逼把你揍成非人 小公爷莫己 事情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李下人慢悠悠的 将发明活字印刷术 再到宇文房店 赵掌柜合伙分立 最后昨日被乘出莫杂店 紧跟着后面 有人拿五十罐买印刷术 一一都交代了 后来认识一下 马上开烟了 开烧 没剑子肉 不成手 张开嘴 看看牙口 停 住手 大唐逍遥子 第二十九集 一桩桩一件件娓娓道来 成出莫听的两眼圆睁 那个阴书的敲门 是你鼓弄出来的 是 赚点活命钱而已 昨日我砸了那家店后 有人紧跟着邀买 那个阴书的敲门 不错 当时确实怀疑是你 没办法不怀疑 这是太敢巧了 现在我知道 不是你 很抱歉 刚才冤枉你了 其实误会就结过去不提了 有点疑似 老子前脚砸了颠 后面有人跟着捡便宜 这是怕不简单 老成家虽说都是粗人 可也不是让人白利用的蠢货 好处他捡了 黑骨我老成家背了 世上没这道理 行了 李瞎人 这是你别管了 以你的身份管不了 这是 现在成家接手了 他娘的 老子倒要看看 长安城里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敢因我成家 今日的目的达到了 以他的身份和人脉 本来就不是他能管的事 如果成家不接手 他也只能忍了 现在的结果很不错 难为你试探一番 惊吓足了本钱 连秘方都舍得给我 我瞧瞧里面写了啥 秘方当然不能轻易试人 小公爷就别惦记了 天色不早 房间要消尽了 我得赶紧出城回家 小公爷告辞 酒烟已摆好 你往哪里走 经过我老成家的门 你还想说着走出去吗 来人 商酒 这便是闻名于大唐的三乐江了 据说这种酒是波斯国所产 用三种水果和酿而成 除了大唐的权贵人家 普通人真喝不起 此酒能热饮 亦能冷饮 热者名曰三乐汤 冷者名曰三乐江 捉不上好喝 带点水果味 饮曰能闻到 一丝丝酒精味 没有想象中的一杯就倒 喝下去 没有任何反应 骗子 古代的诗人都是骗子 什么蜂羊 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什么新风美酒 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什么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清三百杯 这种淡出鸟来的所谓美酒 我觉得如果憋得住尿的话 有多少能喝多少 而且喝完老是回家睡觉 绝对没脸把喝 果汁饮料 这种行为 写成诗句到处吹牛 蒙后人一蒙 就是一千多年 不记得喝了多少 但是李下人一直没倒过 越喝眼睛越亮 头脑也越来越清晰 突然前堂里的侍女纷纷说着 老爷回府了 哈哈哈哈 好的小后生 酒量端得老的 竟能把我家四个兔崽子放倒 而油子不醉 果然是条汉子 来 老夫给你喝 接下来李下人不记得干了什么 最后两眼一黑 倒在城府这个凶险的龙潭虎穴里 任人宰割 很对不起 古代诗人 我发现自己太自大了 原来会需一饮三百杯 真的很了不起 昨天自己喝了多少 反正没到一百杯 便轰然倒地 哈哈哈哈 好的小后生 果真是少年英杰 了不起 你这小后生越来越有意思了 成 成功爷 小子 跳伯伯 啊 上次在太平村时与你爹聊过 老夫比你爹年长几岁 该叫伯伯 还是 还是叫成功爷 比叫 不给脸是不是 比老夫动手揍你是不是 成伯伯 李下人是个很识时误的人 立马老老实实改口 那个 小子昨日失礼了 小子酒量不好 而且酒品也不好 昨日小子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 当然没有 你小子精华精华的 怎会出格 倒是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兔崽子 最后丑太百出屋 老夫已抽过他们了 昨日老夫回府 听我家大小子说 你成立的买卖被我家大小子砸了 误会 都是误会 小子与小公爷 已竟然开市了 你们小孩子那点屁事 老夫懒得管 不过有人躲在嘎拉里捡便宜 还让我老成家背黑锅 这是不能善了 小后生放心 三五日内给你的交代 日子太平了 长安城里倒多了些 迟魅王俩 见不得人的东西 老夫正是守钱 倒要撑着金两 快打 打出使来最好 昨日你大醉之时 泪流满面 哭着喊着毕生积蓄 交给投资公司放贷 杀千刀的老板 却卷钱跑了 哭得好伤心 投资公司是个什么说法 要不要老夫帮你报此大头 昨日你又说三乐江是果汁 不够劲道 还说什么高豆白酒 寻常汉子只喝三两面倒 老夫不信你还给我急了 说要弄个什么念酒作坊 逼着老夫签字话呀 日后这高度白酒 你与成家五五分润 呵呵 后生一番心意 老夫便亏领了 回去赶紧把这作坊弄起来 老夫倒要尝着先 酒后不仅是的是礼 而且破财 稀里糊涂的 高度酒作坊还没盖起来 利润就被人生生分走了一半 据说还是自己 逼着成鸟筋签字画鸭 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大亏不死 必有后福 这种感觉就像晚上走在黑巷子里 忽然脑后被人敲了一记闷棍 然后身上的钱包被人抢跑了 成鸟筋却很开心 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嘴脸跟前是那个卷款跑了的投资公司老板 一样丑陋可恶 成伯伯 我计你三怎样 小后生看来还没醒酒 躺下再睡一觉 醒来就不会说这的胡话了 如果有把狙击枪一枪爆掉 这老货的狗头该是多么美妙啊 承接上回 李下人喝倒了四个小趴菜 结果因为喝多把高度酒作坊 利润分给了程咬金一半 结果伤心欲绝 大唐逍遥子第三十集 城府凶险之地不宜多留 顶着宿醉的脑袋 李下人狼狈地向成家父子辞别 被程楚墨搀扶着亮亮呛呛 走出成家大门 这一笔得亏多少啊 回家后账都不敢算了 兄弟实在对不住了 我爹他 不过兄弟你也是承抹 生平紧见的实诚人啊 昨日说起高度酒之事 我爹不过扎你一扎 故意说不信 你就主动把分人气瓶写好花牙 我爹假装签让补冤签 你还抱着他大腿哭着求他签 我爹说他让你罢 你还不答应 扬言若不五五分润 你就抹脖子给他看 实在是高风亮节 一保云天 此情此一高山可养 别说了 我头好晕 车夫快马加鞭 多谢 李下人离开城府后 李下人躲在太平村坐山观虎斗之时 城里忽然传出了一个坏消息 被拿进藏岸县压的赵掌柜 把活字印爪出的秘方造了 不怪赵掌柜 他只是商人 大佬里的刑具 能挨过两样 便很了不起了 第一次见到这个 时代之背后的阴暗 与其他时代的阴暗没什么不同 大抵都是为了名利 手段也是大同小异 城出莫怒气 冲冲找来太平村 赵掌柜弄不出来 据说被已送大理斯了 我爹也没胆子敢找大理斯麻烦 长安县衙逼供赵掌柜的小李找到了 人在家里喝了毒酒 早淹了气 秘方不知给了谁 这条线端了 他娘的 这是偷着邪性 说来说去 就是为了那套活字印刷术 东西其实没什么窍门 说一遍 谁都懂 制作起来也简单 我也没想到这东西 最后竟成了祸害 你成家这些日子 揍这个杂那个 这么做没甚意义吧 当然没意义 平白无辜得罪那么多人 你以为我爹真傻啊 主要是立威 成家这些年仇家越来越多 若非逼下宠心 成家不知道了多少回了 老成不简单啊 想想也是应该这么多年风浪里 若真是个幻障性子 估计他也活不到 如今人五人六横行长安 还骗小孩子的酿酒作坊 很简单的事情 现在变得越来越曲折 我真觉得当初没有贸贸然 一头栽进朝堂的选择 是无比正确的 我玩不起 也玩不过 都是我不好 砸了你的店 害你音书的秘方传出去了 放心 成家以后会帮你盯着 方眼大唐天下 若非我知道水家开了 和你同样的音书买卖 这是肯定就是他干的 二话不说先废了他 别人已盯上 我的印刷术了 就算你不砸我店 该来的还是会来 这是跟你关系不大 是我的错 不退堂 秘方流出去没办法 只能拿钱弥补 你算算亏多少 成家吉尼补伤 钱不要了 回去劝劝成伯伯 酿酒作坊 我其他三 再提五五分 我半夜嘎 你家大门外 你家这阵子横扫长安 鬼见鬼仇 有怀疑的对象吗 事情怕是要从源头查起 比如 比如我娘妖音的那本佛经 究竟是谁给他的 看不出你也是个灵醒人 我不灵醒 我爹灵醒 他早想到了 这几日没动手 是打算让成家先在长安城里立个围再说 给令堂佛经的人是谁 是个从六品的封一郎 姓孙 没事在商书省里瞎逛逛 傻事都做不了主的散官 他家婆姨以前曾在长安的芙荣园中秋会上 与我老娘认识 倒也挺会八戒 一来二去 老娘觉得他是个伶俐人儿 于是常邀他来府上做班捞些闲话 佛经就是他给老娘的 一个从六品的官儿 怕是没胆子 招惹你家吧 再借他三个胆子试试 这是没完 深着呢 再挖两天宫窝这火候差不多了 事情分化为两件事 一是查源头 二是长安县 雅友人逼供赵掌柜 活字印刷术 秘方外泄 不管多复杂的事 其实最后吃亏的终究是自己 活字印刷术 是我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 现在垫砸了 秘方外泄了 掌柜也蹲大牢了 一件原本很高尚 伟大堂知识分子 服务的好事 现在变得如此恶心 家里新房子快盖好了 李下人却没了监工的心情 做算又算 还是亏了 这笔账填不平 亏了啊 一个穿越人士 掌握了领先 时代几百年的高科技 前之五百年 后之一千年 居然还是亏了啊 大老远就听见你鬼哭狼嚎的 被狗咬了 到底怎么了 看看我的脸有什么评价吗 愁 算了 你最近可能熬夜看书了 眼有点瞎 你难道没发现 我的脸上刻着倒霉俩字吗 而且刻的这俩字还是非白体 果然刻着字 你爹又揍你了 我爹揍我根本 不算倒霉好不好 如果有天你看见 我爹抄刀砍我 那才叫倒霉 给你 做肾 为朝廷做贡献 啥贡献 他叫活字印刷术 有了他 我大堂的书籍普及率 高得令人发指 一年之内便能实现人人有功练 人人有书读的大同境界 吴皇文质武功 远迈古今 这是个了不得的东西啊 有了他 大堂的书籍会越来越多 文人世子也会越来越多 你想要多少钱 白送 不信 说实话 这点信任都没有 有意走到尽头了吗 这不像你 你没这么无私 以前那个死要钱的你呢 承接上回 李下人印刷术 被有心之人给盗取 李下人直接把印刷术送给李二 让李二和盗取之人印钢 大堂逍遥子 第三十一集 我无私向朝廷献秘方 怎么就疯了 这不是你啊 真的不是你啊 是不是发烧了 我听出来了 你在讽刺我 高级黑 到底发生了甚事 你这个样子 让我很不安 认识你这么久 连就我一命都折成了钱 一笔一笔算得清楚 你何时做过白送的事 没那么复杂 你只管把这个秘方 送给你父皇 就说是太平村 李下人 新系朝廷 为陛下解忧 特无私献上 活字印刷法 为陛下的文质武功 添砖加瓦 就这样 对就这样 我的想法并不复杂 既然秘方外泄了 大家都别完了 索性全送给李世民 哪个不长眼的以后 敢开印书店 就是一桩惊天巨案 我也相信 李世民的人品 一个被誉为 千古一帝的皇帝 至少应该 比较讲道理的 比如礼尚往来 这种道理 拿了人家东西 总得回敬点什么吧 我不挑食 除了官职 什么都要 若能预笔 给他提一符字 比如李下人 是个好同志之类的 那就真赚到了 笔印多少本书都赚 此事 你跟你爹商量过没有 关我爹啥事 你别管 送上去便是 李下人 你莫这样 我有点怕 真的 你还是要钱吧 要钱的你才让我安心 说 你想要多少 只要不过分 朝廷都给 分文不取 今我就败家了 谁拦着我无私奉献 我嘎谁家门口 李世民永远都是他的忙碌 任何时间求见他 他都跟他的文臣武将们 在一起商议过事 久而久之 连亲情也成了日程的一部分 归入印创内 东阳进宫 见证何事 为父皇闻至天下 而现一秘方 此话怎讲 东阳轻声地 为他解释秘方的奥妙 李世民凝着眉 神情渐渐变得惊讶 不怒自危的脸孔 充满了喜悦 原来印书竟有如此妙术 大善 哈哈 大善也 看来东阳没猜错 父皇的野心很大 他要的不仅解释 天下无敌的武功 还要远迈古今的文心圣事 好好好 东阳 此物你从何而来 东阳垂头 神情颇有些不自在 又是那个李瞎人 是 李瞎人此人 是不是什么都懂 会治病 会作诗 会噶人 会献策 现在连印书之术都毁 他难道是天中奇才 东阳不知 那李瞎人常有其思妙想 虽然不愿当官 却也心细设计 无论诗座还是妙策 街头报无门 而东阳的公主府离他最近 于是他便投送东阳府上 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 李世民倒也不曾怀疑到 儿女私情方面去 这个活字印刷术 也是他亲自投献进公主府的 而且李瞎人还说 说他为国献策献物 只盼大唐威服四方 亦盼李唐江山千秋万代 如此 于怨足矣 而他分文不取 更不领受朝廷官职 以后若有妙思起法 仍会上线朝廷 东阳说完心中顿时有点想笑 这些话其实李瞎人 一个字都没说过 但他还是带他拍了马屁 而且顺便表了忠心 见策献物 朕若不封赏 如何对得起子民一片赤诚之心 知道他不愿当官 现在父皇又动了封赏他的想法 只一到了李家 恐怕他会很不开心 父皇赏罚有度 自食圣明君王 然而那李瞎人无心朝堂 若是勉强为官 终究为了他的本意 反倒不如放任 当了官 心思就复杂了 那时公务缠身 应酬不断 哪有空闲再去琢磨这些奇思怪想 为父皇分忧 况且李瞎人才十五岁 人情世故不够达练 进入朝堂 恐会得罪诸多大臣 终不能备容 好好的大唐英才 怕是淹没于凡尘之中 东阳浅漏之见 还望父皇莫怪 十五岁当官 尾时有点惊世骇俗 我超出了功勋子弟 因长辈恩应 而得先散官绝外 先有十五岁立功而得官者 朕为李家人开此力不难 怕得神木朽于林 终究害了他 可是有功不上 非明君也 朕总要赏他什么吧 不然未争满老匹夫 老大人又会啰嗦个不休了 李家人所喜者 银钱也 但若直接给他银钱 却失之事快 既然这活字印刷术是他所献 父皇所幸赐他一桩买卖吧 让他做这印书的买卖 想必他一定声明父皇恩德 父皇觉得如何 甚善 依你便是 叫宫人取来纸墨 李世民思索一阵后 挥毫落笔 在纸上写下硕大五个字 理计印书方 你倒是个善良性子 说什么李家人 所创印刷术是欣喜设计 那么报国无门 依朕看来 他创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做这个买卖吧 为国为君为弊 为钱才是真 父皇明鉴 李家人绝无此意 献上此物时 亦说过不取分文 无私报国的话 不头不强 为钱也不算坏事 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变够了 读他所愿 从今日起 令公布将人置母版两千句 奋发大汤克州府 长安嘛 真便督去李家人一家专营 算是辽为他一番赤诚的报国之心吧 东阳被扫得满脸通红 却只能垂头硬势 不敢再为李家人辩驳半句 李智告诉他 父皇的猜测很准 一点都没错 承接上回 李家人白送印刷术 想让李二给他提个字 结果真的被他小子给赚到了 东阳进宫的同时 太平村的李家人也收到了一个消息 被管在大理寺的赵掌柜护人被放出来了 据说赵掌柜上分类类 显然受了不轻的刑 不过银还完好 大理寺的管员寝资讲他松阻牢门 不停致歉 并且死人赠送了盗掌柜识罐烫药钱 意料之中的消息 李家人并不吃惊 咋了 又被你爹揍了 每次你见到我 开口就是这一句 李家人 你告诉我 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个傻样的人 难道我就只有经常挨揍的命吗 小公爷实在抱歉 问习惯了 就跟朋友之间见面问一句 吃了吗的意思一样 算是打个招呼罢了 今日小公爷 气色不佳 咋了 出门前被我爹揍了 又不是我犯的错 凭啥叫我来认错 我跟爹争缘几句 傻搏搭的拳头就咋过来了 不讲道理吗 认错 认什么错 跟谁认错 跟你 因数秘方的是没法查了 我代表程家紧你赔礼 这是算程家做错了 咋电也好 秘方歪泻也好 全算程家头上 不退堂 赔钱还是赔弟你说话 程家扔下了 店铺确实是他杂的 印书秘方丢了 也算和程家有间接的关系 但是程家一声不吭 把所有责任扛起来 这事就奇怪了 道理怎么论都不该 是这个结果 到底咋回事 不是说跟一个 从六品凤一郎的夫人有关吗 再往里查呢 查不下去 没法查了 总之 这是程家单了 你 也到此为止吧 有啥想法直观提 秘方是追不回来了 要钱要地你直观说 程家都给 我不要钱 也不要的 只要一个结果 给不了结果 背后到底什么人物 连你程家都怕 不是怕 而是 巴了 不说了 反正程家对不住你 东阳怀揣着李世民 亲笔提写的字 刚出宫门 两辆马车已飞驰至太平村 这位少年英杰 可是近日鸣满长安的李下人 正是小子 呵呵 久闻李家少年蒙武双全 能师善武 今日见智 果然不同凡响 在下崔侯安 给足下见礼了 崔 清河崔氏 还是柏林崔氏 清河崔氏 好了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一切都能解释得清楚了 难怪程家咬着牙 把整件事担下来了 因为程咬经 娶得正房夫人 便是清河 崔氏门法所出 清河崔氏算是 程鸟金的丈人家 也是程处墨的娘舅家 他不来道歉谁来 误会了 全是一场误会 金特意来向李公子赔礼 此事崔家做的李亏 任大任罚 绝无愿由 很有意思 崔家千算万算 万万没想到发明 活字印刷术的 竟然是李下人 如今这年头 绝大多数的百姓 是不认字的 书这个东西 印得快与慢 与百姓们的生活 毫无相干 但对崔家来说 活字印刷术的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如此庞大的门法 要巩固其地位不动摇 自然要正声望 正文人 世子之心 人心所向 朝廷和皇帝 才会尊重崔家 礼敬崔家 绝不敢对崔家动手 而我的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无疑向崔家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难怪成处墨说 查不下去 没法查了 查来查去 查到了娘舅家 怎么还能查得下去 至于他们这种老狐狸 怎么回来跟我道歉 估计也是我最近出的风头太盛了 不看人面看僧面 当今陛下和房相二人 不惜于尊将贵亲自拜访 误会 一切真是误会 不满李公子 崔家确实想要印刷术 那日成小公爷砸了店 崔家以为那位文房店的掌柜 应该不会干这一行了 于是给了他五十罐钱 想买下印刷术 不敢厚着脸皮 说是一番好意 多少有点趁火打劫的嫌疑 但崔家真没起过坏心思 后来赵掌柜入狱 也是当时与崔家的人 言语上有过冲突 想关他几遍 教训一下便是了 语言啊 真是一门艺术 同样一件事 黑的说成白的 逻辑上也行得通 可信度也同样的高 外人听了 还真分不清 到底谁对谁错 真想变这样 被混淆了 崔先生言重了 确实是误会 饺子也没往心里去 事情说开就好 劳动崔先生 亲自走一趟 饺子实在罪过 虽说是误会 但这事毕竟是崔家做错了 做错了就得有个表示 马车的箱子里都是钱 整整一千罐 算是崔家对李公子 聊表寸心 还望公子默契 误会接过去了 这一千罐算是赔礼 不过李公子 所创的活字印刷术 尾时是个好东西 上次给五十罐钱 确实是崔家欺负人了 若李公子有意 崔家愿以三千罐 买下活字印刷术 公子意下如何 买活字印刷术 我并不介意 对我来说 拿了这笔钱 不管我愿不愿意 从此只能绑在 崔家这条船上了 三千罐钱 买的不仅仅是印刷术 还有我自己 如果是李世民花 三千罐把我买下 该多好 我一定会兴奋的 毫不犹豫答应 发誓从此 绝不给李唐江山添堵 打八折 也不是不能商量 七折就不行了 必须翻脸 李公子 以下如何 给崔家卖命 肯定不能答应的 可是当面拒绝 恐令崔家记恨 无疑给将来埋下祸患 得罪了门阀世家 他们想要弄击我 就跟捏洗一只臭宠 不对 掐洗一个墙宝中的 英俊小英儿似的 毫不费劲 今日上午 小子已将活字印刷术 献给皇帝陛下了 李公子 你可莫狂我 你将此法献给朝廷了 是 今日早间 小子求见东阳公主 已将此法献出 就在两人僵持中 外面的急促的马蹄声 打破了二人之间的沉默 太平村里下人何在 速速皆知 大床 床头柜 八仙桌 太是椅 对了 还有躺椅 书柜 橱柜 家俩比基尼美女 会不会有点不讲究 算了 做人要厚得在务 大唐逍遥子 第三十三集 太平村里下人何在 速速皆知 圣旨来得很及时 东阳果然是 值得信任的好公主 到以后 一定要把她取到手 圣旨的内容 一如李下人所料 李世民不负所望 给了李下人意料中的奖励 果然是英雄初上年 崔某唐突了 之前真不知崔家有意 饺子才将印刷之术的秘方 献上朝廷 若是早知 饺子当双手 将他送给崔家了 无意冒犯 还望崔先生莫怪 此次纯属误会 崔家从此不再沾碰印书术 李公子尽可放心便是 今日我身体不太舒服 改日再来拜访小友 告辞 看着崔家马车的背影 怅然若是的叹息 爱我你怕了吗 便宜你了 给商铺提字 大唐立国以来 从没有过的事 父皇到为你破了例 美中不足的是 提字的内容有点不合意 若能提一句李下人 是个好同志 我大概可以在长安城横着走 如果我想的话 还可以趴着走 倒着走 用任何人想象 不到的体位各种走 你真是个灯徒子 崔家那里 崔家你不必担心 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朝廷若是不知道也罢了 现在活字印刷术 已献上朝廷 若崔家敢对你怎样 父皇一定会大怒 崔家是千年门法 其中厉害他们更清楚 你看什么 你记性太差了 上次不是说过吗 空手上门 不合礼数 这次你又空着手来我家 手头不方便的话 写张欠条也好啊 东阳离开了 被李下人气跑的 事情就是这样 崔后安走了 但他送来的一千罐钱 没拿走还请小公爷回去时 顺路帮我还给崔家 还什么还 给你你就拿着 崔家不甘人事 拿还一千罐咋裂 不敢拿 拿不得 给我赔李 只是崔家的说法 我若真拿了这笔钱 那就是不迟进退了 一千罐算个啥 知道崔家后来给我家赔李时送了多少吗 整整一万罐外加崔家 在长安城里的三家绸缎铺 我爹还不满意 狠狠抽了松礼的人一耳光后 才说这是酸解过去了 做出这个东西的原意 本是为了挣点钱 后来崔家动了心思 事情已拖出我的掌控 只能果断舍去 若我还存着一丝 贪欲不肯松手 估摸我爹现在正给我犯丧事呢 你比我灵性 后来的是我爹也听说了 包括陛下与笔赤字 崔家吃了闷亏等等 我爹说你小小年纪 竟如此同小趋即 逼兄知道 你这娃子将来了不得 欢了是我爹 二十年前兴许也没你这般果决 我爹叫我往后与你多来往 多跟你学学 所以今日小公爷 特意来太平村向我学习的 不 今日奉我爹知名而来 我爹问你 你说的那个高度酒做放啥是动工 想起当初在成家喝高了胡说八道 顺便还跟程鸟金签下丧全国的协议 就特别想抽自己耳光 交集代工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对策 协议太屈辱 不能给的太痛快 怕老程学不会珍惜 酿酒这事嘛 是需要时间的 也要钱 要很多钱 工艺也很复杂 失败的次数很多 总之没那么简单 真奇了 我爹早料到你会这么说 所以他还告诉我 要钱给钱 要屋给屋 一个月内若美酿好 他会在百忙之中抄斧子过来和你聊聊 就不能好好讲道理吗 讲道理啊 不是说了吗 跟你好好聊聊 聊天为啥抄斧子 道理讲不通是自然要抄斧子啊 不能总讲道理吧 惹到老牛蒙了 我只想冷笑 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了 古人云威武不能居 自己虽是农户子弟 但也有几分风骨的 于是 李下人开始忙着酿酒了 毕竟成家代 他不错 老流氓 虽然粗鲁了一点 也不是一无是处 就冲他咬金这么喜庆 又招财的名字 我也不能和他对着干 老程不是说过 要钱给钱 要物给物吗 那还怕什么 失败是成功之母 管他怎样 先试了再说 反正亏的又不是自己 程耀金果然说话算话 很快在太平村的西边 买了五亩地 程家便开始盖起了作坊 盖房速度非常快 一两天的功夫 房子居然盖好了 我不知道应该回家 将给自己盖房子的工匠们 拉来看看程家 盖房子的速度 让他们好好认识到自己 已成了反面教材 缺啥跟我说 我爹说了 既然是两家合伙 你东心思 程家出钱出物 满长安打亭区 我老程家一厢是买卖公平 同搜无期 从不百占便宜 谁敢说搬个不字 抽不死他 我要一个锅 非常大的锅 还要一根铁打的管子 还缺啥 尽管说 还缺一个 不 两面铜镜 一面大的 一面小的 这个酿酒有关系吗 当然有 酿酒 很深奥的学问 学问你懂吗 我问你 知道啥叫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的意思是 把阳光通过镜子的折射 射到锅里去 让酒晒晒太阳 然后酒通过再次发酵 滤出了不必要的杂志和水分 浓度变得更高 鸡虾 每个字都是学问 敢说出缺非你全家 撕撕撕 兄弟 还要啥 只管开口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成某全包了 还缺啥呢 自家新房盖好了 似乎还缺家具 还要实验用具 各种实验用具 要木匠手工打造的 很厉害的东西 尽管说 我将木匠给你做 紫檀木太贵 成鸟筋可能会翻脸 保险一点 用红木 大床 床头柜 八仙桌 太适宜 对了 还有躺椅 书柜 橱柜 家俩比基尼美女 会不会有点不讲究 算了 做人要厚得在物 味道不太对 有点刺鼻 似乎是传说中的酒头 至于口感 呃 哈哈哈哈 鸡头来了 哈哈哈哈 大唐逍遥子 第三十四集 这 也是娘九腰的东西 对 这还是简陋版的 以后 讲到了再做 我读书少 你别骗我 读书少 更要懂得谦虚 知道啥叫薛定 恶猫定律吗 呃 啥猫 薛家的猫 他家住太平村东边 不要在意 那些细节 所以 你要造这些奇奇怪乖的龟子对吧 如此可教也 小公爷 你终于误了 造几个龟子有什么打紧 这就叫木匠做 做好后麻烦 请木匠刷三遍朱七 这样看起来美观一点 我做起实验来心情 也更舒畅一点 嘿嘿嘿 成家运来了酒 各种三乐浆 果酒 米酒 不要前世的往作坊里送 记忆太零碎 只好一点一点尝试 反正成家出钱 而且离成咬金那老流氓超斧子过来 找自己聊天 还有一个月 时间和金钱都很充足 味道不太对 有点刺鼻 似乎是传说中的酒头 至于口感 呃 哈哈哈哈 鱼头来了 哈哈哈哈 小公爷 来 试试味道 娘出来了 我先尝尝 好酒 辣 香 喝精多力跟刀割似的 割碗又很舒服 好 哎 年轻人身体就是好 倒头就睡 这也醉得太快了 真若一口便倒 以后这酒怎么卖 全长安一年都卖不出一千斤 呃 对了 貌似蒸出来的第一道酒 不能喝 是对酒用的 失败乃成功之母 小公爷 咱再试试 妈妈 我想你了 救命 救命 我不喝了 一直到黄昏成畜末才醒来 酒进过后 成畜末夸得很用力 不知道是不是 喝了酒头的后遗症 他似乎完全忘了 醉酒醒来时 生不如嘎的惨痛模样了 酒是好酒 果真一口就倒 味道也不错 你没详我 好痒的 再试几次 约莫差不多了 小公爷放心 一定会酿出好酒的 每酿出一坛 也请小公爷先尝尝 每天活在醉生梦嘎中 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天色不早了 我爹等我回家吃饭 告辞告辞 留不留不 慢着 你走了谁来试酒 这不还有你吗 小公爷莫闹 谁知道 我会酿出什么东西来 把我喝傻了 怎么办 真不喝了 我爹让我回家吃饭 真是一口就倒 孩儿喝过一口 每到半柱香 时辰边倒下去了 酒也不错 入口又辣又香 咧得很 喝尽多利像刀割一般 过后又暖洋洋的很舒坦 就是喝过以后头很痛 李瞎人说这酒没酿好 还得多试几次 酿第一次就这般结果 如此说来 李瞎人这娃子不是说大话 他真能酿出他所说的一口就倒的酒 反正那种酒 孩儿喝一口真的倒了 李瞎人没狂咱 大唐不缺酒 缺的是烈酒 这是若真能成 咱成家可要一大比 老夫这双招子果真犀利的解 幸好东阳公主被劫舍率劫持那日 陛下命老夫领军追击 若让李敬换那帮老可爱 发现了他 这财路还真落不到咱成家头上 好 去 叫福利管事这几日 大肆构下长安城 大大小小的九四九楼 只等李瞎人酿出好酒 就满长安大卖 卖得好汴江酒卖往关东 再卖往整个大堂 爹 李瞎人哪里 让他先酿着 你每日去看看 好好跟他多学学 这小娃子不简单 肚里有祸 孩儿也瞧这个李瞎人很顺眼 这朋友值得交 不过这家伙做事不太用心 一直磨磨蹭蹭不肯精力 也跟孩儿提过好几次作放分子的事 说是他起咱们三 孩儿推膛过去了 小屁娃子 惊得很捏 不成就要无我 他若不答应 老夫亲自跟他聊聊 让他看看咱老程家的乱批丰富法 程咬金看人的标准很朴素 也很实用 只拿别人与自己的当年相比 比当年的自己强 那便是他眼中的人才 不管李瞎人将来怎样 先把他绑在自家船上再说 用一种粗鄙的说法 有早没早 搂一杆子再说 程出没看人也很准 李瞎人酿酒真的很不用心 程家有人在作放时 便假模假样勤奋一下 程家人走了便放羊 晒太阳 一点也不无聊 赵掌柜不知道怎么样了 去看看他吧 两人刚一见面 就犹如黄鼠狼见到了鸡 那是如胶似漆 赵掌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 在大理寺享受的父亲 赵掌柜 现在咱们有撑腰的了 再也不怕别人找麻烦了 这是当今陛下亲赐的莫宝 不是伪造的吧 这可是傻头灭族的大罪 是真的 当今陛下亲赐 宫里宦官来家里宣的旨 受好 赶紧受好 可不敢弄脏力 贵啊 莫朔本朝天子 就是历朝历代的天子 也从未听说过给上人提字的 李家小哥到底咋回事吗 你别管那么多 陛下说了 全长安只许我一家 独营活字印书 至于大唐别的州府 活字印刷 已由官府推行下去了 赵掌柜好好养伤 以后还是我们合伙 伤好后把陛下的莫宝 制成一块大招牌挂起来 相信以后 没人敢找咱们的麻烦 对对 有了陛下亲提的招牌挂门上 咱们以后谁都不怕了 以后咱们确实谁都不怕了 赵掌柜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招牌顶在脑门上 趴在地上满长安城 匍匐前行 官府也不敢管你 说不定还会为你护驾 我没了哀号 与赵掌柜告辞后 李下人独自一人 走在熙熙攘攘的长安大街上 承接上回 程咬金给李下人出资 见酿酒作坊 李下人老是偷懒没事就放羊 而且放的还是懒羊羊 大唐逍遥子第35集 突然听到一声大海 八将军门三朝了 兜朗朗 李下人看见那个人的脸后 突然变色 你跑什么 你跑什么 我那小娃子 给老夫站住 小娃子想跑 老夫这些年挣钱斩将 活擒敌求 还从未空手而归过 你跑得了吗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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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小娃子 哪里去了 陈伯伯 陈伯伯莫闹 莫动 老夫失了手 你就落马飞了 李下人只好停止挣扎 然后像被程咬金下班回家 顺路买的一只烧鸡班 夹在夜下 小娃子好不识理数 进了长安城 也不说来拜会一下 老夫真的长辈 满大街乱窜 是啥意思 我那小娃子哪里跑 本想放过你 七弯八鬼的 却还是撞在老夫手里 还未醒觉 眼下这个光景 是聊天的场合吗 在下京阳太平村 李下人 李下人 这个名字好熟 我是吴王李克 幸会幸会 吴王李克 怎会是他 被老夫活鞋 还有脸聊天 如此没皮没脸的 敌尖老夫 倒是生平谨见 成叔叔 清点清点 我这小身板 经不起您这折腾 吴王殿下 前日我家老五 处政与你死混 你欺我家老五 不灵醒 筐骗他 偷了老夫 一匹好马出府 用区区两贯钱 买下他收纳自己府中 这是老夫的 跟你理论理论 向来只有老成家 筐骗别人的份 竟未想有人筐 骗到成家头上 吴王可是欺我老成家 无人 这位真是重量级 包持包住选手啊 居然敢在老虎头上 拍苍蝇 难怪刚才 见了成鸟筋便跑 误会 都是误会 行了 倒假了 是不是误会 去老夫府上戏书 若敢骗我 信不信老夫扛着你去太极宫 与你爸比理论一番 得赶紧再找个借口 逃离城府 刚刚张嘴准备编瞎话 却被吴王里克抢了先 许久没来拜会成叔叔 是小侄失礼了 今日一定向叔叔请罪 哎呀 天色不早了 父皇等着小侄回宫吃饭 告辞告辞 下次一定 无耻的家伙 自己想好的借口 被他掀说了 突然衣领一紧 李下人和李克 被两只大手拎起 身子腾空往城府里飘去 这次心理平衡了 很好 什么借口都没用 大家都跑不了 一个是王爷 一个是草民 二人坐在城府里的身份 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被绑进 匪窝的肉票 我家老五前日 已被老福恨很抽货 一卧不二法 仅就做了 是与吴王殿下吗 小侄马上命人将成叔叔的宝马归还 马上 就像猫逮到了老鼠 还没开始玩呢 老鼠却决绝地击住我死穴的短剑 没意思 李克已失去了玩赏的价值 混是魔王将头一拧 罪恶的双眼盯上了另一只号 高度酒已酿好 简直完美无瑕 小子已酿了整整一坛 就在太平村的酿酒作坊里 请程伯伯有瑕知识品见 真的 就说你小娃子不懂事 酿好了酒不早早先来 今日若非老夫巧遇你 这酒还不知何年何月喝得上 来人去太平村作坊 把那堂好酒取来 老夫今日便要尝尝那烈酒味道如何 反正不管找什么借口 首先第一句必须是天色不早 别忘天了 俺老成家近来容易出去难 找借口编一下话 莫辛苦了天爷 酒来得很快 不到两个时辰便取来了 驴的果然够霸道 好酒 你快 孩儿也尝尝 程叔叔 给 给点 这帮老傻子小傻子 不知道酒的威力 他作为酿造者 怎么可能不明白 五十多度啊 真正一口就倒啊 这时傻傻凑上去 不是找不自在吗 辣 好了 很霸道 肚里着了火似的 舒坦 程处默目光呆滞 程处亮呵呵傻笑 李克摇摇欲坠 唯独程咬金越来越活泼 来人快把老子的斧子取来 当年陛下打动突厥时 李基抢了我的功劳 今日要与李老匹夫算算总的 势必一斧跺下李基的狗头 切下他的篮子 一无疯子 在家我 这一个正常人 行事很不利啊 这会儿程咬金发酒疯 一斧子批死 我都算白死 想走 想回家 想妈妈 小娃子 你酿的酒不错 老程武夫出身 就喜欢这类酒 这才是汉子喝的酒 一壶伤弄来的三乐浆算什么 简直是尿 而且是掺了水的尿 絮絮叨叨的 程咬金不知说了多久 小娃子 老夫问你话呢 傻愣愣的坐身 真是不识礼数 啊 程伯伯恕罪 小子刚走神了 您问小子甚是 老夫问你 去婆姨了没 没 没有 好好一个娃子 能闻能我还能酿酒 既灵性又很辣 咋会没去婆姨呢 很很辣 当初你与杰师律豁命相伙 拿簪子刺了他两下 不许将解射路的尸首 抬给老夫仔细看过 第一簪没刺中要害 刺在手腕上 第二簪可就狠了 正是一簪穿心不偏不倚 老夫过去里的杀才都看过 对你这第二簪评价颇高 小子 小子只是胡乱刺了几下 什么一簪穿心的 都是运气 嗯 程伯伯您到底罪没罪 胡乱刺几下 小娃子 韬光隐忍是对的 十几岁的娃太出风头 不是好事 不过 宁的人面前就不必要装了 你是在恶心老夫之双招的 还是恶心你自己 这酒果然好霸道 小子觉得 觉得头好晕 看什么都在转 在转 转 第九位战能醉成这样 也是古今仙剑 小子 装傻聪愣也是本事 但愿你这辈子都不要忘了这个本事 确实是个灵醒娃子 可惜老成没生女儿 不然非让你做老成的女婿不可 将来倒不是便宜了哪个混账老丈人 别装了 给老夫起来 陈伯伯 小子头好晕 好累啊 累个屁 去 去哪里 朱雀大街 那里人多 小娃子快食入了 还不许婆怡 这么好的种岂不浪费 金老成给你撑腰 街上见哪个姑娘和你胃口 镜子抱回家去 老成给你做主了 不行 不行啊 成叔叔 是路陪老夫去礼琴的老匹夫家走一趟 老东西臭爆脸 当年非老夫抢功 今日老夫非得摘了那老匹夫的历史 不能看长相 长相是虚的 看定定大的好生养 大唐逍遥子第36集 尽管看 谁家姑娘顺眼 老夫派人帮你抢过来 回头拼力帮你出了 你只管抱着陪晚上尽情品尝水饺皮 有首诗说得好 新郎夜更除女甜 嫩热红染乌山巅 只听娇女轻生一言 酒浅一身日三年 这老小子很好爽的口吻 一副上网 请喝红牛的派头 仿佛大街上的姑娘全是他生的 臭小子 我再教你一招 看好了 娶婆一样 不能看长相 长相是虚的 看定定大的好生养 比如说这个闺女 你看屁股太干瘦 将来生亡不容易 就算能生也是个女王 不能继承香火 没用 来 再看下一个 李夏仁傻愣愣的看着程咬精 当朝国宫大街摸年轻闺女的屁股 真有他的 很快 大街尽头跑来一群差异 老子到要看看谁敢在我巡视的地盘上杀野 等会使他打出来 还得贵下来 合三个响头 叫三星爷爷 还是咱们老大为物 老大牛飞 是啊是啊 您瞧瞧 老大就是老大 尤其万个更是我们几人中的之罪 哼 回首的差异被几个人吹着整边风就过去了 来都样样 我看看怎么个屎 老大你这么哭上啊 把这个档节刷流氓的废人纳下 把他的诗都给他出来 再让他给你可三个乡头 叫你三省爷爷 你特摩标啊 这位是劳国公 程公爷 这位公子 程公爷当街哪个 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还请公子看在国律份上 将公爷请回去 我不认识他 完全不认识 我只是看热闹的 小娃子不讲义气 简直混账 走 随我先去找李记皮肤算账 回来再抽你 你捞皮肤 某来也 小娃子 你是何人 这娃子是个宝贝 仅在来让你 而李记 确实李都不理程耀金 小子晶阳 太平村李家人 拜见李公爷 名字熟熟的 约摩以前听过 似乎救过公主 杀过两个强人吧 还有 特烟血颜驼之策 也是你所献的吧 小子不敢鞠躬 皆是陛下红府 是你的功劳 就是你的 莫甲星星说什么红府 大丈夫说话 做事爽快点 晶阳县 太平村 倒是个好地方 李老匹夫 你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这个词 老逼登你用的 怕事不妥 明明你是你自己 上门闹事好不好 当着娃子的面 要像个长辈样子 事后你我大战 三百回合游的你罢了 程耀金 一拳打到棉花上 好像被泼了一桶水 不游也有点败性 今代这个娃子 登老夫的门 老逼登啥意思 没啥意思 让你认认 还有 这娃子酿了一种酒 十分的霸道 只剩小半坛了 叫人拿来让你尝尝 你这老逼登 自打进门到现在 总算说了第一句人话 可拿酒来 原来这老逼登 不 程伯伯上门闹事打架 只是托子 把我喝酒 介绍给这些 当朝名将们 才是真意 虽然成伯伯伯这个人 外表莽撞 做的每一件事 有目的 有理由的 至于有人会问大街 拍闺女屁股的理由 男人拍女人屁股 需要理由了 彪悍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 老匹夫 这个酒如何 肉好柔 一心也没手 牛逼 这酒是你酿的 小娃子到底 还有多少本事 没掏出来 没了 真没了 一滴也不剩了 却是个宝贝 倒让你这老货 抢了先 这酒 怎么个章成 明起 长安城 先开十家九四 事事深浅 喝 老夫府上的酒 以后就定他了 每月送三十坛来 对了 好酒该有个好名 才能匹配 此酒有名字呢 以小子漏剑 莫如就叫 毛虾酒 毛虾酒 这是什么意思 喝毛虾不想回家 银子票子都留下 喝 李道正对新房很满意 乡房够多 占地也大 除了对泳池略感不满外 其他一切都不错 过几日 把泳池洗干净 灌上水 请老爹来试试 相信他会改变看法 第二天李道正起得很好 李下人叫住了他 爹 嗯 你小子 爹 咱家发了 是发了 吃了咸菜和豆腐 皇帝老子不及物 大房子大院子 改天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美敌很啊 不是这个意思 咱家不仅有新房 还有很多美刀 啥 美刀 很漂亮的那种刀吗 不是 说了你也不懂 反正咱家在长安城里有买卖 他坐上买卖 啥买卖 孩儿胡搞瞎搞 酿出了一种酒 很霸道 一口就倒 上次来过咱家的大将军 记得不 成将军看孩儿 很顺眼 我便与成家合了 伙干这买卖 这个买卖很赚钱 一年大概 大概 反正有很多钱 到时候给你 买几十个黄花难婆仪 让你糟蹋糟蹋 还有 还有啥 孩儿又一次 胡搞瞎搞 搞出一个活字印刷术 印书用的 与城里一位姓赵的掌柜合伙 嗯 一不小心 被当今皇帝陛下 玉比钦提了招牌 特许长安城里 独自一家 玉比钦提 胡搞瞎搞 不知怎地就成了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丝顾虑 他就这样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带 给我富裕 带给我惊喜 情不自已 粗糙的大手掌上扬 李下人猛的一缩头 以为他他爹又要打他 却没想到父亲的手掌 轻轻抚摸着他的头 哇 你长大 爹 还有人说过 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爹信你 不是另一种伟大的无私的爱呢 虽然 有时父爱会让你很狼狈 跟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 躺在一张床上 探讨深奥的人体工程学 我也接受不了 或许跟洁癖有关吧 不熟的人凑一块 做疏通下水道的行为 难道不脏了 大唐逍遥子第37集 父子刚结束谈话 外面便传来敲门声 扫扫开门 我是我哥 嗯 他好看猴子的 别打了别打了哥 我是金阳县的师傅草丽 你家娃子该去婆姨了吧 今日等你家的门 自然也是为了说没 李下人快16岁了 16岁在乡下算大零男青年 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成亲了 成亲今年 多灵性的娃子 仅是吃好了添花 被当今陛下亲子褒奖 便该被十里八乡的闺女抢破头 陛下的旨意啊 庄护家谁有过 更别说家境也好 娶她个十个八个也不多 李道正乐的两眼眯成为一条线 想啥来啥 我家娃子可不就要成亲了吗 我还发愁到哪里找个媒婆说说这事 大人这就来了 不夺逼逼 经由我这儿吃铁牛牛肉面 哎 我不吃牛肉 干 大人时代变了 我他妈吃吃吃 说亲了没 若是一定下情思 我就不夺事了 没有 没有 娃子说话就失溜了 以前家里穷 没底气说亲 怕好人家的闺女不愿嫁 现在多少有了一点家的 该成亲了 哪有16岁的娃子不成亲了 说出去都成笑话了 放心 你家娃子的婚事保我身上了 一定给你家娃找门好亲 不但母样水灵 主要给你找一个钉大地 将来生三四个男娃 你老你家就开支三叶了 关牙还有赏钱啊 托你吉言了 一切还请大人多费心 不仅十里八乡的都打听一下 模样好 性子好 主要是一定要找一个屁股大的 聘力不是问题 二人兴高采烈的讨论起十里八乡 哪家闺女不良好 哪家闺女屁股大的话题 大家表情很严肃 都拿出研究学术的态度 来讨论这个很流氓的话题 十六岁都不到的年纪 我却还没发育好呢 咋就要成亲了呢 虽然是活了两辈子的人了 但我现在的心态 却越来越年轻 几个月来 渐渐已真把自己当成了十五六岁的少年 心态虽然变了 但价值观还是没变的 前世十五六岁的孩子 还在读初中法 这一世却都要娶老婆 生孩子了 落差太大 我接受不了 况且 跟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 躺在一张床上 探讨深奥的人体工程学 我也接受不了 或许跟洁癖有关吧 不熟的人凑一块 做疏通下水道的行为 难道不脏吗 不行 成亲生娃接成香火 是天经地义的事 哪理由的你说不行 再敢胡咧咧老子抽死你 放心 你家娃子的婚事把我伸上了 我先走了 啥 忽想成亲 这可不行 你都十六岁了 哪有十六不成亲的说法 大人刘布 刘布 大人我去耳 还没发育好呢 放过我吧 大人 刮送 啥发不发育的 男人嘛 不能说自己不行 男女吹灯以后 还不就是拿点泼湿 赶紧回去 以后可不敢说这种胡话了 被你爹知道 肥臭死你 回去 快回去 哎 大人 大人 我还是个孩子啊 禽兽啊 突然之间 婚姻大事竟摆在自己面前了 李下人很不适应 心情也很低落 马上过年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家里 有没有被说没 被催婚 帅呆了 酷毕了 简直无法比喻了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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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要点脸 你啥时来的 很久了 久到 你掏出镜子开始 我就站你身后 本想吓吓你的 结果发现 你这家伙照镜子 足足照了半个时辰 你就不能要点脸吗 你错了 正是因为太要脸了 所以我才对脸这么重视 所以我才照这么久的镜子 严肃时的脸 仍是那么英俊 没救了 程家真是造大孽了 没事给你送镜子做肾 看看你现在这样子 真恨不得 你又错了 程家的镜子 不是送我的 是我骗来的 我若不骗 程家绝不肯 白送我镜子 你看 世道多么现实 人心多么不古 你骗了人家 反过来还怪世道现实 人心不古 你 你 好了好了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几天没见 怎么变结巴了 这可不好 以后多说话 不然语言能力会慢慢退化的 对了 最近我又弄出个新东西 酒 对吗 你咋知道 程家在太平村西边盖了个大作坊 每天都能闻到一股很浓的酒味 全村的乡亲谁不知道 都说李家小子越来越有出息了 啥都懂 李家不出几年 注定要发达 这话我喜欢听 前几日与程家合伙盖了个酒坊 酿出一种烈酒 很霸道 一口就醉 给我府上送两坛 我也尝尝 很贵的 你先把钱准备好 你 你居然连我的钱也收 不行 我非要喝它 而且一文钱都不给 你若不答应 我派府里侍卫去你家作坊墙 想钱想疯了 就不能惯着你 程家不给钱 公主家也不给钱 大堂的人都怎么了 为何养不出给钱的好习惯 堕落了 公主殿下 你堕落了 这样不好 来 我跟你谈谈人生 钱这个东西呢 是很重要的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反正以后你不给我就抢 今天不该出门 更不该来河滩 显然皇帝上 写着破财 送你两坛可以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最近进宫吗 你想怎样 我能怎样 只不过想送几坛好酒 给陛下而已 陛下日理万机 操劳国事 乃千古未有的 圣明君主 我等草民 对陛下敬仰无比 如此好酒佳酿 怎能不请陛下品尝一二 稍为国事 劳累之辛苦 真的只是送两坛酒给父皇 当然 别总以为我是快 人性总有发光的时候 比如现在的 我就在发光 你难道没发现 眼睛快被我的人性光辉 闪瞎了吗 呸 喜欢就去追呀 追不到就炒 炒不到就瞎要 该坚强就坚强 分手的就发果照 大不了去采缝纫机 为了他连缝纫机都不敢采 还说爱他 大唐逍遥子第38集 好吧 既然你如此中军 我便帮你捎带两坛酒进宫 请父皇尝尝 太好了 顺便请你父皇 给我的酒提个字 你的人性刚才不是在发光吗 话刚落地 就要我父皇提字 光辉哪去了 刚吸了 不能一直发光吧 总有暗淡的时候 提个字而已 你气啥 我真蠢 亏我还以为你真转性了 转眼就露出了本性 你就是个死要钱的性子 请我父皇提字 也是为了钱 我不许你这么侮辱自己 你不蠢 真的要相信自己 你真的不蠢 明日我便进宫给父皇献酒 提字的事想都别想了 真是的 以为父皇的字是那么好要的 许多王公大臣想求都求不到呢 提不了字 那我这酒岂不是 也得送 中军之心不求回报 每次跟你说话 总要握一肚子火回去 李佳人 你这勉强也算本事吧 妙赞了 真的妙赞了 互似乎的效率很快 生怕李佳人 这个大龄男青年打光棍 十里八乡没嫁的闺女 都被他摸清了底细 牛头春成家有个闺女 今年十四岁 争到了娑婆家的年纪 生得颇为君敲 就是丁盆子小了点 有点瘦 这个不行 丁盆子小早生娃 不行不行 方庄刘家有个闺女 十三岁 丁盆大 绝对生男娃的相 不过装得有点过分 而且长相 这个先放着 还有别家吗 有 经养县里有户兴许的人家 家里开商铺 家产破风 闺女十四岁 相貌好 据说丁盆子也大 以男王夫之相 李佳人这娃子 长得均小本事有学问 还得过皇帝陛下亲子报奖 若去求亲 去家一定会答应 他还会觉得他家高攀了 可不敢这么说 不敢这么说 我家娃子还小 本事嘛 反正我没夸过 夸他的都是别人 程耀金最近几日有点倒霉 借着喝醉酒 公然在大街上摸年轻闺女的屁股 李世民知道后 又怒又想笑 却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当作没听到 烈酒 很霸道的烈酒 非常霸道 老程只喝了一口 便觉浑身是剑 要骚起来似的 谁酿的 朕派人去买点来 若知杰所言确实 此酒以后便做宫廷供酒 又何妨 酿造此酒之人说来 陛下也认识 正是京阳县太平村的李家人 这小子怎的什么都懂 此子到底是英才还是妖孽 老程早觉得这小子是个人物 所以可以与他结交 果不其然 小娃子没让安老程失望 如今这烈酒老程 已和那小子合伙 将来陛下要喝 尽管找老程 要多少送多少 知杰不必送酒了 朕要亲自去太平村看看 这次李世民又来太平村了 上次随意几句便令 我和方桥大有收获 这次若是摆正态度 也许收获更大呢 是的 李下人的新家有大门了 不再是以往连狗 都防不住的柴妃和黎吧 你怎么又来了 多少年没听过 这句混账话了 我堂堂大堂皇帝 敬得一个农家小娃子嫌弃 以后见他们两个客气一点 别恼了他们 恕罪恕罪 小子刚睡醒 有点饭抽 这位大人 李面请 这是个傻子 用来躺人的 有点意思 好东西 小子 等会儿把此物的图样 画下来给我 是是是 小子马上就化 不跟他提前了 这种人得罪不起 就当是被黑社会勒索了吧 北方军报道了长安 上次你所现 推恩学严陀之策 已然奏效了 小子胡说八道 奏效了 亦是运气好罢了 按你所言的用紧之策 大堂派了不少探子 潜入薛严陀 已收买了不少部驾 他们与各部落的牧民们 混聚一处 行煽动刺探之事 已与各部落头人暗中联系 如今薛严陀的大王子和二王子已欺负珍珠可汗 有反目之势 二子却被我大堂封为可汗 名为乌察之下 他们的野心也渐渐露出来了 现在大堂的使节 仍驻居薛严陀 大王子与二王子 接遣人与我使节暗中接触 把我大堂能助其推翻珍珠可汗 一同薛严陀割部族 好啊好啊 好厉害 喂 小子 你这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是不欢迎我吗 不敢不敢 大人利临寒舍 小子岂敢不欢迎 大人错怪小子了 我看出来了 你小子有心事 吃得好 睡得好 没心事 有何心事 不妨与我说说 别当我是什么官 就当我是长辈 出德尼口 入德沃尔 绝无第三人知晓 如何 自己的事情确实有点烦 而且几乎是个无解的死局 跟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倾诉一下应该无妨 就算没有对策 说出来也舒坦啊 大人 你看啊 我有一个朋友 好狗写的开场白 几乎等同于 那个掩耳盗铃 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千古二货了 这话 似乎有比以我的智商之险 你有一个朋友 接着说 我有一个朋友 年岁呢 其实不大 才十五岁 结果被老爹和官媒 逼着成亲 才十五岁啊 十五岁便被逼着成亲 大人你说 是不是太禽兽了 这与逼梁为娼 有何区别 十五岁男子娶妻 不是很寻常吗 我大唐 无论权贵还是百姓 娃子十几岁的年纪 便可说亲了 为何你 那位朋友 十五岁却不肯成亲 这又是另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了 好想抽他 真的好想 心里 忠义别的女子了 是吧 大人 慧眼如炬 小子佩服 我 那个朋友 确实喜欢上了别人 喜欢就去追啊 追不到就抄 抄不到就下药 该坚强 就坚强 分手了就发国招 大不了去采缝纫机 为了他连缝纫机都不敢采 还说爱他 农户小子 喜欢公主这种事 绝对不能对外人说一个字 更何况眼前这人 貌似来过不晓 说了可就给自己 和东阳惹上大祸了 不提他的事 此生怕事 不大可能了 成亲这是 我那朋友 他是真不想跟一个素未谋面 不知底细 不知性情的陌生女子成亲 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两个好人过日子 也不一定美满无憾 性情互补 才能真正美满 何其过完一生 两人都没认识 一见面就疏通下水道 等于拿自己 一辈子再赌 赌彼此能适合 可万一赌输了呢 大人是过来人 小子所言 想必大人 亦有体会 李世民点头 仰天溃然一叹 这一刻 他又想起了长孙皇后 说的倒是正名 小子你打算怎样 毁了你爹和官媒 给你说的情事 不怕你爹抽死你 不是我 是我的一个朋友 交情很不错的朋友 行了行了 你那个朋友和你的交情 好的就跟同一个人似的 对吧 嗯 闭嘴 糊弄糊弄得了 真把这烂借口当回事了 若是轻事已定 此事绝无转还 毁轻可是大忌讳 小子你这一辈子都别想抬头了 若是秦氏尚未定下 便还来得及 敢问大人 即将安出 总觉得现在气氛不打对 今日不是正来 向他问纪奏队的吗 等现在反过来了 干啊 怎么不干 不管认不认识 既疼我能伤了 言有不斑之力 大唐逍遥子 第39集 农民怀着问策的心情 冲冲跑来想下 与这个不知是英才 还是妖孽的家伙 好好畅聊国事 或许能收获 某个治国平平下的良策 可是现在 他却干巴巴的 坐在人家院子里 反过来为一个农家 小娃子出主意 而且是毁人姻缘的孙主意 这不对吧 况且 从真款人口 生育大数据角度来说 品种如此优良的妖孽 正应该鼓励他 多生罢多家众 怎会脱口 说什么毁亲的事 若是尚未定亲 想断了这门亲是一可 但是治标却不能治本 这门亲是断了 你爹和官媒 难道不会给你 找另一门吗 那也没办法 拖一拖再说吧 待到十七八岁 再说亲 小子大抵也不会太抗拒了 十五岁娶妻 多么正常的事 到了他这里 却成了亲手行径 都说一人一行 有本事的人 大概都有些怪毛病吧 若是不想娶亲 又不想你爹抽你 行之恐将不易 小子相信大人 一定有办法的 一条路走不通 你不会换另一条吗 岂不闻 反其道而行之 懂了 多谢大人指点 我爹逼我娶亲 无法拒绝 但我可以让女方家里拒绝啊 这小子 反应好快 自己只含糊 指了个风险 他一瞬间 点什么都明白了 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少年英才 道也不纯 懂了就好 此事说完了吧 说完了 小子多谢 大人指点之恩 既然说完了 你安心了 那么 我们接下来说说 薛颜驼的事 又扯国士 没完了还 我一个农家 不给钱 谁跟你扯这个 刚才李世民的指点之恩 迅速被李下人 望到九霄云外 许家没错 许家的姑娘也没错 可我确实不想 如此草率的 被别人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老爹也不行 还是要有爱情啊 前世活了小半辈子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很可怕的事 尽管那个年代里 爱情俩子 已经变得很浮躁 很虚滑 然而 还是要有啊 绝不愿意 将此生的幸福 交托在一个完全 不认识的女人身上 这种赌博式的人生 我赌不起 赌不起 就彻底断掉它 李下人难得主动的进城 拜访城府 嗯 空着手拜访 总是挑东阳的李 说他不使李树上门 也不提点礼物 换了李下人 自己拜访别人 李树这种陋习 一被他扔得远远的 来人 开宴 伤酒 停 慢 住脚 咋啊 傻事 有事找你 难道有人盯上了 娘酒咪方 快说 何方狗砸碎作词 没 不是这事 是我的私事 说 能帮上忙的 绝不推辞 我们外面说 外面比家里好 金就不拉你金服了 最近老爹脾气不大好 上次非拉着 你在大街上 窝闺女屁股 被文官们狠狠 掺了一本 陛下只好命老爹 将那个被摸了屁股的闺女 娶回家作歉 老爹最近心气不大爽力 说此时皆由你而起 若是让他碰见你 怕是要寻你灰气 这就是传说中的躺枪吗 行了 此处披荆 说是吧 想请成兄帮个忙 啥忙 尽管开口 把我的婚事搅黄 成兄 行不行 说句话呀 你 喝醉了还是生病了 成兄莫闹 我没醉也没病 这事必须要做 成某浪当唏嘘半生 总被老爹骂我昏章 真该把老爹拉过来 长长奸事 说我昏章 这里不是有一个 比我更昏章的吗 为何要搅黄你自己的婚事 毁人姻缘是损因得的事 这种忙我实在不想帮 因为我不认识人家闺女啊 我为何要跟一个 不认识的人成亲 而且躺在一张床上 你不觉得这是很荒谬吗 换了是你 你干嘛 干啊 怎么不干 不管人不认识 记忆堂往上了 言有不斑之理 大家都是跟不认识的人成亲 咋就你不乐意呢 有感情才能成亲吧 搞反了吧 成了亲才有感情啊 你这人咋那么乖呢 不知性情 成亲后不喝咋办 批大点是 水不喝 水敢不喝 接接事实使多他几顿 看他喝不喝 代沟啊 千年的代沟啊 以后不教他几流行歌 你爱我 我爱你 爱到疯爱到喜 爱到半生不随那种 好好培养他的爱情观 痛快点 一句话帮不帮 最近腰腿酸法 可能懒病做了 酿酒作放 先停工吧 休息一年半载 再说 帮帮帮 昨日护司护以官媒的身份登门 试探了一下金阳县许家的态度 把李夏人过往的辉煌事迹都搬了出来 听得许家两眼放光 当即就表示愿意 护司护今日来李家的目的 就是商议聘礼和正式求亲事宜 集六礼中的第一礼 纳采 李夏人静静看着讨论的热火朝天的二人 额头惊出冷汗 搅黄自己婚事的行动必须加快了 次日一早 李夏人便蹭马车赶到了金阳县城 怎么个章程 很简单 找到一家姓许的人家开的商铺 然后当着他们的面 让我表现得像一个混账 吓得他们退婚 这是算成了 你什么都不用干 现在这样子已经很混账了 成处莫挥手 几名不娶一声不吭 混入人群中开始打听 确定了许家商铺的位置后 一群人悄悄朝商铺靠近 这是干亏了 不该答应的 毁人魂是缺大德了 你还只是缺德 我是在亲自毁我自己的心事 跟这么混账的事情比一比 你心里有没有好受一点 确实觉得好受多了 罢了 今就帮你一次 说好了 仅此一次 下次你若还想毁亲找别人去 成谋不甘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二位兄弟有劳了 待会儿下手 尽量清点 回头送你们一罐钱 打酒喝 莫斯 别看这家伙 哈撞哈撞的 走在小刃身上 滋润传死老样 呦 嘎 嘎 嘎人啊 嘎人啊 长死去人啊 勾罪拿离套 卧甲里侠任离公子 指毫了田华 被陛下请之宝将讽伤 与你家请楼谷一样 抱一抱 勤一勤 和鸡北九二一 你竟幽怜要欠 招答 这不对呀 不是说好了 买东西不给钱吗 咋成了 不给钱 买东西不给钱 太没品了 所以我临续改了一下 挨打的抱着脑袋 在地上蜷缩成一团 另一个高大汉子 则惨无人道的 对他又打又踢 当然 台词一句也没少 无非便是太平村 当红小地主李下人 上青楼不给钱 台词念得很大声 果然 第二天忽似乎再次登门 一脸比喻 且嫌弃地告诉李道正 去家反悔了 是否不答应 把闺女家进李家 给多少拼力都不找 承接上回 李下人为了某人 不惜自毁名誉 他们最后会有结果吗 大唐逍遥子 第四十集 咋了 咋回去吗 咋又返回来 关你家娃子 你干啥了 我 关我何事 爹 我最近老实本分 待在家里 啥都没干啊 就昨日在酿酒作坊 忙了一整天 我咋了吗 胡大人 是不是有啥误会 我家娃子这几日 老实得很 没闯祸呀 胡思胡把昨日 京阳县城许家商铺前 发生的一切 细细说了一遍 我 上青楼不给钱 我只是个农家娃子啊 而且只是个 十六岁的农家娃子 取亲我都不愿意了 还上青楼抱姑娘 大人你信吗 这句话很实实的 熄灭了二人的怒火 说的也是 找个黄花大闺女 给她她都不乐意 怎么可能去那种 污浊之地 根本说不通呀 虽说最近几个月来 确实变灵醒了 但为人还是很老实的 说她上青楼 而且玩过后不给钱 这话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谣言 定是有人 建杂家的印书方 和酒方买卖红货 看不过眼了 所以背后使坏 毁孩儿的名声 爹你可不能信 若是被老子知道 谁在背后造谣 并然一刀劈了她 青史算退掉了 就算互撕互巧舌如簧 跟许家解释 李家娃子如何无辜 许家对闺女重视的程度 也不敢再冒险了 很好 一切圆满 我的目的达到 代价是付出了自己的名声 毁金之后 心里轻松多了 虽然可以肯定老爹 还会为他找下一个 但眼下的危机 算是解决了 到了该取婆姨的年纪 或者 当我与东阳之间 越来越走近绝望的时候 我也许会任命的 娶一个女人回家 然后 把我和东阳曾经的 这份情愫 当作小谷般 深深埋进土里 永不见天日 你没发现 今天的我有点不一样吗 发现了 你脸上多了一个痘 没脸见人 我这几日 还是不要出门了 虽然你哀声叹气的 但我怎么觉得 你今日的心情 比以往好了很多 还有脸笑 今日金阳县令 来府上拜见我 与我商议封地 装户洛吉的事 金阳县令寒暄之时 说起一桩闲事 某人啊 做了买卖 有了钱啊 哼 开始干缺德士了 好深奥啊 一个字都不懂 还装 你昨日是不是 是不是 哼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件事 我只问你 你信吗 我不信 你不是那种人 不信的话 你为何生气 我没生气 刚才你气鼓鼓的样子 难道不是因为 我干了缺德士 而是路上不小心 踩到牛屎了 我没生气 哼 好吧 我只是随便问问 李夏仁很识趣地放过了他 怕再追问下去 他会羞愤的一头栽进河里 为何会有针对你的谣言 你最近得罪人了 这件事当然不是谣言 他做这件事一半是为了自己 一半也是因为他 但他不打算告诉他 决定永远瞒下去 鸣声不是小事 你没掉以轻心 日后你就知道 鸣声坏了 诸事难行 我已请金阳县令好生查访 看到底是谁在坏你鸣声 查出来一定严办 多谢了 不过声明与我如浮云 查访就不必了 莫浪费了朝廷官府的人力 东阳很执拗地摇摇头 李夏仁 父皇又要攻伐邻国了 上次你所献的推恩之策奏效 薛延驼果然陷入内乱 中书省的大臣们商议了很久 说这次内乱一年半载 怕是缓不过来 我大唐如今终于能够腾出手来了 父皇准备攻打西边的吐蕃 这一次 满朝文武都没有反对 大唐立国以来战争几乎没停过 李世民对土地的狂热和执着远胜后市房地产老板 原本大唐今年的形势很不利 西边吐蕃的松赞干部于贞观六年统一吐蕃后 开始露出早已蠢蠢欲动的野心 随后东阳给李夏仁 讲了半个时辰大唐和吐蕃的恩怨情仇 这位松赞干部 后世史书上把他吹成吐蕃的忠心之主 多贤达多英明 谁知竟是个如此奇葩的棒锤 为了娶一个大唐公主 真的蛮拼的 你笑什么 没心没肺的 又要打仗了呢 关中子弟本就不多 这些年 父皇鼓励声誉 官府卯足了劲 又是奖赏又是作媒 还不就是为了多生几个娃 结果一场仗下来 不知又要撕多少关中子弟 你还笑 别忘了你也是关中人 我是叫松赞干部 真不知那松赞干部怎么想的 求取大唐公主失败 反过头却去打土玉魂 吐蕃使劫胡说八道 难道他就信了 然后不惜发起两国之战 我觉得不对劲 若说松赞干部耳根子这么软 只劫几句话 便删得他发起战争 未免有点荒谬了 然而东阳所说的什么 松赞干部求婚失败 于是发动战争的理由 太扯淡了 我一万个不信 估计也是为了出兵 抢占领府弄来的借口罢了 这事太复杂 懒得跟东阳明说 战争离我和他太远了 虽然大唐如今是辅兵制 可辅兵制造兵出征 也有规矩的 独子不出征 长子不出征 我两条都占了 所以丝毫不担心 官府会征召我入伍 再说了 如此面若惯欲的英俊荣言 怎能去打仗呢 粗鲁 打仗啊 这一仗不容易打 怎么不容易 西藏 不对 是吐蕃 吐蕃是高原啊 海拔多少多少来着 反正很高 关中子弟若没适应那里的气候 老师跋涉 还未进入吐蕃国境内 估计就得倒下一半 高原反应懂吗 就是脸红心跳 喘不过气来 那时别说跟吐蕃蛮子拼命了 能不能拿起刀剑 还两说呢 这一仗首先便输在地利上了 天使骂 现在是夏天 吐蕃牛羊壮硕 轻壳即数 后方无粮草之忧 人和嘛 大唐孤军深入吐蕃境内 遍地皆是敌国百姓 而吐蕃兵力强盛 协大圣土玉魂之余威 正是军心极锐之时 你看天使地利人和 大唐一样都没站住 所以说这一仗不容易打啊 若依你之见 此战该如何打呢 照我说 根本不用打 松赞根部要娶公主 给她不救世了 大唐作为泱泱礼仪之邦 嫁公主过去总得给陪嫁吧 据说吐蕃全民信佛 至佛教密宗一支 多派点和尚过去 国内那些不生产 不劳动专持百姓 供奉香火的德高望重和尚 都派去 越多越好 现在有了活字印刷术 多给吐蕃劳动人民印点佛经 多派些盖房子的工匠 给吐蕃百姓们盖寺庙 若是这些都在吐蕃实施下来 不出三五年 吐蕃的国力一定会被消耗殆尽 百姓们不劳作光念佛了 将士们不吃肉改吃素了 而我们大唐呢 便专在吐蕃国境边日夜练兵 主要是适应当地的高原气候 那时此萧比掌 大唐之萧派出 惊奇一支 就能把吐蕃揍得哭爹喊羊 东阳原本越听越高兴 后来仔细一回味 脸色顿时有些怪眼 你 你什么时候想出的这些主意 太阴损了 我阴损 指数里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就是这么干的 我只不过原样照搬 真正阴损的人 是你老爹 好不好 好 战 侯军即为当迷到行阳大总管 又领军大将军 直施私立为白兰到行军总管 左卫将军牛进达 为阔水到行军总管 又领军将军刘兰为 陶河到行军总管 征召关中复兵五万 出征松州 将松散干部小儿 与朕拿下 大唐逍遥子 第41集 不说了 回家吃饭去 怎么不说完呢 懒得说了 对了 我今天说的话 只限于你知道 别又傻乎乎 告诉你父皇 我不想出这风透 再说 我刚才说的这些 前提是必须送一位公主 去和亲 你若没头没脑 跟你父皇献上此策 说不定你父皇 顺手就把你打发到吐蕃 嫁蛮子了 别担心 既然大唐已决定 对吐蕃动武 绝不可能 宋公主和亲了 你就算想嫁 都嫁不了 若是 若是战后安抚吐蕃蕃 父皇仍要嫁公主过去呢 陛下亲出的女儿 是最高贵的 怎能远嫁千里之外 儿至妇女 永世分离 莫如你劝陛下 且行权仪之法 李家宗氏 旁之凡多 从里面选一位宗氏女 封为公主 嫁过去便是 这法子说来 有点自私 但正所谓 死道友不死贫道 死道友不死贫道 这是哪个混账说的 当然是我这个混账说的 嘿嘿 走吧走吧 看见你就烦 李家人哈哈大笑着走远 东阳却立在原地不动 定定看着李家人 远去的飘逸背影 不由吃了 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 若是献上父皇 或许 能免了一场大战 少死许多无辜子弟呢 即便父皇选公主和亲 他也给出了办法 东阳背齿紧紧咬着下唇 梁九 终于做出了决定 还是要将此策 献于父皇 他怪我我也顾不得了 一言可就生灵涂炭 何能不为 第二天东阳进宫 李世民正与朝中文武商议 出兵吐蕃之事 战争不是说打便打 毕竟十万大军 没有整天拴在皇帝裤腰带上 陛下 东阳公主有策要献上 真回挑时候 为何每次都是 箭在弦上之时 进宫献策 上次即行出兵 薛延驼时 东阳带李家人进宫献上一策 免了一场刀兵 这次难道 朱将接载 前选他进来说说 大家有个拿捏 众卿对太平村李家人 那个小娃子 想必有过耳闻 推恩薛延驼之策 已正是此次所献 今日东阳公主又说 李家人献上吐蕃之策 以我君臣一起听听 这个小娃子的高论 俺老城早看出这娃子不简单 果然老城的招子没瞎 可惜啊 老城西下没有闺女 不然非招他为老城的女婿不可 吐蕃之策很简单 东阳意识聪慧女子 很有条理的 将李家人说的话 分成一二三点 说的层次分明 殿内君臣一听就懂 这娃子也太损了吧 这是软豆子割肉 我大唐一个公主 就能让吐蕃丧尽活跃 这 这还要我们武将作战 明日老城便去太平村 我抽死他 成 成叔叔 东阳莫里这老货 腹肌 自策你如何看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策也 随为上策 然则 我大唐对吐蕃仍续一战 那个小娃子所限之策 战后霍可一世 吐蕃大军压静 兵临城下 这是挑衅 是威胁 尽管暂时没有攻城屠城 但仍践踏了大唐的尊严 大军压静之势 答应核心 看在天下人眼里 便是妥协 大唐是天克寒之国 尊严绝不容许被触犯 不论后面与吐蕃如何相处 至少必须打一仗再说 这一仗付出多少生命 多少财力人力 都是自要的 重要的是打出一个结果 打给吐蕃看 也打给那些周边的邻国看 杀杀杀 好 战 侯军几为当迷到行阳大总管 右领军大将军 直施私立为白兰到行军总管 左卫将军牛进达为货水到行军总管 右领军将军刘兰为陶河到行军总管 征召关中府兵五万 出征松州 将松藏干部小儿与朕拿下 那个太平村的李佳人小小年纪 难得竟有如此见地 可惜慈子是不在朝堂 然则我大堂百废待兴之事 朕怎能眼见 英才隐于也 而不为朕所用 尽打 臣在 朕决定破例征召慈子入府兵 还是封个官吧 便封李佳人为行军总管虎陆氏参军 参与军机士 慈子入军后 尽打好上赵福 还是个十几岁的奶娃子 却也是难得的人才 陈灵指 陆氏参军是从八品 算是个很微妙的职位 若在地方上相当于监察御史 若在军中则相当于随军参谋 说实权的话 似乎什么都能管 但仔细一寻味 能管却不能治 也就是只有建议权没有处理权 更像是一个闲散官职 李佳人浑然不觉 自己已被当今陛下绑上了战车 是真正的战车 长安城里书店也开业了 和程晓金合伙的九四生意 更加火爆热闹 有了钱 房子是不是 应该再扩建一下 挖个大池塘 上面建个水泻 内院开一块花园 园内置一条 弯弯曲曲的长廊 花园旁 再累一座假山 山上建梁亭 梁亭柱子上 挂一副迎帘 上连约招财尽宝 下连约恭喜发财 恩 雅苏共赏 很有文化 而且很接地气 土地也要再买几十亩 家里该雇一些装户了 天三头大水牛 再给老爹去一房机 买几个丫鬟室后 差不多就可以做个 安静收钱的美男子 躺在钱堆里 混吃等死了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我想要过的就是 如此平静平淡的日子 最好能过一辈子 愉愿已足 李瞎人 咋了 李瞎人 我有事跟你说 借钱 我没钱 你找别人试试 你 李瞎人 我对不起你 我害了你 别哭 到底啥事 父皇刚刚下旨 决议功法吐蕃 命侯军级 刘兰 牛进达等大将军 领军出征 那又怎样 我把你所限之策 告诉了父皇 谁知方向说 必须先打再合 父皇也是这个意思 于是仍命几位大将军出征 而且 父皇也给你封了个 陆氏参军的官 命你入牛进达叔叔 帐下校里 随军出征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向父皇献策的 当时没想到 父皇会做这个决定 这不对啊 府兵制不是这样的 家中独子和长子 不是可以不出征吗 案例是不出征的 杀场朱是难料 朝廷不会干这种 让人绝后的事 但是父皇的亲旨又不一样了 况且 不出征的是兵 而你是被父皇封了官的 官和兵不一样 当了官就得做 好为国训身的准备 况且就算不封官 李世民的圣旨 亦可以决定一切 游戏怎样个玩法 他说了算 偶尔改个规矩 谁能说什么 父皇的旨意 是封你为阔水道 行军总管辅禄式参军 也就是说 你只需时刻 跟着牛进达叔叔变好 除非敌人打尽了中军率仗 否则你不用亲上战阵的 牛叔叔用兵稳健 断不会让吐蕃兵冲进中军 此行除了行军辛苦一点 性命却是无碍的 幸好李世民的良心 没有完全被狗吃掉 只让我跟在大将军身边转悠 没让我冲锋陷阵 性命应该不会有危险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呃 赔钱 精神损失费 劳务费 营养费 各种费 赔钱 李佳人 后日我不送你了 行军艰苦 沙场凶险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一定要回来 我每天都会坐在河滩边 等你 大唐逍遥子第42集 说话 傻愣这啥意思 打算赔多少 你 你这 这种时候你还要钱 我去府里搬一筐钱出来 砸死你 你要不要 呦 做人要讲信用 说话算话 别闹了 现在几位大将军 各自忙着点兵 牛叔叔公勞 这时 已派人将官申告书和官服送来了 府兵出征自带盔甲 你若没有 我派人去那些叔叔府里借一套 还有 出征时多带些干粮 多带几个装水的皮囊 盐巴也多带一些 东阳叙叙叨叨说着 说话毫无条理 想到什么说什么 李下人静静看着他 心中渐渐泛清暖意 眼下这一幕 不正是妻子送福出征的画面吗 表情那么温柔 说话那么清晰 绕指柔般将我的心缠得绵绵又紧紧的 教我怎么再好意思开口让他赔钱 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漩涡 全力的漩涡 这个漩涡有着无比强大的犀利 一旦陷入身不由己 一个时辰前 我还在美滋滋的盘算着家产 思考着用怎样的姿势迎接未来混吃等死的美好日子 一个时辰后他莫名其妙成为了唐军府兵里的一员 而且是个从八品官 忽然发觉前途好迷茫 咋回事吗 咋又当官了 当官不正好合了 你的一马从八品那比上次的从九品一正高了两级 无缘无故的咋又让你当官了 或许陛下见我太闲了吧 我咋觉得心里寡寡的 陛下给你封了个傻官 随军的官 爹我马上要出征打仗了 不对啊 这不对啊 你一个男娃子打甚兆 关中府兵没有让家中独子出征的道理 错咧 你们错咧 我娃还没成亲咧 而且是家中独子 怎么点他出征 错咧 参军大人 狼牙骏公牛大将军 差我二人将告身和官服送来 并下军令 三日后五十一刻 大将军长安北交教场典将 请大人务必赶报 否则军法无情 爹这是陛下圣旨 不能改的 孩儿从军有官旨 不必冲锋陷阵 旨在大将军率仗里参之军机 此行没有性命之忧 爹你放心 放心 只能放心了 还能咋样咧 哇 爹不认字 也不懂大道理 既是陛下相咒 想必你一定有本事的 爹看着你长大 不知你的本事 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追究了 我关中子弟 报国杀敌 家家户户 送儿出征 都是亲手把娃子送进鬼门关 是死是活全凭运道 我也不能拦着 娃 一定要保重自己 一定要活着 你是唯一一只香火了 你不能有事 松州位于蜀地 离长安大概 很多里 路途遥远 不能太亏待自己 男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那些对自己不好的男人 听说后来都累死了 我去买头驴 骑驴行军 什么李佳人要骑驴行军 走随我去找他 别丢人了 数万大军惊奇飘斩 杀气腾腾直奔松州 一个骑驴的夹在中间 左突右窜 时隐时现 不时还听到两声驴叫唤 这种丢大唐将士脸的败类 不等到松州 牛叔叔先把你斩了 连同你的驴一起斩了 骑这匹马走吧 走了 看我如何斩将夺起 万马军终取上将首级 李佳人催马欲行 发现马尔文斯不动 江绳被紧紧抓在一只 白净鲜细的小手里 李佳人 后日我不送你了 行军艰苦 沙场凶险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一定要回来 我每天都会坐在河滩边 等你 东阳流着泪依依不舍 松开江绳的画面 深深印在李佳人脑海中 那一刻 他忽然很想下马狠狠抱他一下 最后还是忍住了 终究隔着一道天谦啊 若是此生奋发上进 一路立功风绝 不断展现自己的价值 让李世民渐渐重用 成为国之助使 从此高官显觉 到了那时 我若求取东阳 李世民会不会欣然赐婚 然而 从一介草民到高官显觉 这条路要走多久 东阳已16岁 到了该婚配的年纪了 留给我和他的时间 还剩下多少 或许不能这么自私了 喜欢这个词 不能再当他是一种情愫 而是一个目标 男人至少应该 为这个目标去做点神骂 弃身锋刃端 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 何言则语妻 明边壮士己 不得中顾思 捐去复国难 致死忽如归 长安北交教场 本帅领阔水道行军大总管 帅本部兵马二万 即日开拔宋州 众将力聚不取兵士 名言军律 开拔后其营先行 不应其后 日行六十里 每日驻营 衣衫靠水埋锅造反 沿途不得袭扰百姓 不得毁坏农田 不得聚众喧哗 为令者 斩 本部兵马行至 松州竟在聚将论战 行了 都散了 准备拔营 那个白白净净的娃子 你留下 挂耸 东张西望个人 说你呢 叫个慎 瘦瘦小小个身板 一巴掌都受不住 怂获 大总管见谅 小子若不禁风 更别提您这一掌了 刚才那一下怕事 骨头断了 小子 小子想向大将军告个假 出营找大夫 致一致 庄阳倒是装得挺像 就你这残废模样 去长安街上走一圈 定能被善心人 施舍几个胡兵 人身攻击 人辣 不过呢 军中杀才多 善心人可不多 你这模样换来的 绝不是胡兵 而是军棍 再给你三个呼吸时间 三膝过后 若还是这般模样 本帅定让你知道 真正的骨头 断了是怎样个疼法 小子没事了 滑不溜手个小娃子 在本帅面前耍这一套 你就是李下人吧 小子 自称官名 没礼数 是下官 末将 这个小子年幼 不懂规矩 敢问大总管 小子这官儿 到底是文官还是武官 随军文官 参知军机事 也就是说 以后你只管 跟着本帅便是 是 回大总管话 下官正是李下人 倒却像个白面书生 陛下夸你有几分本事 本帅虽未见过 想必圣明之下无虚事 日后与吐蕃动手时 你可莫要藏私 有啥主意赶紧说 早说一刻 便少死无数官中子弟 积得的事 且记在心上 是 好了 大军马上开吧 日落驻营时 叫本帅亲位 给你找个小帐篷住下 便驻在本帅的大帐后面吧 莫在营中乱跑 遇到巡夜将士 及时亮出身份 否则怕会吃苦头 行 金就跟你认认脸 退下 一 我得拐拐扭妞肚子来 巧屁了亨 大唐逍遥子 第四十三集 开拔军令以下 银盘内一片忙碌 李下人默默看着周围将士们 来回奔忙 有条不紊地收拾着粮草军械 大致算了一下 没有半个时辰 姑莫上不了路 嗯 不肖的混账 你们怎么混进来的 暗律家中长子 什么长不长子 我过去跟赵兵的上官说 我是家中老二 瞎些是老三 就这样混进来 松州市战场 战场什么意思 你们明白吗 敌人不会站在那里 傻傻伸出脖子 让你们砍 你们不是我 你们上了战阵 是要拼命的 知道了 我们就是去拼命的 你们拼各屁的命 加大你更混蛋 爹娘上月 才把你的亲事谈妥 就差定日子下聘礼了 你若成了亲生了吧 想死我不拦着 现在你们二人都来了 万一死在战阵上 家里只剩一个老四了 你王家这一代 生了四个 乡亲们都羡慕 你家开枝散叶 如今到好 闹天花死了一个老三 打斧坡你们 又来凑热闹 就不担心 你爹娘在家哭瞎眼 我们兄弟知道 你对我们好 只是 只是 家里太穷了 太平村太小了 我们不想一代又一代 过着同样的日子 大唐军功 封赏最后 我们拿命搏一搏 生死都是天意 比一辈子窝在村里强 两个寒门农户少年 两颗不甘平庸的心 平寒驱使他们走出村子 用性命搏一个未来 从古至今 有过多少这样的故事 成也好 败也好 他们得到了一段人生 而后人 得到了一段故事 还能说什么呢 劝他们回家 用平寒换一生的平安吗 既然他们已对人生 做出了选择 我有什么理由阻止 不多说了 既已入了府兵 算是把脑袋拴在腰带上 你们多保重 林镇莫贪功 莫慌乱 一定要全虚 全伪的回来 李下人垂头 看了看他们腰间的木牌 瞎线分进了弩剑营 瞎大或许因为 壮士魁梧的缘故 竟被分到了墨刀队 墨刀是大唐军队战场上的 角落机 一对千人的墨刀队 如可将上万敌军 搅成一堆堆西瓜皮 瞎大似乎不知道 自己将要面临什么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率仗方向牛角号吹响 李下人与二人道别后 急忙往路 中军以巴营 大将军轻卫有条不紊的 收拾好了行李 牛镜打起在马上 穿戴一身金色铠甲 一赶迎风飘扬的帅骑 紧紧跟着他的坐骑 前锋五千骑兵已出发 中军个兵种也启程了 李下人也骑上马 一圆帅上前一轮关在一起 马铺有同性 仿佛传染的底润 因为两个悠然的性格 于是也怕得想退步 懒洋洋的随着大队 走得死满 看着一辆辆罗马大车 超过自己也不急 这马当初不是这得行啊 为何短短两日后 变得和自己一样了 看着连罗子都超过自己了也不急 典型的护球上进 用点心 我可以懒 你不能懒 不然把你卖掉 卖到别人家给罗子配种 行路还是小事 最难忍的是吃喝 行军时只吃干粮 干粮里没有肉 只是一块硬的跟石头一样的饼子 和一小团黑乎乎不知什么品种的野菜 每隔两天 晚上扎营的时候 还有一碗飘着积许油腥的菜汤 李下人亲眼看见中军火夫做汤时 将一条沾着盐巴的布袋扔进锅里 煮了一会儿后捞出来 一锅汤算是有了盐味 火夫对自己的手艺似乎很满意 捞出副条后用嘴舔了一下 一锅底拐拐扭肚子了 巧屁了哼 李下人含泪看着那碗汤 死活不敢尝一口 鸡汤来了 牛将军辛苦了 这碗菜汤给你喝 小娃子不错 勉强算个有礼数的 大总管快乐就是下官快乐 不耽误 总管决断军情 下官告退 回来 行军路上哪有什么决断军情 过来陪本帅说说话 说看 长安到松州一千多里地 我唐军赶到松州 吐蕃那帮杀才会不会已经松州攻下了 这个回大总管 下官伟师不知 吐蕃兵虽骁勇 但攻城似乎没那么厉害吧 或许松州都督韩将军能守住 韩威是个耸祸 这种人不堪大任 二十万敌军压境 竟只带清齐数十人去探营 被发现后慌不择路 狼狈逃回城里 只剩他一人 岂为卫护他而全部战死 他以为他是获取病了 这样的蒋灵守城 本帅可不觉得他能守得了多久 此番出征 兵分三路 侯军集领一路 刘兰领一路 本帅领一路 攻击五万人 说五万对阵二十万吐蕃兵 胜算几何 我大唐兵风正锐 势不可挡 这些年争东突厥 争缺掩陀 从来都是以寡击众 大胜而归 下官相信 在陛下的盛名光辉照耀下 在诸位大总管的 致勇兼备的号令下 此战定能一击而胜 大败吐蕃小儿 吴皇为福四海 万邦称臣 李下人一边说着 鳄鱼凤城的话 一边胡乱找了个方向 就当是太极公所在 毕公毕竟长长一一 那边 太极公在那边 要不要先抽这小子 一放在这 小娃子们是上 话虽听着提气 实在言中无误 你怕个神 怕说错了挨刀吗 都是下官的真心话 可不敢胡说八道 说错了会挨刀 还有这事吗 有茶枪 不妨说出来 再拍马屁 必定赏给你十几军棍 让你尝尝军棍炒肉丝的感觉 五万对二十万 吐蕃兵此战 下官以为会很艰难 何出此言 仔细说道说道 下官所言艰难者 非以寡击中 而是地理和气候 吐蕃兵不过话脉蛮夷 用兵无非直来直去 下官没领过兵 如何机智自有诸位 大总管决断 用兵来说 吐蕃必然不敌诸位将军 运筹帷幄的 唐君若只解松州 之为易如反掌 攻守皆不在话下 但若诸位大总管 解松州之为后 愈合兵深入吐蕃境内 下官以为 这才是艰难的开始 何以言间 大唐以前 未曾征伐过吐蕃 故而不知吐蕃底细 吐蕃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吐蕃的位 气候那里中年大雪 山脉连绵不绝 每深入百里 便会觉得 心跳愈发加快 伴随头晕 呕吐 甚至昏迷等症状 严重者既能丧命 就算死不了 也会觉得 虚弱无力 如同醉酒一般 莫说上阵 与吐蕃兵厮杀 便是行军 怕也没了力气 而吐蕃人早已适应了 当地的气候和地理 况且吐蕃是高原 敌在高处 我在低处 战略上便陷入 以敌敌高的被动 对敌而言 则是居高临下 处于有力的 俯冲态势 顾下官以为 此战在大唐境内 必然大获全胜 不须忧虑 若继续积敌 深入吐蕃境内 我唐军可能会吃大亏 以寡击中 固然上扇 以若积强 则大为不治了 此战之前 中书省曾照过几个 长安城里的 胡商滋问吐蕃贴实地理 他们曾经在吐蕃与大唐之间 贩卖过货物 胡商们的说法 与你所言一般无二 而你所言却严重许多 吐蕃的气候 厮杀自是勇武无敌 然而终究拼不过天威 扭转不了地势 仁安盛天 倒是实话 中书省的官员 曾与本帅详细说过 吐蕃的气候地理 陛下和本帅都想过 此战或许艰苦 苦在敌境的气候和地理上 但我们没想到 竟如此严重 大总管 此时大军尚未走出关中 若是大总管不信 何妨派出军中快马赤后 火速潜入吐蕃境内 不必打探敌情 单只试探其地势 必然会发生 却要派之后 本帅不能因你一人之言 而泪全军 也不能昏贵糊涂到 不把你这番话放在心上 只有之后传回来的消息 本帅才能相信 大总管不愧为 大唐名将下官拜扶 好 这样的马屁 以后不妨多派一派 本帅喜欢听 不啰嗦了 你滚蛋吧 本帅要决断军情 进来时隔七零快 谢莫杀驴 不对过河拆桥 大唐逍遥子第四十四集 李下人提醒牛静达之后 虽然前方尚未传回消息 牛静达却似乎信了七分 这几日行军对李下人 明显和善多了 行军之时 有事没事把他叫上 两人两棋并排而行 本来在中军阵中很低调 任何事情都不愿冒头的 现在每天被逼着 与全军最高将领同行 引来无数猜测的目光 我真的愈发如坐针毡 行军第十日 李下人骑在马上 突然察觉坐下的马不大对劲了 走路一瘸一拐的 马儿你受苦了 这年头难道没有订马蹄铁的习惯 马蹄铁是哪个朝代开始用来着 不管了 我只知道自己的马儿需要用这个 而且很迫切 再不给他穿上铁鞋子 好好的马儿就废了 陆氏参军的官职 终于发挥了作用 马蹄铁的打造很简单 不到半个时辰 四个马蹄铁打造完成 顺手又拉来几名 经过路边的府兵帮忙 几个人合力将马固定住 铁匠再付出被狂躁的马 很踢了几脚的代价 终于将马蹄铁 定进了四只蹄子上 这个有啥用吗 李下人看着他的脸 很愧疚 伸手入怀想送他几十文钱 想想又舍不得 于是掏出一块风干的几子肉 你这娃子怎么回事 啊 每晚扎营 你第一件事便是找有水的地方洗草 行军打仗还抽讲究 看看我大军上下 哪一个像你这般一天洗一次草 爱干净还成了错 每天走得脏兮兮的 难道不觉得很羞耻吗 听几位说 你带的零碎还不少 镜子换洗衣裳 零嘴啊 还有人说在你帐篷外闻到了酒味 小娃子 你带了酒 啊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下官沾酒就醉 素来不惜此物 郡忠禁止饮酒 小娃子你可小心 若不本帅发现实际军棍炒肉丝 绝然不能灭 还有白天行军的的马蹄子上 到底装了肾 什么声音如此难听 大总管 您看啊 这是一块马蹄铁 下官无事实 琢磨出来的 费了很大心进 头都白了几根 创意这个东西啊 是很主观的 一个点子 或许分文不值 或许价值千万 我这个点子 不敢多说 五百罐还是值的 东西在识货的人眼里 才是好东西 才叫得玉名主 闭嘴 给我说说 这玩意咋弄呢 咋个意思 马蹄铁啊 咱们大唐的马儿 不都是光着脚走路吗 这样不好 很容易把马蹄磨坏 一匹马若磨好了蹄子 就废了 多好的马都没用 光着脚走路 算了你继续说 马蹄铁就是马儿的鞋子啊 有了鞋子 马儿在路面上想 怎么撒欢就怎么撒欢 想怎么蹭的 就怎么蹭地 一块马蹄铁 足够塌磨一两年吧 磨得差不多了 再换个新的 又够塌磨一两年 这个想法我琢磨得很费劲 不仅有功劳 而且有苦劳 若把耗费掉的心力 折算成钱 五百贯真的是灰类跳楼架 业界的良心了 当然银饼也行 你知不知道 我大唐每年因马蹄磨死 而不得不折损多少战马 不关我事啊 你知不知道 大唐因为战马马蹄磨损 无敌天下的大唐骑兵 每年只有辅兵不足数量的三成 也不关我事啊 大总管 先放我下来 先放下来 其实就是一块半圆的铁片 这块铁片千年来都没人想到过 也因为这块铁片 我大唐皇帝陛下 少供服了多少国土 多少骑营 一个冲锋能做到的事情 却令我关中子弟 多了无数无谓的死伤 哼哪 小娃子 你若早生二十年 早把这个东西鼓刀出来 好样的 这块铁片铁 已强过十次大战之手 小娃子 军功不上本帅级你投功 陛下说 你是我大唐的少年英杰 本帅原是不信的 今日管之 本帅错了 来人 飞马入长安 将这铁片片送进太极宫 献给陛下 这不对啊 说好的酬劳了 大总管造这个东西 花了下官许多心思 头都白了 您看啊 是不是 把军企奸程叫过来 今夜扎营后 召集所有铁匠 打造这个铁片片 传令下去 三日内 全军齐营的马掌 都得定上这个东西 五百罐 或许有点惊世骇俗 兜出人 二百罐也不是 不可以商量 银饼和铜钱兜 过来几个亲卫 快马至猴军级 瀏览索步 把铁片片带去 让他们的骑影也装上 大总管 功劳也好 苦劳也好 不能不给钱吧 大总管 好娃子 不错 将来你了不得 以后有人识叫我大总管 无人识叫我牛伯伯 若有人欺负你 尽管来找我 伯伯给你撑药 小娃子还在长身体呢 要多吃肉 乖巧个娃 难怪陛下和老师 那憨货 都对你怎么接口 果然怎么看 怎么顺眼 以后琢磨出什么 心急古怪的玩意 记得献想我冰棒 不然抽不死你 去吧 算了去找虾大吧 你咋来了 走 找个说话的地方 这里火长和队争斗看着脸 对我们心入的 伏兵凶得很 我不敢招惹 赶紧吃 大总管赏的 以后想吃 我再给你弄 大总管对你这么好 别提了 这是一段悲伤的事 总之 就当这块肉 是我花五百罐买的吧 我这里不缺肉 回头我给虾线送去 他那弄剑营 才叫真的苦 每顿一张干饼 加一小团野菜 那小子脸都快变绿色了 你们每晚扎营后都操练 白天行军 晚上操练 不过操练的是 我们这些心入的府兵 老兵不练 累不 还行啊 就是睡不够 吃得倒挺好 比别人都好 火长说我们是末刀队 五刀要花大力气的 所以每餐格外给我们配块肉 上阵的本事学会了吗 不需要什么本事 只削把刀舞起来 红旗推进白旗庭 没见白旗麾麾下 就得不停地捂刀 再累都得捂起来 不管人或马闯入我们阵中 眨眼就把他绞碎了 还有就是阵型啊 一定不能乱 谁先乱了阵型要被杀头 这是铁律 说话就到松州了 上阵莫慌乱 跟着袍泽弟兄走 特别是第一次杀人时 杀土藩贼算甚杀人 我只当在畜生了 我们火长说了 大唐以外都是蚂蚁 蚂蚁能算人吗 李侠仁 我和老二入了府兵 算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这一战能不能活着 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只能请当我和老二已经死了 所以托你一件事 我家老四不到一岁 年纪还小 若是我和老二真的战死 我爹娘请你照料一下 待老四长大成人 能养爹娘中老 你在 别说不吉利的话 你们一定会平安回家的 他生死由命 路是自己选的 下场是死是活都不愿 只是有些身后是放不下 咱俩一起长大 这半年你变了不少 你的本事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不过你我仍是兄弟 这些事情只能托付你 混账王八蛋 讲过好日子 跟我开店 跟我做买卖 什么事不能干 非要入府兵干 这种玩命的勾当 我告诉你 你和老二死了 我连你们的尸首都不会收 更懒得管你爹娘 你自己九泉之下 保佑他们吧 总货 发泄般说完这番话 李下人拍拍屁股就走 头都不回 瞎大坐在原地 看着李下人的背影 忽然咧嘴笑了 笑得很开心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和你一起去开店 跟着你做买卖 回家 然后呢 上班了 上班请起来 吴小八你咬我 你又怎么了 我养你啊 你听着好你自己吗 李下人 你说睡婆姨到底是个啥子呗 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听别人家的墙根 村里晚上婆姨哼哼唧唧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不知道我也不清楚 大唐逍遥子第四十五集 大军走了近二十天后 离松州越来越近了 离松州百里时 牛静达锁部前军赤后与土国赤后遭遇 双方劈裂拼杀 同时 一个不好的消息 从前方传来 果如牛静达锁料 松州都督 韩威没能守住城池 在侯军级所部 即将到达的前三天 吐蕃兵 打下了松州城 将吐蕃所图露大唐百姓之术 以十倍还之 否则神明不佑 天雷极致 贞观十一年七月初九 三军向松州推进 开始清理城外余敌 小娃子 你曾说战松州义 入吐蕃难 今日如何说 若是解松州之为 自然容易 可是 可是谁也没想到 韩威敬拜得如此快 弃城弃得如此果决 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的是 唐军英勇善战 至少在如今这个年代 平原决战的话 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然而靠这五万人 攻一座有二十万守军的城池 难度就不一样了 大总管既然兵力悬殊 为何不为成代元 我们这点兵力攻打 商王估计无法想象 代元 如何代元 就算陛下能腾出手 再调关中大军 从长安到松州少说 也要二十日 沙场战事变化莫测 二十日后 敌我还是如今这般态势 不必再说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 溜溜就知道了 这恐怕不妥吧 商王会很大 总要试试的 你以为古今的将军们 天生就会打仗 都是拿人命填出来的 五十一刻 松州城外东北南三面 吹响了低沉乌叶般的牛角号 压抑繁杂的号角声里 唐军三面各自走出三千弩箭手 黑王密密麻麻的弩 从松州城头漫天落下 不处有人重剑 发出惨烈的嚎叫 数百架抛石车 嘶嘶嘎嘎推出东郡 将军一声令下 抛石车 无数巨石如冰雹般 满山遍野的唐军将士 撕声盘上 巨浪拍案般朝城头狠狠西角去 公鱼手用尽全力 出路对方的性命 用于争取自己的生机 战争的惨烈与残酷 李下人今日亲眼见识到了 不知道那些 勇往无前的工程队伍里 有没有瞎大和瞎见 如果真有他们 如此残酷的战争里 他们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 这次攻不下 另外两边应该也一样 带明镜了 传令明镜 工程只有半个时辰 很显然 这是三位大总管 对松州守成力量的第一次试探 结果失败 自然早在三位将军的意料之中 然而 上千条生命 终究在这第一次的试探里 永远失去 牛静达召集重将 商议工程之策 李下人却偷偷跑出了中军 嘉倩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今天前辈们 带我们在后面 熟悉战场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老二没事吗 火长不准我出营 我打听不到老二的消息 老二没事 刚才我去看了他 活蹦乱跳的 正跟老兵练法 你放心吧 今日你上阵了吗 没有火长说了 大总管不会轻易动用墨刀队 除非到了决定胜负的关头 今日只是试探 乱然不会用到我们 我只担心老二 老二没事 放心他没事 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二人身上 仿佛头顶上高悬着一把猫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落下 大总管 刚刚又雷鼓巨匠 商议战士 明日怕是还要攻城 攻吧 入了虎兵 左右已不拿自己的命当命了 这一战若能杀五个土国贼 便能得二十亩永夜田 以后咱家不当装货 也常常当地主的滋味 有了二十亩地 家里三兄弟娶婆仪都有底气 日后地里有了收成 你还可以买一两个丫鬟 做家务也好 给你暖床也好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李瞎人 你说 睡婆仪到底是个啥滋味 记得我们小时候 去听别人家的墙根 村里晚上 婆仪哼哼唧唧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这辈子我还没睡过婆仪呢 回去后 我带你去青楼 我请客 说定了你请客 我回赢了 要保重一定要保重 第二天陈时刚过 刘靖达下令再次攻城 抛石车投资这个 不打巨石 还是一罐又一罐的 天在地的罐子砸上城头 听人家里 急起来兴奋了 一早昨日攻城失败事起 滴落的随势 纷纷扬着高级大声呼喝起来 宠呀 灭了这绑钩啥菜 汇甲好区可破译 齿娇自辟 兄弟们宠啊 抛石车仍不罢手 这回又换上了巨石 趁着城头火势震 巨石再次扑天盖地朝城 无数吐蕃兵应付烈火 来不及躲 当即便有无数人被砸死 这回似乎有气 肉眼都能看见 有好几个唐军士组 已爬上城头 把刀与城头上的 吐蕃兵展开殊死搏斗 形势很不错 吐蕃应该要出城反攻了 出齐营 把他们拦住 然而出城的吐蕃兵太多了 很快 唐军齐营压不住阵呈现败事 吐蕃奋奋出一股 专门对付齐营 另一股则在城外平地上迅速集结 像一只黑色的利刃 狠狠朝牛径打锁部中军 冲杀而去 弩剑营列阵 莫刀队压后列阵 再调无千人继续攻城 摆来名吐蕃兵惨叫落马 被后面的马蹄无情践踏 弩剑营的后方 千人莫刀队列成方阵 吐蕃骑兵刚冲散弩剑营 一往无前的气势治了一下 然后他们看到了莫刀队 吐蕃骑兵的马关的撕铭起来 连吐声都直接感受到那迎面 扑袭而来的杀气 三五个吐蕃兵或许不太信邪 嘶吼一声后 侧马朝莫刀方阵冲去 随着几声淒厉的惨叫 人和马被莫刀绞成了一堆西瓜皮 吐蕃整队集结 从侧面腾机 有军列阵 正面机制 莫刀队不能退 给本帅往前推进 吐蕃兵终于挡寒了 他们出城的目的 只为缓解守城的压力 而不是赶死队 如潮水般迅速往城门退去 第二次攻城 又失败了 铭金收兵 你过来啊 我叫你买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给我拉他了 开炮 大唐逍遥寺第四十六集 大大手闭上一道 身可见骨的伤口 鼓鼓地冒着血 大夫 大夫呢 莫叫了 我这伤算轻的 军中冷宫一二十个大夫 到处都是缺手断脚的 谁会管我这种小伤 别叫 给你消毒 怎么会受那么严重的伤 被土藩贼的马撞了 肚子里烧得痛 孤猫撞出了内伤 可怜我身边那几个袍则 刚刚火长说了 战士不利 我这没断手没断脚的 明日还得上阵 这条命大概明日能交代了 就是不知道老二死没死 李下人 等下帮我打听一下 李下人 我其实不想死 说真的 我好想逃 逃回村里去 我怕了 活着多好啊 我才十七岁 没睡过婆姨呢 可是我落逃了 王家上下好几代都抬不起头 我丢不起人 明日上阵 我怕是凶都吉少 你以后帮我照料我爹娘和老四 如果老二活着就更好了 明日你不用上阵 我有法子了 也该拿出法子了 不然你们兄弟都得死在松州城下 照顾你爹娘 那么麻烦的事 还是你自己来吧 破松州的法子 你别管了 明日肯定为而不公 你好好养伤 我找大总管有事 下午我去打听老二的下落 我不知道唐军用了这个法子后 将来大唐甚至整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现在我不用的话 虾大和虾线甚至更多的人都得在这个战场中逝去 滚都滚 一群造愤的废物 路是参俊 李下人求见 滚 不见 啥是发这么大火 破松州的法子都不想听了 我自己去找材料 话没说完 李下人便发现自己忽然凤凤而起 小娃子 你有破松州的法子 有法子 大总管先把下官放下来刑部 小娃子 军中无戏言 军国大事不可玩笑 你真有法子 有啊 可敢立军令状 若你的法子没用 便当如何 按正常的套路 这个时候 我应该拍着胸腹 乘一乘豪迈支气了 比如若不能破松州 当提头来剑等等 我才不上当 打扰大总管了 刚才就当下官 什么都没说 告辞告辞 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说好的提头来剑 给本帅滚回来 说吧 到底有啥法子破松州 说错不怪你便是 我需要一些东西 如果大总管能帮忙弄来 破松州问题不大 啥东西 尽管说 一流二胶三木炭 加点陶罐 加鸡蛋 马上做出大笨蛋 你要这些做啥 破成 这些玩意能破成 这些当然不能破成 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就能破成了 大总管若不信任下官 不妨想想马蹄铁 四块铁片片 我能让大唐骑兵纵横天下 牛某便陪你这小娃子胡闹一回 我马上下令 让人搜集这些物件 大军围城停战两日 两日后 如果你还没做出来 嗯 呵呵 也算牛某的错 我自想贴下前缉 与你无干 小娃子 尽管放手去走 大总管高义 下官赶配万分 这次就不跟朝廷收钱了 一流二胶三木炭 可惜没有白糖 不然效果更好 能一拳解决的是 没必要用两拳 能用热兵器 解决的是 也没必要用冷兵器 既然来到这个年代 就得好好融入这个年代 价值观 不妨扭曲一点 努力迎合大家的口味 比如大唐百姓 把外国人当成狐孙 自己也不妨把他们当成狐孙 用傻瓜蛋炸几个狐孙 应该没什么 太大的愧疚感 这玩意怎么个章程 大总管 怎么个章程 我说不清楚 要不咱们现在试试 行 去试试 我看看怎么个事 你 把这个傻瓜蛋 放在中间空地上 用火把点燃它 然后赶紧跑 有多快 跑多快 跑慢一步就死 记住了吗 实定最更新的 对 快握倒 靠 快握倒 不敌您啊 一群没用的废物 就这点动静 看给你们下的 改正过您不是 硬要哭自然吗 我操你 鬼 要装多了 威力太大 很不安全 对敌我双方都不安全 可能要改进一下 干什么 不改了 这东西够劲定 够把 不改了 就它了 好娃子 真是个好娃子 有了这东西 本帅和仇松周不破 这东西 你怎么造出来的 秘方可有别人知晓 没有 就下官一人 胡搞瞎搞 胡搞瞎搞 这样都能搞出来 我们这些吃冰粮 拼老命的家伙 岂不是都该一头 撞死三 只要你不泄露秘方 小子 你飞黄腾达的日子 马上来临 一日晨时三刻 唐军第三次攻城 漫天的箭矢 巨矢从天而降 松周城头仍是不绝于矮的 惨叫和咆哮 小半个时辰过去 箭矢和巨矢渐渐停歇 你过来啊 我叫你妈 你看两个意大利炮的 给我拉下来 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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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顿狂轰乱炸 城门篓子都炸掉了一半 几个吐蕃将领模样的人 率领麾下部将聚集一堆 纷纷扔下兵器 我们像了 不要杀我们 老逼登 来人 快马住长安禀奏陛下 王师收复死痛 大唐逍遥子第四十七集 这时 长安城太极宫内 李世民神情 却如乌云密布般阴沉 占我大唐城池 托我大唐子民 现在松赞干部 居然还要求娶大唐公主 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架了 赞浦旧仰大唐重徒礼仪诗文 求娶大唐公主 是赞浦久目多年的愿望 扶请皇帝陛下恩准 占我城池 托我子民 而等竟还向阵求娶公主 子民 草芥也 应雄席卷天下 何系寸草莫位 待唇凤诱生 草芥自会再略 陛下若应许赞浦所请 我在普院贵还松州 并送上牛羊万头 两马欠匹为礼 不必贵还了 斩了朕的城池 朕亲自去取回来 树下沉放肆 唐郡公城已拜院 松州仍在我屠博手中 大胆 狗奴不治死活 若非那条不斩来世的臭规矩 这个吐蕃使者 再杀他一万遍也不够 全都肃静 吐蕃使者 你给朕听清楚 大唐松州 朕一定会取回来 而等屠戮大唐子民 朕必以十倍之数暴还之 松州捷报 松州捷报质疑 别废话 快说 松州怎么了 当迷到大总管 侯军集八百里捷报 大唐雄兵攻克松州 此战击杀吐蕃敌兵五万鱼 吐蕃二十万大军 溃逃者四万鱼 鱼者十万皆将我大唐 松州城已被收复 这不可能 我吐蕃二十万大军守城 去去五万堂军 怎可破城 这里有侯军集大总管 八百里捷报作书 令赴吐蕃守军将书 请陛下预论 吐蕃使者 松赞干部欲求取大唐公主乎 下臣 下臣向皇帝陛下辞行 就是这个小玩意 助我大唐收复松州 回陛下 正是 这个黑不溜秋的有啥用 陛下小心 此物非常霸道 松州城兼兵力 我大唐将士 却只为了数百个小罐罐 便将松州纳入股掌之中 竟有这般厉害 来 让我看看 陛下你小心点武上耳朵 朕以前也是南征北战 什么风浪没见过 堂堂帝王之尊 犯得着怕一个小官官 你只管弄就好了 卧槽 流逼 捷报上只说 如何破了松州 却余烟不详 此物到底何人所造 阔水道行军大总管 牛俊公 麾下陆氏参军 李下人 竟然又是他 此物之造法 牛俊公见识他的霸道后 以免李下人献上秘防 军中大肆制造 乃是牛俊公从军中精心挑选的府兵 将其看管起来 嗯 锦达身之阵心 不错 有此一物 何愁我大唐 不能威服天下 如此人才 若不为朕所用 朕之过也 但是若与他为自己所用 风格官怕是不太够 便只能封绝了 太平村 东阳失眠好几天了 最近夜里老做噩梦 梦到一只冷剑射进李下人的胸膛 梦见一块巨石砸向李下人的头顶 还梦到李下人犯了军纪 被牛俊达推出率仗 削手势众 夜里几次被吓醒 白天懒洋洋的没精神 无论天气好坏 东阳每天都必须在河滩边坐一阵 就一个人独自望着河滩 独自笑 独自伤神 有时候也独自落泪 终究已有个人走进了他的世界 哭与笑 悲与喜 都是因为他 殿下 殿下 也是十多岁的大姑娘了 毛毛躁躁的没个规矩 殿下 李子从府里侍卫那里打听到一个消息 无非又是邻国与我大唐发生了肾事 没意思透了 我不想听 不是啊 殿下 是李下人的消息 李下人怎么了 快说 听侍卫大哥说 李下人在松州立功了脸 而且立了大功 难道他上阵杀敌了 不是杀敌呀 是他造了一个新奇的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很厉害的 他又造出了甚东西 一个很怪的东西 听说是个陶罐罐 那个罐罐会炸 跟打雷一样 攻城的将士随便扔了几个 就把吐蕃人吓得歸详了 便吓 李下人真的好厉害 三位大总管向陛下报捷 都说李下人是收复松州第一功 松州已收复 他该回来了吧 毕子听说 咱们大唐将士还要往西边打呢 说是有仇报仇 吐蕃敢夺我大唐城池 咱们便杀进吐蕃镜妹 夺他十座城池才罢手 还要打呀 将士们虽然往西边打 但李下人却要回来了 听说陛下下了旨 宣召李下人回长安 还给李下人封了绝呢 金阳县子 圣旨如今已出了长安 往松州而去 走吧 咱们回府 回去你帮我看看 我穿哪件衣裳好看一点 收复松州还不够 此仇报都不够利索 大唐仅收回了本钱 还没跟吐蕃贼子算利钱 所以我们要继续西进 打进吐蕃镜内 大总管文成武德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我大唐将至威武 再玩这种虚招 信不信本帅把你绑旗杆上 报神三日 下官也不知说什么了 吐蕃地理之险 以前下官便与大总管说过的 你不赞成西进吐蕃 不能说不赞成吧 要看我唐军对吐蕃的仇恨程度 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学此仇恨 若此战无关利益 只为报仇雪恨 其实很简单 咱们城外不是有十万吐蕃降兵吗 全部一刀砍了 你说的有道理 若纯只为报仇 杀了十万吐蕃降兵足够了 下官只负责提建议 任何一种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都要提出来 这是下官的职责 至于采不采纳 那是大总管您的事了 狗屁职责 一个从八品末流小官 每日无所事事 撂三喝四吃野味 现在到跟本帅职责上 信不信我抽死你 不仅不讲道理 还人身攻击 还是要细进 我们能把账算清楚 朝中的文臣 还有民间的百姓们 却不会算这笔账 打战之时 杀了多少吐蕃人他们不管 只知道大唐吃了亏 收复松州以前 我派了十名赤后 伸入吐蕃境内 昨日他们回来了 结果如何 你没说错 吐蕃境内气候果然险恶之极 十名赤后死了三个 剩下七个都受了轻重不挡的伤 进也好 退也好 都有苦衷 都有理由 如何选择 只能看李世民和三位名将 怎生衡量得失了 长安城来了圣旨 除了大四包扬侯军 及三位大总管外 圣旨里也做出了 继续西进入土坡的决定 督促侯军 及修整大军后启程 不能惯着松脏干度的毛病 这次既然赶入扣大唐 就一定要把他打痛 打出他的心理阴影 让他以后一想到大唐俩子 就忍不住全身直抽抽 从此不敢再犯我讲解 谁是李下人 酷水道入室参居李下人何在 出来接旨 下官李下人接旨 制约包贤昭德 西王令典 经善念功 有国遗训 京阳县太平村李下人者 素参谋谋 筹谋帷幄 竭心倾恳 背身忠义 这次是真的真的 完全听不懂啊 没一句匠人话的样子 他到底是在夸我 还是骂我 智奸今时 是以山河 时允朝义 封李下人为京阳县子 十亿二百户 轻灾 虽然没听懂 上句内容 但最后一句 京阳县子 还是懂得 有了爵位 算是勉强 有了身份 我离东阳 是不是更近了一些 万没想到 我大唐立下 颇天大功之人 竟是一位如此英俊替躺的少年郎 倒真是出乎老夫意料了 老夫领出长安时 陛下有过吩咐 京阳县子接纸后 即日回复长安 陛下要召见你 你赶紧回帐收拾一下 然后上路吧 大总管 下官回长安 不是独自回去吧 县子是我大唐爵位 爵者皆有一道 不过要等你回长安后 由朝廷安置 从松州到长安吗 一大点是 与你实骑送你回长安 下官放肆 这实骑里 可否让下官点两个人 谁啊 磨刀队的虾大 弩剑营的虾线 咋就让我回去了 这都马上要打进吐蕃 杀五个 吐蕃贼能得二十亩地了 忽然很想 把他一脚踹回大营 然后跟牛进达建议 下次打仗时 让这混蛋当前锋中的尖兵 消停点啊 咋还不识好歹了 忘记前些日子 又是内伤 又是血肉模糊的 哭得娜娇凄惨 记得跟我说了什么吗 你说你怂了 怂了就要认怂 谁说怂了 谁 你莫无赖我 李佳人 记得上次我受伤后 你说过什么吗 喝粥 别吃肉 不是这句 我说我活这么大 还没睡过婆姨呢 这家伙刚捡了条命回来 就起了银心 招家经楼 让你去一回 好啊好啊 多谢了 我要个脸大定也大的 给你找头驴 对付一下咋样 不 今日上路 没看皇帝啊 今日注定破财啊 李佳人和王家两兄弟 快马加鞭 后面还跟着八位 护送的骑士 一行人路上 跑了十来天 终于赶到了惊阳县城 哎哎哎 李佳人快看 什么 没见门口 站着两个女子吗 青楼呀 两位公子里面请 我们这里有名买长安的机灵 三哥三五 长安城里许多贵人都亲自出城来捧场 二位公子尽可营救上歌舞 要不先赏一段歌舞 弄这些虚招子做傻脸 实在人不讲究虚套 直接赶何以 快点 等会打了桩子 还得赶路了 龟哥放心 小人马上叫姑娘们出来 不行 干巴巴的 太瘦 小人给龟哥再还一批 不行 这两货摸飞是来砸场的 直到最后一批 中年男子把青楼里数得招的雌性生物都叫出来了 瞎大眼睛一亮 后续是VIP专属大家都不爱看 就不放了 那位龟哥 但是卓尔不群安选中的那位姑娘 其实是我们青楼的厨娘 卓尔不群这么有文化的瞎话都编得出来 我相信贵楼的品位很高雅了 这口味还不如找偷驴呢 驴比厨娘便宜多了 归心四剑 快马加鞭 时于其飞驰而过 出了县城一路向东 离家近两院 竟没有传说中的静香勤妾 而是很迫切 迫切回到家里 迫切看见熟悉的一草一幕 你瘦了 你怎么在这里 你知道我今天回来 路上辛苦吗 平安回来就好 明日还是那里 我想听你说说自己 怎样行军 怎样攻城 还有你的小陶冠 都要告诉我 一个字都不许漏下 好的 明日便陪你聊一贯钱的天 记得把钱准备好 快回去吧 别让家里长辈等着 回家先拜过长辈 才是正理 好 我先回家 明日再深入交流一下 殿下呀 你每天站在这里等着他 都等了十多天了 咋不告诉他呢 告诉他这些 除了他的心疼 还有他的愧疚 我还能得到什么 可是 十多天呢 好辛苦的 应该让他知道啊 如果你将来有了一中人 你想让他知道的 不是你有多辛苦 而是你和他在一起 有多开心 背后那些不好的 辛苦的东西 绝不要说出口 说出来了 大家都会累 为什么呢 小时候 娘亲也是每天站在大殿门外 痴痴的等着父皇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那时我也不懂 没有父皇 我们母女也活得好好的 为何一定要等他呢 娘亲说 以后我会懂的 十年以后 我果真懂了 和娘亲一样 也在等一个人 他来也好 不来也好 终归只有等着他 才觉得自己活着 以后你也会懂的 爹 孩儿回来咧 回来就好 走都进屋 听说你立军功力 还被陛下封了卷 是的 孩儿碰运气 立了个小功劳 陛下预封京阳县子 从五品诀 你说啥 大点声 老子这几日耳都不好使 孩儿立功了 陛下封我 为京阳县子 跟我去村里走一圈 啊 游街市众 我封个诀 应该算是荣耀的事情 遛狗市的 满村游一圈 算怎么回事 孩儿累了 先睡一觉 您还得去长安城 陛下要召见我 我要早知道老灯 你是皇帝 我还那样对你吗 套你个猴子的 大唐逍遥子 第四十九集 臣 惊扬县子李佳人 拜见陛下 很熟吧 见过两次面了 今是第三次 是不是很意外 朕竟不是公布官员 我要早知道老灯 你是皇帝 我还那样对你吗 套你个猴子的 老真是少年英姐 果然没让朕失望 松州之战若没有你 胜负且先不论 我关中子弟 不知要死生多少 说说 那个小桃冠 你怎生弄出来的 臣弄出小桃冠 亦是问过 许多炼丹的道士后 闲暇无事时 自己琢磨出来的 此物犀利无比 朕问你 若朕欲以此物 威负天下 而亦若何 吾皇湍土与内 扫荡天下 我大唐德御英主 姓何如知 臣为大唐贺 哈哈 倒是个灵巧人 牛锦达海派人 给朕送过一副马蹄铁 也说是你所造 此物出世 不知旧落大唐多少 两马建居 此功之大 不逊于 乃你前前后后 立下不少功劳 风儿一个小小县子 却是委屈你了 乃何你年纪太小 风绝过 慎恐朝中非议 县子好 臣很喜欢 多谢陛下厚赐 小子优化得紧 朕今日召结你 并无踏实 便在给你下道特指 日后若又弄出 什么新奇的物事或国策 尽可直接上走 已若公开求见 朕逼见 如此 你可退下 臣倒退 李下人正要策马 往河汉去时 却赫然发现 老爹在村口的路边 爹 您咋在这里呀 有事跟你说 上午你走得及 没来得及说 什么事情 爹 你说孩子都听您的 你出生的这段日子 我给你定了门亲事 还是京阳县许家 定亲 京阳县许家 我出生的时候定个亲吗 亏了 那时你刚出征 不知道你会风绝 所以答应了心事 毕竟那时 咱们家配许家 算是门当户对 没想到你会立功风绝 有了爵位身份不一样 举伤人家的女子 说出去不好听 亏了 亏了就毁亲了 我找人去说 毁不得了 已然和许家换了生辰 送了聘礼 连日子都定下了 献牙互撕互饱的眉 毁了亲我们父子 这一世做不得人了 可以毁亲的 大不了不当 这破绝了 我去找人说 双倍 不 在家十倍 骗礼送去算是赔偿 谁说要毁亲了 毁了亲我李家的脸 还要不要 伤人的闺女又咋样 说出去不好听 但也比毁亲巧 不准毁 亲事照办 就定在下院 爹 如此轻易把我的 一辈子决定了 你不觉得太草帅了吗 哪里草帅 不草帅 聘礼 媒认 生辰 该有的都有 那么好的姑娘人家 不计较以前害你的谣言 还主动上门求亲 你说我咋能不答应 主动上门求亲 对 许家主动求亲 县城里说 已逛亲楼不给钱 怪了民生 许家当时是退了亲的 后来不知咋的 又请了互司户上门说和 这是套着蹊跷 很少听说女方 主动跟男方求亲的 更何况求亲的对象 还是她这个逛亲楼 不给钱的混账 麻烦找上门了 这是个很大的麻烦 算了还是先去找东阳吧 东阳一定还在等我 这傻姑娘 若没见到我的人 等到天亮 都不会走 你怎么还在这里 那么晚了 你不怕吗 怕 但是我更怕见不到你 你脸色不大好 怎么了 没啥 刚才出城回来的 路上丢钱了 心情很不好 你不知道 丢钱的感觉 想一头撞死 又怕疼 活着又没意思 你这人贪财财贪到令人发指了 幸好父皇只点你疯了绝 若是让你去当官 三五天就把官库贪空了 非得被父皇杀了不可 你的公主 府不缺钱吗 十十亿三百户啊 那得多富裕 谁像你这么贪财 我府上不缺吃穿 能给下人发俸禄就够了 要那么多鱼才有甚用 这话说的 宫里到外凑着一股 浓郁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味道 今夜与东阳在一起 李下人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若真与那位未曾见面的 许家闺女成了亲 我与东阳是不是 今生再无可能了 终究是一个不眠的眼 李下人兄弟何在 昨日进了长安城 为何不找哥哥我 疯了诀便看不起人了吗 我就知道我这双眼睛没看错人 兄弟果然是有本事的 再过十几二十年 他也和我爹一样当国公了 了不起 昨被陛下召见 出宫时天色已晚 怕误了出城 只好匆忙走了 为治府上拜望成伯伯和成兄 恕罪恕罪 非话不多说 金就来找你做耍的 走 与我一同游猎去 慢着 成兄 小弟金有事 真有事 无法 屁事 仙子就是昏吃等死的 国公也是 当成某不知吗 仙子自然也有事的 比如心事 咋啊 到底啥事 成兄 今生能教到你这样 一搏云天的朋友 尾时是小弟的运气 啊 曾子曰 为人谋而不忠呼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那啥 呼 呼啥 说人话 意思就是说 朋友有难 一定要帮忙 两肋插刀 赴汤导火什么的 成兄认为呢 说了半天屁话 就是为了要我帮忙 是不是 成兄你灵醒了 灵醒个屁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也有难俺老成 怎会修手旁观 用得着说这些鬼话糊弄 先说好 啥忙都可以帮 唯独上次要我帮忙 缴获你亲事那种混账事 俺老成可不再干了 嗯 叔叔 要我帮什么忙 帮我再缴获 一次我的亲事 有惊 这事还真得借用一下 您彭于燕的名头 少了您这位彭于燕 怕是成不了事 那必须的 你这忙我帮丁了 那若再有下次 教老天将到神雷 把李佳人批死 二人领着成家不娶 骑马赶到京阳县城 轻车熟路的 找到了许家商铺 原来是贤婿来了 快快进来 可真是贵客临门 举伯伯 晚辈今日贸然登门 实在唐突了 此番只为家父 与您所定的亲事而来 你这娃子还生分个啥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常来常往的 哪里说得上唐突 你爹送来的生辰 老夫请了玄天罐的 倒是掐过脸 倒是说是天作之和 正相匹配 果然是命中有缘啊 举伯伯 是这样的 关于这门亲事 晚辈想先跟伯伯 赔个不是 虽说儿女婚姻之事 全托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可晚辈毕竟毫不知情 那时我正随君出征 回来便定下了亲事 晚辈的意思 意思是 老夫听明白了 你欲悔婚 李下人没来得及回话 旁边的成畜 莫却抢先说了 说了半天废话 可算说到真实了 没错 今天就是来跟你悔婚的 下官 红州都督府司马 许静宗 外号齐同位 老师我太想进步了 大唐逍遥子 第五十集 多么含蓄 多么艺术的对话 被这家伙一句话全毁了 我早上带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你爹的意思 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我自己的意思 你爹已送了聘礼 宝媒的是县衙的官媒 连日子都订好了 两家忙了这许多天 你一句毁婚就不做数了 旨在抱歉得很 这次是小侄做得不地道 只求伯父能应允 小侄愿以十费聘礼赔偿 我家不缺钱 伯父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小侄全然答应 小侄年少荒唐 性子浪荡 唯存一丝良知 既然配不上 令千金也不忍 误了令千金终生 还请许伯父名剑 许老爹脸色殷勤不定 显然他听懂了 而且确实不大乐意 让这样的人扎当女婿 不行 既然亲事定下 绝不能毁 这不是你和我女儿两人的事了 是两家的事 许家是商骨之家 说来确实配不上你 你看不起 我们许家想来也不足为情 伯父误会了 真没有看不起商人的意思 不说这个 反正退金不成 真有退金的想法 叫你爹和互撕互来 谈判失败 许老爹仍旧很客气地 将李佳人和陈楚莫送通门 李佳人 你真看不起商人吗 别人可以这么说 你好意思这么说吗 当初卖师 开印书方 卖酒 我干得装装件件 都是商人的够当 我会看不起商人 说的也是 好个狗贼 竟敢冤你 我先做他一顿 再把他家店砸了 快去快去 砸的时候 报我的名字 我在这里等你凯旋的消息 咋老张任颠铺的婚证事 他也只有你能干得出来了 真当我傻吗 你们的家是我缠和什么 你为何非要推掉这门亲事 李佳人沉默 其实我也只是 竭尽全力的坚持而已 这种坚持 连我都觉得渺茫 如今所坚持的事情 只是努力不让东阳 离我更遥远而已 也只能坚持了 不管结果如何 将来老了 坐在摇椅上 追忆此生 不会因为年轻时 没有被心爱的女人坚持过努力过而后悔 终究还可以带着笑容告诉自己 曾经年少时 我曾爱过一个女人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只为拉近与她的距离 后来或许失败了 但毕竟努力过了 成兄还得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 帮我打听一下 许家背后的产业或者势力 好没问题 两日太平均了 虾大结婚了 坐在王家大院里 虾大醉熏熏拉着李夏人说一大堆感激话 从炙天花 倒给钱帮她定亲 再到松州之战 最后 久经上头的虾大 却说起了李夏人最不想听的话题 李夏人 我看得出你这辈子前途敞亮 但是 你不能喜欢公主 会要命的 总要争一下的 争过以后 会是怎样的结果 你和东阳公主现在一切都好 那是因为事情没泄露出去 一旦传到陛下耳中 你和她都好不了 家大 莫在背后议论陛下 你喝多了 快醒醒 不 该醒的人是你 成畜莫对许家的调查还没出结果 李家却迎来一位陌生的客人 尊驾士 当了一回不告上门的恶客 还请李仙子莫怪罪 时事素不相识 无人引荐 只好贸然登门 恕罪恕罪 好说好说 来者为客 尚不知足下事 下官 洪州都督府司马 许静宗 外号其同位 许静宗 李武两朝有名的大奸臣啊 原来是许司马当面 久仰久仰 今日冒昧登门 时未向李仙子赔罪而来 这几日我心神不明 总觉得命中犯煞 诸事皆不顺 直到今日看见许司马 终于恍然大悟 敢问许司马 你与京阳县许家 有亲故否 许某今日特为此事而来 没想到李仙子早已知晓 倒也不是早已知晓 只是最近我对许 这个姓比较敏感 许司马 你我从无怨仇 何以如此待我 老师我太想进步了 你给我找了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许某今日来陪李 而且以后也不会有麻烦了 许司马可知 松州之战 此战传遍长安 而先生所创的震天雷 更是大放光彩 许某对先生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犹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马屁拍得好 好处少不了 老师我太想进步了 陛下有意任我 为火器局监政 但我性子太懒散 况且火器这东西太危险 所谓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所以 许某愿为老师分忧 赴汤蹈火 在所不惜 那里有一个火坑 你跳进去吧 那还是算了吧 告辞告辞 宫里来了旨意 陛下宣召李瞎人进攻奏队 这天气 热得邪性 来一块 很暖心的代客方式 类似于前世的陌生人 见面先发一根烟 当作打招呼 朕异常安城东郊二十里外 画一块地方 助重兵把守 设火器局一 你认监政 陛下 臣只是个孩子啊 在座 朕让你横着走出宫 敢问陛下 所谓火器研制 需要研制什么 我移吗 你问朕 朕问谁去 东西是你造出来的 怎么把这个东西 变出花样 那是你这个火器局 监政的事情 朕管得了那么多 人力物力 怎么说 要啥给啥 只要能造出好东西 朕不吝啬前无 还有 关于火器局 少奸的事 臣前几日 认识了一位大臣 姓许 明镜宗 臣与他言谈时 觉得他 颇富谋略 身实大体 既有中军 爱国之心 亦有新幽妙堂天下的 全权圣意 说人话 臣请陛下 把他调来人少奸 熟人好办事 臣准了 财力物力要多少有多少 但是东西造不出来 可别怪朕 手下无情 退下吧 李下人刚走出太极宫门 便有一名官员 等在门外 下官叫陈唐 任火器局监城 位列监政或少奸之下 主管火器局内的具体事务 您火器局的监政 单位最高领导 陈唐汇报工作很详细 从里到外 从软件到硬件 介绍的滴水不漏 巨细无疑 代监李监政 火器局所有人都在这里 还有一位少奸 和两位监丞相没在 恭喜李监政上任 日后许某便是 李监政会下一将 监政所令 徐某必赴汤蹈火 嗯 行了 该干嘛都干嘛去 都散了 李监政上任正是时候 火器局上下接翘首以盼 陛下设火器局愿于 官员和工匠接一就绪 只等李监政上任后吩咐 怎么安排火器局工作 难道叫这群唐朝人 发明坦克大炮去 先叫工匠造几千个震天雷吧 那东西动静大 听着热闹 只是 关于火药配置 还需请监政大人轻卫 陛下有令 除李监政外 任何人不得插手火药配置之事 所以 还得辛苦监政大人亲自动手 下官想为监政大人 分忧义无从所谓 不辛苦 为臣者 当客进职守 为设计 为陛下尽忠 对了许佳的姑娘 半年内 我为她寻一位 足堪匹配的青年俊艳 如此 偷歇李监政费心了 我早看出来了 你这是排除一己 从此一手遮天 我乃立部指派弃平建成 黄头小儿 只不过运气好 造出了火药衣物 何得何能遇掌国之力气 大唐逍遥子第五十一集 宋娃昨晚没回家 海儿现在被陛下 封为火器局监政 很大的官 每天过手的军国大事啊 好 做官就要好好做官 我当初就说过了 我娃婆做治病的官 要做就做上马管军 下马治民的大官 爹 咱们勉强算权贵人家了 家里该填鞋丫鬟什么的 我儿是体面人 该有的东西不能少 花花都置办起来 今早金养许家来人 啥也没说 亲事算是退了 退了就退了吧 你长大了 我也管不了你 但我今年年底 以前必须看到你成亲 你若有重义的 自己去找官媒说和年底成亲 明年开春我要抱上孙子 不然你就别叫我爹 年底成亲 开春抱孙子 这是要我洗当爹的节奏啊 舒服惬意的日子又过了两天 第三天时 许静松登门拜访 脸色不大好看 老师您最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 不知不觉静俏了两天班 简正大人 您还知道回来呢 你是 这位是杨坚成 主管咱们才误汉人士的 杨坚成觉得不满意 不满意 要不杨坚成给陛下上书一道 请陛下把本官开格了 你杨坚成还有何见叫 下官告退 配火药不算很累 但如果几百上千斤火药 由李下人一人独自配好 却是一剑类成狗的苦差事 老师辛苦了 学生只恨不能为坚正大人分忧 请几位铁匠来 试试用铁皮罐子填火药 看看效果如何 末将拜见坚正大银 邵坚大银 有事吗 我弃局东南一里开外 今无为将司拿下几名戏作 几银已被将司们拿下 请监政和少监大银处子 为首者是吴王殿下 吴王李克 这是麻烦了 如实向陛下秉奏 麻烦金无为的弟兄 现在派个人进攻 李兄弟 误会啊 真是误会啊 快救救我 我在府里闲迹无聊 于是便想出城游玩 殿下莫跟下官解释了 据下官所知 火气局外围施礼 已布下金无为探少 凡有接近者皆赫止 殿下怎闯到离火气局 仅一里之遥 才被金无为发现 早晨出城游玩 骑马刚上了湘莫小镜 便发现了一只野兔 我领着王府卫士们策马追赶 吴王殿下 事情说清楚了 殿下是不是该回府了 我不走了 我就住在这里 父皇的旨意没到之前 我一步都不离开 父皇若一直没有旨意 我就死这里算了 第二天大早 李下人一里拜见了吴王后 回到火气局 准备睡个回容觉 许静宗一脸怒一顶 天政大人 杨燕那老皮肤太过分了 杨坚成咋了 今日下官想找杨坚成要账簿 谁知那老皮肤 竟说辞乃立不交给他的指思 账簿任何人不得查看 而且除了账簿 他还管火气局里的文力和工匠 坚成以下人员 他皆有任免权 这杨老皮肤管的事情不少 你是少奸官职比他高 区区一个坚成 立不为何受他如此重拳 杨政大人或许不知 这杨燕是贞官三年的近世 投到了长孙无忌的府上 长孙无忌在贞官元年 曾任过尚书幽仆射奸 立不上书 禀报监政大人 昨晚杨燕擅自改了生产计划 同样分量的火药 仅要求工匠们造出双倍的震天雷 下官拿不准 减少火药分量后 会不会造出废次品 故而才来禀报给监政大人 去把杨坚成叫过来 见过李建政 杨坚成辛苦 请坐 不了 火气局里很多事情忙 下官无暇嫌作 如此本官开门见山了 听说杨坚成昨晚改了震天雷树木 火药用料很贵 耗费的解释国堂民智 下官认为足够造出八百个 杨坚成忠心可嘉 可是八百个震天雷 造出来真是废品啊 若杨坚成不信 不妨让工匠造出一个 咱们去试试效果 不用试 每试一个也是浪费国堂 四百个能赏人 八百个一定也能赏人 异地震毒能吃人死地 为何非要耗费实地 火药一如是 杨坚成 本官觉得你实在不适合 待在火气局里 下官来中树省力部所指派 李建正若想办 我的管恐怕没那么容易 不怕你的官 今日起火气局的账簿 和文力工匠人等 皆由许静踪而决 杨坚成你辛苦一下 火气局后方的叫场 和靶场仍在建造 便烦杨坚成去监工吧 尔玉加控我 本官乃同龄火气局 大小事务的监政 安排属官做什么事 自有本官的道理 何来架空一说 莫说这些恐慌 我早看出来了 你这是排除一己 从此一手遮天 我乃立部指派弃品建成 黄头小儿 只不过运气好 造出了火药衣物 何得何能御掌锅致力气 我找你吧 马迪的 狗狗透了羊面两个时辰后 宫里起码来了一位宦官 奉李世民旨意 宣召李佳人静太极功 臣 京阳县子李佳人 拜见太子殿下 你就是李佳人 于 古早之京阳县 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少年英节 自我大堂雄兵收复松州之后 李佳人之名更是如雷贯耳 今日才得一剑 果然是难得的俊秀人物 难怪父皇数次夸赞 不愧少年英节之名 太子殿下谬赞 臣时不敢当 宣经梁县子觐见 好个有血性的少年郎 当着火气局上下的面杖 则我大堂官员 李佳人 你简直无法无天了 臣年纪小 性子冲动 臣之罪 所以你就抽了扬眼一顿 这就是你 这个金正干出来的事 臣之罪 请陛下执法 则是你有错 扬眼也有错 火气局以后你说了算 给朕好好做几样 拿得出手的东西来 若是长久不见成效 莫怪朕把今日的老账 给你翻一翻 臣 遵旨 多谢陛下宽宏 行了 臣送送你 有件事朕望的问 吴王客 前日果真是误闯火气局 臣不知究竟 但臣以为 吴王殿下确实是误闯 呵呵 或许是误会吧 刚走出太极宫的宫禁范围 一个人突然冲了出来 小人拜见李县子 小人为公主传话 请李县子独自骑马出东城 严新门 在城外五里处等候片刻 公主殿下的车架随后击到 明明是男 未婚女未嫁 这种莫名其妙 优惠的刺激 敢是种们一回事 港菜者小女娃有严厉 浪君认为怎样 不错 却是个有眼力的女娃 就要她了吗 不 要那个有兄的 大唐逍遥子第五十二集 走吧 一起回去 你把马交给侍卫 你上我马车来 啊 不来算了 谁叫你进来的 快出去 请神容易送神难 咱们公然坐在马车里 不太好吧 不好你怎么还上来 哼 外面这二十多人算自己人 你少操心 今日为何被父皇宣进攻 难道你闯祸了 你太不了解我了 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整天到处闯祸 招惹是非的人吗 那父皇今日为何宣你进攻 火器局里有个小奸城很讨厌 今日忍不住抽了他 后来你父皇知道了 把我叫进攻畅谈了一下人生 这叫不闯祸 这叫不招惹是非 你 你松手 不 快松手 不成皮筒 今日让你尝尝金箍棒的厉害 看打 后面是VIP付费内容 大家不爱看 点赞加关注发给你 太极弓的反应有时候很慢 有时候又很快 吴王李克在火器局外 金吴卫的营帐里住了三天 甚至连营帐外一步都不敢踏出 以此表示清白 可惜李世民根本没搭理他 然而昨日李下人进了一次攻后 今日清早 太极弓便来了旨意 克 谢李贤弟救命之恩 谈不上救命之恩 殿下言重了 不 却是救命之恩 今日进攻还好吗 误闯火器局一事 父皇却是只字未提 任我为安州大都督 明日赴安州上任 恭喜殿下肚子难关 大恩不言谢 这个救命之情嘛 是可以折算成银饼的 贤弟莫闹 此番恩情 怎能谈这些俗误 我没闹 贤弟真疯取 老师 按您的吩咐 工匠特意造了一个 只填充了一半火药的震天雷 去把杨坚成请到教场 教场闲杂人等清空 一个不许留 陛下昨日以下指 火器局内大小事物 既有本官一言而诀 今日把你叫来 为的是另一桩事 看清楚了 这是工匠连夜造的 按你的说法 震天雷里的火药 减量一半 别眨眼 好好看看你想出来的好主意 看看究竟是 节省了国堂民支 还是浪费了 来人 按杨坚成的吩咐 从今以后 火器局所造的震天雷 填充火药 全部减量一半 让大唐的将士们 揣着这样的震天雷上战场 浴血拼命去吧 慢 慢着 杨坚成还有何见叫 简正大人 下官 错了 下官从此绝不再查 手共防事物 日后还望杨坚成 摒弃前嫌 与李某京城合作 一同将火器局打理好 一切挺凭简正大人吩咐 哎呀 美的狠 美的狠 冰块入腹 只觉一股 浸入骨子里的冰凉 轩 区区小冰块 值得露出这副样子吗 穷人的世界 你不懂 自从上次马车里 拉过东阳的守候 和摊边二人长坐的两块石头 不知子弟弟的更近了 你 放手 越来越过分了 不放 你手梁 给我降降温 你 把那只手也给我 不给 乖 听话 只握一只手不工整 不对称 很难受的 女人若愿意让男人握住她的手 一定不介意让男人再握住她的另一只手 沦陷的不是手 而是心 李佳人 我们可以一直这么下去吗 就这样 牵着手 一辈子 好啊 我们一直这么下去 可是 好难啊 努力去做就不难了 唉 你现在被父皇封为火器局监政 只听说火器这东西多厉害 它真的很厉害吗 想知道吗 十块钱 我详细说给你听 每条解释清楚 保证让你觉得物有所值 而且宾至如归 你 不理你了 哼 李道正干了一件大事 少浪君好 我是新来的官家妙人缝 快来快来 正是交给你了 爱 花了好多钱咧 作孽咧 可以换好多粮食咧 作为浪君管人切看 小刃收立了雅幻 可是畅暗秤嘴 薅了活色 行了 你别吹了 这里是县子府 皇帝陛下 郑敬风的绝 府上的丫鬟奴仆 不求姿色多美貌 最少要端庄 要灵醒 要有眼力 港菜着小女袜有眼力 浪君认为怎样 不错 却是个有眼力的女娃 就要她了吗 不 要那个有凶的 好了好了 全都要了 去跟我爹要钱 至于你们 后院有厨房和浴室 自己去烧热水 把身上洗一遍 活不成吕 用了好多钱吕 深夜 长安东郊二十里外 忽然暴露 一巨大的影响 紧接着火光冲天 人情 少浪君 警务为肥妈赖宝 扑起去奏衰了 公房里还有人吗 三十来个工匠 跑出了十来个 其余的全都 坚证大人 此时定要就罪 大人定下的安全章程 工匠竟然扬奉英为 而致出了大事 定要就罪 死了都要就罪 闭嘴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先救人 看看里面 还有没有活人 检政大人 统领全局 不可轻慎犯贤 灭火救人的 室友瞎管和将士们来 究竟是哪个杀财 不按我 定下安全守则操作 而导致了 这场大灾 整整烧了一个晚上大火 才熄灭 李世民刚睡醒 便收到了这个坏消息 顿时容颜大怒 下旨言查究罪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昨夜的大火因何而起 谁人肇事 臣有罪 昨夜火灾 皆臣知罪也 请陛下降罪 不 与李健政无关 此解臣知罪也 昨夜火气局 由臣知首 臣看顾不咒而知大火 臣请陛下降罪 杨燕带了头 紧跟着陈唐也出来领罪 徐靖宗犹豫挣扎了片刻 终于也开口扛下罪名 一时间院子里人人争先恐后 如同争抢高级职称似的 把罪名抢来抢去 领罪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到底是谁的责任 也被混淆得乱七八糟了 都给朕闭嘴 朕要真相 昨夜到底何人肇事 是天灾还是人为 是无意还是有意 朕要的不是你们七嘴八舌的领罪 禀陛下 陈以查明 因工匠们赶夜宫 工房赵明用的灯笼忽然被风吹起 跌落到桌岸上 故而引发大火 谁叫工匠赶夜宫的 明知火药危险不能进火 为何还在工房内点灯 按理监政所致的安全守则 火器局工房是严静夜里开工的 昨夜之火皆因工匠们自发而起 他们皆是中职之人 只想杀场之上少折损一些关中子弟 而昨晚巡夜的官员一时不察 未曾发现一场 安全守则 是何物 阿唐皇家 嗯 纸上的东西倒是全面 可最后还是出事了 李下人 你仍是罪则难逃 臣知罪 这个东西派人抄录下来 送到太极宫里去 朕还要仔细看 李世民在院子里训着话 而火器局的工房废墟上 一群随同李世民而来的人 却在废墟瓦里堆里 挑挑剪剪不知做着什么 样子颇为神秘 许久于梦 一个领头的人 匆匆走到李世民身旁 凑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李世民冷肃的脸色迅速升温 火器局精证李下人之理无方 赶紧在火器局初见 或是无常 罚讽三月 仅二十名工匠因功殉职 朕甚是心痛 赏轻卷半斤 次第十亩 重拿轻放 盛心不可测啊 大唐逍遥子第五十三集 火器局的工房烧没了 火灾之后 火器局陷入停工阶段 工部的工匠再次入住 重新盖起了工房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五 三三一十八 再这么下去 今年秋天都撑不过去了 最近徐少坚也无事可干 拍马溜须也好 打感情牌也好 没事跟领导多出一出 总是没坏处 听徐少坚的意思 是想要火器局财权 下官不敢 不敢 你我二人不仅是主从 亦是朋友知己 火器局上下官吏里面 我最信任的人是你 你帮我长财 我正求之不得 快拿去 拿去 以后火器局的财权就交给你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许静宗顿时感觉好像拿到了一块烫鼠山芋 接管一牙财权 是荣耀 掩饰重担 望取少坚 勿赴家国 勿赴陛下 将此重任 一坚挑起 坚政大人 下官 下官忽敢不适 恐怕 还不等许静宗说完 李下人就跑路了 马蹄踏着夕阳的余晖 在这里下人悠悠回到家 家里来客人了 故事可认 这两妈舌 是游人送给少浪君的 给我的 上午是一个肥连罕字送来的 说是少浪君的 故有 太说恭喜少浪君逢绝 显字符不弄 没有妈舌一掌 遇事给少浪君送来一两 故有 没留下名姓吗 说是殖命不举 少浪君顶然认识的 收下千后院的车库里去 小心点 莫瓜花了 你怎么知道 是我送的 河滩边 东阳笑的眼睛 如同两轮心愿 我的眼睛被倒灌的 倒是开过光 很厉害呢 我还能一眼看穿你衣服里面 藏着两个旺仔 馒头 厉害吧 你 你这个 我 我回府了 逗你的 咋不识逗呢 还是谢谢 东阳小宝贝罗 马车很漂亮 我收下了 恋爱的心情很不错 鱼儿悄悄爬到树梢时 差不多也到了该各自回家的时候了 可二人仍静静的倚靠在一起 都舍不得分开 要不我们在村里四处走走 好 龙虎人家睡得早 生活习惯很好 这个时间家家户部 必然睡下 李下人和东阳 在里面看 二人手拉着手 慢慢在村里的香蕉小鸡 前方传来一道 颇为熟悉的谈吐声 谁在前面 喊傻 皮子又痒了 爹 这么晚了 你咋出来了 睡不着 去地里看看庄稼 这是谁家女娃 她 她是东阳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好明理道政 拜见公主殿 东阳吓坏了 急忙伸手去拦 忽然觉得鱼里不合 又飞快缩回手 然后又觉得任由李道政 跪下去鱼里更不合 又重新伸出手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东阳急得泪水在眼眶打转 焦虑的求助目光 马上望向李下人 爹 别多理了 都自己人 大唐不兴贵的 咋不兴贵咧 公主啊 皇帝陛下的女娃 咋不兴贵咧 爹 还玩觐见皇帝陛下时 也没贵的 那是你没礼书 陛下懒得跟你小娃子计较 我能和你一样吗 该贵 说着李道政膝盖又一软 李下人咬着牙匠老爹使劲又一提 爹 真的 不用跪 要跪 父子俩一个拼命跪 一个使劲提 算是刚上了 别跪了 别跪了 我 我 不 本宫要回家 不 要回宫 回府安寝 来人 快 本宫好困 回去了 回去了 说完东阳转身便走 侍卫们也急忙将东阳团团为侍主 众人在惨白的月光下逃命般跑远 这位公主殿下咋怪怪低咧 可能不太习惯 见生人吧 爹 咱们回家 不对 这么晚了 你跟公主殿下在一起作甚 聊国事 公主殿下是天家之女 孩儿是天家之臣 在一起聊国事不是很正常吗 一男一女 大晚上的聊国事 知道为啥踹你吗 知道 知不知道你在惹祸 惹大祸 不是惹祸 孩儿有分寸 难怪你要退心 难怪十里八乡的女娃 你都看不上眼 原来 公主啊 真龙之女 生下来都是浑身冒着仙气的 是那么容易娶的吗 家儿 爹对你一直是放心的 你也一直很争气 给我李家门没添了光彩 但是这一回 你做错了 爹 谁叫我和他 已遇上了 世间违情 不可理计 是福是祸 我担着便是 他日若碎凌云至 敢向皇朝不丈夫 太极公 甘露殿 李世明 皱着梅批阅奏书 何时 回禀陛下 吐虎罗国使者 进长安朝进 现罕见大东猪一颗 奴婢请圣财 只有一颗东猪 是 我操这么小去 下次心情不好 就扔一百个镇天 雷倒你们老窝 就当缝烟花了 嗯 既然只有一颗东猪 这颗东猪 送去东阳公主府 振赐给他了 再次一些宫里的丝薄 吃食和首饰 以兵送去吧 东猪被宦官 送往太平村 东阳公主府的同时 东宫里的一名宦官 便将嘴小心 凑近了太子李承前的耳边 东猪送东阳 这个东阳 只是夏平所书啊 对了 他今年耕岁几何 十六岁 十六岁 呵呵 十六岁 该到婚配年纪了 原来如此 今年被陛下新封的 京阳县子李下人 封帝也在太平村 与东阳公主府 支持之隔 而且据说 东阳公主殿下 与李县子过从甚密 李下人 与东阳 呵呵 你也去一趟 东阳公主府 以东宫之名 赠东阳 首饰司伯等我 就说是我这个 做太子的兄长所赠 切记 所赠之物 不可比父皇多 不可稍有愉悦 是 再拿太子府的名帖 去京阳县子府 五日后 太子府饮宴 请李县子复宴 是 与此同时 魏王府里 也匆匆走出一名宦官 满载着礼物的马车 悠悠直奔 东阳公主府和京阳县子府 真香啊 葡萄辈 才十六岁 已经很可观了 做个小混账 果然能占不少便宜 大唐逍遥子 第五十四集 同时三份铭铁 递到府上 李下人只觉得眼皮直跳 太被动了 消息闭塞的后果 便只能听任权贵摆布 而自己却没有 丝毫应对的法子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人玩死 得去找某人一趟了 成博不好 不说废话 来人 开宴 上酒 陈伯伯 附和了小子 有事找您 啥事 小娃子是个人才啊 太子 魏王 长孙 吴继 争得拉拢你 有人请喝酒是好事 日子又没冲突 干嘛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陈伯伯 莫在消遣 小子了 这里面的凶险 您必然看得出 小子实在是没办法了 特来求教 陈伯伯 老夫能有什么办法 有人请喝酒 老夫向来是不拒绝的 不过近年来不知怎么回事 朝中那些老匹夫们 一个个不愿请老夫喝酒了 连走路都绕着老夫走 还说什么老夫酒品不好 简直岂有死理 今天真的进错门了 去找许静宗聊聊 或许都有收获 陈伯伯 扶上真是令人流连忘返啊 说话就天色不早了 我爹喊我回家吃饭了 没见过你这么势力的混账东西 回来 老实做好 求陈伯伯 赐教一二 先说太子 当初陛下登基后为免天下诟病 于是火速策略太子 这些年来太子兢兢业业 虽无开拓之雄心 却也老是本分 将来或可谓守城之君 再说魏王陛下这些皇子里面 魏王太是最聪慧 也是最勤奋的一个 深得陛下安宠 近年来由齐恩隆 齐魏王出入一让 即与太子相同 不令朝中房间流言四起 最近为讨陛下欢歇 府中物聊正穿多酝酿编撰 此书若成 魏王太夺敌 更天为望 再说长孙无忌 老匹夫于远一样 曾是齐王府就不 后来陛下娶了他的宝妹 长孙家便与我等开国功勋不同了 既是开国功臣 又是天家败妻 长孙无忌更是以国就之身 位列三省宰相之首 正是如日中天之始 而且太子与魏王 皆是长孙文的皇后所成 无论谁争得皇储之位 都得叫长孙无忌一声舅舅 二子最后谁是真正的皇储 也要看长孙无忌偏向哪一边 他的分量非常重 此三人怎生来历 老夫刚刚说明白了 后面怎么做 你明白了吗 小子不是太明白 还请程伯伯多多指教 一个十多岁的小娃子 不险山不入水 大半年的十日里 竟干出这么多大事 为陛下立下如此功劳 论其本意 如此妖孽般的少年英杰 怎可不为我所用 夺敌也好 巩固相权也好 借助陛下目前对你的恩宠也好 用注意阴谋阳谋 总归派着仗用场的 老夫早就在想 这三分明铁 也该递到你手上了 三顿酒宴 去或不去都得罪人 而且得罪的不是一般人 太子 魏王 长孙无忌 任哪一个想要捏死我 就跟捏死一只臭虫一样 酒宴不只是酒宴 这是逼你选边 赴谁家的宴 从此就是谁家的人 日后任何风吹草弄 你都要站在背后摇齐呐喊 我可是前世过来的人 多少懂一些历史进程 这三方谁都没能笑到最后 笑到最后的 是一个名叫李治的人 目前好像还只是个奶娃子 比李治笑得更晚 更大声的 是一个叫武照的女人 不过这十一年来 不论太子和魏王按理斗得多厉害 二人却从未给老夫吓过铁 他们没那胆子 小娃子你可知原因 李下人抬头 定定注视着 程咬精那张毛茸茸的脸 只觉得念头 豁然通达 今日功龄成伯伯教会 小子授意良多 多谢成伯伯 混事也是处事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有点极端 或许会平白招惹许多祸事 但是却给自己涂上一层 很逼真的保护色 城府之行 不虚 我以后若变成长安城里人 见人增的小混账 你还喜欢我吗 谁喜欢你了 不要脸 女人心还抵真啊 真的难猜透啊 前几天还轻轻我我 现在又哼起来了 等会还得吃疼你一顿 小宫女我们打个赌好吗 赌金一文钱 赌什么 赌我手脚不动 嘴也不动 却能碰到你的身子 信不信 我若碰到了你 就算我赢 你给我一文 反之我给你 好 就赌一文钱 那你闭上眼睛 刚闭眼片刻 东阳忽然觉得身前一紧 被一双大手握住 还很不安分地揉了一下 又揉了一下 你 你你 好吧好吧 我果然输了 一文钱先欠着 下次想起再给你 脸羞的通红的东阳 像是受惊的小物 慌张地跑远 真香啊 葡萄味 才十六岁 已经很可观了 做个小混账 果然能占不少便宜 嘿嘿 许静宗最近失眠很严重 前几日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 截止本月初时 互不拖付火器局的四千罐钱 全部花完 花得干干净净 不仅一文钱不剩 还有东市几项采买打了白条 简单地说 火器局如今已是财政赤字 亏得不能再亏了 没想到这里 许静宗就有一种 把自己往死里抽的冲 呃 呃 坚政大人 乖 听话 起来 那头哭去 这张椅子是我的 按套路 这个时候 坚政大人应该问一句 何时伤怀才对吧 这才是正常人该说的话吧 真舒服啊 好困 想睡了 坚政大人 下官 真的好辛苦啊 坚政大人 肚之丝的郎中欺人太甚 不仅一文钱不剥 今日还命差一将下官 轰出户部关牙 失可忍 属不可忍 坚政大人 火器局已没钱了 过了今日若无因钱入库 明日上下一百多口 怕是要饿肚子了 坚政大人 在许静宗焦急又期待的目光注视下 李下人终于有了动作 坚政大人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滚蛋 要过早 去大门口 再朝本官睡觉 定抽不饶 第二天 李下人走进火器局 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许静宗病了 病得很严重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李下人不得不再次接手裁决 这家伙果真是 只可共享福 不可共患难的真小人 当初相识时 对他的评价非常正确 看来得亲自出马去要钱了 卡拉米居然侮辱本宿主 生死吧 第一次灯户不得门 便尝到了坐冷板凳的滋味 没关系的 自己是县子 是坚政 涵养这东西如何体现 就是在这种时候 终于到了晨五十分 李下人发现自己饿了 人在饥饿的时候 涵养这东西似乎没了作用 你们无狼中的 狼中答人无下 这位上官明日再来吧 明日我能见到无狼中吗 怀虚认 怀虚不认 狼中答人 每日见那么多官 说不准哪天才能能倒立 老逼当 李真答人 再问一次 明日我能见到无狼中吗 小人不知 肚子丝 有点意思 我下午再来 李下人满腹怒火出了肚之丝 正在骑马回火气局 不听身后一声熟悉的声音 贤弟哪里跑 遇上是缘分 与哥哥我倾楼喝酒去 这是俺老成的兄弟 惊养献子李下人 想必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号 来 都认识认识 这是包国公端家的老二 端三 这是恶国公鱼齿家的老大 鱼齿宝林 这是房向家的老二房一哀 这是个腰帆的你是谁 这个腰帆的我不认识 一群小卡拉米居然侮辱本宿主 受死吧 仙之爹 二世间 由我成练 便有些 休长玩 都是很有来风的 数年后 李世民立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这些丸裤子弟的老爹 全部榜上有名 今日大家齐聚于此 可谓超豪华级别的阵容 尤其这位千古绿帽王 房一爱更是重量级 不 重量级已经不能形容他了 起码王者级起步 贤弟今日忙什么 俺刚才见你从肚之思走出来 脸色不大好 恩 现在脸色也不大好 怎么了 莫提不高兴的事了 来 成兄 多日不见 你我一醉方休 不对 看你样子是受了欺负啊 酒莫及酌喝 先跟兄弟说说 长安城里哪个瞎了狗眼的婚章 敢欺负俺老成的兄弟 成兄 若是有人欠你成家的钱 你家如何应对 贤弟真爱说笑 俺老爹自从瓦岗摘兵返随开始 这么多年没人敢欠俺家的钱 听都没听说过 一个都没有吗 有啊 都被俺爹埋了 现在坟头草应该有五米高了 混到哪一年才有成家这种境界啊 有人欠你钱吗 也不算欠钱 陛下建火器局 杜之思只不前四千贯 那么大的场面 四千贯能顶什么用 花完后再找杜之思要 那个无狼中死活不给 连面都不肯见了 不拨钱就是千钱 好个混账 感欠俺家兄弟的钱 此时段不能删了 大家都听着 有人欺负俺兄弟 杜之思一个狗屁郎中 感欠俺兄弟的钱 你们说 该怎么办 走他 想他 走 给俺兄弟出了这口恶气 再回来喝酒 做人偶尔混账一点 或许并不是坏事 这事闹大了 不仅能推掉太子 魏王和长孙家的三顿酒宴 甚至还可以顺便试探一下 李世民容忍的底线 既出了恶气 又摆脱了麻烦 还试探了领导的底线 这买卖似乎不亏啊 走干了兄弟们 长安城朱雀大街沸腾了 一群长安城的顽固弟子 从青楼出发 一路上15和6 几个顽固子弟 领着一群不屈家服 带着一身酒味 穿街过巷 直奔朱雀大街上的杜之思而去 事情果然闹大了 顽固势力还没冲进杜之思 太极森 东东 魏王土都已得到了消息 数百人冲撞杜之思 领头者何人 他想造反啊 领头者京阳县子 火器局监政李下人 还有 如国公长子城触墨 高国公次子断债 恶国公长子御齿宝林 防向次子防一矮 李下人 那个太平村的小子 还领着这么多国公家的小子 是 他吃了雄心爆子胆吗 好个小混账 赶在长安城里冲撞阵的官崖 传旨 派经无尾 把这帮无法无天的小子 全给朕拿下 吴郎忠那个杂碎在哪里 快说 在 在哪里面 杜之思吴郎忠 不错 我是吴福峰 而等何人 竟敢白日冲撞朝廷官崖 是想造反吗 别扣那么大的帽子 本官是京阳县子 陛下御风火器局 坚政李下人 吴郎忠你要记住我的名字 李坚政今日纠集 恶徒冲撞杜之思 明日陛下御劫前 你恐怕 话没说完 城出墨和李下人并肩上 住手 二位写慢 我有话说 火器局的李坚政 我执你为何而来 明日便给你火器局再拨四千冠 遵义如何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已不是简单的要钱了 此事恐怕已被抱进了太极宫 将来是死是活 要看李世民的意思 不把吴郎忠揍得惨一点 自己怎能夥得 长安小混账的雅航 头上不戴一顶混账的帽子 太子魏王那些人 怎会放过自己 继续揍 姓你的 你不要太过分 一阵气 无狼中那张原本刚正英俊的老帅脸 被李下人揍成了猪头 显地酸了 再揍下去 他是妖之人命官司 走出来时 故知寺内四处喧嚣的喊打声 已然禁忌 李下人和城出墨正奇怪时 兄弟快过来 这里给你们留了两个好位置 奉陛下造令 仅易参与从创夺子寺的所有银等 全部带进大理寺 望出吧 当年恩爹把你拎进警务尾 这纪念党上过意都为了 眼屁子高了 干这么对我说话 少郎君 末将也是奉了陛下的御子 您大人大量莫怪 听说陛下刚才龙颜大怒 少郎君 这次货闯得不小 进了大理寺 还请千万引耐 末将已派人跟恶公也报了信 另外领头者断战 御辞宝林 陈楚墨和房一爱一并收监 令京阳县子 我弃局见郑李夏淫单独关押 混账 朕从未见过这等混账 要钱 要人 只要开口 朕怎会不给他 究竟一帮小子 去寻毒至死的晦气 正途步骤偏寻邪道 明明一身的本事 唯独缺了德行 这个 这个小混账 顶奏陛下 包国公 乐国公 房乡三位在宫外求见 不见 去告诉他们 回去后好好管教自家孩子 平素便横行大宝没个正行 今日到好 连朕的官牙都敢冲撞 教子不言 劫负之过 令他们三人闭门死过十日 是 房乡三人请工人带话 说是教子不言 请陛下不必看朝臣情面 安律重罚 绝不可因棋子而逊私 乱了大唐律法 知道了 去告诉房乡三人 这次朕不会训私 大理寺关个十天半月 是眠不了的 李下人与吴郎中 以前可有仇怨 李下人与吴郎中 以前可有仇怨 回殿下 那李下人平日 除了如国公外 先少与权贵朝臣来往 不曾听说与吴郎中结怨 未曾结怨 怎会下如此重手 殿下 听说李下人与成 出没等人闹事之前 喝了不少酒 多半是借着酒劲 嗯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喝了酒 下手没个分寸 倒也说得过去 殿下 这李下人如今已被关进了大理寺 三日后东宫设宴之事 酒宴作罢 终究年纪太有 心情不稳 就算他没被关进大理寺 姑也不敢拉拢他了 至于魏王那边 他想拉拢便随他去 李下人是一柄双刃剑 用之既可伤人 亦可伤己 大唐逍遥寺第五十六集 与此同时 魏王府 长孙府 皆有暗示秘语议论之声 太平村 东阳公主府 什么 打了杜之思的官员 长安城都传遍了 听府里的侍卫大哥说 陛下龙年大怒 李县子被拿进大理寺 那个官员 被他打死了吗 听说伤得不轻 但死不了 没死人就出不了大事 父皇向来宽宏 可是 听侍卫大哥说 打人这是算不得什么 但冲撞官员可是大罪呢 陛下龙年大怒 也是因为这个 绿柳 去跟府里的侍卫说 长安城里找找门路 莫泄露公主府的身份 我要乔装进大理寺的监牢 先看看他 公主府的侍卫做事 简单又有效 直接找到了看守监牢的牢头 打几具官枪吓一吓 再扔快分量十足的营底 牢头便很识相地开了绿灯 还有小木 这个小牢头吗 在这里名村 那么久不时吃干饭的吗 此时如果行不方便 待着跟小魔王们去去后 仔细看他就不待方便了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动辄揍人闹事的性子 旁人不懂你 我还不知道吗 揍他以前无仇无怨 真只为了火气局拨钱的事 算是吧 又骗我 快说实话 为何要把事情闹大 背后有什么内幕吗 你不愿说就算了 朝堂险恶 终究都是一步一险 日后若有什么 我能帮到忙的地方 你尽管告诉我 我这就进宫去求父皇 兴许父皇一心软 今日就把你放了 不行 你不能为了我的事 去求陛下 你听清楚 我犯的事 自己心里有数 算不得什么大事 你若去求陛下 那我就真有危险了 不死 也要流放千里 此生不可再见 二人按理互生情愫一事 绝对比冲撞关牙要严重得多 龙颜大怒之下 李下人的命运真说不准了 李下人 我要走了 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回去后 尽量瞒住我爹 不要让他知道 我被关了 我不想让他着急 估计再过几日 陛下的怒火消了 应该会放我出去了 还有吗 我们再打个赌 好不好 哼 你这个混账 人都关进牢里还惦记 只是纯学术性的打赌 李下人的猜测很正确 顽固子弟们 在大理寺监牢的舒坦日子 过了四五天 李世民终于下了指 令个人的老爹严加管教 闯了祸的顽固们释放了 但对李下人 李世民却毫无表示 仿佛忘记了他这个表示 这是要牢底坐穿的节奏啊 关进大理寺十天了 李下人每天大鱼大肉 吃饱了睡 睡醒了吃 日子过得比猪还幸福 李下人住在监牢里不急 但外面却有人急坏了 见证闯了祸 被逮进去了 火气局倒也谈不上群龙无首 有杨燕和许静宗两位少奸在 有没有李下人都无所谓 但火药这东西 火气局上下却没一个人会配 现在火气局的火药用完了 上下一百多工匠只能停产 等待朝廷发来火药 但是能配火药的人 现在却被关在大理寺等候处理 许静宗和杨燕没办法了 联名向中书省递了一份奏书 态度很客气 内容却很麻烦 原火气局金正坐牢了 要杀药寡随便 陛下开心就好 但是火气局没火药了 这是大家都没办法 为请陛下胜财 太不开心都要胜财 这份奏书落在李世民的桌案上 李世民顿时龙颜大悦 正发愁 不知如何处置李下人 许静宗和杨燕便联手造了一个台阶 李世民很快变下了圣旨 原京阳县子 火气局坚证李下人年少轻狂 酗酒闹事 冲击官衙 殴打朝官 实罪无可赦 摘即削去县子爵位 罢去坚证官职 以白衣之深入火气局 每月造火药一千斤 以将功赎罪 酌情再定起负 贞观十一年八月底 无关无绝的李下人被刑满释放 拎着档案带孤独落寞回家的凄凉画面没有出现 监牢外一字排开五辆大马车 城家的 断家的 房家的 浴池家的 还有一辆马车很眼熟 马车外站着的人更眼熟 东阳公主府上的一名侍卫 朝他隐秘的笑笑 好兄弟 是条汉子 你这朋友 安卫某今日认下了 走都走 去上次那家青楼 咱们再好好喝一次 今日喝五不倒 谁先送谁是杂碎 天色不早了 我爹喊我回家吃饭了 别拿天色术师 说过你了 莫比安老城翻脸 走 被放出大理寺监牢的李下人 被陈聪默等一帮顽固强行如走了 时可谓刚出虎穴 又入狼窝 接下来的场面不用猜都能想象得到 很黄很暴力 怎么到家的是不知道了 但是第二天一大早 便被丫鬟吵醒了 小狼君 小狼君王家老二来了 作者是实在吃不起饭了 只能断更换书了 大家不要太生气 毕竟作者也是人 天天吃泡面都营养不良了 实在是对不起 大家的支持了 下本书一定 好好做绝对不水剧情了 小狼君 小狼君王家老二来了 大唐逍遥子第57集 咋不进屋呢 要妥协 嚣张 还是算了 以后再跟我见外 我不抽你 我让你哥抽你 你哥呢 现在咋样 我哥成家了 婆姨是邻村周家的 废话 你哥成亲的酒宴 还是我包饭的呢 大嫂是个能干人 屁股也大 爹娘都喜欢得劲 但是脾气 嗯 你大嫂脾气咋了 刚成亲那几天看不出 后来见见绝不妙 我哥一天被他抽三顿啊 抽他啊 还反了他了 哪有婆姨管爷们的 必须十多只 我大嫂他的成是大唐富兵 而且成是某位大将军身边的亲卫 从小就把一身战争杀敌的 英功夫传给了大嫂 我哥那样的汉子 他一个人可以同时撩饭五六哥 你哥若过得太辛苦 要不休了他 大嫂除了对我哥凶了一点 对爹娘 我和老师都非常照顾 你哥呢 精咋没来 左右被抽了 脸肿了半边 没好意思出门 你来找我有事吗 何不成呢 家里太吓人了 我每天在家担惊手怕 生怕惹大嫂不高兴 也把我每天抽三顿 你吓人 你最有出息 能不能帮在长安城里 找个活干啥都行 你家大嫂有那么可怕吗 一个女人 有了一身杀敌功夫 手下从无一盒之间 还有什么事情她不敢干的 你大嫂除了对你哥 略为凶悍以外 对你爹娘和你都不错啊 你怕啥 她说临村有个13岁的女娃 之前非要把她也娶到王家来 而娶她的那个人 是我 她还说 临村以后人家去年生个的女娃 天赋一病 故格惊奇 是万众无一的物学奇才 将来让老师把她娶回家 呵呵 这位大嫂是要灭亡家满门的节奏啊 所以我要离开村子去城里找个干 我给你找个花钱的差事 干不干 花钱 不挣钱 我给你一笔钱 你进长安城买个马马虎虎的小屋子 然后用剩下的钱与那些混迹于长安街巷之中的地痞 闲汉游侠儿之类的人结交 前期多花钱无所谓 但是以后你必须要在长安城的这些城湖涉属中混出名气来 名气大小我不管 但必须要有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活 帮你花钱 还得花出名气来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这么做到底为个啥 你别管我为啥 总之 万年之内 你在长安城匹兹界的名声 必须是那种 小梦长 或是赛梦长 之类的豪爽 大方形象 嗯 小二初期不易偷袭一下某人大队养了十多年的小乳哥 在某人又羞又怒又惊的尖叫声中收获极大的满足 平静的日子里 杀风景的人永远都会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跳出来 脚乱一池春水 恭喜李建政行满释放 不敢不敢 李某犯了错 有父陛下圣恩 已被削绝罢官 草戒白身 不敢当此理 以往只觉李建政为人懒散 不失大体 奢华无度 不堪重用 如今看来 却是杨某走眼了 建政大人通过吴郎众之决 实为大义所去 一往而无为 正是一条贴正正的汉子 下官进步 建政大人 赢这一劫 却是被下官所累 被罢官的应该是我才对 你病了 有什么错 发生这种事呢 大家都不想的 下官其实没病 杜之思太不通情理 下官接管火器局裁权后进退两难 需要钱 别人不给 想还回裁权 怕建政大人训斥 下官走投无路 只好装病躲开了 你这是个典型的真小人 一件坏事干完 能瞒过去 自然变瞒过去 若是被人看穿了 也非常光棍地承认 然后一副 认杀人寡的样子 我都不忍心惩罚你呢 总之 下官错了 连累监政大人被消绝罢官 一切罪责 皆由下官而起 从今往后 下官真正为监政大人 马首是瞻 从此忠心不二 下官愿力度是 求监政大人再相信下官一次 许少监啊 其实我的信任很容易得到 这样吧 你放一千罐钱 在我这里 当作押金 从此以后 我绝对毫无保留地 信任你 若你日后 又干出临阵脱逃的事情 我也不怪你 一千罐押金 一文不退 我全部笑纳了 下次 你再拿一千罐给我 我继续信任你 你觉得怎样 如此明码标价的信任 是不是有点贵 考虑考虑嘛 那还是算了吧 配一千斤火药不是轻松事 李下人把自己关进攻防 足足忙了三四天 才把火药配完 监政大人辛苦 可惜陛下有过旨意 配火药一事 只能由监政一人可为 见大人如此辛苦 下官只恨不能为您分担 讲分担没问题呀 明日 我便向陛下求旨 说许少坚忠心卫国 想和我一起配火药 求陛下 把火药秘方给你 陛下一定会 龙言大悦的 监政 监政大人莫闹 监政大人 长孙府托人 送来一张明帖 明日晚间 长孙府开宴 请监政大人赴宴 机关算尽 瞒过了太子 瞒过了魏王 终究瞒不过 老狐狸的眼睛 不去不行了 第一次可以推脱 第二次再请弱 还推脱 显然是给脸不要脸 以长孙府计的诠释 捏死我就如同 捏死一只帅哥 一样简单 以我目前的地位和能力 只能把影响力 深入到坊间 让瞎见按我的吩咐 去结交贤汉汉地痞 还有一些 来无影去无踪的 神秘游侠儿 抓紧时间多多 培植自己的力量了 我钱了 苗仁凤 给我滚过来 库房的钱了 钱 少郎君 您早立过规矩 库房是禁地 不论管家杂役 还是丫鬟 谁靠近打死谁 我怎么知道 爹 咋家库房的钱呢 钱当然花出去了 两千多 罐钱咋花的 京阳州县令 前些日子来找我 说官府决定 将太平村西边的荒地 开出来 召集了几百个摇曳 后来官府刊定 认为是中等田 州县令来家里拜访我 问咱家有没有兴趣 买下三百亩地啊 所以爹你就买下了 当然要买 老天送来的好运道 一共折价三千罐 家里钱不够 周县令很大方 让咱家先打个欠条 来年再还也可以 欠了差不多六百多罐吧 送娃快给老子赚钱还债去 哭啥 光娃 实际是快笑 钱花光了 李下人只觉得自己 好像一只倾倒在地的瓶子 全身的生机被一点点流进 钱啊 有钱才能在这万恶地 封建帝国愉快地玩耍 还能让我在这陌生的年代 找到一丝安全感 哭个啥吗 钱没了再去赚 你在成立那个印书的买卖 还有卖家的买卖 挣的钱都用马车了 你心疼的傻 不断日子存够了钱 我再去买几百亩 爹 钱不是这么花的 孩儿能不能和你谈谈人生 没空 您去村里 不请劳力 几百亩地咧 还得多请些人来帮衬 大唐逍遥子 第五十八级 四日天刚亮 一夜未眠的李下人便起床出门 身影潇洒地在村子里游来荡去 像一只没收到杨间之前的穷鬼 兄弟 你咋了吗 老二快去查安城 请孙老神先来看看 我兄弟这是咋了吗 歇了吧 我没事 兄弟 你到底咋了 丢了魂似的 晚上回家时 路过坟山冲撞了邪岁 我只冲撞官府 没兴趣冲撞邪岁 下次再小瞧 我的品位定抽不饶 你想急死我 到底咋回事吗 活不成脸 大早上就在村里转悠 想找磕结实点的 歪脖子树 掉磁算了 啥 西边山头上不是有一个吗 抽得好 我丢钱了 难怪如此的表情 丢的钱肯定不少 少于死官都不会寻断间 可能丢了百来罐 不然不会这副没了魂的样子 哎哎 兄长高尖 我丢了两千多罐 俩兄弟的表情 又给李下人的心里狠狠添了一回堵 他们的震惊不是丢钱的多少 而是丢了两千多罐李下人居然还活着 夏天快到尾声了 天气仍然炎热 但晚上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丝难 阳光下 平堂荒地里一片万紫千红的野花 似乎也知时日无多 用尽全身的力气 绽放着这一世最璀璨的光彩 生如下花之绚烂 子如秋也之净美 兄弟 你念到个啥链 看着漫山遍野的花里 吓人突然笑 家大 据说你成亲后 每天被夫人揍三顿 而且每次挨揍 都有新花样 不错 当初莫刀手没白当 扛揍功夫算是练到家了 放屁 哪个砸碎在老子背后嚼舌根呢 老子抽死他 难道你没挨夫人的揍 挨了 咋地 谁贪娘的乱说我一天挨三顿 明明只有两顿 原来只有两顿 确实很了不起 三顿未免太丢面子了 好了 说正事 你们兄弟俩帮我一个忙 尽管说 把这些花采了 采下来的每种花归为一类 不可错乱 选那些香气浓郁的 闻着没味道的不要 你要做啥 给你做个好东西 拿回去送给婆姨 保证他一天只揍你一顿 一株一株又一株 两株三株四五株 六株七株八九株 装到裤兜兜不见 俺也会做失恋 哥哥你真是天才啊 咱家终于出了一个文人授课了 简直和后世 某位皇帝做的是大乡径庭 应该都是一个老师教的 姚 我是让你抱着罐罐 使劲摇 抽风势的摇 咱三人离你力气最大 这活就你能干 我来 我干点啥呢 你好好活着 切记呼吸 不要停止 好吧 你去村子里 搞一面鼓来 当着你哥的面敲 记得一定要有节奏感 这座香水开的大招 也非常的合理 正如敲鼓能敲出笛子的声音 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咦呀 香 太香了 我想起那天下午夕阳下的奔跑 往下当 我喜欢你 那是我失去的青春 效果不错 最后还得加一点点摄香 作为香水的稳定剂 让酒精和香味不那么容易挥发 大功告成 又可以赚小钱钱了 李家终于又多了一条财路 解决经济危机没问题了 赚钱儿子败家爹 很心塞的组合 今天笑得那么难看 一定又在打我的坏主意 告诉你 今日绝不准你碰我一下 不然我 我 咬你 说什么呢 完全听不懂 来 把眼睛闭上 送你个礼物 不必 你用这一招 骗了我多少次了 每次我一闭眼 你就 你就 这次是真的 相信我 不知轻薄过自己多少回了 现在拒绝还有什么意义 想轻薄便随他吧 意料中的轻薄并没有发生 那双不规矩的大手 也没有落在东阳身躯的任何地方 好香啊 真是送我的吗 第一次送你 第二次要收钱了 十罐钱一瓶 解决还价 你呀 就喜欢拿这些新奇的小物识 勾引人呢 你喜欢就好东阳小宝贝 手 手往哪摸呢 下午十分 李佳人在家中收拾了一番 怀里揣着一瓶香水 登上了进程的马车 李家娃子 老夫请你一回可着实不易啊 今日还得多谢你赏脸了 先生夺人 长孙无忌第一句话 就让李佳人的笑脸将住了 小子李佳人 拜见赵国公 小子年幼无知 不识礼数 还请见谅 果真不识礼数 跟程之杰纳帮老货伯前叔叔后 到了老夫这里就只剩个赵国公 咋对 觉得老夫不配被你叫声伯伯 嗯 小子拜见 长酸伯伯 小娃子莫多想 今日老夫妖艳没有别的意思 仅只让你认个门 往后有什么好的诗作 或是做出什么好玩的新奇物事 尽管拿来 好好的东西让给程之杰纳老匹夫 时时报天天物 遭捡了 来 堂上饮酒 来 老夫饮尽一下 身旁这个小娃子想必大家不陌生 正是为陛下立功无数 我大堂的少年英姐 惊阳献子 火器局监政李下人 长孙伯伯 小子已是一介白身 前日闯了祸 陛下已将小子 薛绝罢官了 小娃子莫装阳了 大家都知道薛绝罢官是怎么回事 该你的总该是你的 这位是国子剑丝叶孔颖达 这般 这位是门下省起居当储岁粮 商书省市中 温征 都是牛人啊 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志士名臣 建臣 知臣 嗯 长孙伯伯 今日带了一份礼物送给您 李家娃子 此为何物 此物名曰香水 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温柔岁月 是个好东西 太香了 就是名字难听了 哪个怂获取的温柔岁月 该被吊打 还不如直接叫香水 李家娃子 此物又是你造出来的 饺子无聊细作 长孙伯伯见笑了 每月所产几何 见作坊不难 只是需要大量的花 每月大约可产千百斤 若是花能多一些 产量还可以更高 饺子散咽后 还想拜访一下 陈伯伯 如此风雅妙无 找成之节那老货 岂不是牛角母蛋 大杀风景 那老货皆在手里 怕是仰头就喝下去了 这样吧 香水由老夫与小娃子合伙干了 建作坊我来 城内商铺一游我来 五五分账便是 登善贤弟且慢 此武器出现在长孙府 老夫断没有让他落入旁人之手的道理 香水一物 老夫与李家娃子合伙了 楚岁良极了 张红的脸与长孙无际跟着起来 前堂内的人下气氛顿时一洒空 二人脸红脖子粗的吵了起来 二位伯伯 小子没说过 要跟你们合伙呀 你们吵来吵去 地义何在 魏征楚岁良等人索性睡在长孙府 李下人也只好从善如流 大唐逍遥子 第五十九集 二位伯伯 小子没说过 要跟你们合伙呀 你们吵来吵去 地义何在 很没面子 争了半天 结果郑主还没表态呢 修子 你故意的 小子岂敢冒犯 只是此物小子原本便打算与成家合伙 毕竟当初的烈酒也是与他合伙 熟门熟路惯了 长孙伯伯您 修子 老夫的长孙家哪里比成家弱了 宁愿跟成智杰那老恶霸做买卖 也不愿与老夫合伙 嗯 长孙伯伯 您这不是为难小子吗 成伯伯的性情您也清楚的 日后若成伯伯怪罪 小子承受不起呀 怕他个匹夫作甚 老夫赐予那夯货分硕 他成家已占了烈酒的好处 还想要香水 世间的便宜都让他减着了 别人还过不过了 腹肌凶末在斗修子了 一大把年纪在小辈面前争个没完 修不修 哈哈哈哈 赞宴已是深夜 城门方门已关 未争处罪两等人索性睡在长孙府 李下人也只好从善如流 一大清早李下人便起床向长孙无忌告别 长孙无忌居然亲自送出门外 这个举动令李下人有点意外 嗯 当朝宰相不应该对一个小辈如此客气啊 长孙伯伯 小子还是决定与伯伯合伙精营香水 不知伯伯意下如何 多 修子为何该注意了 小子昨夜想通了 诚如伯伯所言 诚伯伯是武将 精营此风雅妙物 怕是力所不待 长孙是世家名门营此物 正是相得一张 嗯 虽然明知你这番鬼话全是糊弄老夫 老夫也全且信了 香水却是妙物 老夫颇为喜欢 只不过 你我如何分转 七三如何 我七您三 好依你所言 五五分润 这家伯尔背吗 不是 小子刚才说的是 须既啰嗦个肾 快上车吧 日后若还有甚次兴起物事 记得投一个来找老夫 莫再让陈老匹夫遭捡好东西了 好好的美酒 人给取个五步倒 老杀才大杀风景 李下人不甘不愿地上了马车 车 车咕噜碾过平整的青石大道 渐行渐行 冲儿职业回来了 快回去睡吧 爹 那是谁家马车竟劳动爹亲自送出门外 长孙冲是长孙家的长子 未来要继承爵位的 故而长孙无忌对他颇为看着 笑着将昨夜酒宴和香水等式详细说了一遍 香且浓郁经久不散 是个好东西 这个李下人倒是名不虚传 却是个怪才 能弄出不少香古怪的东西 只不过 爹 他为何无缘无故 杨与我长孙家合伙 无缘无故 哈哈 那小子精华得跟你求似的 怎会做无缘无故的事情 这个东西 是李下人与长孙家的纽带 懂吗 嗯 老夫 是李下人与太子和魏王之间的纽带 懂吗 孩儿不懂 请父亲解惑 二子夺底 封烟方起 正是大肆扩张羽翼之时 李下人颇得胜券 徐继又有本事 手里还掌握着破城灭族的戾气 正是太子和魏王争相拉拢的人 而李下人毕竟年幼 况且朝中并无根基 看他的样子 似乎不愿在太子和魏王之间谄和 所以他只能找上老夫 因为太子和魏王皆是老夫外甥 对李下人来说 与长孙家建立了纽带 才能保得他的平安 长孙家是他的缓冲 而老夫 有这个能力平衡太子和魏王 只有站在老夫身后 太子和魏王才会有所顾忌 可是 李下人为何不所信仰 导向太子和魏王呢 他是火器具的监政 虽说最近被陛下隔了尺 但迟早会欺负的 掌握如此力气 你认为陛下会完全放心吗 只要毕中力 陛下自不会拿他怎样 若是李下人导向任何一位皇子 老夫断言他这辈子算走到头了 父亲 这李下人如此大的算计 香水买卖有必要跟他合伙吗 为何不做 李下人这样的人 连老夫都看不透他最后能走到哪一步 冲儿你记住 对前途不可限量之人一定要客气 更何况 长孙虽是官宦权贵之家 跟饮钱却没有仇胆 长孙家的效率很快 离开长孙府回到家的才两个时辰 长孙府便派来了建作坊的工匠 还有整整一码车的钱 钱进了李家 李下人二话不说 便拿了一百罐给虾线 早不把我救出去了 我家婆姨又没揍过我弟 你把他弄出去作甚 能救一个是一个 先救生 还希望大的 再救半死不活的 这是救人的原则 懂吗 那你啥时候救我呢 这家真没法待下去了 说真的 我不敢救你 把你弄出去容易 你婆姨来找我要人咋办 以你家婆姨那凶残的性子 要不到人多半把我揍一顿 我招谁惹谁了 摇起来 认真点 摇完了 给你找条出路 啥出路 先摇 别停下 香水咋造的你 前后都看见了吧 差不多吧 没记住 也没关系 我多给你示范几次 把造香水的秘方 全部交给你 以后香水作坊 由你来打理 记住 秘方只能你一个人知道 从此烂在肚子里 这是咱们饭碗 懂吗 这跟救我出去有啥关系 你造香水 打理作坊 进城做买卖 跟你婆姨相处的时候 就不多了 男人在外干事业 婆姨操持家里 以后你和婆姨就这样相处 工钱我不给你开 香水利润 分你一成 每月分的钱 多得用马车拉 小山一样的钱 堆在你婆姨面前 你婆姨但凡 还有一丝天良未敏的话 就不会再揍你了 好 这个法子好 总算见着天日了 想我婆姨了咋办 我想去打庄子了咋办 嗯 你先把罐子放下来 我跟你说个事 鸡虾人冲向前 鸡虾 吐一只爱的抚摸 对对对 对你老子腿 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都学到狗脑子里去了 大堂逍遥寺第六十集 数日后 香水作坊盖好了 长孙家派来了十来名工匠 李虾人随便交代了几句后 虾大变成了香水作坊的管事 一应采购 制造 产量等事宜 皆由虾大负责 不需要什么宣传手段 更不需要动用长孙家的背景 推波助澜 香水本就是千年来 令富人们欣喜追逐的东西 东市商铺门前将瓷瓶塞子揭开 任由香气弥漫在空气里 只想让路人闻到这股香味 宣传的目的便达到了 几乎一夜之间 长安城的富人们疯狂了 谁都没想到 几滴小小的香路 竟能风靡整个长安 卖香水的是这里吗 对 胆死今天你香 所以已经熟寝 这可如何是好 供你的贵人们都等着用呢 咱们若恐着手回去 打听一下这家商铺后面戏和人 咱们静记找他去 商铺幕后的人 本不是什么惊天秘密 没过多久宦官便打听出来了 赵国公 咱们惹不起 回去如是跟贵人们禀报吧 挨揍也只好认了 宫里的贵人自然是李世民的嫔妃 民间卖的东西 宫里的嫔妃却买不到 四位妃子闹脾气了 甘露店内 李世民不淡定了 真没想到香水第一天发售 居然那么火爆 八百斤香水一上午就卖完了 我小看了 这个时代的女人对美的追求啊 回去跟长孙伯伯说 请她家派工匠增加用料 得赶紧 不能跟钱过不去 还不等李佳人出门 两体快马到了李佳人身前后停下 二马相聚树长 显然不是同路人 奉陛下旨意 太平村李佳人备好各种香水 香水要有别于民间 日后长期供于公围近内 视为供品 啥叫有别于民间 香水就是这么造的 多任何工序就不是香水了 这可咋办 区别于民间有何难处 你急傻 你有办法 以后卖给民间的摇200下 供应太极工的摇250下 换个高档的磁瓶装上 这就是供品了 这行吗 供品啊 这么搞是不是太耳其了 弄点薄荷枝叶掺进去 不但美美搭 而且清凉败火 就这么定了 你有啥事 我没啥事 香香抽抽的东西我无所谓 不过我爹有事 陈伯伯有啥事 今日我爹听说你又弄出了新东西 而且长安城里卖疯了 长安城的夫人们疯了似的 就连我成福也不笑听 我爹的五威妾是闹腾了一整天 说要香水 不然就不活了 成兄放心 烧挺我便差人 将香水送到府上 关够 这个 其实不是重点 还有重点 嗯 重点是 我爹听说这笔买卖你居然跟长孙家合伙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爹比他那五威妾是 闹腾的更厉害 嚷嚷着要点起兵将沙奔太平村 把你挂在起肝上飞 能讲道理吗 我爹不讲这个的 你爹发火 你来太平村做肾 不会是帮你爹把我挂旗杆上吧 我当然不会这么闲 我是来乡你要香水的 你刚才不是说香水不是重点吗 香水不是我爹的重点 但是我的重点啊 长安城里都卖穴货了 这东西是你造出来的 我不找你找谁 我给你香水 不过你陪我去一趟你家 李下人烧上香水 和城处末风中火火进了城 到了城家门前 执手的布曲告诉城处末两个消息 一好一坏 坏消息是 城咬金出门了 直奔长孙无济府而去 好消息是 他没带兵器 我爹咋去长孙家呢 他跟长孙伯伯一直不对付啊 还发啥愣 赶紧去长孙府 对 典器府中不去 就我爹 你爹需要就啥 就长孙伯伯 好个小混账 自家肥水流了外人田 跟城家做香水买卖 哪里比不得长孙老匹夫 城老匹夫 即便考得 老夫可还在这里呢 说笑 府击兄莫往心里去 刚才俺说的是就这么定了 烧听老夫再与你算账 小混账翅膀硬了 日后若弄出啥兴起玩意 再跟长孙老匹夫狼狈为奸 老夫妃 城老匹夫 你及我长孙家无人呢 走都走 回家去 李家娃子告诉你 虽说长孙老匹夫生的儿子便多 但一个个文周周软哒哒的 没一个硬朗货 老夫生的六个娃子随便另一个出来 都能把他长孙家满门打趴下 所以说长孙家确实无人啊 对对 长孙无忌黑着脸站在门口 浑身气得直哆嗦 城伯伯 饺子造香水选择 与长孙伯伯合伙 实事有苦衷的 还请城伯伯听小子解释 解释个屁 自己造出来的东西 想跟谁合伙就跟谁合伙 小小个娃 心思咋这么重业 怕老夫真跟你算账 你跟长孙家合伙 是啥心思 以为老夫不值 老夫活着把年纪全活 狗肚子里去了 小娃子也真不容易 不想当官吧 陛下非要让你当个官 不然陛下心里不搭是 当了官主是身不由己 小小年纪又才华精士 想掩藏光芒都没办法 辛苦不拘搏了个 长安城小混账的雅浩 却还是家的这么多 老狐狸中间 左之右桌进退两难 咱大唐这么多开国尋贵 他们十六岁时犯魂者有 心机深沉者有 少年成名者也有 但活得像你这么累的 真没有 别人为难你 成家不会 小娃子日后心中不爽力 静自来俺家 酒肉管宝 胡鸡管狗 愁眉苦脸进门 欢欢喜喜出门 全当进了一回青楼 饺子多谢 陈伯伯 爹 您刚才跟长孙伯伯说定了啥事 听说 今日长安城香水卖疯了 老夫心中不痛快 便找上长孙老匹夫家 打算抽他 长孙老匹夫 似乎知道老夫要来世的 早早备好酒菜在前堂 等老夫 吃了喝了之后 老夫又不好意思动手了 毕竟吃人嘴软啊 后来呢 后来老夫与长孙老匹夫合计了一下 大家都在太平村建了作坊 成家是酿酒作坊 长孙家是香水作坊 都是跟李家娃子合伙 各占五成分子 而且据说造香水 还要用到啊 成家作坊 登的烈酒 还与长孙老匹夫商业半天 决定互换分子 这是唐朝人吗 怎么连制换股份 这种现代商业 伎俩都懂了 很怀疑老流氓 也是穿越的 要不要留个电话 爹 啥叫呼唤分子 长孙老匹夫给老夫香水作坊一成分子 老夫给长孙酿酒作坊两成分子 李家娃子仍占五成不变 从此无论香水还是酿酒 都是三家合伙了 本来香水作坊老夫想要两成的 长孙老匹夫说老夫其人太甚 烈酒卖的不死不活 香水却卖的红红火火 两个作坊根本不能理 说来老夫就有气 李家娃子你啥意思 给老夫的烈酒卖的不韵不火 给长孙老匹夫的香水 却让整个长安的婆娘们都疯了 何故后此薄彼 罢了老夫与你私家人 小娃子做事没理处 老夫是长辈也懒得给你计较 日后若有心蛮又便宜了别家 莫怪老夫翻脸无情 对对对 对你老子腿 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都学到狗脑子里去了 大唐逍遥子第六十一集 从长孙家回到成家时 已是日落时分 眼看城门方门要关了 当晚又住在了城府 大醉和胡姬肯定是少不了 画面大家自行毛补就行了 虾线在外面也十几天了 看看他混得如何 东市外国人很多 李下人仗着一张大唐关中人的脸 很快找到了虾线的住处 一条暗像里围满的人 似乎很热闹 啥事发生啥事了 里面在奏刃 下手真恨啊 牙都打掉即可了 还没听说 这是要飞掉他 谁胆子这么大 不怕寻街的武侯吗 吴侯 吴侯糟多开了 知道奏刃的是睡吗 谁 东宫书馆 你若是吴侯你敢凑上去吗 瓜总才凑呢 东宫的蜀官谁惹得起 对了 到底什么事惹到了东宫的人 据说是为了一个护女 认识上法买的 东宫书馆香献给太子殿下 支出了板管茜就香八人带走 跟命枪一样 一个陷汉认不下去 争辩了几句道理 书馆便走人了 混记东是讨生活的我都认识 谁这么不长眼啊 不认识 听说是新赖的 好想叫狭险 这怎哪是一个菜 让开 都让让 虾线横躺在地上 连衣不成人 甚至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 愿由狂风暴雨般的拳 挖在自私身上 一声不吭的闭着眼 人群恶然 但李下人却懂了 心中愈发酸楚 听起来像在去港围观人群 其实虾线在赶他 狗啊 一门前程远的 一声龙华 摸到又麻烦 我只是 担命一条 死边死了 看什么看 白贯 你傻啊 你是何人 胆敢挑衅东宫 太平村 李下人 有点熟悉 我乃太子殿下架前属官 东宫内给事 你不怕被抄家灭族吗 我好怕 你吓到我了 怎么办 你不该出手的 为了我跟东宫结缘不值得 我一直认为 你是村里最聪明 最灵性的 今日你做了一个 非常愚蠢的决定 人这辈子 总要干几件蠢事的 不然活着多没趣 是我连累你了 不 是我连累了你 我若不让你进长安城 根本不会有此一劫 东宫的人 快赶来了 群姐的午后 也应该来了 这里交给我 你快跑 我跑 把你留在这里收罚 是人干的事吗 虾线 你听清楚了 我有陛下恩宠 就算与太子交物 太子也不会对我贸然下手 但你不一样 你若进了监牢 结局只有一个死 肯定会死 你若死了 我今日做的这些 有何意义 我不走 死边死了 我懒得问你姓名 也懒得问是非对错 只问你一句 你知不知道 你惹了祸 后果多严重 你应该清楚 你们带上 他赶紧跑 快跑啊 还愣着作甚 你一个买卖人 怎么傻头傻脑的 又闯祸了 这次的祸 闯得不小 以前想尽办法 躲开东宫 原以为已离东宫很远了 终究仍不可避免地 和李承前迎面撞上 向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一名神情民众的披甲将军 站在巷口 何人闹事行凶 伤我东宫蜀官 行凶者 太平村 李佳人 时隔一月 李佳人再次过上了管事管住的小日子 东宫大殿内 太子李承前 神情阴沉 太子殿下 为奴婢做主啊 看清楚了 我真是李佳人动的手 是 奴婢亲眼所见 心身所立 绝不会有假 求太子殿下 为奴婢做主 奴婢已是废人 死不足惜 但这李佳人当皆废东宫蜀官 分明是对东宫不敬 对太子殿下不敬 殿下安能忍吃 胡安不知道李佳人是什么人 但李承前知道 他更知道李佳人在李二心中的分量 若杀之 必出怒父皇 然而 杰下如此仇怨 如何善良 若是忍了这口气 日后东宫威望何在 朝臣怎声议论 魏王李太 岂不会笑掉大牙 可是 若不能忍 如何发动 事情不经推敲 认真论来 却是东宫蜀官强强虎女造成的 是闹大了 父皇怎生看我 原本已有一个魏王 对我的太子之位虎视眈眈 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件事 深感自己被逼到悬崖边沿的 李承前扭过头 望向竹床上哀嚎不已的胡安 一股莫名的邪火窜上心头 三两步冲到胡安面前 李承前台族狠狠朝 胡安脸上身上 剑壁 剑壁 海姑进退两难 海姑深陷朝野议论 你还嫌姑如今不够惨淡吗 剑壁 李下人被关进大理寺后两个时辰 太子左卫率人马抬着胡安的尸首走出东宫 平视大理寺前 并宣太子也 东宫内几世胡安欺瞒太子 搜刮抢抢胡女一名 欲以献上妖媚 而至闹是欧斗 经太子文训大怒 账壁胡安 国有国法 请大理寺官员秉公掩判 东室事件的消息同一时间也报警了太极公 再说一次 欧打东宫蜀官的人是谁 李下人 太平村那个李下人 是 曾经的金阳县子 怎么可能 伤子领人冲壮度之私才几天 朕刚刚处置过他 怎么又打人了 陛下 奴婢不敢欺君 打人者却是李下人 据说这次下手特别狠 把东宫内给是胡安的四肢都回了 这个混账 怎么又是他 他想要作甚 真想作成安城的恶霸不成 此时因何而起 给证据师到来 宦官急忙将事件始末到初 说得很客观 在这位雄霸天下的英主面前 宦官不敢有一字添油加醋 城前的东宫里面 用的都是些什么人 陛下 事发之后 太子殿下已下令 将内给是胡安障壁 并预令大理寺秉公延判 嗯 处置还算公允及时 不对 胡安已被障壁 大理寺判什么 太子每日在东宫作甚 奴婢不知 帝王的每一句话不可能无缘无故 而这句话 绝不是他一个宦官能回答的 李下人先管在大理寺 真想看看 此时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太子下的严令 不要活口 在狐女惊恐的尖叫声中 大唐逍遥子第六十二集 一起快马飞奔东阳公主府 又进大理寺了 对对 两个时辰前 被太子左卫律的人 拿进了大理寺 据说是李县子当街 将一名东宫蜀官的四支费了 他怎会闯下如此大祸 因为东宫蜀官欺负他的兄弟 就是殿下封地旁太平村的虾线 叫侍卫去托人 我要进大理寺看看他 殿下 您现在不能去大理寺 还有件事要做 李县子进监牢后 托狱卒送出来一张字条 辱托殿下一定要办好这件事 字条呢 快给我 东室 就虾线 殿下 太子左卫律拿人之前 李县人叫虾线先跑了 听说受了很重的伤 李县人没跑 独自一人扛下了罪名 不过太子殿下知晓真相 此事因虾线而起 太子怕是不肯善罢甘休 虾线藏在东室日久 太子的人马迟早会把他抓到 去告诉铁六 带十个信得过的侍卫进长安东室 想办法打听到虾线的下落 然后把他弄出城 藏到我的公主府里 我就不信太子的人马赶闯我公主府 事发已三个多时辰了 狐商和狐女架着虾线 在破落逼子的斩项里蹒跚而行 给大理四下太子狱的同时 东宫内走出一对乔装成商贩的人马 迅速向长安东室扑去 虾线早已醒来 事已至此 只能按李厦人所说的躲起来 然而半个时辰不到 东宫的追兵已杀至 狐商见东宫果然派出了追兵 不由欲发惶恐 一股求生的本能驱使 他领着狐女和虾线拼命的逃 一条不知名的暗像外 杂乱的脚步声有远极近 三人即将走到巷口时 一道铁塔般的身影堵住了巷口的光线 阴暗的影子里 一双笔冰还冷的眼睛注视着三人 雪白的刀光在暗像中闪现时 虾线的脑海里却残留着最后一个念头 他真好看 必养挂服好看 能去回家该多好 太子下的言令 不要活口 在狐女惊恐的尖叫声中 一只冷剑和暗像的另一头射出 射入那道铁塔般身影的心脏中心 而等何人竟敢阻挠东宫所属 回答他的 是铺天带地的包光剑 这是一场剑不得光的厮杀 东宫和公主府所属皆有忌惮 暗像里只听得到刀剑香蕉时的碰撞声 沉默的双方用自己的生命 决定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死 渐渐的 暗像内的厮杀分小胜负 东宫略书一阵 当五六饼横刀指向最后仅剩的两名东宫武士时 厮杀议算结束 他们到底是何方人马 成家 牛家 或是长孙家 能保理下人的 只有这三家吧 不对 成家牛家皆是武将家 刚才他们的厮杀路数 不像是武将家出来的人 长孙家也不像 太子殿下是长孙大人的外甥 长孙大人对太子殿下向来宠爱 断不会坏殿下的事 回去禀报太子殿下 请殿下定夺吧 本不该让女人牵扯进来的 可是毕竟瞎县是我的兄弟 只能靠东阳了 京阳县子李瞎人 应该说是曾经的京阳县子李瞎人 李某很早以前已被陛下薛爵革职了 不妨 只要确定你是李瞎人便好 本官乃大理是少卿豆腐 奉命提示李瞎人 当机自杀东宫蜀官畏税一案 自杀畏税 这个罪名可比揍人严重多了 太子果然发力了吗 豆少卿说我自杀蜀官畏税 不知有何凭证 你要记住 现在你是接下轴 而本官再审你 不是你审本官 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基于刺杀东宫蜀官的凭证 审一审既然就有了 你问 我答 豆少卿请继续 本官问你 今日东室内 你与一同伙 刺杀东宫内给使胡安 意图是什么 此举是否针对太子殿下 不是 本官再问你 以刺杀胡安背后可有人主使 这帽子扣的 一开口就是上纲上线 看来李承前要把这事 犯成大案啊 我只是揍了东宫内 给使胡安一顿 至于你说的刺杀 绝无此事 严犯还欲狡辩 胡安是指皆已被你废掉 若非太子主位帅 及时赶到胡安应有命战 断几根骨头而已 跟刺杀有何关系 既是刺杀 快 准 狠才是最重要的 大人既是 大理寺少卿 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还叫狡辩 看来不用醒 你是不肯找了 大人 豆少卿 李某多嘴问一句 你是太子殿下的死士吗 此话何意 若非太子殿下的死士 绝不会干这种找死的事 你说本官找死 对 你在找死 什么意思 有些事情 你我心照不宣 不过我相信太子殿下 派你来提审我之前 应该没对你说太多 所以我想问问你 你对我用情之前 打听过我这个人没有 不过运气好 照了个阵电来 顺手献了个车而已 威莫机功便可抵决吗 看来你的准备功夫很不足啊 我李下人 京阳县太平村人 陛下亲口夸赞 我乃大唐少年英杰 陛下在封我官爵之前 前后两次微服 寻访我 令我论策奏队 三次请我做官 皆被我婉拒 后来不得不以圣旨 而强行给我封决任职 我这样的人 你敢对我用刑 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李下人的话很不谦虚 内容全是夸自己 而且夸得很用力 然而听在豆腐耳中 味道却不一样了 一个在陛下眼中 类似于路人甲的人 去审一个陛下非常看重的人 这种事简直是花样作死 两名差异一左一右 看着豆腐 等他一声令下 然而豆腐始终 没敢开口下令用刑 既然心存怀疑 不如还是按你的计划来 先用刑吧 你可以试试 我会不会招 也可以赌一下 你自己日后命运如何 沉默的僵持并没有保持多久 监牢外又传来匆忙的脚步声 大理寺的人怎么了 为何都喜欢选在大半夜串门 下官豆腐 见过孙正卿 来人姓孙 明福家是大理寺的正卿 也是豆腐的顶头上司 豆少卿免礼 本官夜不能寐 心中繁杂琐事盈怀 故近监牢巡视 听得这边有人声 好奇过来看看 近日东宫内 给是胡安东西被殴 其指示行凶者之一 下官便为止按热来 想审一审答 看有没有什么修复 少卿既怀公事 报国之心可嘉 这位莫非当初治好天花 造出震天为而助陛下 收复松州的京阳县子李家人 孙正卿安好 小子正是李家人 但已不是京阳县子 而是接下求 李县子不可妄自菲薄 陛下对你寄予厚望 父子启用迟早之事 好 不多说了 豆少请你继续审 本官去别处看看 豆腐脸色铁青 孙福家刚才这番话 看似寒暄闲聊 而且只有几句话 但这几句话里 却隐含着太多的意思 于是李家人疯了 真正的疯了 只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至了福一去 深藏深羽名 谁能书格下 白首太玄京 大唐逍遥子 第六十三集 第二日 朝会散去之后 李世明于太极公 召见了大理寺亲孙福家 大理寺少亲豆腐 也半提审李家人 是 纯听到狱卒报信后 匆忙进监牢 发现豆腐正呆 给李家人用刑 朕知道了 你退下吧 对了陛下 那李家人仍在牢中 此案是否 小娃子接二连三闯祸 不知之以后 愈发变本加厉 让他继续在牢里蹲着吧 千 你果然还是暗中下手了 此事是快试金时 很遗憾 李世明没有试出金子 东宫 李承前起得很早 洪颖达受过早课后 已试午时 李承前仍在书案上 读着孔颖达 刚刚教过的内容 作为太子 李承前目前来说 还算是合格的 没有太多荒淫无道的毛病 至少表面上没有 虾线被人抢走了 豆腐被孙福家下跑了 昨日事发后 李承前布置的仪内一外 两步棋全然落空 李承前的心情顿时变得很坏 太子殿下 据说昨日东室暗像里 那群人目数不清楚 不像是武将家的布局 承家和牛家 不会养这种手下 本事很高强 三两下就将虾线抢走了 不知是什么来路 不是承家 也不是牛家 长孙家更不可能了 舅父不会这么做 那会是谁 会不会是火器局 火器局里面皆是文官和工匠 外面的金吴卫将士魏德将领 不会擅自出营 李承仁正在火器局有威望 手下却断然没有这种人才 估计的 李承仁跟封地在太平村的东阳 过从甚密 对吧 对 那就没错了 不错啊 天家皇族竟出了一个胳膊肘 往外拐的好妹妹 人算不如天算 万事皆有因果 李承仁并不知道他和东阳 终究还是被李承前惦记少了 后果比被贼惦记更严重 豆腐走后 李下人在狱中闲技无聊 忽然决定问天买卦 以侧及凶 抛了三次 发现结果不太妙 凶兆 于是李下人疯了 真正的疯了 直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至了服一去 身藏身语名 谁能书个下 白手太玄精 李郎静 你没事吧 墨下小人 小人给您打一桶庆水如何 换个赶进的牢房如何 就您上次住的拿剑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李下人疯了的消息 很快传到大理寺卿孙福家那里 孙福家不敢怠慢 急忙入太极宫禀奏 您师 是 陈文之李下人疯了 急忙入狱寻世 看见李下人披头散发 赤足而醒 结局之怪异 他将监牢每餐给犯人喝的 一碗清水倒在自己的球衣上 说什么两次接穿此衣 可见此衣与他有缘 既是有缘 不能不敬他一碗 水敬球衣 对了李下人做了审失 一句一句 迎来给朕听听 很久没见 这娃子做诗了 他的诗必然都是家具 果然是家具 诗不杀一人 先离不流行 诸海 猴鹰市井 侠士之风 悦然失踪 当真是意义其风发 妙计 此诗一刻传世 诗字是好诗 然则 少年不思报果 而慕爱侠客之流 慕无国法 只求快以恩仇 利益未免 孙卿迂府了 历朝历代 借有侠客现世 一因国有危难 二因君主昏庸 三因人间不平 朕的大唐若立志清明 民风淳朴 朝野心中 天下已无不平时 侠客自会 脸风藏茫 敏于世间 说到底 根子忠在朝堂君臣身上 朕相信大唐 长自以往 所谓侠士 终究会慢慢消失 或者 为国所用 陛下 臣觉得李下人 似乎在装疯 发疯是假 但义气消沉是真 师事骗不了人的 好好一个少年郎 这辈子才开始 朕还要重用他 不能毁了他 孙卿 把他放了吧 让他回去好好养息 东氏一案就此了结 大理寺少卿豆腐 千职外放 任昆州刺史司马 这道旨意 是父亲对儿子的敲山正虎 是劝告 也是警告 兄弟 俺来接你出牢了 刚刚听说陛下下了旨 俺便赶来接你 是第一个吧 没被别人拔了头筹吧 第一次出狱时 是他来接的 第二次还是他 怎么老是他 啥都不说了 回俺家去 给你接风 我爹左右买了三个胡鸡 绿眼珠子跟鬼似的 带你去尝尝欣慰 不行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借我一匹马用用 张好了吗 一拳可以打死一头牛 走 随我去长安东市 继续当你的咸汉地痞 没闹 想杀我别去东市 这就一头装死你家门前 不吹牛会死啊 是我牵累你了 你本不该有此一劫的 你救了我 此刻却跟我说牵累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或是我闯地 不该由你来担 我牵你太多了 从小一起长大 总要保你周全 或许下一次危难时 我也需要你来保我周全了 下次还你 那日你因为一位狐女 而跟东宫数官争执 狗官欺人太深 要将他抢抢进东宫 当时我真认不下去了 那位狐女呢 眼下也住在东阳公主府里 长安城风声太近 没赶出去 打算与他私定终生 咦 天色不早了 论望天色 我是老祖宗 以后找这种烂借口糊弄我 非从此你不可 你俩忙我的走了 又闯祸 你是打算混账到底了吗 大理寺要不要给你 专门准备一间牢房 让你隔三差五进去住几天 以后不要做让我担心的事了 你闯的祸越来越大 叫我怎么办 上次你揍了肚之思郎中 父皇恼怒一阵子变过去了 可是这次你揍了东宫数官 便是彻底与太子结怨 其中厉害 我纵不说 你应懂的 我自然懂的 我又何尝愿意与太子结怨 然而事事无常 有些事情落到头上 若装聋作哑 以后我都会看不起自己 活着有何乐趣 这一生我不求显达 只求活得没有遗憾 东室事件算是平息了 李下人在东室废人手脚的举动 令他再次成功刷怪升级 长安小混账升级成了长安小恶把 下午时分 东阳公主府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说不速之客 是因为这位客人造访东阳是临时起义的 令人事先毫无半点准 东阳和李下人享受属于热恋情人间的腻歪肉麻 是为匆忙来报 高阳公主道 爹 孩儿在您屋里找到了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我娘的 瓜嫂 你从哪里翻出来的 您屋里的箱子里 老子惊愁死你 叫你乱翻东西 大唐逍遥子第六十四集 黄姐你这个封地太偏了 不好 远不如长安城里 黄子公主的封地向来都在城外 咱们大唐以农为本 黄子公主的封地必须在庄子里才和规矩 什么臭规矩 我偏不喜欢 过几年代我长大了 便要父皇把我封在长安城里 最好把东西封给我 以后长安东西便是我说了算 那些商贩啊 胡说啊 各家店铺的掌柜啊 见了我兜爹姥姥实实给我行李 我看上什么镜子拿走 他们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 如此岂不美哉 有些想跟他解释一下 这是个很脑残 而且很不现实的愿望 但是他今年才十三岁 怕是不会太懂道理 再过两年长大些了 道理自然便懂了 对了 黄姐 说起东西 禁欲出了一桩有趣的事呢 有个叫李香仁的家伙 前些日在东西做了人 被做的那个居然是东宫的蜀官 这家伙不知什么运到 闯了这么大的祸 父皇居然也赦免了他 黄姐 听说那李香仁也住在这个村子里 就在你封地旁边 你带我去找他好不好 你找他做什么 我要抽他一百鞭子 哇 你长大了 家里大事都是你拿主意了 我也不能随便抽你了 大人就应该有个大人呀 粮食来之不易 你这么挑剑 是在逼老子抽你啊 是 还玩错了 爹多吃点 这个东西爽口开胃 瓜逢 有的吃还挑剑 日子过好了就忘本了 想当初三年的时候 万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得干干净净 想吃口野菜还得钻进深山林子里 爹过日子得往好处奔 不能老想着以前的苦日子 以后的日子过好了 才对得起 以前的苦日子 其实咱们完全不用吃野菜啊 家里几百亩地 随便种点绿菜 什么的足够我们父子俩吃了 这些绿菜想吃还得分十令 到了大冬天 全贵家想吃口绿菜都吃不到 咱们种绿菜也就管几个月的吃 我糟蹋的好地 冬天也能吃绿菜啊 咱们弄个大棚 调节好温度 大棚吃个啥 这还是以前那个老神仙给我说的 爹家里分出五十亩地 给我孩儿想种菜 种菜 对以后冬天咱家也能吃上绿菜 冬天哪有绿菜 说出去让庄货人笑话 试试吧 或许有呢 自己这个儿子一身神秘的本事 造这个造那个的 似乎从没见他失败过 给他五十亩让他试试何妨 毕竟家里的地都是儿子的本事挣来的 行 给你五十亩 冬天吃不上绿菜 我抽死你 见大棚最大的难度 在于这个年代 没有塑料薄膜 只能用其他的东西代替 李下人在老爹屋子里翻来翻去 我们家只有父子俩 这块明显是女人绣的丝巾 从哪里来的 难道是我那位 未曾见过面变早逝的娘 爹 孩儿在您屋里 找到了这个东西 她是不是我娘的 瓜嫂 你从哪里翻出来的 您屋里的箱子里 老子金抽死你 叫你乱翻东西 村东头的山腰上 太奇怪了 一块丝巾而已 为何老爹一副 气急败坏的样子 就好像当场 被人捉了监视的 恼羞成怒 仿佛家里 只有两个男人 是件非常正常的事 多出个女人 才叫惊世骇俗 可是 一个正常的家庭里 应该有个女人啊 哪怕这个女人 已逝去多年 仍应是家中的一部分 有时没事露出 追忆的神情 或怀念或惆怅 流露淡淡的庸伤 和惋惜谈论当年 娘还活着的时候 怎样怎样 但凡正常的老爹 都会这么做吧 老爹为何不走寻常路呢 家大 你听你爹娘 或村里的乡亲 提起过我娘啊 你娘 不是去世很多年了吗 我娘去世后 你爹娘和乡亲们 没提起过她 偶尔听说过一点 说你娘有些孤僻 很少出门 经常关在家里做秀活 还有就是 听说你娘生得很美 比村里所有的婆姨都美 而且又白又净的 说话文文静静 不像乡下女子 原来自己如此俊美 是继承了老娘的基因 想来也是 老爹长得太平凡了 跟我一点都不像 还有呢 听说你爹和你娘 是十几年前 迁来太平村的 所以村里 没立你李家的祖宗祠堂 因为是外来的 赵爷爷以前问过你爹 你爹说 李家人定单薄 对不起祖宗 就不必立祠堂了 李家人若有所思 正正地看着远处起伏的山了 家大你知道 我娘葬在哪里吗 不知道 去帮我打听一下 我想去我娘的坟前看看 瞎大刨腿很勤快 没过多久便打听清楚了 这是一座孤坟 静静地处在荒地中间 孤坟方圆两丈内 是一片空地 野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而且看上去很新 似乎经常有人来这里清理 年复一年 本该融入这片绿色荒原的孤坟 如今仍旧这么显眼 就像坟里躺着的那个人 一生终于事情格格不入 活着还是死后 皆是那么的不傲不全 李门王妻之墓 怎么没有母亲的姓氏 按理应是李门某事 却只写了个王妻 李下人有点不对 哪里不对 不该有石码的 似乎于智了 有什么问题 石码不该摆这里 哪里都不该摆 石码根本就不是寻常 百姓人家的坟墓外能摆的东西 那是有公侯爵位的 勋贵人家才能用的规格 被官府发现了 少说也是被流放的罪 你母亲的墓旁 摆的这两只石码 倒也取巧 做得太小了 而且又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外人远处发现不了 否则早被官府发现了 李下人 鱼质非同小可 石码虽然做得小 终究还是娱乐志 你如今虽是县子 但暗志也不能摆石码的 更何况你的县子 爵位还被削了 能在母亲坟前 摆放石码的人 只可能是老爹 百姓坟墓不能摆石码 应该是长池 连虾大都知道 老爹不可能不知道 为何他明知于智 仍要在母亲坟前 摆上这对石码 咱们要不要把这对石码扳倒 被人发现的话 可是大罪 上一代的亲人 究竟有过怎样的往事 最终长眠于这片 凄凉的原野中 终究是无从得知了 回到家里 李道正的气也差不多消了 李下人也很识趣的 没问他和母亲的往事 回头想想 当时翻出那块丝巾 或许勾起了老爹的伤心回忆 笨拙的老男人 只能用愤怒的方式 掩饰伤心罢 父母当年如何相识 前来太平村 以前住在哪里 为何母亲会早逝 为何把他葬在 那片荒无人烟的野地里 为何在他目前摆上一对 明显是余智的石码 疑惑太多了 事事如结果 总要等到瓜熟蒂落的时节 他才会把所有的真相 自然呈现出来 不着急 我相信老爹 迟早有一天会说的 李世民仍没有 起伏李下人的意思 每天去火器局应差 配配火药 除了火器局应差 目前李下人 最关心的便是仲裁了 眼看快秋天了 只好日复一日蹲在地里 研究怎样 才能把这个大棚建好 草民见过公主殿下 这位是皇室妻女 高杨公主 高杨公主可是很有名气的 一千多年后 世间仍有她的传说 草民拜见高杨公主殿下 哼 小屁孩子真没礼貌 李下人 你家地里搭这些竹架子 做什么 是不是又要造什么新奇物事 像香水那样的 你就是李下人 那个造出香水的李下人 没礼貌的小屁孩子 需要教育 李二很忙 没空教育他 我不忙来 帮你教育教育 回殿下 正是草民所造 你怎么造出来的 花瓣 加酒 这东西是酒做出来的 确实有酒 草民身上就带着一瓶 公主殿下不介意 的话可以闻一下 仔细闻的话 可以闻到淡淡的酒味 好香 而且果真有一点酒味 太玄妙了 真不知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家伙又要干出什么混账事 草民造香水 其实原本是用来喝的 喝的 这个能喝吗 当然能喝 殿下试想 香水本是酒和花瓣所造 酒是给人喝的 花瓣也是 孙老神仙说过 用花瓣泡水 饮符可经火败毒 两者加在一起 当然可以喝 对呀 反正是酒和花瓣所造 有什么不能喝的 本宫便做那饮香水的世间第一人 水 水 府里才有水啊 这可怎么办 你你你 你别瞪我 我只是在教育你妹 让她从一只土鳖变得不那么土鳖 居然真相信香水可以喝 东阳很无奈 却也无可奈何 只好急急忙忙跑回去安慰羔羊 立下人 东阳公主把狐女收尽福利当私女 不会欺负她吧 当然不会 你看东阳像是欺负人的公主吗 我就是担心狐女不习惯 毕竟人生低不暑的 在说我马上要进城帮你做事 她在公主府里每个招音 狐女在公主府里一定很开心的 你就放心的孤身上路吧 我地上好得差不多了 明日我便打算进城找个地方住下 我想带狐女一起进城 没问题 你想带谁就带谁 我又不是你爹 哪能管得了你那么多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作为兄弟 我倒有句良言相劝 你说 长安东市有多凶险 不必我多说 你自己差点没了命 如今再次进东市跟一群贤汉杀财私混 带一个颇具姿色的女人在身边 你先问问自己 放心嘛 看来你懂了 暂时把她安置在公主府没什么不好 我不敢担保你 以后会不会安全 但狐女在公主府一定安全 东宫的人还没那么大的胆子 敢闯公主府 日后你在长安 混出了名声 到了前呼后拥的境界 那时再把狐女带在身边 我绝不拦你 丽霞然 还有监师 我一直不明白 你让我花那么多钱 去结交长安城里那些闲汉杀财 到底有何用意 我为你做事 心里必须有个地 不然事情做偏颇了 会误了你的事 跟你说的太透彻 你不一定能理解 你不必知道太多 只需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就够了 请客 吃饭 喝酒 交朋友 然后暗中观察一下 在这些朋友中 挑一些有本事的人出来 把他们带来见我 好吧 李下人得罪了高杨公主 东阳费了很大的劲 终于说服高杨不再生气 代价是十瓶香水 当然 东阳负责承诺 而李下人则负责执行承诺 香水自然由他来送 这种人被称为冤大头 这是个败家娘们啊 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哪里用得着付出十瓶香水的代价 香水现在很贵的 看在你送本宫香水的份上 本宫决定宽恕你昨日的不敬 草民多谢公主殿下宽宏大量 真没想到这家伙红女人的招数如此娴熟 这家伙在哪里学的这一套本事 莫名其妙的 高杨居然跟李下人交上了朋友 很纯洁的朋友 如今高杨每天都要来一趟太平村 领着侍卫风风火火进村打劫的架势 三五天下来 李下人被缠得有点头疼了 他发现这位小公主越来越难缠了 高杨进招呼都不打 直接杀到李下人家里来了 东阳陪着他一起进了李家的门 李叔父莫多礼 高杨黄妹与李下人相熟 冒妹非要来贵府看看 时事失礼了 李叔父莫怪罪 李道正连道不敢 这时也终于抬起了头 与东阳的目光相捧 他很清楚他和自己儿子之间 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儿女事情 再见东阳对他如此客气小心 李道正心头不由欲发沉重 这桩情势多是一段孽缘 看似光鲜无比 未来会有怎样的结果 伪实难料 像一把撒出去的珍珠 有去无回 然而儿子似乎铁了心 对方又是大堂公主 我这个和父亲的连棒打鸳鸯的勇气 都没 郑小楼成了李下人的贴身护卫 对于这样的安排 李下人和郑小楼都不大乐意 每次二人目光对视相碰时 双方都能很清晰地看到目光里的嫌弃意味 大堂逍遥子第66集 李下人 你家好小 不如我住的宫殿大 我家不仅小 而且穷 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公主殿下不如 随我去河边钓鱼怎样 不去 傻子是得坐在河边等于上宫 没什么意思 爹 这是什么 用来做的吗 这个是唐仪 人往上一躺就可以了 唐仪本宫要了 都要 给你图纸 你自己叫工匠去做 别拿我家的 也行 本宫笑纳了 此物是什么 这个用来刷牙的 很多年前一位游方的道士高人 传给我的秘方 刷牙的 送你了 如此 本宫便接受你这番好意 小屁还不容易打发 除了要忍着心痛 把家里这样那样的东西 白送给他外 还要回答他无数白痴 或轻微白痴的各种问题 就在李家人被他逼得快发飙之时 东阳终于挺身而出帮他解了位 揣着李家人送的各种图纸 高阳和侍卫们如同成功洗劫了村子的马匪 兴高采烈地回债庆功 能不能帮我个忙 你明日进宫请你父皇 把这位公主殿下的腿打断 让他别到处乱跑了 不就拿你几样东西吗 不说缺德话 送娃仔这个样子 丢东西来 爹 家里那些新奇东西的图纸 全被他抢了 啥 抢了 娃仔 你打听清楚没 那个小女娃果真是公主 图纸值不少钱 活不成猎 相比之下 虾线最近活得不错 很滋润 钱在哪个朝代都是好东西 没人跟他有仇 李家人说的没错 只要有钱 我可以交到各种朋友 最近两日连东西的午后方官 见了我也客气的点头招呼 江湖 本是穷人的江湖 一个邪词里杀出来的妇人横空出现 大唐长安的江湖 被这个妇人玩坏了 太平村 李家人蹲在田墨间探菜地 这块菜地成了李家人最近关心的重点 因为这块地关系到今年冬天老李家能不能吃上绿菜 事情很严重 必须把它提升到生存级别 虾线领着一群高人兄来拜访李家人 以及一条狗 哎呀这是谁家的小狗狗 太可爱了 这是谁 这位名叫郑小楼 龙幽人师 是个有本事的人 这位郑小楼是你在东市召来的 正经说来也不算是我召的 怎么说 昨日东市里有个仇家来寻仇 然后呢 这个郑小楼便是那个仇家请来的帮手 我见此人相貌不凡 伸手脚尖 立之此乃高人 逼折截一交 于是出家二十关 试图让他争钱倒戈 结果他不为所动 我并不死心 于是出家三十关 这回他神色似乎有所动 可惜的是 仇家也动了 两边终究打了起来 那郑小楼明明长得很普通 从哪里能看出他相貌不凡 出去见识了世面 为何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瞎 后来我让十个手下把郑小楼团团围了起来 往死里揍他 另外十个手下把那仇家揍得哭爹喊娘 非常轻松变身了 对方多少人马 加上郑小楼 五个 二十个揍五个 这种洋洋得意的成就感 从哪里冒出来的 节操呢 那郑小楼一人 战时人没败吗 怎么可能不败 三两下他就被掀翻了 双手抱头挨了无数拳脚 好的那叫一个凄惨 你找来的这位高手兄 他高在何处 加高啊 走了他之后 我还是给了他三十关 他终于答应七案投名了 我尼玛 忽然很想抽他 不止加高 郑小楼身手也很不错的 十个人抄着木棍抽他 足足抽断了五根棍子 才把他放翻 我要开始反省自己 为何要把瞎线派去东西 这是对自家财产极大的不负责任 你要搞清楚 这世上人才很多 很多人都有与常人不一样的本事 比如这位郑小楼 或许他的扛奏本事不凡 但是对咱们有什么用呢 基本上你在背后挂一个龟壳 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最最重要的是 买个龟壳肯定不需要花三十罐 那位郑兄很对不住 我明白了 这是啥意思 狗是他的 刚才来村里的路上 二郑小楼在路边见的 他说把狗宰了大牙肌 后来被我圈住了 现在这狗怕是性命难保 慢着 留下狗命 留下狗命这句话明显有奇异 至少小弟们理解错了 于是李下人话音刚落 一脸酷相的郑小楼被一群小弟 华丽丽的放倒了 一点半的全角落的 这就是你花三十罐找来的高手 要不要把这位高手兄怪买给胡桑 多少回点半钱 算了算了 看在狗子的面子上 留下他吧 你生下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咧 吃了睡 睡了吃 咋都都逗不惜 难得的慈爱却是怪怪的人畜比喻 耸娃 给他取个名儿吧 以后就是咱家的护家狗猎 温柔岁月 他来的正是时候 就像老天爷特意赐来的一样 好 以后叫他天子 早上起床 郑小楼坐在院子外 抱着一块两百斤的大石墨 举起又放下 周而复始 架势很足 似乎在为下一次挨揍做准备 苗管家跑进内院 向李下人禀报有宦官制 陛下有指 宣李下人速速进攻 误那李家小娃子 怕朕吃了你吗 还不赶紧给朕管过来 臣 不对 草民李下人 拜见陛下 还跟朕草民 是在抱怨 朕这么久没起伏你吗 草民不敢 今日这事 你若给朕办妥当了 朕必将你官复原职 嗯 爵位也还给你 大唐英雄出少年 朕的天下里 怎能少了你这个少年献子 草民必为陛下效力 死而后已 薛颜妥的内乱 在酝酿了半年后 终于不负众望 彻底爆发了 不管人口还是土地 全部一分为三 大家拍拍作 分国国 老爹和俩儿子 一人一分 几个月里 各部落频频起兵叛乱 部落权贵纷纷战队 搞风搞雨 整个地方 从可汗到牧民 乱得一塌糊涂 这次真的是天赐良机呀 我大唐今日方得余力之机 谋国之成者 半因人为 半因天赐 天于不取 反授其咎 尽血言图内乱 朕安能不取之 朱卿以为若何 文成们纷纷交头接二 武将们拍着胸脯 争先恐后请站 承咬经大殿之内动武 一脚将李继和牛静达 踹得一列前 面红耳赤跳到大殿中间 声嘶力竭叫嚷着 要李世民马上给他挂帅印 不然一头撞死他面前 朱卿速静 不可施以 朱卿先退下吧 学研驼之事 朱卿若有高论 不妨写进走书城上 李家人 你留下 承接上回 刚送走刁蛮公主 又被李二召进宫中奏队 大唐逍遥子第67集 火器局所产阵天雷 可为一场大战之所用法 要看陛下所说的一场大战有多大 支撑一两年 或许可以 若是五六年呢 肯定不够 陛下震天雷不是万能的 此物看似霸道 可为攻城拔寨 平原作战之力气 可是他的局限也很大 与雪天理火药容易受潮 与敌交战时 根本无法点燃引线 运输和储存的危险性也很大 他只能作为一种辅助作战的工具 却不能真的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朕知道 凡是有所长 则必有所短 世间万物没有完美的 但是有了此物 无疑会增加我王师的胜率 薛严陀之乱 对朕对达堂来说 恰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若过此时 来日若欲再图 不知何年何月 或许朕这一生都等不到了 李世民说的是实话 错过这个千载良机 以后或许真的没机会了 若来薛严陀能有今日之乱 选拖你献策之功 你说大唐是应该出兵直击薛严陀 将其纳入囊中 还是扶持珍珠克汗的王子 使大唐对其遥想掌控 小子不懂国事 不敢妄自胡言 你小子如此优化 朕要不要把你外放到岭南 让你反省一下呢 小子忽然对薛严陀之乱 有了新的想法 又有新想法了 甚善 尽管奏来 陛下 小子以为我大唐会到出兵的时机 此话怎讲 薛严陀内乱 皆由克汗一家而起 如今看似举国皆乱 但并没有乱到根子上 各部落首领 才是薛严陀的中流砥柱 各部落首领乱了 薛严陀才是真的乱了 若遇外敌 他们会马上放弃阵营 重新团结一致对外 那时我大唐王师将会陷入一个 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其次之下 你所言却有几分道理 所以你不赞成出兵 不算不赞成 我大唐王师几乎百战百胜 若出兵薛严陀 此战必胜 只是明明可以靠计谋 消耗比国国力 没必要用我 关中万千轻壮子弟的性命 去换这场胜利 故大唐出兵不算失策 但小子以为却是下策 既说是下策 想来你凶和之中必有上策 且与朕道来 此官国运不可轻慢 扶持薛严陀可汗之子 用剑加速分化 薛严陀国中部落首领 离剑君臣之意 煽动不将作乱 收买奸命等等 这些手段受管齐下 败过半年 薛严陀之乱 必无可挽救 那时我大唐王师出兵 可事半而功倍矣 你的意思是 朕可以选择服侍一个薛严陀王子 通过这个王子 制约打压可汗父子 逐步消耗薛严陀国力 甚至可以助其将珍珠可汗 取而代之 只消将这个王子握于手中 便算是将整个薛严陀国握于手中了 陛下圣明 小小年纪 又是做师 又是治病 又是造证天雷的 还能有空挟陷国策 朕实在很好奇 这些本事究竟谁交给你的 很多年前 一位游风的老道士 路过太平村 糊弄得好 朕多少年没见过 七军的英雄了 还是个少年英雄 借着鞭 鞭完了 朕一脚 把你踹进大历寺 让你好好蹲两年 这些本事 尾时没人 教小子 都是小子无聊时 自己琢磨出来的 你是我大唐 不可多得的英才 上次的事情 却让你受委屈了 日后 无论太子也好 哪家权贵也好 只要你占了李 朕必不会让你委屈 话说的含蓄 但意思李佳人听懂了 原来李世民 一直把他放在心上的 上次东市之事 李世民也清楚知道 他得罪了太子 近日算是给他 送了一张保命符 这张符 比任何高官险局更管用 小子多谢陛下 陛下以国事代我 我必以国事报之 奏队完毕 李佳人出了宫 宫门外 郑小楼仍在等着他 二人面对面 互相给对方 扔了一记无比嫌弃的眼神 真想把他 骗进东市的暗像 叫瞎见给他套上麻袋 狠狠敲他 挤闷棍啊 二人骑上马 李佳人没有回家 而是直奔火器局而去 火器局仍如往常般 外送内警 从外面看去 一套新建的大宅子 再加上旁边几幅工房 看起来跟寻常 大户人家的宅院 没有二样 然而只削靠近 火器局方圆十里之内 便能明显感觉到 被很多双眼睛暗中窥视着 郑小楼的感觉尤其强烈 其在马上不停地四下张望 神情变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表现还算不错 能够在毫无征兆的环境里 忽然察觉到危险 说明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 或许这家伙的特长 不仅仅只是扛揍 奸政大人 陛下有过旨意 闲杂人等不可靠近火器局 将领态度很客气 也很坚决 李佳人可以进火器局 但郑小楼不行 刚走进火器局的前堂 许静宗隔着老远便赢了上来 今日陛下照我入宫 捶寻火器局所产 徐少坚知不知道 咱们现在每月产出多少震天雷 火器局每月可产震天雷八千余 唉 坚政大人觉得不够 是陛下觉得不够 今日陛下下旨 火器局所产必须翻倍 此时怕是不易 火器局内的工匠只有这么多 造震天雷又是个危险火技 若是赶工 恐有祸端 我也是这么跟陛下的 奈何军情紧急 陛下也有难处 咱们火器局上下 只要咬咬牙辛苦一下了 你去安排一下 腾出半个工房 再叫五名熟练工匠过来 你往火药里面掺铁片 不用管别的事 你要做的只是掺铁片 一直重复这件事 懂吗 你往铁罐罐里装填 掺了铁片的火药 你在罐罐口上牵引箭 你负责封口 你负责装箱 坚政大人 这是个什么法门 流水线生产 散杯啊 足足散杯啊 这是坚政大人所创的罚子 有此妙法 简政大人为何不早拿出来 因为我懒啊 举绍间帮我搬个矮桌 去北院 还有带上我喜欢吃的零嘴点心 我要睡一觉 好日子过了三天 有人找上门了 因为流水线生产法面是不过三天 消息便传出去了 监政大人 杨燕把你的流水线敲门 偷偷告诉了陛下 然后陛下觉得没用 就扔给了公部官员 公部官员传话在长安城 一家酒馆等你 别人不识经相遇 但公部官员们整日 与盖房修堤做工的工匠为伍 只削简单一事 便知其中妙处 大唐逍遥子 第六十八集 走进九四 李佳人便发现里面九颗稀少 只做了一位长须中年男子 穿着如山静静的跪坐在方榻上 草民李佳人 拜见长者 李佳人 李佳人 这啥我眼 我哪公不上书眼里的 莫名愿见李佳人 还望输罪 不敢上书大人 当宪子之称 草民已被陛下薛绝罢官 如今已是白身草剑 县子少年英才 明媒长安 陛下甚喜则 薛绝不过轻则而已 不日便将欺负 县子何必自战 来 阎谋略被博主 刘祝雅姓 请坐 前日火起局杨少监上祝陛下 其极以妙法 明月流水线生产法 阎谋想问问 可是李县子所创 正是小子所创 此法初看平平无情 只不过将工序改了一下 可是信心司令过后 确决宣妙无别 当日这流水线生产法 一阵阶了整个功夫 于是今日阎谋 才特意冒昧行游离县子 不敢当 我也是胡乱 琢磨出来的 阎谋今日虚心出照 还望县子不立次照 其实所谓流水线生产法 能用到的地方很多 可以说 大唐之内 但凡 与做工有关的行当 都少不了它 方法其实很简单 一法通 而万法通 但是 方法摆在这里 如何运用却存乎一心 从修路 架桥 盖房 织布 至此 李下人一给严厉德解释了一点 离县子高财 颜某大开研制 科夫请离县子取驾将作戒一生 指点一下官员和工匠 若能将流水线生产法用之于改方 小娃等行当 外事则是办公辩 离县子知名则流风白色 大家今天刚认识 彼此都不数 更重要的是求人帮忙 却不给点实际的好处 老颜太不讲究了 那个颜尚书 今天天色不早了 我爹喊我回家吃饭呢 刘布 两天后 长安城忽然立兵莫马 空气明智 太极公发出旨意 亲命包裹公段志玄为河北道行军大总管 领河北河东两道 代州 朔州 宾州等七州都护府计十万将士 集结于松末都督府寻边延武 火器局的库房被扫荡一空 所有造出的震天雷被收归军中 新任河北道行军大总管段志玄 亲自在火器局实力外庭 小伙子好好干 明年给你娶个媳妇 这两个月是李下人最繁忙的两个月 两辈子都没这么忙过 忙得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 索性在火器局里住下 没日没夜的监督工匠们造火器 随时处理突发状况 直到十月份的时候 长安已进入凛冽的秋天 火器局终于完成了李世民的要求 两万颗震天雷制造完成 火速送往松末都督府河北道行军大总管段志玄所 两天后 太极公传出旨意 起腹里瞎人 副官还决 官赴原职了 似乎生活跟以往没什么不同 该泛滥的时候仍是就地一倒 从来没有任何实军之路 却不优军之势的愧疚 上天派我来降服的 我才不要那么勤奋啊 这个郑小龙到底啥来头 你查出他的底气没有 没人认识他 愣不定从东西猫出来的 连以前那个仇家也没听说过他 当初从路边见来的 我觉得他毛病很多 比如面瘫 耳聋 哑巴 而且吃的也多 我对不住你 三十关花园了 购买石头牛了 没事 我发现他力气蛮大的 过几天给他套上梨 让他给我爹耕地去 三百多亩地 不干完石头牛的火 不给饭吃 身后不远处 郑小龙的脸色渐渐发绿了 二人却浑然不觉 由自窃窃私语 真不知道他除了扛揍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本事 会吹口哨都算啊 应该有吧 上次董事一战 当时他的眼里满是傻气 好像真的很厉害的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有本事的 眼里冒傻气 勉强也算本事 不过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起来了 这个郑小龙确实可疑 我觉得他像狼 狼 他有这么厉害 像黄鼠狼 前天隔壁石老头来闹 他家有只鸡半夜死在 我家院子里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干的 你们够了 我只杀人 不杀鸡 他不是黄鼠狼 黄鼠狼不杀人 对 刚才判断有误 他不是黄鼠狼 他是成了京的黄鼠狼 不杀鸡 是杀人 不过他好厉害啊 从认识他到现在 今天是他开口说的第三句话 郑小龙 咱们聊聊怎样 你说 你看啊 你我终日相处 你觉不觉得我们之间 需要一点信任 不需要 瞎线说了 有人害你我便保你周全 三十罐 换我三年 三年后我马上走 才三年 不是终生吗 这买卖做的好想 把瞎线从东市叫回来 然后往死里抽他 如果这三年里 你没保护好我 我被人害死了咋办 给你守末 守满三年为止 听说你很有本事 好像做过很多事情 还被皇帝封了官爵 长安城里很多人都在说你的事 对啊对啊 我很厉害的 而且我还很英俊 即使靠这张脸 我就能混到饭吃了 你放心 不管我怎样的来历 我对你并无歹意 答应瞎线的是我也会做到 三年内我会保你周全 除非我死 我能相信你吗 能 好 还有问题吗 三十罐太贵了 能还我十罐吗 不能 从此李下人身边稀里糊涂 跟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护卫 瞎大这些日子也很忙 或许没有他弟弟瞎线那么灵醒 但做事的态度还是很踏实的 典型的笨鸟心扉 都求天烈 咋还有鱼 莫非是 想吃鱼叫人去市集买几条便是 钓鱼的目的不是钓到多少鱼 而是心境 明白吗 钓鱼的目的不是钓到鱼 这话太怪了 不为了钓鱼 你忙活个啥 都傻做一上五列 啥球都没钓到 跟你这种俗人说话 我的当字蹭蹭往下掉 昨日我家老二回来 他听说了一件事 了不得的是 你说 以前咱们太平村的地主胡家 你还记得吗 后来被郑家逼得卖地签户的那一家 现在东洋公渡的封地 以前就是他家的 咋了 胡家上下没一个好结果 全部死裂 咋死了 离开关中后 胡家签到江南道的越州落了户 拿着郑家赔的两千块钱 重新开张了买卖 谁指买卖开了不到一个月 某天夜里 家里进了强人 全家从主人到扑庸全部惨死 家才被洗劫一空 最后还一把火把院子都烧了 烧无绝户 这得有多大的仇恨 爷 您在家里安坐 孩儿这就去京阳走一遭 这事不办妥当 孩儿以后不叫京阳县子了 改叫京阳孙子 大唐骁妖子 第六十九级 真是强人所为 当然是强人 家里的钱财都被洗劫一空了 不是强人是谁 不对 土匪强梁下手 不会这么狠 这分明是寻仇 而且仇恨还不小 属于不共戴天那一类 否则不会连家里的徒人都杀了 你的说法和那人一模一样 他也说是寻仇 那人是谁 胡家没死绝 那晚胡家有个侄子没在家 被派到谭州谈满满 第二天才回来 算是逃过一劫 回来后发现满门被灭 哭着报了官 结果官上二话不说 先把那侄子拿下了 拿他作甚 难道是他干的吗 官上说是他暗中指使的 毕竟胡家被灭门时 他去了谭州 太巧了 更何况胡家的家底泼风 若胡家满门被灭 那个活着的侄子 便能名正言顺的继承 胡家的一切家产 所以官上把他列为最大嫌疑 但是那个侄子喊冤 说是胡家被灭门 绝非他所为 亦非强梁所为 必是有人寻仇 官上给他上了几次行 他也不曾去招 案情难断 岳州刺史 只好把他押到长安 请刑部定夺 胡家以前在太平村的时候 跟谁家结了院 行阳正事 你的意思 不会是说 我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平反普通人 无法为胡家伸张正义 因为门阀太恐怖了 不是他能撼得动的 一个偌大的千年门阀 受了这等窝囊气 若说郑家真能忍 我头一个不信 或许他们不敢跟李世民掰腕子 但收拾一个小小的胡家 却是毫无压力的 跟你家老二打个招呼 这件事不要到处乱说 小心惹祸 门阀啊 咱们招惹不起 躲着点比较好 明白吗 骚浪君 不好老 请让咸牙来了馆菜 把整小肉说了呀走老 嗯 爹咋回事 郑小楼犯了啥事 你说的那个姓郑的 护卫闯祸咧 他杀了人 他杀谁了 我咋知道 官差进了锁上 那姓郑的便走了 只说了一句 他杀了人 现在已被押进京阳县了 官差还有没有说别的 官差还说 周县令请你有挟时 去京阳县衙一行 毕竟这个姓郑的是咱家的人 招呼都不打便拿人 有点不讲究 周县令说 要给你赔个不是 这个周县令欺人太审 咱家是陛下御封的县子 而且是京阳县子 名义上说 整个京阳县应该都是你的封地 这个周县令竟敢招呼 都不打便来咱家拿人 显直混账 爹京阳县子不是这么论的 人家公主的封地才300亩呢 我这个最莫等的爵尾 哪有可能把整个京阳县给我 爹您忘了 当初封爵的圣旨上说了 只给孩儿100亩封地 就在太平村里 放屁 京阳县不是封给你的 为何要在你的爵尾前 换上京阳二子 陛下为何不所信封你 为太平村子 爹您说的好 有道理 孩儿竟无言以对 爹您在家里安坐 孩儿这就去京阳走一遭 这是不办妥当 孩儿以后不叫京阳县子了 改叫京阳孙子 天快黑了 县衙里的官差们都下了差 只剩门口站着两名直守的官差 官衙已下了差 有时明日再来 拓地坊当我乐意来嘛 你们周县令请我来的 你进去通平一生 就说太平村里家人来访 你是何人 有何资格见周县令 站住 官衙启容你乱吵 是想造反吗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还不给我滚进去通平 李县子大驾历临 下官不胜荣幸 只是县子来便来吧 何必大动干戈 县令严重了 本来呢 上门即是客 个人拜访主人 自然要斯文一点的 可是县衙门口 那个守门带 戳得我之冒火 况且周县令派人 冲进我家拿人的时候 也没见怎么斯文 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 仗势欺人是什么滋味 试过以后滋味 果然不错 难怪周县令派来的官差 在我家横冲直闯 招呼都不打 拿了人便走 今日拿人是下官 试了规矩 太无礼了 下官这里给李县子 赔个不识 好 我原谅你了 下不为例 我来贵牙 是有正事的 听说我的贴身护卫 被县令一声令下 给拿了 我来问个究竟 我家护卫 到底犯了哪条王法 见面这才几句话 谈话的节奏 全被这小掌握了 看来长安传言不虚 这娃子年纪虽幼 但做人做事 却老辣得紧 贵府护卫 郑小楼 确实犯了王法 否则下官 哪有胆子敢派人 进贵府拿人 果真杀了人 还请县令 细说分明 若郑小楼 真犯了王法 我断不会 偏袒训思 县令认杀认寡 我绝不多说一句 这家伙何止懂事 简直比老狐狸海惊 周县令只好将此事 原委一一道来 所谓的原委 自然不是胡乱猜测 李下人赶往 京阳县衙的这回功夫 周县令已审过郑小楼了 郑小楼很痛快 一五一十全都招了 郑小楼确实杀了人 杀的是京阳县 北笼庄一户地主的儿子 杀人的动机 在周县令说来是恶意寻衅 事实上却是路见不平 案子细说完了 县衙内堂陷入一片沉寂 杀了剑吉 只罚几百文钱 但地主的儿子不是剑吉 在官府眼里 那是一条很珍贵的人命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更何况郑小楼 已痛快交代了一切 这件案子根本没什么好说的 这样一个人就他值得吗 下官如此处置 不知李县子觉得如何 若有丝毫冤枉贵府护卫之处 下官愿与县子将道理分辨一二 怎么没冤枉 我家护卫 这是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哪里杀错人了 原本就是那地主家的儿子该死 那个小丫头也是一条活生生的命 他被杀了你 怎么不管 李县子 莫闹了 剑吉丫头 杀便杀了 大唐律法都不管 下官自然也管不了 但是那地主儿子被杀 下官却不能不管了 李县子 此事不可为 县子还是请回吧 莫沾了这事 贵夫护卫关在监牢里 下官会派人好生照料 一直到他上刑场 不会让他受委屈 周县令 莫怪我多疑 你的话我信不过 我想去牢里 见见我家护卫 亲耳听到 他说我才相信 不行 贵夫护卫已是死囚 不能见外人 怎么说 我也是郑小楼的主家 他犯了事 连面都不让我见 这里面莫非有文章 周县令 我虽年幼可也不是好欺负的 罢了 便让李县子心服口服 看看下官有没有在里面做文章 我这就派人领李县子去监牢探视 树下官不奉陪了 周县令 您是好人 真的 李县子有话不妨直说 去年天华瘟疫多亏县子相救 锦阳县上下同感恩德 下官开个方便之门 算是还了当初的情分 我只问一句 此事可思了否 不可 从古至今 吃官死都是件麻烦事 最麻烦的是人命官死 此事可思了否 不可 怎么不能撕了 民不举 官不揪 若是那家地主撤撞呢 不可能撤撞 死的是人家的亲儿子 换了你儿子被杀 你会撤撞吗 我若生出这么个畜生 都不如的东西 趁早自己亲手掐死 免得麻烦别人吃官死 掐死自己的亲儿子也要吃官死的 监牢在哪里 我去看郑小楼 说是监牢 其实就是一座低矮的土房 牢房设在地下 大唐逍遥子 第七十集 你怎么来了 我的三十罐钱不见了 可把我急坏了 发现三十罐关在牢房里 这下安心了 回家能睡着觉了 我杀了人 今生怕是还不上你的钱了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周县令说你全招了 我觉得你应该是被驱打成招 世上没那么蠢的人 警局都没上 就痛快招了 你说说 他们有没有对你上刑 没有 右供 也没有 这件案子真是你做的 你如此痛快 便招任了 不错 大丈夫敢做敢当 这么为民除害 有何不敢承认的 敢做或可 敢当却不一定 若我被拿住 拼死也会百般抵赖 绝不会如此痛快认罪 路不同 结果也不同 所以你是权贵 而我只是草剑 这不是身份的事 你做下的事情 并无错处 错在方法不对 杀人便杀人 你明明有本事 避开地主家的护院家谱 为何杀人之后 不夺不藏 我只想做得堂堂正正 只求快颜绸 何惧千刀家警 十多岁的小姑娘何姑 她只错在落户见急 她只求在豺狼窝里 安然活下去 一个小小的富户地主 凭什么能定别人的生死 世道不公 老天不报 我已见此不平 若不出手 何言利于天地 原来你是游侠儿 世上哪有人自封游侠儿 侠之一字 传于人言 你做了善师 成了恶人 别人说你是侠 你才是侠 若你能把这件事 做得天衣无缝 留存有用之身 将来还可以为人间 铲除更多的不平 而你选择了堂堂正正 于是你铲除不平的一生 便只能到此为止了 值得吗 杀人成恶 若是藏头缩尾 我充其量只是个杀人凶手 有和资哥说什么铲除不平事 这家伙脑袋是鱼目疙瘩吗 鱼府到这番地步 难怪古往今来的游侠儿 普遍比较短命 这种人根本不适合 活得太长久 对了 我还没问你 你挨牢房做什么 催债 还钱 三十贯 一文都别少 想当英雄 首先要学会 不要欠债 这都不懂吗 没钱 你当英雄之前 难道没想过 你还欠别人钱这件事吗 没有 你这英雄 可真够缺德的 别费心子救我了 此案已被定为铁案 莫连累 你沾上麻烦 英雄 你想太多了 疯子才会 救你这种人 你刚刚没听懂吗 我来要债的 走出监牢时 已失入夜时分 潇洒的夜空里 几点稀稀落落的星星 点缀着寂寥的夜色 李夏人 我觉得郑小楼没做错 那个地主家的儿子该死 我没说他不该死 只是杀他的法子 太蠢了 杀了恶人 还把自己赔进去 从没见过这种奇葩 那你就不救他呢 当然不救 都定成铁案了 找谁都没用 我怎么救 那走吧 明天进长安城 把你家老二召回来 你不是说不就郑小楼吗 因为我刚刚才发现我疯了 再说三十罐钱 总不能真的打水漂吧 第二天一早 瞎大便进了长安城 远远见到你便看出你气色不顺 到底谁扔你不痛快了 确实不痛快 但不必劳烦公主殿下 帮我讨公道了 是人欠我的公道 我自己去讨赖 发生了甚事 一户地主 一个好色的儿子 一个苦命的剑籍丫鬟 还有一个为名不平 而杀人报仇的侠士 整件事就是这样 你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说到小丫鬟 最后被地主儿子分尸割喉时 东阳渲然欲气 高阳却气得翘脸通红 什么狗屁官府 那种畜生杀便杀了 有人为名除害 为何还要定他的罪 乾坤懒懒 怎能容得这种情 受败坏父皇治下的盛世贞观 金阳县比拢装是吧 等宫为那个可怜的丫鬟 和侠士讨个工道 小混账 你故意的是吧 挖好了坑 等着我妹妹往里面跳呢 胡说 我和高阳公主殿下 都是为了正义 高阳丝毫不觉得自己跳坑里了 此刻的他很气愤 气得快炸了 死了的不算 没死的都给本宫滚出来 而等何人 来我逢家一遇何为 你是这家的家主 都错 逼死养缓的人是你儿子 哪里来的女恶贼 胆敢污蔑我冯家 万为一世 老夫却没死 再敢胡言一句 事不与你甘休 田舍老奴胆敢辱骂本宫 你儿子伤天害理 内杀下人 他做的我却说不得了吗 给本宫把这阔地方踏平了 石匹马被侍卫们编得斯鸣不已 脚下一发力 接着便听到一声轰然巨响 整个灵堂被神索声声拉得垮塌 你们到底何放神圣 事者为大 你们连死人都不放过 偶尔曾与你们有何过节 师节丧得 内杀无辜 这等八类纵将他吊起来 憋尸枪之一不为过 人人得而诛之 何须往昔过节 剑妓婢女 杀之不犯王法 何言师节丧得 本宫管你犯不犯王法 本宫看不过眼 便是如此了 你代报仇 只管来报 本宫 敢问尊驾名号 大唐皇帝陛下皇十七女 高阳公主殿下嫁钱 给某大礼餐柜 约杀一个见机丫鬟的小人 怎会惊动公主殿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宫绝不藏头苏尾 今日之事便是本宫坐下的 你若不服 只管来找我 落日的余晖里 一行人的影子 常常拖曳在地上 秋风起 落叶缤纷 始于其的背影 在漫天飘舞的落叶里 显得那么的飞扬把握 连棺材都砸开了 这等禽兽之家 今日没将他那禽兽儿子 拉出来兵尸 已然是本宫心怀仁词了 公主殿下好厉害 我好崇拜你 人间不平视 本宫尽除之 你这混账 坑我妹妹一次还不够 还想坑他多少次 今日大闹人家丧礼 尚不知惹出多大的麻烦呢 小小的地主 长了几个胆子 敢惹天家公主 放心吧 不会出事的 那也不能挖坑 让他往里跳啊 没事 令妹傻傻的 高阳砸了冯家 事后冯家果然不敢吭声 一家大小惶惶不安躲在家里 生怕公主殿下找后仗 至于高阳大闹灵堂的事 更是提都不敢提了 打铁要趁热 于是李佳人 在事发后的第二天 便登了冯家的门 呃 特重 我儿因残杀家中丫鬟愧疚不已 事后自行上吊而亡 那惯在大牢里的那个凶手呢 凶手自然是无辜的 上面不是说了吗 令郎氏自行上吊而亡 与他人合肝 欺人太甚 众恶因得恶果 冯老伯似乎还没看通透呀 或者说冯老伯已看的 比任何人都通透了 索性横下心决定 跟公主殿下拼个鱼死网破 家大业大的 居然也舍得抛去 冯老伯这是想携全家老小 集体飞升仙界啊 晚辈便不打扰了 这就告辞 慢着 老夫看明白了 昨日公主殿下 今日李献子 搞出这些事情 你们是想保那个凶手 冯老伯误了 可喜可贺 此案已被周县令定为提案 老夫纵然撤了壮指 怕也没用 你只管撤壮指 剩下的是我的事 高阳大闹冯家 丧礼的事终究还是传了出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况且高阳欺负人的时候 根本没打算藏头缩尾 大唐逍遥子 第七十一集 下午时分 里程前端正坐在方榻上 一手端着一本奏书 另一手鼻走龙蛇 不是 长篮坊间有留言 与高阳公主有关 说 京阳县北冗装一户的主办丧礼 高阳公主殿下指使 是为大闹丧礼 陆屋地主 就这是 黄奴儿见礼成前不满 急忙上前将此事的前因后果 娓娓道出 有点意思 这李家人到底犯了哪路神煞 为何长安城内外 但凡有事便跟他有干系 奴婢见殿下批阅奏 奏书辛苦 说点闲话碎嘴子 给殿下换话心思 说过便罢了 难得你有心 不过这话可不是闲话 不过死个贱婢 却成了礼区 杀了别人儿子倒还有礼了 这是什么道理 太子殿下所言甚事 奴婢知道怎么办了 有了东宫太子的参与 一件简单的事 变得复杂凶险难测 所拿郑小楼 是个误会 昨日我已问过苦主冯家 冯老伯仔细回忆过后 发现他儿子并非他杀 而是自杀 李献子就贵府护卫之心 下官可以理解 只不过这张所谓的彻撞书 您是不是写得稍微有诚意一点 手脚都断了的人 叫人如何相信他的自杀 先把人放出来 晚上我花点心思 认真给你写份撤撞书 来都来了 不能让本县子白跑一趟 今我就是来接人的 不行 民不举 官不究 这是至权根本 周县令不会不懂吧 现在苦主已经撤撞了 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 难道周县令 抑郁另声波折 就算下官愿意不查就此 怕是也由不得你我了 发生何事了 一个时辰前 县衙来了刑部官员 接手了冯家儿子被杀一眼 不仅连暗宗证物都拿走了 人犯郑小楼也被刑部官员押进了长安城 此刻怕是已经关在刑部大牢里了 他们这么做明明坏了规矩 下官竟你当初治好天化 旧本县百姓于水火 又对大唐设计利诱大功 有些话下官本不该说的 今日出的我口 如得你耳便罢 刑部来人接手 背后怕是有人指使 朝廷做任何事都有规矩法度 坏规矩的事不是没有 但后面往往都有大人物撑腰 我明白了 谁叫魂 怎么叫 行不啊 家县啊 最近你在东市过得很不错吧 还行 如今手下有了百来个跟着老师的闲汉 好吃懒作 一辈子出不了头 这就是一群叫花子啊 也太不知上进了 你没事问起他们作声 正所谓养叫花子千日 用叫花子一时 家县你回东市后 找几个信得过的杀财 告诉他们 现在他们该为你出把力了 要他们做什么 我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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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有啊 这就是你说的把水叫还 会不会闹太大了 你别问那么多 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好吧 夏县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河潭边只剩李夏人和东阳二人 如果指使刑部的人是太子 你有没有想过 就出正小楼后 会与太子结下死仇 当初东市废了东宫 曙光胡安 那时开始 我与太子已成死仇了 日后还能化解吗 当然能化解 只要我去东宫 求见太子殿下 然后双膝跪地抱着他的大腿 求他原谅我 曾经的鲁莽与貌事 并且指天发誓 我从此对他忠心不二 太子殿下定然待我如上宾 别说了 我只要想想那幅情景 心里便如针扎一般疼痛 你是男儿丈夫 养不愧天 腹不坐地 生 或可渐如兴泥 但活着 一定要有傲骨 此生纵然在艰困 我亦不愿见你屈膝于人 放心 我的膝盖太硬了 怎样都弯不下去 郑小龙只是寻常人 眼里的粗鼻舞夫 他能做出的事情 他能担当的事情 为何 我却要躲躲藏藏 畏畏缩缩 我想 我这一生里 应该多一点东西吧 至少不能比他差 我最近一直心神不宁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你想多了 没事多出去走走 闷在家里 总会胡思乱想的 我和夏县这里商量 暗算太子 太子是你兄长 你不反对 我自小便与宫里的兄弟姐妹们 素无往来 太子是太子 与我何干 我和太子 如果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谁 那肯定救你 你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 要救郑小龙 你平日总说 只愿平凡拥路到老 欲是能躲则躲 今日的你 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郑小龙能为一个 素不相识的女子 冲官一怒 她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而我作为她的主家 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不能保证一定会救出她 但我会尽力 尽力到事情已经毫无转机 已然绝望的地步 我在放手 对得起她 亦对得起自己 以前呢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人总会变得 因时因时而已 当初你还住在太极宫 没被陛下赐予封地的时候 我和我爹还只是 为温饱挣扎的农户 那真是一段穷困的 让人绝望的日子 我为了扛饿 灌了一肚子的凉水 坐在院子的火堆下 连夜造了一个马桶 第二天一早 我背着坐好的马桶 去了村里最富的地主家 我饿了一整晚 早晨去她家屎腿 都是发虚的 当着管家的面装 好了一只马桶 用别人的拉和撒 换自己的吃和喝 当我扛着一袋粮食回家后 我爹也回家了 三九龙东里 他光着坊子 跳进冰冷的水里 帮地主家挖钩曲 回来动的嘴都发紫了 才换的 那么寥寥可怜的 几文工钱 恨不今生早与你相识 当初你和你父亲 便不会吃着许多苦楚了 李家人 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你想做的是放手去做 就算将来你一无所有 一切还有我 承接上回 冯家家主自意在家中 各方势力把长安城 搅得鸡犬不宁 李二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大唐逍遥子 第七十三集 辞官 续绝 还请罪 李家人病得很重吗 沉见李仙子时 李仙子确实卧病在床 据说从刑部回来那天 便病倒了 此案与李家人牵扯很深吗 臣只查过冯家 查到郑小楼却是李仙子家中护卫 也确实杀了冯家之子 至于后面的臣上尉之也 这小子 卧病是假 受了委屈才是真 且先不说真病还是假病 估摸确实在刑部受了委屈 一去查查刑部 朕要知道此案到底牵扯了多少人 遵旨 对李家人的为人 李世民多少明白几分 他不是那种主动招惹是非的人 向来都只肯在朝堂权力中心的外面游荡 这样一个人 若说他只是护卫杀冯家的人 朕绝不会相信 那么刑部为何非要把这个罪名 安在李家人头上呢 长安城里宣秀城上的流言 难道真的毫无根据吗 长前 朕希望不是你 被太子和刑部歪曲的冯家命案真相 长安城的舆论渐渐将他扭转过来 然后用最客观的事实展现在李世民面前 目的达到了 冯家命案闹得很大 是闹得有点大 郑小楼生死难料 孩儿也有点危险 所以你在家装病 是不仅装病 还上表辞官了 等着陛下表态 当官的事我也不明白 儿啊 你长大了 凡是自己拿主意 你觉得对的事情便去做 结果坏了不要紧 但是你要记住 不管做甚事 一定要保住性命 像庄稼地里的野草一样 草被产了不打紧 只要埋在土里的根还在 来年春天一定又会发出新芽 若是连根都被除去了 就没指望连 你的这条命就是你的根 一定要保住 爹 咱们认识这么久 孩儿还是头一次 听到您说如此深妙的大道理 爹您很有才啊 老子又想抽你了 我和你认识多久了 爹 咱们玩个快问快答的耍法 成步 孩儿问一个问题 您不假思索 非快答出来 你要问啥 爹 咱家多少亩地 四百 多少肩房 二十雷肩吧 咱家多少下人 十二个 管家叫什么 娘忍凤 您中午吃的什么 养肉 喝了多少酒 三斩 我娘啥出身 开国功勋之 爹 你知道的太多了 哇嗨 敢戏弄老子 原来那位素未见面的娘 竟跟开国功勋有关 如今的开国功勋 大多是四五十岁壮年 只不知是哪一位 家里装了几天的病后 冯家命案终于有了结果 这天上午 一位名叫江古的中书社人 拜访李瞎人 李献子安好 明日太极功朝会 陛下宣宁进宫上朝 江大人莫闹 下官并入膏肓 还参与朝会 李献子你才莫闹 陛下说了 冯家命案明日见分晓 还装下去有甚意思 陛下知李献子受了委屈 李献子的病呢 也该痊愈了 明日便是朝会 再装下去太耽误事 李献子觉得呢 咦 好神奇 我的病居然不要而遇了 大唐的朝会一般定在卯时 大带早晨六点多的样子 朝会并非定制 秦脸的皇帝自视每日朝会不断 若是懒惰一点的皇帝 则要看他的心情了 李献人命好 虽然是武品官员 但火器局只属皇帝所下 不在三省六部之内 所以李献人从来没参加过朝会 冯家命案明日便有结果 李成前是否埋伏了后手呢 清晨 银时将过 百官上朝 小子拜见 程伯伯 牛伯伯 李伯伯 一圈鞠躬下来 头有点晕 都不记得谁还没醒你 直起身仔细回忆了一下 都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老沙才 一个都不能得罪 小子拜见 程伯伯 行了一礼又一礼 你小子啥意思 给程老匹夫送中呢 小子不懂事 给程伯伯赔礼 不打紧 下月白酒作坊的进账扣你是惯 算是给老夫赔礼了 小娃子杂业来炒会了 陛下特指召你来的吗 是关于冯家的案子吗 是近日流言传的满城风雨 说实话 是你闹出来的吗 不是 小子虽魂 也没那么大的胆子 我一个小小贱子 怎敢招惹太子殿下 牛伯伯 摸下小子 老夫左辞又想 也觉得不应该是你 你小子虽在长安 闯下一个小混账的恶名 却也不是不分轻动之人 东东可不是你能撼动的 如此说来 近日的流言 怕是与魏王脱不了干系了 小子老是人 做不来散播流言的事 必是魏王干的 我只做了前半段而已 嘿嘿 本来老夫以为不是你 可你说你是老实人 老夫又不得不怀疑你了 回想这装饰带着几分卧错味道 倒真有你平日为人处事的几分神愿 不过以后 跟皇子有关的一些事情 能躲多远便躲多远 你掺和不起的 是 小子记住 陈伯伯的话了 只是这一次 真不是小子主动招惹的 老夫大敌也知道 今日陛下既然宣你参加朝会 想必逢下一案会有结果了 你家那个姓郑的护卫老夫 无法周全 但是你嘛 老夫和牛老匹夫这点老面子 隔在朝堂上 想必还是能保得下的 今日你不必有顾虑 据实而言便可 小子多谢 成伯伯 牛伯伯周全 情分是情分 老夫和牛老匹夫保你到也不全是情分 只怕你多弄点心情玩意出来 日后大唐将是工程 罚债能少死几个人 便是无上功德了 话音落 承天门上方的城楼上 忽然传来几声悠扬绵长的同钟 该上吵了小娃子 走吧 李下人是第一次参加如此正式的大朝会 觉得很新奇 真观年的朝会进行的很有效率 国室商议了两个时辰 是已经中午了 终于告一段落 两久 殿中事与使张行程忽然站了出来 当着君臣的面 提起了京阳县北笼庄地主冯家命案 臣奉旨彻查冯家命案 刑部五名五座查验冯家家主冯安福的尸首 发现其字意之说尚有可疑之处 冯安福后背有抓痕三处 手臂淤青一处 口中上和牙齿松脱两颗 腹腔脏气内出血等等 显然冯安福死前有过反抗挣扎 并非字意而亡 臣由此推断冯安福留下的所谓遗书 亦非其本意 不足为信 至于冯安福之子冯贵之死 案发当晚 冯家共计五名家扑亲眼所见 郑小楼浑身是血从冯贵的卧房走出 郑小楼一亲口承认杀冯贵之事时 臣有惊阳县衙人犯亲笔画压口供一份 可谓此案佐证 张青继续说 房间穿言沸沸扬扬扬 言及东宫太子 预计此事盼扯惊阳县子 公报私仇 诸除素敌 此事属是否 李世民这句很平淡的问话 却在殿内激起千层了 这几日朝中争问不休 争来争去 其实争的就是这句话 也是所有人关心的真相 长安坊间针对太子殿下的传言 自贞观十一年十月念三而起 是由东市几名贤汉口中传出去的 为首者名曰吴巴金 而且陈玉所拿吴巴金审问时 发现散播流言的吴巴金 皆以顿逃出城 不知所踪 故臣以为 所谓太子构县攀扯惊阳县子之说 实属坊间恶意声谣 不足违信 臣奉旨彻查刑部主理冯家命案的官员 连夜突审之下 刑部幼私郎中杨宣乐已供认攀扯京阳县子 由他指使 只因冯家苦主一双 向杨宣乐暗中送贿一万贯 杨宣乐历令致婚 决意构陷京阳县子 臣有杨宣乐画押口供一份 请陛下预览 张玉时 老夫想问问 既非太子杀人嫁祸 冯家家主又非自义而亡 冯家主是何人所杀 此乃暗中案 冯家独子冯贵身死 冯家已无后 冯家家主冯安福年纪老迈 无法再生育 正是夫人十年前已身亡 一直未续贤 而冯家妾是冯吾氏暗生胆心 伙同投奔他的远亲宗族吾氏 将冯安福一死 伪造字役现场和遗书 意图吞没冯家家产 臣已审明 这里有冯吾氏和吾氏画押 共状一份 宗臣所述 冯家命案大致水落石出 其因是郑小楼为素不相识的 冯家丫鬟报仇 荡夜虐杀冯贵 而设下杀人计 将冯家家主一死后 伪造现场和遗书 并送回一万冠 与刑部幼私郎中杨宣乐 意图攀彻无辜旁人 混淆官府视线 至于坊间传言 太子公报私仇等 实书有心人略意污蔑 查无实据 不予取信 有理有据 满殿朝城无法反驳 纷纷沉默 太子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 除非李世民有废储之心 否则哪怕是证据确凿 朝堂之上仍能变非为白 胡说八道 案情的真相已不重要了 谁冤枉谁清白更不重要 张行成查出的结果 是李世民需要的结果 或者说 这个结果根本就是李世民的授意 惊扬献子何在 陈在 冯家命案说来 与你扯上了干系 如今水落石出 证明你是清白的 与冯家家主一死无关 你有何说法 除了叩谢黄恩浩荡 和苍天有眼 陈无话可说 你明明有话 为何不敢说 朕是阴言而牵嘴的昏君吗 若真如此 魏征可不知 被朕杀过多少次了 如今 他却还好好站在朝堂上呢 对啊 瓜总有啥就说啥 莫害怕 既然陛下有命 臣便斗胆直言了 刚才张玉使所查冯家命案 句句有理有据 臣心服口服 并无意义 请问陛下命案的起源 那位被冯贵虐杀的丫鬟 为何满殿朝官 竟无一人提他一句 冯家丫鬟不是贱姐了 有何值得一提的 是啊 一条剑气的命拿到朝堂上来说 似乎玷污了我们权贵国士们的耳朵 脑海里冒出无数句劝告 李下人努力说服自己建好便收 案子到了这个地步 已然很不容易了 臣想说的事 是多谢陛下龙安圣卷 多谢张玉使 明察秋毫 断案如神 臣无话可说 十二岁的姑娘 无依无靠 举目无亲 独自在冯家外面的林子里 待坐了一整晚 那一晚她在怎样惊惧 害怕惶恐中度过 没人清楚她流了多少眼泪 也没人清楚 到了早晨 她擦干了眼泪 准备回冯家 因为她无处可去 踏出庄子一步 她便会被官府当作逃奴 受到更严厉的刑罚 她只能选择回冯家 而且她也做好了准备 做好了顺从冯贵的准备 这是她的命 怨不得旁人 大唐逍遥子 第七十四集 刚才小子怕事 刚刚洗脱冤明后太高兴了 所以语无伦次 听说你生平最喜银钱 朕便辞万机于你 算是朕为你压惊 无故被冤 也难为你了 下归下 日后莫再弄什么 装柄词冠之类的巴西 脑海里劝慰的声音 仍不断在耳边响起 危机已安然度过 该知足了 现在已是最好的结果 不能再好了 郑小楼怎样关自己何事 自己跟他很熟吗 今日朝会过后 冯家的案子 永远被尘封于刑部 不会再见天日 而郑小楼明年的秋天 将会毫无悬念地 仿佛刑场斩首 而我此刻却只敢坐在朝堂上 什么话都不敢说 毫无预兆的 李下人眼中忽然声腾起一堂火焰 还是不公 还是不干 这不是一个公正的结果 陛下 臣有话说 李下人 刚才你不是已无话可说了吗 臣 现在又有话说了 说 臣还想为张御史 刚才细数的冯家命案 补充几句 冯家命案 始于一位丫鬟 没错 他是剑籍 杀了他 大概只需要去官府 交二百文法钱 此事便可接过 可臣还想为这二百文多说几句 那是一个才十二岁的女子 比臣还小几岁 这辈子才刚刚开始 或许连花信之妻都未到 诸位皆是大唐权贵 家中丫鬟婢婢女无数 必然清楚 一个见急的丫鬟 特别是有姿色的丫鬟 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 她虽是见急 但却也是有血有肉 有魂魄的人 活生生的人 她知道自己只值二百文 可她还是反抗了 她挠破了逢贵的脸 然后跑了出去 一个十二岁的姑娘 无依无靠 举目无亲 独自在冯家外面的林子里 待坐了一整晚 那一晚她在怎样惊惧 害怕惶恐中度过 没人清楚 她流了多少眼泪 也没人清楚 到了早晨 她擦干了眼泪 准备回冯家 因为她无处可去 踏出庄子一步 她便会被官府当作逃奴 受到更严厉的刑罚 她只能选择回冯家 而且她也做好了准备 做好了顺从冯贵的准备 这是她的命 怨不得旁人 然而丫鬟还是太小了 她不知道世间的人心有多脏 她以为只要顺从 便会保住性命 可她刚踏进冯家的门 便受到惨绝人寰的对待 冯贵将她拉到房里监污 监污过后 不顾丫鬟的痛哭求饶 冯贵仍将她的双手双腿 生生砍断 然后继续监污 丫鬟还留着一丝气息 到这个时候 她似乎还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会遭遇到 如此残忍的对待 直到最后 冯贵一刀割破了她的喉咙 丫鬟她才终于从这世上解脱 看着满殿禁忌不语的权贵们 李佳仁从他们脸上 看到了沉痛和震惊 陛下 臣只见即一命 只值二百门前 这是高祖皇帝 定下的组治 也是大唐 无可移转的律法 但臣还是想为 这二百门前出一声抗诉 抗诉这无情的律法 抗诉这冰冷的人士 李佳仁话音刚落 大胆方死 竟敢妄问组治 臣愿请陛下 把这小子打入大理寺秋后问斩 陛下治这小子的罪 肃静 好个少年英姐 今日镇方见到耳之锋芒 主卿何必运怒 李佳仁是朕亲风的无品县子 进了朝堂自有义政之权 谁说他妄论组织了 尔等未免太小瞧 朕的凶惊气度 臣年幼不懂事 多谢陛下宽宏 今日朝回便散了吧 李佳仁随朕竟敢露点 那个杀了冯家儿子的凶手 名叫郑小楼吧 是 他是你家护卫 是 为了救你家护卫 你也算用心良苦了 当着朝臣的面 把那丫鬟说得那么惨 孔颖达为争俩老货 眼泪都流出来了 朕若不处置 他们明日便敢指着朕的鼻子 骂朕是昏君 李佳仁 你玩弄小聪明 玩到朕的头上了 臣不敢 臣有罪 你是不是还存着 更改大唐律法的心思 把剑机奴仆的地位 往上拔高一劫 真的可以吗 混账小子 大唐组织连阵都不敢碰 是你能轻易撼动得了的 既然更改不了 那就算了 冯家父子申请残暴歹毒 虐杀家中奴仆 实属不忍 如此人家 不配坐镇的子民 今日起 冯家一脉被打入剑机 冯家父子死后 不得立碑 不得祭奠 那个郑小楼怎么办 冯家已是剑机 郑小楼杀个剑机儿子 算甚事 子行去官府 叫二百文罚钱 此事作罢 你满意了吗 臣多谢陛下 网开一面 法外施恩 去吧 好办事 你不负朕 朕自不负你 少郎君 出来就好 回去叫下人 炖点骨头汤 好好补一补元气 是少郎君为郑某奔走吗 几番波折 我的面子 不知被搭进去多少 才换得陛下 法外开恩 走 到马车上说话 我救了你的命 为何连一声谢谢都不说 大恩不言谢 从此以后 我若被人欺负 你要帮我揍他 我若欺负别人 你也帮我揍他 行不行 好 还有 以后想熬练利己 不必举院子里的石墨了 套上梨头 帮我爹翻地去 三十罐 很贵的 一定要多用用 才合算 你打算怎样报答我 帮你爹离地 好 那你就先离地 离完我再想想 有没有别的事 让你做 算了 你还是当你的护卫吧 不要你离地了 为何 我忽然想起家里 买了五头牛 弱得让你离了 牛干嘛去 马车晃晃悠悠前行 出了朱雀大街直奔严平门 怎么回事 少王军 道上有人拦路 似是王府侍卫打扮 王府 我乃为王府麾下侍卫 我们魏王殿下在前方相后 请李县子一见 惊扬县子李家人 拜见魏王殿下 久闻我大唐少年音节之谜 太有礼了 殿下多礼 下官担当不起 太记得以前曾在甘露殿前 见过李县子一面 那时匆匆擦肩而过 经为与李县子盘缓结交 时态之过也 有缘自会相逢 今日与殿下相遇 亦是缘分 好一个缘分 不错 今日与李县子在遇 方知上次甘露殿前 错失美誉 不过李县子也推脱了 太的酒夜 我们暂时扯平了 扯平了 不知今日殿下见下官 是为了何事 长安满城风雨 又是购陷又是流言 绕了无数个圈子 甚至闹上了朝堂 李县子耗费心血 不下如此大的局 为的竟只是他 殿下的话好深奥 下官没太懂 能否请殿下 说明白一点 有些事 你我心照不宣 旁人只知太子 无端被流言所恶 猜来猜去 都猜是我做的 毕竟父皇的这些皇子里面 唯独我对东宫最举威胁 可是 我的冤屈却与谁人诉说 李县子 你是最明白我冤屈的人了 得不 而我 也是最清楚长安城的流言 有谁而起的人 李县子 你不厚道啊 不错 我确实不厚道 可是 我也不知道 魏王殿下您忽然接了手呀 今日路边相后 太子位与李县子解释 除此别无他意 李县子万谋误会 殿下屈尊相后 下官感激不尽 今日相识 日后有来有往便是 李县子 你我可是同道中人啊 同道二字用的妙 二人干了同一件坏事 一个干了前半段 一个干了后半段 双方丝毫没有通气 却配合的默契十足 殿下 下官的家在那边 您的王府 在长安城里 咱们不同道 呵呵 既如此 便不耽误李县子回家了 是 下官公宋魏王殿下 这位魏王特意在路边等你 为的就只是与你相识 他是为了来告诉我 他为我背了个黑锅 他还想告诉我 我是聪明人 他也不笨 我干过的坏事全长 安他最清楚 他不笨 不笨 为何给你背了黑锅 因为我比他更聪明 马车踏着西洋 带着李厦人回家了 一切如旧 一个犯了杀人死罪的死囚 竟能活着从大牢里出来 而且整个胡伦 儿子到底使了什么仙法 这个儿子 越来越高深莫测了 一切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可李厦人却一直觉得不踏实 夜里做梦都会惊醒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这件事里 谁最倒霉 除了冯家父子和那位惨死的丫鬟 爱活着的人里面 东宫太子才是最倒霉的人 大唐的未来国君被长安朝堂和方间如此污蔑 而太子竟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根本就是很不正常的反应 从流言喧嚣尘上开始 里程前便停止了 所有动作 坐在东宫里 避不冒头 连殿沈冯家命案时都没有出过面 李世民有意留给 他的辩白机会也放弃了 大唐的太子竟如此反应 正常嘛 怕就怕在太子一直隐忍不发 不知留着什么后手 得意不可忘形 更何况有了太子这层隐忧 这段时间还是老实点吧 何探边 不知你如何化解的此事 可把我妹妹害苦了 你妹咋了 高杨被父皇禁足了 大闹人家丧事罪犯忌讳 民间百姓都干不出这等事 高杨却兴冲冲 把人家棺材砸破了 更何况还被卷入了一桩命案里 父皇如何不怒 不错 高杨实在太过分了 把他关家里 凡行几日也好 一定要吸取教训 下次绝不再犯 都是你害的 高杨不仅被父皇禁足 还被父皇狠狠责骂了 你还说风凉话 你就作孽吧 等高杨出来 看他不用鞭子抽你 行了 等他出来 我弄点好吃又好玩的新东西给他 算是补偿 他受的委屈 以及奖励 他的建议勇为 家大最近又新弄出几款香水 一并送他 那我呢 你看着他玩 看着他吃 又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粉泉 打累了 东阳喘着气滩倒在李瞎人怀里 怀里揣了什么东西 上面画的肾 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 小心点 这是我费了好几天功夫画的 可不敢弄坏了 这些都是设计图 第一张是地雷 你看它是圆溜溜的 这东西埋在图里 人的脚若是踩上去再松开 便轰得一声 最快的速度 位列先斑 飞升极乐 第二张名叫白虎齐奔剑 其实就是一次性的火箭筒 这东西背在将士身后 一通乱放 一百人齐放的话 可以冲垮敌军 一个万人齐队的阵型 这些都是火器吗 对 都是火器 杀伤力很大 我大唐雄狮已天下无敌 为何还要造这些东西出来 我怕你伤了天河 会糟 这东西 我本不愿拿出来 没错 我也怕糟报应 不过 为了你我的亲事 说不得 也只好拿出来了 拼了伤天河 我也要娶到你 原来 原来你一直记得这件事 我以为 以为你并不在意 当然记得 我们的未来 我一直在努力 你说我把这两样东西 献给你父皇 然后我再好好求他 你父皇愿不愿意 把你嫁给我 娃他爹 没你这么当爹的 娃子饭魂你咋不拦着 娃大了 长本事了 现在家里的事 他做主 我管不着 娃当家也不该这么当 两千块啊 这得换多少白面膜 买一堆白布铺的礼 今早见了 说是种绿菜 冬天吃的绿菜 进湖咧咧 绿菜夏天才有 冬天哪有 你儿子没中过地 你也没中过 咋能由着他湖来咧 大唐逍遥子 第75集 这些日子都不去长安城了 在家作身了 成兄好久不见 莫弄这些虚礼 不自在 好好的地 做这些拱门为啥 绿菜 大冬天吃的绿菜 冬天有绿菜 只要新城 一定有 俺爹没说错 你果然是个有本事的 总能弄出新奇玩意 你家的狗 对 好狗 肉多 肥嫩 八皮煮了咱俩能吃一整天 再养养 下个月请你吃狗肉 绿菜怎么个说法 搭几个拱门就有绿菜吃了吗 当然不是 世上的事哪有如此容易 想在大冬天吃绿菜 不仅要搭拱门 而且每日要对菜地焚香膜拜 不停念叨绿巴 绿巴快绿巴 然后才有绿菜吃 真的吗 莫闹了 当然是假的 你也莫闹了 快说 绿菜到底怎么种出来 还缺一样东西才能种出来 缺焚香祷告吗 你能正常点吗 缺的是一种布 很薄很薄的布 既能保证 棚子里的温度 又能照得到太阳 这个容易 你且等我 我区区就回 说完成出墨转身变上了马 风卷残云般朝长安城杀曲 等了三个多时辰 远远看见村口镜头扬起尘土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远远传来 配合着那种不讲道理的节奏 挑 随便挑 哪种核须用哪种 你刚买来的 买 小爷要点不愁 央品需要买 给他脸了 讲的 松的 全是董事 麦布的商骨松的 这无法无天的 混账顽裤 交这样的朋友真好 省了多少成本开支啊 李夏人蹲在这堆 乱七八糟 五花八门的不愁钱 瞧了半生 都不能用嘛 走咱们再去东市街一点去 行 成兄莫造孽了 放过东市的布商们吧 过来帮忙 先把有颜色和摸起来 太后的不愁都挑出来 这些都不能要 这是哪里做的 人家只管松 哪里锁出 我咋知道 茶 你的意思不会是用这种布大三商面吧 这种不便宜吧 不便宜 几千罐少不了 明抢的话怕有麻烦 有点过分了 要不请你爹去抢 我爹也不敢啊 你自己咋不去抢 啥人 看来这笔费用省不了了 为了吃绿菜 倒也值 种出来后叫几个帮手 推着木车去长安城贩卖 大冬天的绿菜 长安城的权贵们 还不得全疯了 平日卖石闻的 我直接卖石灌 爱买不买 不买滚 大唐反季节 菜篮子工程 美的很啊 升职加薪 出任ZO 当上总经理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到时候拖着一马车的绿菜 往太极宫里移送 老李你要绿菜不 一个女儿换一车绿菜 日头已偏袭 眼看城门快关 成畜墨今日打算 留在太平村不走了 二人蹲在田边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而成畜墨说的最多的是 朝堂的事 没办法 投胎技术太完美了 成畜墨这辈子 注定在朝堂里生根发芽 市井坊间的八卦 与他完全无缘 只要没干谋反杀爹之类大逆的事 下一代如国公铁定是他 你也是功勋子弟 平日跟太子来往吗 小时候有来往 陛下那时还是秦王 对我成家颇为看重 经常叫我爹带着我去秦王府玩耍 偶尔陛下也带着太子来我家玩 那时我和太子都处得不错 贞观元年 他被正式策立为太子后 就和我们这些江门之后疏远了 其实也有来往 只是觉得耽默了许多 我尔也把我们招进东宫里聊天说话 可他每句话说出来 偷着一股字虚情假意 好像刻意拉拢一般 赏这个字那个的 他给 我都要 可是 他永远是太子 而我 永远只能是他的臣子 小时候的无拘无树灾也不会有了 成长意味着要失去很多东西 权贵家的孩子也不例外 听说上次的冯家鸣安 太子欲够先你 你与东宫结的仇怨如此深了吗 此次朝野 如今仍有议论 有 我虽与你结识微久 但你这人颇对我的微口 朋友归在娇心 今日我不得不说句良言 你与太子的仇怨 若能有办法化解 还是尽量化解吧 他是未来的国君 今年今世或许奈何不得你 明年明时呢 有朝一日他登灵大宝 手握终顶 你将何去何从 这是你的话 还是转述你爹的话 我自己想说的 我爹没说什么 只说目前看不出端倪 但以太子眼下越来越不堪的行径 和陛下对威王的恩宠 过几年或许有变化 老流氓虽说人品差近了点 但一双招子还是很犀利的 只是老流氓对未来的预计 还是有些偏差 数年以后真正受益的既非太子 亦非未亡 大唐九五之位 竟叫一个小屁孩摘了桃子 化解仇怨就免了 我总有意化解 也绝不能踏出那一步 别忘了 我除了是县子 还是火器局监政 跟任何一个皇子 走得太近都犯忌讳 陛下不怕 我得罪哪个皇子 他担心的是我靠近哪个皇子 若叫他知道 必是我的死期 难怪我爹对你苏来宠哀 却也绝口不提化解 你与太子仇怨的事 原来他早看明白了 所以你还得多跟程伯伯学学 程伯伯的本事 可不止在战阵兵法上 做人也是 我爹除了抽我 一般学不到东西 这几年扛奏的本事倒学了不少 勉强也算本事吧 一夜无眠 最可恨的是程处莫非要和李佳人 挤在一张床 说什么抱着睡有安全感 第二天 程家的不娶 起码赶到了太平村 同时还顺手捎来了一位 愁眉苦脸的东西不伤 昨日选中的那块 薄如禅艺的不愁 便是从这位布上送的 那些烂布头 我全要了 都是薅布 没烂 薅布 你去长安 卖一池试试 看人家不拿大耳光 抽你 这款布 确实卖不动 愿一位 发明了一个行品中 结果耿奔 连烂布透都不入 这款布 积压了多少匹 两钱多匹吧 溃餐了 奔钱都会不赖 全部卖给我 算算多少钱 两钱罐 嗯 一钱罐 五百 不 散百 哎 少愣君看着给吧 能说躲烧就躲烧 算了算了 萧任败送少愣君了 劝败送 幸不 当我们是匪贼嘛 我给你两千罐 不过你负责运输 两千多匹 全部运来这里 别给我一次充好 好好好 少愣君 我马上就去给您送过来 还未请教掌柜贵姓 不甘党鬼人吹问 萧任省存 捡命聘贵 夺谢鬼人 今日就笑任欲睡货 为了坐梁钱躲批布 笑任查点车胜子吊惊了 多亏鬼人降助 回去好好干 争取东山再起 将来发达了莫望 今日你我这场缘分 孙平贵千恩万谢的走了 李家院子里 程处默一直用奇怪的目光盯着他 这孙平贵莫非有什么出奇的本事 做生意做的 差点车绳子吊紧 你觉得他有什么本事 没本事贤弟 为何对他如此礼遇 对任何人李树周全一点不好吗 比如你在我家吃饭时 装得跟偏偏王孙公子一般 即使你一巴掌 可以抽费五个王孙公子 无论真心或假意 装出李树 总是没坏处的 可那孙平贵是商人啊 商人咋了 商人吃你家了 喝你家了 凭自己的本事赚钱 凭什么低看他 我李家 你成家还不是一样 在长安卖酒卖香水 咱们也算半个商人 兄弟莫乱说话 咱们跟商人可完全不一样 成家是开国功勋 你是陛下御丰的仙子 官员见你都要行礼的 怎能自甘堕落与商人扯在一起 以后莫说这话了 被监察于是听到 说不得去朝店上餐你一本 爱餐不餐 咱们两家做了买卖就是商人 不承认就行了 可是如今大唐的商人 确实只有这地位啊 他们连平民百姓都侮辱 长安街上无论什么人 抽商人一耳光 商人都只是弯腰陪笑 从来没听说打起来或是监管 我偏要对商人客气 你会抽死我吗 孙平贵的效率很快 两千贯落带后 当天下午便将宿布 全部带来太平村 马车到了李家门口 老爹李道正的脸色就不对劲了 二话不说 抡起藤条满村追杀不孝子 娃他爹 没你这么当爹的啊 娃子饭魂你咋不拦着 娃大了 长本事了 现在家里的事他做主 我管不着 娃当家也不该这么当啊 两千贯啊 这得换多少白面膜 买一堆白不扑的礼 今早见了 说是种绿菜 冬天吃的绿菜 近胡咧咧 绿菜夏天才有 冬天哪有 你儿子没种过地 你也没种过 咋能由着他胡来咧 哼 李家的 你家娃子怕是和去年一样犯病了 怕犯魂我能咋办 抽他 太平村里住了一年 李家人已渐渐习惯了这些村民的议论和眼神 什么样的议论他都能接受 众人皆罪我独醒 既有颜值又有才华的天才 注定活得与众不同 龙东时节 种出绿菜后 再端个碗 满村子瞎跑 偏找人多的地方 当着这帮家伙的面 一口一口把各种绿菜 咬得嘎嘣脆响 不卖也不送 就每天当着他们的面 使劲吃 啥仇都报了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李家人耐心地等着大棚里的绿菜 在大雪飘飞的季节里成熟 几天后的晚上 瞎线跑深夜 敲开了李家人家的门 出了肾事 没出事 没出事 你跑回来做肾 想狐女了 要不要考虑 把他杀了灭口算了 这是最省事 最放心的法子 明天带我去公主府看看他吧 不知他过得好不好 李家人忽然不生气了 世上有什么东西 比相思更难碍呢 明年开春 你和狐女成亲吧 瞎线 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狐女当初能在东市 被你救下 是她的运气 娶她想必 她也不会反对 开春就娶她 不过娶她容易 你爹娘那官 怕是不容易过 你王家世代 皆是关中人 恐怕不会答应你 娶一个狐女过门 在大唐盛世 关中人的血统 是最高贵的 哪怕是个穷得要饭的叫花子 只要他是关中人 那么他也是个高贵的叫花子 大唐国境以外的 藩邦一族 在关中人眼里 全都是未开化的狐孙 这时节的大唐人 民族优越党高的一塌糊涂 请悄悄回来的 明看过狐女后 我马上就走 不给你添麻烦 回都回来了 没必要急着走 冯家命案陛下 已有圣财 应该算是过去了 你再躲着 似乎没什么必要了 今晚你便回家看看爹娘 这几日在家里歇息 跟狐女怎样意外都可以 再过些日子 等风头彻底平静了 你再去东市呼风唤雨 冯家命案 我把太子得罪得更彻底了 可他却迟迟不见 任何针对我的动静 此非吉兆 不见动静还不好 或者是太子怕了你呢 太子若这般无用 便当是我高看他了 离家半个月了 赶紧回去看看吧 你哥昨日又挨了揍 回去碰到你大嫂 小心点 好 太子 你到底是不敢妄动 还是在叙事待发 五十一刻 宫门外忽然变得热闹起来 十辆滑贵的马车 从朱雀大街里不关押方向驶来 一路缓缓而行 马车前方一人骑着高头骏马 身着紫色官袍 面素而色沉 此人名叫李道宗 是李世民的同宗兄弟 被封江夏王 同时兼任李部尚书 身份地位显赫之极 朱雀大街说长不长 小半客便行到太极宫前的广场上 轰荡荡的广场周围敬畏 马车停下后 从车里刺地鱼灌下来 五十名宫装美女 五十名美女自觉派成整齐的队列 静静地站在广场上等候着 朱红色的宫门终于打开 一名宦官出宫门 快步朝李道宗走去 走到李道宗面前 宦官恭敬行礼 然后才指起身 有指 各州府才选美人入两一门 静万春殿待宣 五十名美女排成五列 垂手一言不发地跟在宦官身后 进宫是何等所在 怎荣荣儿等如此不顾一态 诸位贵人 既然入了宫 奴婢劝各位还是讲究一下 一态为好 宫裂可不比市井坊间 不是想笑就能笑 想闹就能闹的 这位贵人 奴婢敢问名姓 立州武士见过那官 贾赴英国公 名讳武士货 英国公武士货之女 这位英国公的来头不小啊 他是开国功臣 有从龙之功 身受两代帝王器重 然而贞观九年 武士货病逝后 家道中不免见见中落 官场人情淡薄 如今朝中已见不闻武家之名 原来是英国公之女 奴婢多有得罪 还请贵人继续随奴婢进宫 陛下朝宣之后 太医属自有太医来为贵人智商 武士一直表现得很委屈 也成功博得了宦官的同情 世一之事便不再追究 众美排成整齐的队列 继续往宫内走去 贞观十一年十一月 一位搅动大唐数十年风云的女人 走进了皇宫 这一年 她十四岁 大唐逍遥子第七十六集 东宫正殿 太子李承前今日有课 名叫高旅行 与李承前自小相识 估计的旧父大人并未魂配吧 家中有侍切实术人 正妻尚未娶 事先没名分 提他们作甚 既然旧父大人不曾魂配 我今日为旧父保一桩大煤 不知旧父大人意下如何 保煤 不知殿下预保哪家闺秀 旧父大人是申国公敌长子 将来要继承绝位的 姑保的煤 自然不会辱没旧父的门眉 不知旧父大人觉得 姑的九妹东阳公主若何 殿下是说 黄九女东阳公主与我吗 不错 九妹东阳公主 年方二八 容貌俱将 性情温婉 是为旧父大人良配 旧父大人不满意 若不是身份原因 我真想一巴掌戳过去 这熊孩子 论备份 我是李承前的旧父 自然也是东阳公主的旧父 世上哪有旧旧取外甥女的道理 李承前好歹也是皇家太子 未来的储君 宝眉难道连备份都不顾了吗 桂圈争乱 李承前给旧旧宝眉自然不是闲得无聊 而是有预谋的 李承前给高吕行宝这一桩大煤 其心可谓歹毒 出手便拿住了李承人的七寸 多谢殿下厚爱 只是陈与东阳公主备份不合适 殿下怕是失虑了 若陈上东阳公主 恐被天下人耻笑 殿下一番好意 陈只恨无福消受 旧父大人何必在意东阳的备份 说来东阳亦只是宫中下平所处 姑才是长孙家与高家真正的血缘亲人 东阳充其量只不过沾了点李家的血脉而已 况且姑这位九妹可是财貌双全 年方二八至今尚未魂配 眼看过了几年 父皇或许便会为他许上一门亲事 侧师美色 人间至汉矣 东阳是臣的生女 辈份不能乱 陛下若为其上亲 自是好事 臣怎会遗憾呢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在得 旧父大人 虽说你与东阳隔着辈份 可是你与我李家毕竟只是表亲 姑表自来便是良配 自是无碍的 姑可从未听说过姑表结亲会被天下人耻笑 至于辈份 姑表之间有辈份吗 姑眼里见到的只有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被发二字岂不可笑 舅父若不果真不愿迎娶东阳 明年开春后 东阳恐怕真会被父皇许给别的开国功臣之子 毕竟东阳已是二八年华 在众多姐妹里算是老姑娘了 臣大不答应自是无妨 可是陛下那里恐怕 你若无妨 父皇那里姑自会与你分说 放心 姑会安排妥当的 臣会就后会在父亲面前多行劝解 日后 我高加慢慢断绝与魏王的来往 亲上加亲 可喜可贺 舅父大人 姑这里先恭喜你了 多谢殿下美意成全 臣愿为殿下肝脑涂地 白色的棚子里 种下去的绿菜已冒出了新芽 凛冽的冬日寒风里 棚子里却洋溢着令人震惊的一派春意 整个太平村的村民都没想到 原来搭上这片白色的棚子后 竟真能在冬天种出绿油油的蔬菜 这是亘古未见的奇观 生活越来越有问头了 何探边 冬天真能种出绿菜吗 何探边 东阳两眼闪闪发亮 认识久了 李下人渐渐知道了东阳的一些小毛病 东阳不怎么吃肉 据说公主府里每日的膳食菜单上很少有肉 春天夏天都是绿菜 黄瓜 昆仑紫瓜 莲菜 芥菜等等 野菜也少不了 但肉确实吃得少 倒也没存着减肥的心思 东阳体型天瘦不能再减了 只是吃肉犯念 一到冬天就难熬了 跟穷人家截然相反 冬天时根本不见绿菜 不得不吃肉 吃一口直犯恶心 喝玉刺毒酒般悲壮 李下人最近几日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总觉得自己的身后有一双眼睛 在暗处冷冷地盯着自己 像一条毒蛇斗带着机会 一旦时机成熟 便会扑上来狠狠两自己 大唐逍遥子第77集 知道李下人能种出绿菜后 东阳是太平村里最兴奋的 大抵上升到立国立民 攻在千秋的高度 全天下百姓应该给李下人立个生词 每日香火供奉才对得起李下人的付出 夸张了夸张了 立生词就过分了 也犯忌讳 不过长安的百姓很快便会发现 虽然冬天能种出绿菜 但他们还是吃不进嘴里 为何 因为冬天的绿菜会很贵 贵到丧心病狂 贵到令人发指 普通百姓问一句价格 就会有回家找妈妈的念头 又是钱 不错 又是钱 世间兮兮 皆为力来 世间嚷嚷 皆为力往 我费尽心思在冬天种出绿菜 不为了钱我图神吗 我看你就是钻钱眼里了 种个菜都不肯放过 就不能随便卖点钱汇集百姓吗 怎么能随便卖点钱 冬天的绿菜跟夏天的绿菜 是一回事吗 你的思想太迂腐太陈旧了 我得批评你 无耻到家了 赚了钱不够 还把自己说成 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别人买了你的绿菜 反倒还欠你人情了 为了劳苦大众 我会忍辱负重的 河水流淌的很慢 慢得像时光 东阳 怎么了 明日我进宫 求见陛下 把上次那两张图纸拿去 跟陛下好好聊聊 你是说 没错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两张图纸 一定能在陛下那里 换不少钱 换 换钱 当然换钱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当然 银饼我也不反对 东阳俏脸白了一下 神情无比失落 不经意间扫了李瞎人一眼 发现他眼里那抹坏坏的笑 东阳顿时反应过来 一时恼羞成怒 一双粉钱 没头没脑 朝他砸去 又作弄我 你拿去换钱吧 将来让钱 陪你过一辈子 哼 太急功 甘露殿 坐在正中看着奏书 李承前从东宫带回来的 每天李世民总会 遣人将大堆的奏书 送往东宫 承前 你是未来的大唐国君 目光应该再远大一些 治和修帝也好 农丧姚府也好 对外用兵也好 眼睛不能只盯着一处 是 父皇 承前受教 你还差得太远 要多学学 朕将来才能放心 把江山交给你 是 令父皇失望了 承前之过也 你退家吧 好好跟师父们读圣贤书 东宫所解的臣子 皆是当今文明天下的 宝学鸿炉 孔颖达更是国子剑祭球 多跟他们学学 李承前失了一礼 却不急着退下 还有事 却有事 前日申伯公长子高吕行 来东宫 请承前保一桩 没 申伯公是我大唐开国功勋 又与长孙家是旧生 高吕行所且 孩儿所思又想 觉得无法拒绝 高吕行 此子该有二十岁了吧 若来与阵势平辈 至今尚未澄清 亦算亦数 倒是被高家名望身份 所迁为 这次求你保围 成前你能帮则帮吧 怎么了 高吕行 欲娶哪家闺秀为妻 欲娶黄九妹东阳为妻 什么 高吕行 欲娶黄九妹东阳为妻 李世民难得的 露出呆滞的表情 然后掰着手指算备份 高士连是长孙无忌的舅舅 长孙无忌是李承前的舅舅 理论上也是东阳的舅舅 那么高吕行的备份 算是李承前的表舅 理论上也是东阳的表舅 一大堆的就来就去 李世民算了半天 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被自己算得混乱了 亲戚关系不好算 尤其是隔着老远的亲戚 二表舅三一丈的 绕来绕去绕得头晕 父皇默想了 按备份的话 高吕行确实比东阳大一倍 大了一个备份 还娶什么东阳 高吕行疯了 父皇 高家和咱们李家 只算是五福外的远亲 这个备份可论 亦可不论 表姓尚可嫁取 何况五福外的远亲 不 天戒无小事 天戒的任何一个细微举动 都落在天下人的眼里 当年玄武门 已被天下人勾研十多年 朕这些年利已经图治 用兵强硬 好容易压下天下人的议论 若天戒公主与舅父成亲 朝臣和百姓又会议论纷纷 虽然勉强说来 高吕行和东阳 不算为了伦常 但终究落了口诗 叫天下臣民和施加门阀 有了嘲笑天戒的借口 这门亲事不可答应 父皇所言甚是 前日高吕行来东宫 与孩儿谈及此事 孩儿也是如此恢复的 奈何高吕行对东阳甚为 忠义 据高吕行说 他是某日游猎 入京东阳的封地 恰好见了东阳一面 从此为他魂不守舍 九思无可解 随来东宫求孩儿 请孩儿在父皇面前美颜 欲称此良缘 忠义镇的公主 朕就必须把公主嫁给他吗 你叫他去问问 吐蕃的松散干部 他也忠义镇的公主 看看朕以什么来回答他 松州城下数万吐蕃军士的性命 还有 关中子弟奔系千里 深入吐蕃境内 取承持十数座 这便是朕的回答 父皇恕罪 孩儿没有思虑周全 这便回绝高吕行 回绝了吧 这份不对 终究无缘 你再劝劝高吕行 天下良家女子何其多 何必担恋真的公主 是 孩儿记住了 里程前一脚快跨出殿门时 忽然回过头 父皇 高家终究也是开国功勋 当年亦有从容之功 父皇刚刚训导 孩儿说 眼光要放得长远 不能只盯着一处 若断然回绝高吕行 会不会 会不会含了整个高家的心 黄九妹今年以二八方年 也到了该上架的时候了 当今天下门阀甚多 何东 隆佑 诸多门阀对我李家高作皇庭不满 暗中广之语义 而我们李家 也该多拉拢一些门阀和功勋 才能平衡朝中和天下局势 李世民眼皮一跳 眉头不易察觉地猝了一下 接着很快恢复如常 李承前眼中闪过一抹笑意 李世民醋眉虽只是一瞬 但恰好被他捕捉到了 行了 进入目的总算达到了 孩儿随口胡言 父皇莫往心里去 孩儿告退 阴谋毫无预兆 突然而至 李家人最近几月心里 越来越不踏实 总觉得自己的身后 有一双眼睛 在暗处冷冷地盯着自己 像一条独舍等待着机会 一旦时机成熟 便会扑上来狠狠了自己一口 第二天一早 李家人简单收拾了一下 怀里揣着两张图纸 准备进入长安城 陛下 陈查明 京阳县子李家人与东阳公主有染 何府爷 你刚才说什么 陛下 京阳县子李家人与东阳公主有染 你 给朕再说一遍 京阳县子与东阳公主有染 大胆 耳敢误我天界声明 大唐逍遥子第七十八集 下人套好马 李家人跨上马背正带扬鞭 下门前忽然传来隆隆的马一声 就说我病了 传染病 见不得风 见不得光 怕水 也见不得人 小后生哪里跑 看老夫子生活起你 陈伯伯 有话好说 莫这样 小子这姿态太羞耻了 听我家老大说 你能在冬天种树入菜 老夫特意赶早出城 今日便来掌掌见识 这便是我家大小子说的大捧菜 冬天真能种出绿菜 是 村里的老农 看过了 再过两月 姑母能种出菜来 俩月后 恰好龙东时节 龙东时节的绿菜 老夫这辈子都没吃过 带绿菜熟了 小子一定给陈伯伯 和诸位功勋伯伯叔叔送去 敬一敬小子的孝心 好 不枉老夫疼你一场 小娃子生了一颗七巧玲珑的心肝 真不知你那些奇思怪想 怎么琢磨出来的 时常便给世人弄心情玩意 绿菜若真能在冬天种出来 宫末大烟 但是俺老成家下面几个小崽子 都是鲁莽匹夫 有勇而不毛 将来老夫死了到清快 腿等眼一粒便万事皆休 但老夫却放不下那几个小崽子 小娃子你是个灵醒人 小小年纪也不知被谁调教成这小活力的奸哗性的 老夫只怕你多有我家那几个小崽子来往 老夫登腿后 看待咱们如今的情分上 诚家若有为难时伸手搭服一把 纯伯伯言重了 您如今正当壮年 愁愁满志之时 何以言死 小子与诚家几位兄弟 将来身后如亲手足 此生定然守望相助 为难时绝不会袖手旁观 有你一言 老夫放心了 前几日的冯家命案 你把太子殿下得罪的不行吧 陈伯伯 此案小子完全是被牵连进来的 你莫与老夫解释 反正你个小混账嘴里没一句实的话 老夫懒得听 但是老夫提醒你 得罪太子殿下可不大妙 冯家命案的风头还没过 所以太子没有任何动作带到风头过去 你小子的安逸日子可过不成了 陈伯伯听说了什么 老夫能听说什么 只是不想见你小小年纪死得太早而已 凡事多想想 若是有人要杜付你 你的弱点在哪里 小子似乎没什么弱点啊 好 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做死的小混账了 你死之前先把种绿菜的秘方留下来给老夫 还有酿酒 还有香水 死便死了 秘方莫便宜了别人 程晓今来得快也去得快 李下人看着一帮杀财远去的背影 心中越来越沉重 弱点 我的弱点在哪里 不好 他要拿东阳下手 灰蒙蒙的天空被一团阴云笼罩着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天地仿佛忽然间风铭变死 李下人在大道上打荡黄奔 不祥的预感在心中越来越清晰 这些日子营绕心头的不踏实的儿子 原来他不是自己的幻觉 而是确实存在的危机 何复颜走在太极宫前广场的青石板上 他的脚步很沉稳 步履很从容 何复颜是殿中式玉石 大唐的玉石分三类 台院 殿院 监院 三者并列 互为牵制 殿中式玉石的职责是掌究心 举百官 支推谈举 通俗点说 式玉石就是严官 可封闻奏事 什么都可以弹劾 今日何复颜单独进太极宫 为的便是行弹局之权 陛下 陈查明 京阳县子李瞎人与东阳公主有染 何复颜 你刚才说什么 陛下 京阳县子李瞎人与东阳公主有染 你 给朕再说一遍 京阳县子李东阳公主有染 大胆 而敢污我天界声明 来人 陛下 臣有铁证 何言污之 铁证 臣有铁证 可正京阳县子李东阳公主有染 拿来 若有半子不识 朕必一而三足 臣昨日得东阳公主俯侍为皇申密报 自贞冠十年冬月 东阳公主便认识了同在太平村的京阳县子李瞎人 二人从那时起便渐渐熟悉 常在京河河滩边私会 此事公主府的侍卫们大多知晓 只因公主殿下以银钱买通 故而一直未曾走漏风生 陛下可曾记得 当初结社律书指二人挟持公主殿下一事 那日公主殿下与李瞎人二人同时被掳 后来说是结社率书指掳公主后 路上巧遇李瞎人 其实哪有如此恰巧之事 那日二人被掳 实则是二人当时同在河滩边私会 故而被结社律撞见 李瞎人未保公主性命 所以豁命以赴 将结社率书指二人杀死 因此一事 李瞎人与东阳公主二人共过患难 两情愈发如交四期 河滩私会愈发频繁 公主府侍卫皆有所闻 还有吗 何复言列举的势力很多 而且每一条似乎都有理有据 李世民听了半声 终于察觉到一个很不妙的事实 这些势力堆加起来 恐怕东阳和李瞎人之间 真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你刚才说的公主府侍卫皇申何在 皇申此时在太极宫门外后置 宣他进殿 皇申 东阳公主与李瞎人的私情 你果真知晓 小人知晓 缘何出卖公主 卫卑却仍有忠职之心 不忍欺瞒君上 将你所知 东阳与李瞎人的私情 源源本本到来 不可有半字虚言 是 东阳公主与李瞎人相识 与太平村金河边 那日公主殿下 撇下我等侍卫 独自去金河边踏青 回来后大家都觉得 公主殿下神态不对 许久以后 皇申终于说完 殿内陷入一片可怕的寂静 耻辱啊 天杰的耻辱啊 东阳那么懂事 那么温婉的女子 竟然做出这等 败坏天杰名声的污浊之事 若然败露出去 天下人将会怎样 一问天杰 殿内静悄悄的 气氛却压抑的令人崩溃 宣 李瞎人进见 李瞎人赶到太极宫门前 时已是汗出如浆 苍白的脸上不见一丝血色 呆呆地注视着太极宫前 那扇紧闭的珠门 神情惨然 这时宫门忽然缓缓开启 何复颜诗然走出来 后面跟着一位白面宦官 见到宫门外呆立的李瞎人 何复颜一冷 脸上飞快闪过不自在的表情 然后恢复了平静 表情甜淡地继续往前走 正好省了牟壁辛苦跑一趟太平村 今日倒真巧了 李线子 地下宣你即可进宫面圣 回去告诉父皇 东阳身心俱属他人 此生不渝 入狱令我在家二夫 出死而已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大唐逍遥子第七十九集 都说了吗 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说了 皇申也说了 陛下暴怒 以宣礼瞎人进宫 如此深厚 殿下 臣还需要做什么 暗中串联朝臣 将此事闹上明日朝会 广为天下所知 这毕竟是天家内事 臣是外人 若宣扬出去 恐怕陛下不会饶臣 哼 事情闹大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父皇无法责罪于你 充其量寻个由头 将你贬折出长安 明年姑再将你宣调回来便是 你为姑做了这件事 已是莫大的功劳 姑不会忘记的 明年宣调回来 这个饼未免化得太不可信了 其实 自己也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朝堂上 须得理不饶人 这个道理 相信你比姑更明白 姑要见到结果 最好是父皇将李下人赐死 臣尽力而为 马车内在无声音 坐在车前的马车散了一记空边 马车缓缓驶动 离开岸巷朝东宫而去 李下人的脚步很沉重 仿佛没迈出一步 便离深渊更近了一步 走到尽头 终难免纵身一跳的结局 太突然了 突然的甚至来不及跟他到个别 来不及再报一报他 李下人走得不快 穿过加德门 远远看见甘露殿顶的流云眼角 身后传来一声惊喜的叫声 少女不顾宦官和宫女的阻拦 毫无一态的蹦蹦跳跳朝他跑来 知道本宫被父皇禁足 所以你进宫来陪我玩的吗 公主殿下 时间紧迫 无暇多说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怎么了 看在以往 与臣的这番情意上 臣希望殿下能派个人去太平村 通禀一下东阳 哼 李下人走进甘露殿 跨进高高的门槛 一面便感到一股压抑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臣李下人奉旨觐见陛下 仿佛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回应 李世民一声不吭 李下人只好保持着躬身势力的姿势 久久不动 哼 罢了 免礼 大殿继续陷入沉寂 李世民是制造孔独气氛的高手 一声不吭便能把人逼疯 李下人很幸运 今月竟能尝到这种百般煎熬的滋味 听说最近你去火气局 应差明显比以前勤快多了 上月火药足足配了两千斤 可有此事 臣的本分而已 朕还听说你最近在家里弄什么工天的绿菜 此事若成 功德无量 此功不亚致添花 造火药和推恩靴沿驼之策 可称得上 你为大唐设计立下的第四大功 陛下谬赞 臣不敢当 十多岁的娃子 又是创火药 又是献国策 又是种绿菜的 做出来的这些事 从头到尾还不到一年 莫说天下英才 便是正在你这般大的年纪 亦做不到如此功绩 真是不简单 李下人 朕和大唐设计何其有幸 能得如你这般良才 朕很期待 期待在你的有生之年 你会为大唐立下多少颇天功劳 大唐因为有了你 会出现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话是好话 每一句都在夸他 可李下人清楚 李世民这番话只不过是铺垫而已 黄风暴雨在后面等着他 臣为唐臣 自当为设计尽忠 此阶臣的本分而已 自你经典 说了四句话 其中两次说到本分二字 你果真本分吗 李下人眼皮一跳 瞬间呼出了话里暗藏的刀锋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无法再逃避 进或退役无关紧要 结局只在李世民的一念之中 是 臣是本分人 纵有情非得已 亦是发乎内心 所以 你便倚仗立下的功劳 长出了一颗颇天的胆子 敢觊觎不该觊觎的东西 臣刚才说过情非得已 混账东西 情非得已 是你觊觎朕的东阳公主的理由吗 朕以国事代尔 而以和暴振 事宜之词 而竟还不知罪 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年代 不断地隐忍 不断地陪孝 对人孝 对鬼孝 知诸吐司般 不断经营着自己方寸之间的诸网 用感情用利益 用尽各种方法 拉拢权贵 讨好皇帝 连闯祸都成了 可以自保的策略 我做的这一切 无非是想在这个太平盛世里活下去 活得更好一点 可是 我早已逆犯了这一切 逆犯了这种随时随地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的日子 更可笑的是 无论自己怎样小心 终究躲不过临头的大祸 既如此 何必小心 两情相悦 何罪之有 暴怒的李世民终究留了情面 没将李佳人关进大理寺监牢 而是令公园在黑眼中的安人殿 一个紧挨着冷宫夜亭的偏僻宫殿 甘露殿内 李世民的怒火愈发高盛 李佳人的不惧 李佳人的抗辩 李佳人那一记桀骜狂傲的眼神 像真一样狠狠扎在李世民的心肩上 相比他与东阳公主的私情 李佳人刚才面对他的态度 似乎更令他愤怒 唯唯诺诺的小子 今日哪里来的勇气 竟然丝毫不畏惧皇权龙威 绝不能再放任了 历过再多的功劳又如何 终究只是平民农户出身 与世家门法的联姻才是我需要的 才是如今的执行是需要的 个人的功劳再大 跟门法势力的知识比起来 真的不知一体 来人 令礼部拟止赐婚 黄九女东阳公主 上身国公长子高绿星 令太史局选去十日内的皇道吉日 尽速完婚 东阳公主府侍卫全数撤换 驾遣金屋卫之首 任何人不得进出 东阳公主府 殿下不好了 殿下 宫里来人宣旨了 宣什么旨 奴婢不知 但跟着宣旨听使而来的 还有一队金屋卫将士 他们一进门 便将咱们府里所有的侍卫 全部拿下了 公主府的职位 已由金屋卫接管 去 去政殿领旨 黄九女东阳公主 上身国公长子瓷布朗中高旅行 这太史局选定吉日 吉令大婚 轻灾 宦官念完后 许久不见动静 抬眼一看 却见东阳公主身躯摇摇欲坠的荒地 泪如雨下 公主 公主 公主殿下 这 还请殿下领旨 本来还想到几句恭喜的吉祥话 可是瞧公主眼下这模样 这句恭喜似乎不合时宜 公主殿下 不管怎样 还请殿下先把旨意领了吧 奴婢无法回宫交差啊 回去告诉父皇 东阳身心去属他人 此生不渝 入狱令我在家二夫 出死而已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李瞎人 你我接生注定无缘吗 皇姐 公主殿下 大唐憋屈子第八十几 公主府禁地 来人住吗 搞东西 胆敢拦本宫的路 谁教你的有眼无珠 气死本宫了 本宫长这么大 还没人敢拦本宫的路 你们算什么东西 公主殿下 陛下有旨 不准任何人进出 你们回去问问父皇 任何人里面也包括本宫吗 今日本宫非要进去 有胆索性一刀劈了我 只要他不将东阳公主带离出府就好 他自己要进去 谁能拦得了他 皇姐 你究竟怎么了 父皇为何这般待你 陛下刚刚下旨 要将公主殿下 上与申国公长子 帮旅行吗 那家伙终日混迹长安清楼 与众多长级私缠不清 长安城里传遍了 皇姐怎能与这种人结为夫妻 父皇这不是害姐姐吗 旨意以下 段无更异 如今能救殿下的 恐怕只有 只有李献子了 对了 我今日来姐姐府上正式受李佳人之托 她刚才进宫去了 看她的样子 怕是祸福难料 李佳人 她怎么了 快告诉我 李佳人求我来太平村 说是骤遍江生 要你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去父皇面前为她奔走周全 她说 你若不去 父皇不会拿她怎样 你若进宫救她 她必有杀身之祸 李佳人 你我今生注定无缘吗 皇姐 公主殿下 城府 爹 李佳人被陛下关起来了 你管不管 老夫该做的都做了 这小子自己做死 非要犯陛下的机会 老夫还能拦得他去死 哪里来的机会 不就是和公主殿下亲热伤了吗 批大个事 爹 你去跟陛下说 请他把东阳公主许配给李佳人不救失了 你 给老子安安分待在家里 少管不相干的闲事 爹 你不是经常要孩儿与他多来往吗 朋友兄弟之一 怎能兼为难而不救 平日可以救 这次就不得 老夫已试过警了 可惜 还是迟了些 爹 咱们若不救 李佳人可真危险了 你几个身 谁说陛下一定会杀他了 软禁他只不过为了给他一个教训罢了 我 我尽供需求陛下 来人 把这混小子给俺绑了 吊在前院歪脖子树上 好久没给你松松屁股 还反了你了 再来个人 去请老牛 李季 长孙 吴季这些老匹夫过来 就说俺成家开酒宴 酒肉管宝 胡姬成群 给脸不要脸的 俺老成亲自上门把他扛来 正如陈咬金所料 第二天的朝会果然不寻常 朝会刚开始 李世民便被文官们逼得进退两难 向来威武霸气 前刚独断的天赫 韩陛下今日却从骨子里透着心虚 陈子渝公主干出这种过当真当一散足 这么道德的败坏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一定要定斩不赦 死不住 你约崩坏啊 眼看李世民都快生出杀鸡了 程咬金察觉不妙 终于出手了 杀什么杀 你们这群疯子杀戏 咋比俺们武将还大脸 李仙子和东阳公主又私情咋了 一对少男少女两情相悦 做出一些糊涂事而已 你们谁没年轻过 你们谁家后院里不是妻妻成群 一个小娃子 终于一个女娃子 如此而已 挺简单的一件事 搞得那么兴风血雨的 那么多国事朝 我等着你们去办 你们一群老过 却得两个小娃子过不去 明显以老卖老欺负人嘛 就算不成全这老阿子 用得着喊打喊啥嘛 俺老成可真是看不过眼了 一派胡言 刚里轮场 为臣之道 其实简单一句终于便可结果 你以为李家人之最今 只是与公主的私情了 分明是欺君 为臣之大忌义 红老匹夫 你少个啊 说这些屁话 俺听不懂 俺只看见一群 没老不孙的家伙 欺负两个娃子 老成就是看不过眼 你能拿我怎样 一个小娃子 而且是一个对设计 立下无数大功的娃子 为了一点儿女情成的屁事 就要杀了他 而等试杀功臣的借口 都这么烂 当官当傻了吗 城之界 这里是朝堂 说道理的地方 满殿朝臣 仅你一人 虎脚蛮缠 不觉得失疑吗 若城之界是虎脚蛮缠 那么便再算老夫一个如何 小娃子犯点糊涂而已 终为何苦如此相逼 若没有他 去年关中天花之意 不知此多少人 今年唐君与吐蕃的松州之战 胜负一味可知 十多岁的娃子 对家国设计立下如此功劳 令我大唐将士扬眉吐气 这等百年难得一遇 因大唐国孕而生的英才 为一点女私情的小事 妄言杀之 老夫想问问 这到底是维护刚常 还是自毁长城 恐记久 若然真杀了他 你自问对得起设计吗 是啊 李家人杀不得 杀之只泄了一时之起 对大唐的设计 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作为一个成熟的盛名的君主 不符合设计利益的事情 是绝技不能做的 众卿肃敬 李家人与东阳公主的私情 此乃天杰家事 不老秦等费心 况且朕已查明 二人发呼情而指护理 不曾做过令天杰蒙羞之事 此事便作罢了 第二天午时 一个大胖子出现在安人殿外 闭脸憨笑地看着李家人 卫王殿下 此时此刻 尾时不是你我见面的好时机 安人殿是进宫深处 除了我 没人能来 也没人愿意来看你 你如今的处境一道挂在悬崖边 动一动小指 你就彻底掉下去了 所以卫王殿下是来动动小指的吗 非言 我对落井下时这种事肃无兴趣 只是太常好学 对世间万物万事 皆有寻根问底之心 今日太心中有异疑惑 特意过来请教李仙子 你特意进宫看我 为的只不过是问一个问题 求知之心 何忍苛责 没得到一个答案 我便多了一分认知 对世事人情亦多了一分把握 问问又何妨 我知无不言 只不过你问我之前 我想先知道外面的事 东阳如今怎样了 黄九妹被父皇禁足 并下旨上婚申国公长子高旅行 十日内打婚 终究误了她 当初若未曾相识 她的一生或许比现在精彩吧 好了 你的问题问过了 该回答我的问题了 你问吧 其实早在今年春天 我便听说了你的名号 好像凭空突然冒出来的一般 你变成了长安城里精彩绝艳的少年英才 你的名声 你的财血 你的诗句 完全盖住了我的光芒 所以 我一直认为你是最聪慧的那一类人 和我一样 除了出身低一点 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了 殿下到底想问什么 我想问的是 你与黄九妹东阳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 你想达到怎样的目的 魏王殿下费尽口舌 说了大半天的话 想问的就是这个 我一再说过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断然不会做出与公主油染这种蠢事 你既然做了 必然有你的目的 我独自在府里猜了很久 甚至一整晚都没睡好 心里一直想着你的目的 你的用意 想得我的头都痛死了 我没有目的 若一定要说目的 此生为愿 与东阳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 今日你身陷淋雨 来看你的人只有我一个 从成天门到安人殿 我走了半个时辰 如此辛苦而来 只为求教一个问题 你便不能说一句实话吗 这是实话 不 这不是实话 我说过 聪明人不会做这种蠢事 与东阳私下有忍 在我看来百害而无一利 父皇的女儿向来不是许配 帮帮君主便是许给门阀或开过功臣 断然不会许配给你 你若存着利用东阳攀上添加的心思 恐怕大大失策了 这几乎是朝野尽知的结果 你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才一直想不通你的目的 殿下你此生有没有 忠意过一位女子 真正的忠意 认识她后 你的人生都亮了起来 甚至愿意将世上一切 最好的东西偷也好 夺也好 全部取过来 摆在她面前 然后告诉她 只有她才配得上 这些最美好的东西 我 我府中歌舞纪上百 机械术实 我对他们 你对他们只有翘棒之乐 没有感情 所以你无法理解 我的这句实话 当你有一天发现自己 真正喜欢一位女子 为她的一颦一笑 而揪心的时候 你会发觉 原来聪明人也会做蠢事的 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蠢事 连最愚笨的人看见了 都会笑得直不起腰 所以 你与东阳的私情 其实根本没有目的 纯粹是你做的一件蠢事 不错 我和东阳 同时做的蠢事 时光若能倒退到一年前 我想 我和他仍会选择 做这件蠢事 此生不悔 人这一生 若连这件蠢事都没做过 活着未免太苍白了 李瞎人 我 真是看不懂你 就当我比你蠢吧 想不想知道 父皇将会如何处置你 想不想知道 你和东阳的事 是谁向父皇告的命 不想知道 魏王殿下 臣已这般境地了 何必还将我拉进 你和太子的漩涡里去 我对你们的争斗 真的毫无兴趣 嘴长在我身上 说不说由我 告诉你 今日招会上 许多朝臣要求诛杀你 父皇却压下去了 你和东阳之事败露 是殿中式御史和傅延告的命 好了 我说完了 我想 你仍是个聪明人 男女之情或许不该算蠢事 只是一件我无法理解的事 李瞎人 终有一日 你我将会坐在同一条船上 我确信 李太离开安人殿后 镜子去了甘露殿求见李世民 父子二人在殿内聊了很久 下午十分 李世民下旨 将李下人从安人殿放出来 公主府禁闭 不得靠近 退回去 难怪李世民放心将我放出宫 原来他已换了新的侍卫 等于把东阳关了起来 他笃定自己见不到东阳 所以毫不介意地恢复了我的自由 李现子 陛下已将东阳公主赐婚申国公长子 从今日起任何人不得进公主府一步 还请李现子墨难为我等 速速退去为上 薛管家 马上给我弄一块 一丈方圆左右的白色绸布 再准备一捆 脚趾粗细的竹架子 快去 黄姐 耐心在等几日 说不定会有转机 李佳人那个坏家伙 总有一肚子的坏主意 他一定会有办法 让高将无法娶你 黄姐 再见到李佳人之前 你一定要振作 我倒希望他什么都不要做 事到如今 父皇牵手不下了一道死局 困住了我和他 我的生死不足挂怀 若李佳人有什么举动 父皇不会放过他的 此生虽已无缘 但我却期盼他好好活下去 未来数十年的光阴里 活得平安 喜乐 若是偶尔能想起我 我纵死一鸣目了 黄姐 你千万不要 不要 公主殿下 快 快出来看 天上 天上 天上怎么了 天上 有一只好大好大的风筝 你还好吗 你病了 不爱的 有你在就好 上次见你 仅仅是三天前 为何却像等了一辈子呢 我对不起你 让你受苦了 不苦不苦 只要你在 便不苦 李佳人 我从未像今日这般 痛恨自己的公主身份 是我连累了你 若我生在平凡百姓家 你我便不会有如此大的阻碍 大唐逍遥子 第八十一集 相思无音见 畅往梁峰前 却是像是他的手笔 倒真是聪明的锦 居然能想出这个法子 与姐姐你通消息 殿下 李仙子好厉害 他苦 一知我的苦 高阳 我想见他 现在就想见他 姐姐 现在府里内外都被金无卫战了 不准任何人进出 我都是拼了命才进来的 出去的话恐怕更难了 我想他了 太想他了 哪怕外面是刀阵枪林 我也要出去见他 但能见他一面 死也甘心了 罢了罢了 拼着被父皇责骂 我也要成全你 姐姐莫及 我想想法子 一辆华丽高旁马车 从公主府的马厩里 缓缓驶出 殿下驻马止步 公主殿下 你来去进出且游的你 但马车不准出府 此乃陛下言止 还望殿下莫为难我等将士 本宫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管我 公主殿下可以走 马车不能走 没有尊卑的下作东西 本宫今日偏要驾着马车出去 有胆你一刀砍了我 驾 前方摆盾牌阵 拦住马车 落 急速飞时的马车 狠狠一头撞上盾牌 人要马翻 赶快检查马车里面 有没有东阳公主 公主府门前 被高阳闹得鸡飞狗跳的同时 绿柳却掺着东阳悄悄走出寝宫 殿下 嗨 顺着梯子爬出去 奴婢帮您扶着 绿柳 患难见人心 多亏有你 你对我的好 我会记在心里的 哎呀 变下 都这时候了 说这话作甚 快出去 迟了便来不及了 李下人静静坐在河滩边 呆呆注视着缓缓流淌河水 心恶如麻 风筝放出去了 不知东阳 有没有看到 回忆涌入脑海 赫然发觉每一次自己走到这熟悉的地方 总有一道俏丽的身影背对着他 静静地等着他 每一次都是他在等他 直到今日他才发觉 原来等人的滋味这般煎熬 当初他是怎样在等待中 熬过这难挨的孤独寂寞 匆忙急促的脚步声 远远从身后传来 你还好吗 你病了 无碍的 有你在就好 上次见面 仅仅是三天前 为何却像等了一辈子呢 我对不起你 让你受苦了 不苦不苦 只要你在 便不苦 李下人 我从未像今日这般 痛恨自己的公主身份 是我连累了你 若我生在平凡百姓家 你我便不会有如此大的阻碍 或许我已是你李家的堂上父 怎会让你为我受此苦楚 若有那么多如果 我们还是我们吗 生命里早一刻或晚一刻 我们可能都不会遇上 我们的身边 或许是另一个陌生人在陪伴 各自有着另一份 不一样的非和喜 与我相识 你后悔了吗 后悔我便不会 费尽心思在这里等你 缘分缘分 缘是上天安排 非要靠自己争取 二人静静享受着 失而复得的珍贵时光 谁都不愿破坏这份短暂的经历 宦官昨日来家中传旨 父皇命太史局官员 掐算十日内的良辰吉日 将我上许给高家长子高旅行 只有十日 不管你父皇如何安排 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 我只问你一句 你愿意嫁给高家长子吗 我已发下毒誓 大婚那天 我必饮振自尽 国弊如此严重 你若不想嫁 我便能让你不嫁 父皇的旨意断无更改 你莫再为我犯险了 我要你好好活着 别再做出触怒父皇的事 这辈子活得平安喜乐 与我便是莫大的安慰 我再说一次 你若不想嫁 我便能让你不嫁 若没了你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的公主府应该不准你出入了 你怎么出来的 我偷偷跑出来的 高阳和绿柳帮了我 事情没闹大之前 你赶紧回去吧 一切我来安排 好 你让我回去 我便回去 放心 你嫁不了高家 因为有我在 相信我 嗯 我信你 今日才惊觉 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光 多么珍贵 李佳人 一切都太匆匆了 我们此生还有夫妻缘分吗 一定会有的 我好累 好想睡一觉 在你怀里 长安东市还有多少手下 冯家命案后 我在外面躲了一阵 不过前几个月我在东市里面砸了不少银钱 也花费了不少精力 估摸着原来的手下都能用 你现在去东市告诉那些手下 我要用他们了 好 怎么用你尽管说 仍是散播流言 这一次一定要小心做这件事的人选 要慎重 莫让人知道与你有任何干系 就算查到他们头上也无法牵扯到你 事成之后马上把他们送去拢幼 彻底在长安城销声匿迹 另外再给我准备几样物事 这几样物事你亲自去办 好 城里的消息我都听说了 李下人 当初我兄长私下跟我说过很多次 说你和东阳公主的缘分将来怕是有许多艰难之处 如今果然严重 再难也是我自己选的路 既然走了 绝不回头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便要继续走下去 若是这一线希望也消失了呢 那么我与这条路同往 黄九女东阳公主 与申国公长子高旅行的大婚定在冬月初期 离冬月初期至盛短短六天了 高家开始大肆采买一英大婚用务 申国公府门前张登结塔 婚娶请柬早早备动 高家下人频繁进出长安的权贵门庭地 长安城里 悄然无息间却渐渐开始传扬这一条留言 十一年前玄武门之变 高世联释放死球与李世民遥相呼应 李世民领兵夺取玄武门 不禄守门将是上万 和李世民的做法一样 在高世联的鼓动下 死球们拿着武器血洗方圆门 守门将是五千众无以幸存 红一天 红一座皇城 两个地点造下无边杀命 如今两家联姻 必不被上天所用 这条类似于诅咒的留言 很快在长安城蔓延开来 如今这年代 无论官员或是百姓 无边都是有信仰的 我家也好 道家也好 因果报应的说法在民间很有市场 李佳然 我感觉你在玩火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道德太大了吧 人送走了没 送走了 留言刚传开 三波留言的五个人 便跟着胡商商队离开了长安 人走了 陛下再查也是一件 子无对证的事 你担心什么 我只担心你 我知道东阳公主被许给别人 你心里不爽力 可是 仅仅只在长安城里三波留言 根本毫无用处 留言伤不到陛下 也无法令陛下改变主意 但留言却能端送你的性命 李佳然 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 留言只是第一步 只是一个佛笔而已 你心中有恨意 是 我有恨意 我没读过书 故事该怎么劝你 记得小时候有个和尚路过咱们村 携脚石给乡亲们论法 和尚说 心中摸怀陈医 有了陈医 便入了魔障 你觉得我入了魔障 是 由爱故生忧 由爱故生不 若离于爱者 无忧义无不 和尚有没有教过你 如何才能离于爱 你说的啥 我没动 很不错的答案 或许什么都不懂 便能离于爱 可惜我懂了 如此说来 我果真入了魔障 我不想当公主了 当公主太累 我决定要出家 是梦话吗 不是 为了你 我决定出家 黄姐 李佳人说今晚自食会有热闹 这独子十二刻了还不见动静 该不会是狂我们的吧 你性子太急 一刻也等不得 放心便是 夜凉如水 东阳美眸一眨不眨的盯着窗外 静静等待着自己命运的转机 来了来了 热闹终于来 小点声 声音在大点 事情全败露了 前门李佳人一定闹出了什么动静 真想跑出去看看 别出去 其实这些动静 咱们也能闹出来 别忘了 昨日李佳人交给你一包东西 说前院有了动静时 咱们便将它打开 稍微加热一下 便有奇观可见 对呀 快快 黄姐你快把那包东西打开 怪啊 鸡飞狗跳的一夜过去 唐安城忽然多了一条非常惊悚的传闻 东阳公主府鬼神作祟 子夜无端冒出无数鬼火 一名公主府侍卫无故死亡 鬼火飘进了公主府寝宫 东阳公主和高阳公主两位殿下被吓得神志不清 一整网胡言乱语 言称府里有冤鬼所命 定是什么人玩弄的把戏 朕决然不信 陈不敢欺君 昨夜公主府内的鬼火许多将士亲眼目睹 陈绝不敢妄自声谣 朕说过了 朕绝不相信 传指大力四清孙富家 令他给朕彻查 定然有人在背后无事生非 查出此人 朕将他碎尸万段 最近发生的一桩桩 一件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李世民的心 后悔不该与高假联姻 若自己冷静一点 慷慨一点 将东阳许给李下人那个混小子 怎会有今日这般煎熬焦虑 似乎自己做了一件错事 若果真是报应 对应的恶音 哪里是当年的玄武门 分明是他拆散了一对有情人 昨夜公主府骤然生变 今晚高家生了畏惧 法府中所有的不娶家将权术遣至门外职守 偌大的国公府戒备异常森严 然而该发生的终归会发生 嗯 快 明罗示警 死人了 搜 把这附近彻底搜个清楚 大家莫信什么妖魔鬼怪 此必是贼人不下的一阵 大家皆是上过杀人的汉子 莫被这点小小伎俩迷了眼 咋了 咋回事 林中有 有 莫非是阴兵过境 当年方林门死去的阴兵吗 手里都是攒着人命的汉子 怕什么妖魔鬼怪 左右不过立敌而死 被老子劣阵 四周一片静力无声 不取门呼吸急促 赤红着眼不停扫视四周 可是除了那树团鬼虎外 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鬼 真有鬼 报应来了 报应来了 到底何方妖魔鬼怪作祟 而等境遇赶尽杀绝吗 北边 北院 是老公爷的院子 天亮了 长安城内的方官们懒洋洋地打开了方门 城内又恢复了畅通无阻 随着方门的打开 流言如同温一般迅速扩散出去 短时间内蔓延全城 高家的报应竟然真的应验了 作业自示 高家府内吟兵过境 归祸死灭 不去夹铺练死乌刃 劝使齐空溜血而死 高家张子 就是那个出其咬育 同样拱住秤秦的高律性 被吓得甚至不清 我创不起 直到闲宰仍是逢艳逢玉不断 家主高是连夜病倒了 据说是又气又怕 犯了头疾 整个高家弥漫着浓浓的晦气 今日太极宫的朝堂也热闹 无论朝堂还是民间流传多少种说法 各种说法多么离谱 但至少鬼火和阴兵 是被毫无疑问地确认了的 鬼火居然是真的 阴兵居然也是真的 时间难道真有报应之说 是的 横扫天下末语能敌的天可汉陛下也害怕了 伟大圣明之类的字眼 一半是自己的努力 一半是旁人的渲染 李世明终究也是肉身繁胎 人类该有的情绪他一样都不会少 遇到这种诡异的事情 他也会害怕 府纪一 高家和东阳府上之变 你如何看 东阳公主府前夜闹鬼 陈元本以为是有新人的谋算 谋算此事的目的很多 比如龙幽 山东那些门阀世家布满陛下 顾尔袍至此事抹黑陛下 陈元本是这么以为的 但是昨夜高家也出了事 并且除了鬼火 还有人听见了阴兵的脚步声 陈现在可真琢磨不透了 若真是出于有新人的谋算 这鬼火和阴兵 未免太匪一所思了 府纪的意思朕明白了 难道说 果真是应了十一年前的报应 府纪 你说朕要不要削瀚五弟 下一道罪己诏书 陛下不可 罪己诏不可倾下 一旦诏书传世 便是坐视了十一年前的事 天下人的骂声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扛下的 更何况如金龙又山东 多家门阀对陛下虎视眈眈 一旦下了罪己诏 我大唐将陷入无尽内乱 陛下三思 朕从来不惜因果报应的 因为朕是真龙天子 朕即社稷 朕即因果 可是昨夜高家之贬 为师令朕坠坠难安 世间莫非真有报应之说 陛下多虑了 陛下即是社稷 自有漫天神佛护佑 是超脱于因果报应之外的 区区闹鬼而已 合族为律业 身负极贵此弃者 鬼罪岂敢近身 但愿如此吧 陛下 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民心 长安城里的说法很难听 罪己诏字不陛下 但陛下还需做点示出来 令天下人归心 不错 朕也是这么想的 今年山东大汉 朕便免了河东岛三年摇曳和税妇吧 陛下和高家的联姻 恐怕已不合时宜了 伏计深知朕心啊 没错 朕也觉得这门轻事不妥当了 当初东阳与李家人的小子私下里 哼 朕情急之下 才不得不临时把高家拉来联姻 谁知出了这么多事 若再继续这门轻事 恐怕不仅是民间 就连朝臣们也会有议论 那些世家门法 更会借机刁难发作 相比之下 避大余力 该舍则要舍呀 这是天洁回青 传出去也不是好事 高家侍臣的娘舅家 陈祸可谓陛下分忧 昨夜高家大便 高吕行被吓得半风半点 再配东阳公主亲自未免太不尽了 明日高家获会上表 请求陛下宽免婚事 高吕行也是不幸 朕这边令太医所的太医去给她看看 在此审参陆荣药材若干 但愿她能早日康复 臣带高家多谢陛下红恩 长安城的消息传回太平村 李家人的神情仍不见开了 辛苦部下这么大的举 用尽了前世残存的记忆 用科学的法子迷惑了今世的人们 被迷惑的甚至包括当朝的君臣 今日终于达到了她想要的结果 可是这一切无非只能 让东阳免于嫁给高家 却无法让我和东阳之间再出现转机 今生恐怕与东阳再无夫妻缘分了 认识算久了 李家人渐渐了解了李世民的为人 这是一个骄傲的极度自我的帝王 深沉的心机隐藏在他和安可卿的外表下 他喜欢掌控一切 对欺瞒深恶痛绝 幸李家人和东阳做了一件欺瞒他的事 终此一生 恐怕他都不会赞成李家人和东阳的婚事 未来该怎么办呢 或许还有希望吧 只要活着就一定有希望的 不管多了渺茫 他终究是希望 高家骤变的第三天 高氏连托长孙无忌上表 言称高家长子旅行忽然贩子 病情不见起色 若强女天界澄清为女亵渎天界声明 不请解除高旅行与东阳公主的婚约 李家人 我今日又是东阳公主了 不再是高家父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听到这个消息有多高兴 刚才在府里的时候 我就很想笑 放声大笑 可我怕诗仪 府里有宦官盯着 任何诗仪的举动 他都会冒出来 说叫训斥一番 很讨厌 你现在可以笑 我绝不训斥你 银银般的笑声洒落河面 留下一片晶莹的波光 银银闪闪 我刚才的样子是不是很丑 不丑 平日你太在乎一太 今日的你还是真正的你 我很喜欢 就会哄我开心 我才不信 赶紧把我刚才的丑样子忘记 忘得干干净净 一丝也不准记起 你要记住的永远是我最美的样子 早就忘光了 一点都不记得 真的 李佳仁 你我今生还有夫妻缘分吗 只要活着一定有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活着 我不想当公主了 当公主太累 我决定要出家 是梦话吗 不是 为了你 我决定出家 李承贤啊 李承贤 你害得我好惨 这次该轮到 我找你算账了吧 有来有往 才能叫博弈 大唐逍遥子 第八十四集 您做到家仙 不做富贵人 东阳是对朕寒心了吗 多年来对他未尽过父亲的责任 他一直在被遗忘的角落 静静地看着别的兄弟姐妹百分正宠讨好 可他从来不愿往我的方向多迈出一步 像一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 安静地看着一场与他无关的悲喜 十多年后 他长大了 出落得亭平欲立 连眼尖依稀能看到他母亲当年的模样 可他仍旧那么安静 那么柔弱 永远不懂得父皇的安宠 需要自己去争 去抢 如今情斗初开了 认识了一位温润如玉的少年 他聪明 他优化 他还有几分少年人不曾有的沧桑和脑桑 想想他和他并排站在一起的样子 似乎真是郎才女貌 天草一双 可是 我终究还是狠心拆散了他们 因为修脑 因为欺瞒 因为帝王的尊严 这个对我从来无所求的女儿 唯一只求与中医的少年共结良缘 可仅仅这个要求仍然被我拒绝了 对东阳来说 自己这个父亲做得完全失败了 失败的根本无法挽回 有那么一瞬间 忽然很想成全他们的冲动 弥补当年缺失的父爱也好 或许换得女儿展颜一笑也罢 然而 冲动真的只有一瞬间 李世民又恢复了那个冷酷无情 心硬如铁的天科汗陛下 帝王家里 哪里来得清 来人 告诉东阳 他的奏表 真准了 批复奏表的第二天 东阳孤身进了宫 除了向父皇谢恩之外 顺便还拜了太史局将士郎李淳风为师 这位公主殿下诚心为断 眉宇间仍有万千情愫萦绕 明儿不散 与成员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 从上表请求出家 到皇帝陛下恩准 整个过程仿佛是玩笑一般 说得人轻松 恩准的人也痛快 一来一往就妇女二人赌气似的 以后你的道号名曰选会 多谢师父 李家人 东阳公主他出家了你进不拦着 他活得太累 出家不失是个办法 若他付出家仍旧是公主的身份 今后的麻烦 一桩接着一桩 每一桩麻烦或许都会要他的命 高家虽然解除了婚约 但他仍是为嫁带字之身 今日想办法对付了高家 明月或许又要对付来求亲的王家 孙家如此反复 反不胜反 难道我们每次都靠装神弄鬼 这种法系对付过去 到家最为随和 进去容易 出来也容易 再加上他的公主身份 可谓自由之极 将来若情是出现转机 我和他之间尚有前缘可续 脱下那身道跑也容易 你和他何时会有转机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三年吧 三年之后 若我和他没有转机 纵然再冒掉脑袋的风险 我也要人为制造一次转机 李承前啊 李承前 你害得我好惨 这次该轮到 我找你算账了吧 有来有往 才能叫博弈 长安城 东市 难得你来看哦 有事吗 有 你说 一定班头 找个面生的人 就是那种将来出了事 也牵扯不到你身上的陌生人 你又要散播啥留言 不散播留言 这次请他去听曲儿 听曲 去太长寺听曲 高大上吧 皇帝陛下和权贵们 才有资格去的地方 可是咱们进不去啊 咱们进不去 有人能领着咱们进去 那里的女人又不能碰 刚坐在里面有深意识 成兄 你就不能坐怀不乱一次吗 贤弟莫闹 太长寺的歌姬舞姬连碰都不能碰 更别说坐怀里了 完全不可能的事 里面的女人哥哥都戳约得很 可惜了 成兄 你也莫闹 单纯听个曲行吗 听完后 我请你去京楼 那里的女人想咋碰咋碰 兄弟你咋了 你兵得不清啊 以前你可是一毛不拔的 今咋这么大方请客了 孙老神仙 昨日恰好云又回长安 我带你去看看 哎呀别废话了 快走 你们速速把台长博士请出来 听好了 经我兄弟心智不错 想进你那破四里光一光 经给你个面子 韭菜就不必背了 我们兄弟进去看一圈鞭走 破破四 磨蹭啥 快点 里面的姑娘亲不得包不得摸不得 不止有啥好看的 也就我兄弟有雅兴 欢了小爷我 请我一百次也不来 天寒地冻的 内教坊还有人盘眼吗 说来歌舞纪和乐师们都是吓苦人 若遇鲸鱼夜 哪里过的天气 都是为陛下助兴而活的鱼色之辈 若不练好歌舞 扫了陛下的兴致 那就该死了 刘博士可否领我等 去那教坊看看 难道自己记错了 嗯 这位少年的模样似乎于实书所记载的很吻合啊 那位乐师相貌 竟称得如此角色 他是男是女 那个不是乐师 是乐童 跟着师父学编中 还没资格上场呢 李献子默看他生的女像 却是不折不扣的男儿身 此子年方十五 自小双清举师没有名姓 司成大人为他取了个贱名 名曰称心 原来叫称心啊 好名字 人美 名字也美 可惜是男儿身 今日就叨扰刘博士了 我们先回去了 今日多谢成兄 让小弟 我开了一番眼界 天色不早 你我兄弟来日再聚 好 哎 说好了请我去青楼的呢 股子卖大了容易扯着蛋 但是省钱了 李嘉然 我还是没想明白 今日你带我去太长寺 到底为了啥 真去听曲啊 除了听曲 你记不记得 刚才我在太长寺里 还干了什么 关东关西 还有呢 还有就是眼睛 咋都不咋的看着五级 当时你的样子好难看 那个乐童啊 名叫称心的乐童啊 哦 原来你进太长寺 是为了他 再拿这种眼神看我 莫怪我翻脸 今日我却为那个称心而来 刚才你也见过 他的模样了 还记得住吗 能记住 那家伙长得太乖了 比女人还没 想往都难 找个不相关 又靠得住的人 只赢钱 把称心买下来 这回该懂了吧 小人称心 拜见堂上尊掌 好一张妩媚精致的脸 这小子 分明是投诉了胎啊 难怪王贤帝背后 那位大人物滚弯抹角 想把称心输出来 可惜了这座粉嫩嫩的小竹鱼 大鹏绿菜不分季节 种完一季又一季 白白手指算了算 长安城里认识的权贵家 该送的都送了 连李家人都忍不住 想给自己点个赞 这个人情送的太实在了 大冬天的绿菜 送到各家权贵门口 简直就跟送了一车 黄金一般珍贵 然而绿菜送来送去 唯独没送李世民 接下来该想个什么法子 让东阳和自己见一面 我和他这辈子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条路一定要一起走 哪怕东阳当了道姑 也无所谓 我只认准了 这个女人 就算此生彼此 没有任何名分 我和他都不能分开 你二人此生情缘纠缠不清 玄慧哪里能静地下心来修道 情缘是缘 道缘也是缘 此缘生彼缘灭 不可抢求 终究是命术 道家顺自然而为 道长何不成全 大唐大废物第一级 寒冬大雪天对李下人来说 也有一番情调 闲人总会想出各种法子 让自己过得舒服 这婚小子真没亏待自己 朕的太极弓 意味曾如此奢依 来人给朕宽衣 朕也进去泡一泡 舒坦 这才叫过日子 陛下乃真龙天子 今日真龙跳进尘的池子里 便是龙游大海 陛下您慢慢有诊 尽兴便好 臣先告退 给朕站住 敢爬出去 朕便叫门外武师 将你光着屁股扔进大雪堆里 你信不 混小子 你家从那些稀奇古怪的所谓椅子 到这个大池子 再想想你以前做出来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什么白酒 香水 绿菜 朕算看出来了 你这家伙就是个安于享乐不思进取的懒人 日子怎么舒服怎么过 而且整日琢磨的心子 也是怎样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更安逸 上天子你绝世才华 你却将他用来浪费在这等交涉淫逸的事情上 简直亵渎了老天的一片美意 陛下 陈队设计也很用心的 以前县的推安策 还有火药震天雷 还有马蹄铁 流水生产法等等 你这叫对社稷用心吗 你这分明是顺手 顺手 你懂吗 李下人 朕知你与东阳有了私情后 强行拆散了你们 你恨朕吗 不恨 虽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 但朕就当你说的是真话 反过来 你欺君网上 私自与东阳生情 令天解声名蒙羞 你猜猜看 朕恨你吗 情不知所己 一往而生 陈与东阳从相识到相恋 一切发乎本心 并无半点假意 欺瞒陛下 是臣的不对 臣之罪 但臣知的是 鸡瞒陛下之罪 与东阳的情义 却是两回事 臣与东阳无罪 先不提朕的身份 别说寻常百姓人家 你若有个花容月貌的女儿 养在身归 作为父亲 一心只想为他寻一门好亲事 找一壶好人家托付一生 谁知女儿不听话 偷偷与别家的小子私底终生 你若是父亲 当如何取舍 我若是父亲 一定成全女儿的心意 他喜欢谁便做主 让他嫁给谁 旁人谁敢反对 打断他的狗腿 若是致以寻常父亲的身份来说 我也希望为女儿托付一壶好人家 可是他终究生在帝王之家 闻不当 户不对 李世民要的亲家 要么是千年抵运的世家 要么是跟随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 不管是哪一种 都必须对他的统治有着巩固作用 显然李下人没有这个抵运 评论区都在说李世民多么昏庸 可是在大唐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为了打吐蕃 为了领兵出战 都在朝堂上大大出手 为了在战场上分一个敌人 都得送礼才能分道 人家为什么要重视你一个小屁孩 就穿越着牛逼吗 那些零年阁二十四功臣 都是奶娃娃吗 你行冠礼了吗 没有 十七岁 可行冠礼了 行了冠礼便真正成年 该成亲了 明日镇命太史局 将侍郎李淳峰买你家 把你家这乱七八糟的摆设 好好改一改 李淳峰是相术风水高人 你当以礼相待 务事怠慢 他说 改哪里你便一言而行 知道吗 是 臣遵旨 第二天 天刚亮 一位先锋盗谷的中年 道士便来到李瞎人家里 不知道长先浩如何称呼 平道太史局将是狼 李淳峰 竟是李淳峰 大人物啊 平道来时陛下已有旨意 你家改封水游功不管了 不用你出一文钱 子乃陛下红恩 能给我家门口 添一对镇宅的狮子吗 纯金的 不能 赢的也行 没有 道长道长这边请 先帮小子看看后院如何 听闻东阳公主 如今已是道长坐下高徒 小子想问问他还好吗 平道早知你有此疑问 你和玄会的是曾经闹得满城风雨 平道亦有所闻 今日灯你家的门 你若不问道奇怪了 还请道长相告 修道先修心 痴难愿雨 难断沉缘 你二人此生情缘纠缠不清 玄会哪里能静了下心来修道 情缘是缘 道缘也是缘 此缘生 比缘灭 不可抢求 终究是命术 道家顺自然而为 道长何不成全 能将原之一字看得透彻 平道道觉得你比玄会更是合入我道门 罢了 今日平道此来 一则奉旨查看风水 二则 亦是受玄会所托 东阳可有话托 道长转告 玄会说 道观落成之日 便是你与他相见之时 他还说 东阳也好 玄会也好 名字变了 心没变 心里终究都有你的 情缘情节皆是命术 你刚才也说过顺自然而为 真的现在自己却忘了 罢了 平道便在单一回干系 你有什么话想对玄会说 平道可为你转告 李献子姓平道否 不知不觉 认识整整一年了 当初那位赤着雪白脸足 在河滩边蹦蹦跳跳 露出顽皮笑容的女子 如今已成了我的心上人 仅仅一年 世事如沧海桑田 今日的我和他皆为情所困 为情所苦 我和他之间如今唯一的交集 只有属于彼此共同的回忆了 小玄在纸上的笔忽然动了 聊聊之语 聊即相思 一切托付到掌了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一首诗道尽人生聚散悲苦 读来由觉愁差 诗可传世 终究苦了你和玄慧 有生之年 纠缠不清 未尝不治 彼此的福本 贞观十二年元旦 荆阳县子李下人受官礼 亲命狼牙俊公牛 尽打主之行 锦书店离冷宫夜庭很近 几乎就在夜庭的旁边 店内常年一阵阵莫名的阴暗 东阳跪坐在侧店的冷气上 耳中听着店外寒风呼好 风声里预约挑来 阵阵真实的虚幻哭声 李淳风从店外漫悠悠躲进来 不爽而立 静静地注视东阳 徒儿玄慧拜见师父 免礼 刚才你在想什么 想过去 想未来 想道法自然 道法即自然 你我哪里来的过去未来 自然即随心 自然即随欲 玄慧 你沉缘未断 道心不定 你的眼里只见过去和未来 却未见着当下 反而为了自然二字 是 徒儿知错了 不 你没有错 初试与入试皆是修行 入试未修得圆满 却抢求初试 怎能不心生困惑 道家典籍接在书里 为师能教你的不多 但你此刻的困惑 为师倒是可以帮你解一解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香蕴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师父 明明是郎才女貌 今生却无夫妻缘分 上天造化 何至于思 一首诗道尽悲苦惆怅 你与他 实在是可惜了 徒儿命苦 付了道君亦付了他 求师父为徒儿开解 道君亦有慈悲心 何妨暂取 静待来日变化 甘露殿 李氏明面无表情地 看着手上的纸页 迟迟不见动静 仍是绝世诗才 仍是我大唐俊杰 李下人啊李下人 可你为何偏偏选择了东阳 为何偏偏要欺瞒朕啊 今日李下人守官 朱将接往官礼 官礼可顺利 一切顺利 牛郡公为李下人取了婊子 约子正 点字论语 正者正义 子帅以正 书感不正 静达董镇的心思 婊子取得好 但愿李下人如婊子所欲 善事善终 莫令朕失望 即受官 已是成年了 李下人之父 可曾为他婚配 回陛下 李下人之父李道正 曾两次为李下人定亲 然则两次皆被李下人所悟 两次捷舞 显然认定了东阳 而不亦其中 李家老父曾定了哪家闺秀 活气局少监 许京宗的远亲侄女 京阳许氏 既然与许家定了亲 便是注定的缘分 传指京阳许氏赐婚李下人 侧许氏七品告命 则良辰即日成婚 令子李府黄金白两 撕薄千匹 特许李下人长安城骑马 聊坐镇的贺礼吧 如此 算是彻底断了 他与东阳的情绪吧 事到所知 为规矩二次 所谓皇帝 我绝不容许任何人 跳出这个规矩之外 绝不 京阳许氏赐婚李下人 侧许氏七品告命 则良辰即日成婚 令赐李府黄金白两 撕薄千匹 李下人还不信 臭小子速速灵止 大唐逍遥子第八十六集 心里很愤怒对吧 刚开始有怨气 后来想通了 自黄金白两 撕薄千匹 还自长安城骑马 呵呵 一棒子把我抽得晕头转向 马上又往我嘴里 塞了颗甜枣 哎呀 枣子真甜 刚才挨的打全忘了 混账东西 刚才的冠里白半了 成年首先第一件事 要管住自己的嘴 他是军 你是臣 没追究你和东阳七军的事 还白送你一婆姨 又是黄金 又是长安骑马的 陛下带你很不错了 你还得怎样 除了敦指取一个连面 都没见过的婆姨 小子还能怎样 总算说了句人话 九族饭饱 兵客散去 李家人跪坐在堂前 呆呆地盯着圣旨出神 哇 男人终究要娶亲的 不娶亲像啥话吗 你和那位公主殿下 没结果的 娶公主爹也没啥意义 能娶上自然最好 公主那女娃爹见过 是个知书达理的娃娃 没有皇家贵州那些个 盛气凌人的毛病 很难得 可是 你和他命里无缘能咋办 爹 你说这些干啥 孩儿没说不娶亲啊 既然陛下下了旨 孩儿遵旨便是 好好好 应该遵旨 爹这边请倒是掐日子 屋里的人全动起来 给你准备亲事 爹一定干得热热闹闹的 好 我成亲 跟谁都无所谓 就这样 如果我有一股李世民 无法忽视的权势 我和东阳之间的事 必然不会如今日 这般生硬蛮烫 今次以后 人生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天一大早 老帅哥许静忠找上门来 许少坚昨日没来观礼 心怀愧疚之下 莫非打算今日把礼品补上 人不来没关系 礼不来那才叫真正的失礼啊 坚正恕罪 下官思虑不周 真正失了礼数 下官先告退 该采办了礼品后再登门 回来跟你开玩笑的 还当真了 李坚正 下官昨日听说 陛下给坚正子婚了 许少坚上门 只为了万这件事 兜兜转转一大圈 咱们又回到了起点 许少坚 日后我要叫你一声叔父了 不敢不敢 坚正折煞下官了 你那位远亲侄女 嫁来李家 我会以礼代之 不会让她受委屈 她是御丰的 告命夫人 李家上下不敢 对她不敬 少坚回去 跟我那两位丈人丈母说一声 请他们放宽心 三眉六里一样 都不会少 澄清该有的礼数 都会尽到 今日灯李家的团队 会云雾之起 有了李家人这份关系 将来被陛下体肤的日子 或许不远了 那我就放心了 一件正案小人先告退了 轻视的效率很快 十天的时间里 男女双方都卯独了精神操板 忙里忙外团团转 贞观十二年的第十天 李家人大婚之日 长孙无忌和李静果然也来道合观礼 坐在李家前堂内 看着大婚一丝不苟的走的流程 新郎李家人一直绑着一张脸 死气沉沉如同出现自己的葬礼 今日所有人的笑容 似乎都是被一只无形的手 强行扯出来 不记得喝了多少杯 也不记得送走宾客时 成药金和牛静达等 展队拍着自己的肩膀说了些什么 似乎是安慰 也似乎是叹息 新房内 有一个素未见面的女人 红干妇女 她或许眉眼无话 温婉如水 坐得不去端庄 丝毫不失告命夫人的一态 可是终究只是个陌生人啊 不知站了多久 寒冷的夜风穿过廊下 李家人的酒意欲发醒了几分 抿了抿唇 竟转身离去 留下新房内的孤灯之影 不知走了多久 李家人回过神势赫然发觉 自己竟走到了熟悉的河滩边 这个地方真是命理 注定的历劫之地 此生的一切喜与乐 苦与悲 皆由此而起 一道模糊恶魔的身影 静静地站在河滩边 面朝金河 静静倾听着河水的流淌 东阳是你吗 我 贫道 贫道玄慧 施主你 你 你快放开 我 贫道玄慧 你不能对贫道轻薄 知道了 知道了 玄慧嘛 别乱动 好好让我报一会 离开你太久了 久得都快忘记你的味道了 你 你别这样 会坏了我的清修 让我先报一阵 然后你再清修 昔日的东阳公主 今日却成了玄慧导呼 前些日子你大病一场 据说还吐了血 如今可好些了 宫里每日有宫里煎药 身子好多了 我也是出家人了 我们不能这样 别乱动 见你一次太珍贵了 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出不出家 这种无谓的废话上 行吗 可是我拜过老君相了 说好了出家的 出谁的家 你问问老君 他答应收你了吗 二八年华的女子 怕是连都背不全 哪里真断得了陈远 当初我预料到你 可能会走这一步 为了避免将来你父皇 没完没了的赐婚 所以我没拦着你 念了几天经 还真把自己当出家人了 我背的全的 啥 道德经 我背的全的 好吧 以后有空 你慢慢背给我听 我出宫前 听宫里内侍说 你今日成婚了 是父皇次的婚吗 不错 今日却是我大婚之日 你我今生 果然没有夫妻缘分了 你听清楚了 这世上没人 能把我们分开 只要我们活着 未来便有无限希望和转机 所以我们要好好活着 等待一个时机 或者等我制造一个时机 就像曾经我亲手炮制的鬼火一样 你我的缘分不是天注定的 是你和我注定的 只要我们不放弃 终有波云见日的一天 懂了吗 我信你 你的夫人 她美吗 送完宾客后 我便出门 到了这里 新房还没进呢 哪里知道 她长啥样 说不定长得眼歪嘴鞋 说话结巴 一脸的美人质 一脸的美人质 说话也不及点得 哪有这样说你夫人的 今日大婚 你把夫人独自扔在新房里 这样不好 回去陪陪她吧 她终究是无辜的 你我今生已是这般了 李佳人 好好珍惜眼前人 你让我如何与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子 同床共枕 不 她不是陌生女子 她是你明明正娶的夫人 以后要与你同度一生 过福共知的良人 李佳人 此刻你不应该在这里 快回去吧 莫让她再等你了 等人的滋味很难受 当初我娘亲在宫里等父皇 痴痴等了一辈子 直到死后闭了眼 终究没能等到她 李佳人 莫让世间再多一个苦命的女子了 回去吧 当我求你 行吗 快回去 我也回到惯了 天这么冷呢 为何不走了 你看得见我 我听得见你 你停下了 这就走了 你回去路上小心 莫摔了 知道了 你快回去 怎么又停下了 走呢 我正在走呢 快回去 莫误了良辰 我真回去了 离开河滩边 李佳人静静在田墨边站了一会儿 她应该回去了 夜色仍旧黑的深沉 李佳人找了块石头坐下 望着河水发呆 一夜过去 天边露出朦胧的晨光 东边的鱼堵白 渐渐映亮了熟悉的一草荧幕 东阳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痴痴盯着他 仍旧一身道袍 助力寒风里泣不成声 妾身许氏 拜见夫君 定亲退亲 来回折腾了半年 最无辜的便是 这位许氏了 大唐逍遥子 第87集 到郎卷 妇人毕竟是您明白赠局的 喜不喜欢的零锁 名分总就摆在那里 要不 还是前两个亚伙 不是少妇言的起举如何 昨夜火器局里 有紧急公事 必须等我去办 所以临时离家 倒不是我对少夫人有成见 薛书回头 告诉下人们 少夫人永远是少夫人 背后莫乱嚼舌头 更莫对少夫人 有丝毫不敬 若让我知道 有谁怠慢了少夫人 直接打断腿 扔出去 老汉早反复过下人了 少夫人和少夫人是族 我们失谱 这点请纵还是奋得请的 以后加总大小事务 除了老爷和少夫人外 老汉也会向少夫人禀报 不敢挤瞒 少夫人一夜没睡 现在睡下了吗 后冤家还索 少夫人一直没处心房 没有奋夫 他们也不敢散床 高赞不知他岁下没有 妾身许氏 待见夫君 定亲退亲 来回折腾了半年 最无辜的便是 这位许氏了 见过夫人 忠辞一生 夫人多费心了 夫君折煞妾身了 万不敢当夫君之礼 昨夜火器局 由紧急公事 被属下临时叫去 事发突然 来不及知会夫人 夫人莫怪 自是公事为先 妾身怎敢怪夫君 夫君为国操劳 为陛下治君管民 妾身什么都不懂 还望夫君多多教诲 治君管民 这些事我没干过 对这个时代最大的贡献 冲击两世发明了几个大号杖而已 啊 对 至君管民 很累的 每日处理公文 往往通宵达旦 夫人刚进门 许多家事还不熟悉 往后你便住在后院的新房里 家里有什么事 问我爹 或者问苗管家 该吃的时候吃 该睡的时候睡 我每晚在后院西乡房 批阅公文 便不回新房睡了 是 薛叔把家里的下人都召集起来 这位侍少夫人都认识认识 往后她便是李家的祖母 若有人敢对祖母孤敬 我也不要你们的命 打断了腿 直接扔外面去 家里的事 问我爹 问祖母 问薛管家 别问我 蒋公罚过一应事物 皆由少夫人一言而绝 好了 该干啥干啥去 都散了 我爹只对田地里的事上心 家事通常不管 我呢 公务繁忙 无暇多顾 往后家里的事 便拜托你操持了 夫人辛苦 妾身的本分 这里以后也是妾身的家 哪能说辛苦 听说你一夜未眠 今日无事 你回去睡吧 妾身不累 听说昨夜公公大醉 仍未起 妾身去给公公熬一碗羹汤 这些事自有厨子去做 旁人便罢了 侍奉公公和夫君是妾身的本分 自当亲手做的 夫君这番客气话 比陌生人见面更生硬 别扭的不行了 同住一个屋檐下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奸正打扔 新婚第二天便来饮茶 雷是咋了吗 狐猎猎个啥 奸正大人心戏家国设计 多给大唐噪点震天雷 连新婚夫人都顾不上了 你们还在猜疑 说的是人话吗 奸正才十几岁啊 怕是昨夜新婚才尝到女人滋味 咱们都是过来人 尝过女人滋味杂舌的第二天来饮茶 唯一的解释就是 奸正娶的婆姨太丑了 姑母也歪嘴鞋一脸麻子 奸正看不下去 于是眼不见心不凡 躲来火气举了 你们想想 以前奸正大人三天两头不见人意 金大婚第二天便来应差 里面有名堂啊 有道理 把刚才说话的那几个都叫出来 站在前院里 好 都来齐了 本官很欣慰 来都转过身去 屁股对着我 乖 都把屁股撅高一点 管好你们的嘴 好好做你们的事 与你们不相干的事 少嚼舌头 工房内再有议论本官者 二十纪军灌不饶 哼 软蛋 你们还不能走 少见大人还有什么事情吗 来 照刚才奸正大人吩咐的那样 你们转过身 再把屁股撅起来 许少见 咱们最前离人 奸正大人的婆姨 改大改发咱们认诺 好 这是与少见您无关呀 有关 啥关系 因为奸正大人的婆姨 不幸 恰好 偏偏 是本官的侄女 而且 本官的侄女面貌端正 姿色上家 可谓千里挑一的角色美人 绝非眼歪嘴斜一脸麻字 你们认打吗 少见达认轻一点 哼 软蛋 奸正大人 那几个嘴欠的霍下官 已叫训过了 往后下官再听到 工匠们被地理议论奸正 一定往死里抽 上天有好生之德 往死里抽把人抽坏了咋办 奸正大人仁义厚德 下官赶配 说来咱们火器局的风气 是该整一整了 往后若再碰到 这些碎嘴的家伙 直接抽当然不行 吊起来抽吧 举少见 你家那位侄女 侄女怎样了 莫非他惹奸正大人不快 大人尽可把他吊起来抽 这家伙够狠的 对自家亲戚也狠 你家侄女家教很好 看得出 丈人丈母知书达理 才教得出 这样的好女儿 后天回门 便烦许少见 陪我一起去 如何 赴汤倒火在所不惜 还有一件事 陛下最近想重修大明宫 旧旧修北 朝堂里吵吵闹闹乱成一锅粥 李下人带着瞎县来到了东市 安妮说的 把称心赎回来了 然后呢 总不能特意把他送给松公养吧 还不如送给我呢 家县啊 没事多回村里 如今东阳成了道姑 但当初救下的那个胡女 还一直在他道观里呢 你多跟他聚一聚 干出任何丢人现眼 张风败俗的事 我都帮你兜着 他咋办 你在东市找个空地 搭个台子 再找一些乐师祖各乐班 让称心上台卖艺 并且把他风情绝色的名声传出去 然后呢 然后便等着有人去找宋公养吧 家里无端多了个陌生女人 李下人已经在火气剧里睡了两天了 澄清第三天 李下人没法再躲了 这一天是回门日 关中自古有风俗 澄清的第三天 丈夫要陪着妻子回娘家 拜见丈人丈母 薛叔 我县子府有资格驾双马 为何只备丹马 妾身进门后与薛叔聊过 方知夫君平日鲜少仪仗出行 怕惊扰左右相邻 妾身身为县子夫人 不敢坏了夫君的规矩 丹马便丹马吧 夫君愿陪妾身回门 妾身心中已感激不尽 何必在意那些繁琐一丈 平日不动一丈 确实是担心惊扰相邻 以前我退过亲 丈家怕事 听过不少闲话 今日是回门日 必须隆重一些 也好叫丈人丈母 脸上有光 薛叔把马车换了 换双马 还有 府里打出线子一丈 快点 默误了时辰 好了 准备妥当便出发 夫君 夫君恕罪 妾身 妾身想 想换上陛下赐的告命服 可以 吗 两次退亲 许家承受了太多的流言蜚语 许家父母应该有过 把女儿远嫁外地的想法 如今第三次 还是嫁给了我 还意外得到 皇帝陛下亲子赐婚 并封了告命夫人 许家算是苦尽甘来 许是想穿上告命 扶回娘家的心情 大帝便想在乡邻面前 把许家曾经失去的面子 找回来吧 快去换吧 我在这里 等你 标准的县子府一丈出行 以往李瞎人在村里 与村民们嬉皮笑脸没个正行 然而今日正式打出了一丈 乡邻们顿时换了一种态度 纷纷避网大道两旁 并攻身行李直到一丈穿行而过 许是坐在马车里 看着这一切 一个商户家的女儿 能嫁给一位封神俊秀 又是县子爵位的翩翩少年郎 其实 自己真的很幸福呢 夫君见谅 妾身今日失了礼数 更不该在外人面前 舍您的面子 妾身请夫君责 大唐逍遥子第八十八集 许家父母得了通传 早早等在门外 见到县子府一丈招摇过世 自家女儿身着告命 盈盈款款下车 许家父母激动得老胃长流 这一瞬间 当初受过的委屈和苦楚 似乎全都补偿回来了 贤婿安好户 无恙户 纳赏户 我这老丈人以前都这模样 以前说的句句都是人话 不知今咋了 许少坚去劝劝他 假拍差不多了 赶紧消停 不然我马上翻脸了 哎呀 老夫真是老糊涂了 贤婿与女儿回门 咋能站在门外呢 快快里面请 来人 开门迎贵客 胡 呵呵 小女年幼 自小老夫和他娘亲 对他宠溺过甚 如今他已成了李家父 不懂事的地方 还望贤婿多担待一二 丈人严重了 夫人贤良淑德 端庄秀丽 是一家一世的正负之姿 小婿定会与夫人相敬如宾 丈人尽可放心 前堂另一头 许家母女仍在窃窃私语 见女儿眉宇未开 神态稚嫩 仍是出嫁前的青色少女模样 不由起了疑心 许氏的俏脸顿时红的快滴出血来 深深垂头不语 许母急了 贤婿啊 小女新嫁人妇 真的懂事吗 太懂事了 丈人丈母交得好 小婿知福也 既然懂事 不应该呀 出嫁前婆姨不是教过她翘棒之事了吗 就算听不懂 图总看得懂吧 难道说 贤婿你 小婿身子很好 并无暗急 今日的北风 好喧嚣啊 老夫出去看看 然后许静忠便很利落地杀清了酱油男角色 起身毫不留恋地朝屋外走去 看喧嚣的北风去了 回去的马车上 许氏修的不行 躲在车里死活不肯露面 对一个才十几岁的少女来说 笑棒之乐的话题终究太生亡了一些 有点承受不住 城府 长安城里最近很热闹啊 饺子近日不常进城 不知发生何事了 娃子 知道修大明宫要花费多少钱两摇意吗 略文一二 陛下想重修大明宫 然后篡改史书 史书已定论 岂是那么容易篡改的 尚书省市中未止出班 当着满殿君臣的面 跪在地上磕头请求 陛下收回刚才的话 直磕的额头血流如注 陛下大诺 朝会不欢而散 城伯伯 咱们莫谈国事 只论风月 小子满饮 您也别随意 都干了 怂呀 还莫谈国事 江山是陛下和老夫这帮的武夫 一起打下来的 怎么就谈不得了 还风月 成今三四天了 还没进行翘棒之乐 老夫跟你有声风月好说 陈伯伯咋知道的 俺咋知道 你牛伯伯李伯伯他们都知道 婆姨套来不就是给你热炕头的吗 成了亲不热炕头是个啥说法 放了娇滴滴的婆姨不用 连家都不敢回 每天孤零零睡火气局里 还有脸跟老夫论什么风月 许静宗 这个老混蛋 明日去火气局 把他吊在树上抽 陈伯伯 您与小子皆是朝堂重臣 咱们爷俩还是谈谈国事吧 嘿 乳秀未干的小子 还重臣 老夫给你有批的国事谈 就喝不下去赶紧滚蛋 以后给老夫多送些绿菜 除此之外再弄点实在的 你家庄子上 难道就没有偶尔摔断腿的牛吗 您给老夫摔断一头 老夫不多要 肉分一半足矣 快滚 试试 小子倒退 不过摔断腿的牛真没有 祸独子的祸 滚吧 记住 重修大明宫是朝堂里该一论的事 你个小娃子千万莫残月 否则引火烧身 陈伯伯放心 小子又不傻 快开春了 天气仍然很冷烈 感受不到任何春天的气息 贞观十二年的春天 姗姗来迟 在这个连皇帝冬天 都只能吃两口年莲菜的年代里 李家的丰收尾事 值得别人嫉妒 咋弄了 绿菜啊 打冷舔里 居然有绿菜啊 好看吧 好看 比我破夜好看 上次弄那些烂布头 我把它们全买了 最近咋样 没再做亏本买卖了吧 投鬼认了负 后来萧任又去浩州 弄赖两钱批卷布 吞了不到一个月 被一个货商劝卖下了 萧萧赚了一点 所以你只卖布 不卖别的 看鬼认说了 赏任那又贴了行词 只卖一样东西了 煞东西能整欠 别买煞 若是畅安百姓都缺份茶子 萧任里马惹了补藏 去卖粉茶 这些东西你能卖布 鬼认愿意让萧任 帮忙买驴菜 这话多奇怪 我不愿意 把你叫来村里干啥 说句痛快话 能卖布 不能卖我 找别人 能卖 当然能卖 有朵烧驴菜 萧任能卖朵烧 萧任包装称信 若给鬼认端了一粮 那萧任了认透重数 好 你辛苦一遭 我也不亏着你 卖得的钱 咱们七你三 不行 酒一开 李家得酒 给夫君赔罪 妾身不该失了规矩乱插言 妾身的罪 回屋后任夫君责骂 没事 插去嘴妈 不要紧 你是我的夫人 家里的事本也该知会 你一生的 刚才忘了 这位应该是在长安城里 行商的商人了 论行商 其实我家也是商人 这里面的规矩 我比我家夫君更懂 行商无非将本求利而已 今日这桩买卖却不同 所谓的本 全是我李家出的 而您只在中间经了一道手 既无投入也无风险 若凭此便得三 怕是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贵夫人多行了 刚才是鬼人 仔细说了七三坟 萧任还没答应了 贵夫人莫说错 萧任这是总捡紧的收 扣个桑子摇和鸡绳 是在补治那散秤了 既如此 妾身便斗胆 替夫君做主了 这两万斤绿菜全卖掉 所得赢钱 我李家拿九成 您拿一成 还有 义英装运的马车 车夫 劳力和城里的店铺 伙计 人手等等 李家一概不问 只派两名账房与您同去 方便监管这笔买卖的账目 您看如何 还有 两万斤绿菜不是小数 一股脑在长安城都卖 却赚的不多 您不妨先拿两千斤出来 以低价都卖 长安城的百姓必然闻风而动 那时再把价提到最高 然后把这批绿菜按品质分成上中下三等 三种品质的价自然不一样 卖的人也不同 上等品卖给长安的王侯权贵家 中等卖给商人和官员 下等卖给百姓 如此既能让权贵们心里舒坦 百姓们对比了价格后也愿意买 您看怎样 穿越人世啊 饥饿营销和精品路线啊 利润最大化啊 明明该知道的道理 却比不上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 这颗大好头颅应该做了 给她当夜壶 论气行伤 今日的许明珠锋芒毕露 强势的令李佳人有心陌生 气势如泰山压顶 孙平贵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 夫君见谅 妾身今日失了礼数 更不该在外人面前舍您的面子 妾身请夫君责罚 啊 不是礼 不是礼 我说过 家里的事该由你做主的 今日倒是我疏忽了 谢夫君体谅 妾身刚才 其实站在您身后很久了 一直忍着没出声 后来 妾身实在不能眼睁睁 看着咱们李家吃亏 这才见月失礼站出来 说来今日多亏夫人 为李家挽回了损失 本来只能拿七成的 却拿了九成 实在赚大了 应该多谢夫人 挺身而出才是 夫君莫说了 再说妾身便无地自容了 你为何知道这么多 妾身出价前 叔父与妾身了过一些 他是有官身的人 而且曾是秦王府学士 对长安城权贵家的生财之道自然清楚 这个许静宗哪儿都缺不了他啊 妾身只是隐约听说 而且外面说夫君赚钱的本事很了得 几桩买卖皆是长安独一份 妾身嫁过来后再看咱李家排场用度 才知所言不虚 不错 李家确实有几桩很挣钱的买卖 活字印刷术是一桩 烈酒是一桩 还有香水和绿菜 本来火药也该是一桩的 不过陛下可能不太同意 就算了 有这几桩毒粪买卖 咱家以后用度不愁了 夫君果然厉害 东乡房有个暗室 里面是砸家的库房 一应钱财和账簿都在里面 往后你来管家 家里一应收支用度 每月跟我说一次便是 夫人你我一声 但愿相敬如宾 勿生怨戏 男的孤也要了 男的关上灯 也可以用的 里程前终于无法抗拒称心的角色魅力 只好安慰自己 既然都是走道 走汉道与走水道有什么区别呢 大唐逍遥子第89集 殿下 此女家否 此女 孤氏的志 殿下记喜 奴婢可为殿下分忧 若能为孤的此女 孤必后信 这月班设在东市 想来意识寻常的民间班子 奴婢许以财帛 相信没人不会动心的 若财帛不能动人 奴婢再借一借东宫的权势 权钱皆下 万事必成 便请殿下稍后片刻 奴婢这就去找班头分说一番 谁是这里的班头 我 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大人看上了你们戏台上那个美人了 可否忍痛割爱 不是小银不肯啊 那位美银可惜是个男儿生啊 怎么 班头不肯割爱 这 殿下恕罪 全是奴婢办事不利 这大唐的天下 还没有孤做不到的事情 这班头不想活了吗 你有否亮出东宫的名头 全是奴婢失察 办事不周 倒不是班头不肯割爱 而是奴婢疏忽了一件事 何时 奴婢昨日见膝台上的美人端的美艳不可方物 角色之姿如天仙下凡 一时只顾向殿下禀报 却忘了问这美人是男是女 狗才 你的意思是 方才奴婢问了班头才知 那位美人 并非女儿身 而是须眉男儿汉 殿下 奴婢错了 求殿下饶奴婢一死 怎 怎会是男儿身 不该啊 不该啊 殿下 奴婢错了 奴婢明日定为殿下在长安城寻意真正的角色美人 了补今日奴婢之过 男的姑也要了 男的 关上灯 也可以用的 里程前终于无法抗拒称心的角色魅力 只好安慰自己 既然都是走道 走汉道与走水道有什么区别呢 我相信在太子殿下的带领下 长安城会掀起一股走后门的流行风暴 称心真被太子买进东宫了 松宫洋千人传来消息 昨日上午 东宫书冠买走了称心 打的是东宫的名头 古墨准备东宫买走了 这家伙还真被掰弯了 称心进了东宫 接下来咋班 李瞎人 李瞎的这局起我为何一步都看不懂 岂不是下给别人看的 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对手逼到死角无路可退 旁人看不看得懂并无关系 搬倒里程前并无任何压力 哪怕是前世的历史上 李瞎前这个太子也当不了几年了 我只不过顺势而为 既然与这位未来的国君结下死仇 再无化解的可能 那么索性把他弄下去 提心吊胆 防一辈子 太累了 弄死了 比较轻松 接下来 让称心好好在东宫里待着 屁股蹶高一点 获得太子殿下的无尽宠爱 这个称心如今已被太子买屈原算是攀上了高枝 他还愿意听松公养的话吗 这个不是问题 只要是人总会有弱点 拿住了他的弱点 便等于拿住了这个人 任他攀上高枝不可一世 只要弱点在 他便会服服贴贴 重修大明宫终于成了令长安城沸腾的话题 渐渐闹到不可收拾 重修大明宫无疑是一项恶政 以上书省市中未争为首的一群文臣们拼死上见 请求李世民收回成命 接连几天的朝会上 武将们闷声不语 文臣们则拼了命的一波接一波反对 口诛笔伐者 垂胸顿足者 认真讲道理者 文臣们以各种态度向李世民敬见 所有人的口径出奇的一致 大明宫绝不可见 好个闲情意志 朕活了大半生 都不曾有过你这般闲暇的日子 简直岂有此理 臣拜见陛下 行了 荒郊野外的 莫弄这些虚理 小子 朕发现你很悠闲啊 钓鱼 嗯 朕很多年没钓过了 来 把鱼竿给朕 朕试试手气如何 这是何物 为何洒在水里 当然是打窝了 钓鱼不打窝 钓也钓不多 倒是生了玲珑心肝 连钓鱼都被你钓出花样了 用最简单的法子达到墓地 万事皆可如此 不错 是正理 可惜识人看不透 有时候连朕也看不透 不知不觉总走出一条弯路来 很想告诉你 你儿子走弯了 吓 吓 立下人 不对 如今朕该叫你自证了 自证 你告诉朕 重修大明宫 难道真的错了吗 朝臣进阶反对 魏征更是以命向邪 朕历经图止十余年 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朕让万邦不敢欺凌无朝子民 朕做了这么多事 为何臣民们却容不得 朕该一座宫殿 陛下没错 错的或许是时机吧 连你也觉得朕不该修大明宫 臣见识浅薄 对朝政不敢妄议 但臣知道 当一件事情 被天下人都反对时 这件事必然是错的 对也是错 陛下人心可畏 人言义可畏 朕听出来了 你也觉得朕不该修大明宫 臣年幼浅薄 怎敢妄议军过 陛下修与不修 皆有圣财 臣不敢反对 年纪不大 却不知跟谁学利嘴油花毛病 绕半天绕不出个意思来 等着朕来猜你的心思吗 有什么话痛快说便是了 陛下请看 我大唐的山河壮丽 如诗如画 风光秀丽 如锦如断 而这座江山 全是陛下您的 整座江山的人 何物都是陛下的 陛下何必在意 一座都城里的宫殿 你的意思 朕也明白了 不过 朕要做的 不仅仅是件大明宫 李世民走了 拍拍屁股云淡风轻 仿佛只是来太平村 搞个农家乐 放松一下心情似的 是朝廷栋梁 大唐未来的希望 将来让外安内的重任 便全交给我了 再过几年 等我年纪大一点 给我封个王爷 真的 你有这么厉害 知道我厉害了吧 是不是正在深深懊悔以前 为何有眼不识泰山 没关系 我原谅你了 又骗我 父皇怎么可能夸你 他恨不得剁了你呢 不知何时 能看到你在穿女儿装的模样 这些日子 我忽然发觉 原来穿着道袍 比原来的公裙更自在 身后不再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 也不必时刻在意公主的仪态和规矩 出家人超脱于室外 换了一个身份 又换了一个地方 如同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你先娶的夫人 对你好吗 还行吧 总共见过四五次面 印象不大声 澄清这些日子 才见四五次面 你 你们难道没有 没有 我和他没有住一块 他住东乡 我住西乡 每晚我要批阅公文 很忙的 雇不上他 你不必为我如此 男人没有守洁的说法 只要知道 你心里有我 我便很快活了 还有 你心里也要留个地方给他 女人一生 其实活得比男人更辛苦 嫁错了人 便是一生的苦楚 那种苦 我娘亲最清楚 李瞎人 你我皆是造物弄人 有缘无分 罢了便罢了 现在身旁有个眼前人 你要好好待他 莫让他像我娘亲一样 傻等了一辈子 终究没等到 我与他相敬如宾 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你放心 婚君 婚君啊 你这个婚君啊 男人 把魏征拖出去 仗则实际 婚君 婚君啊 大唐憋屈子 第九十几 李世民暴怒 满朝文武 尽若寒蝉 眼看年迈的魏征 即将丢掉大半条命时 终于有人忍不住 站出班了 陛下且慢 清誉何言也 老牛是个粗人 朝唐国事不甚寥寥 可老牛不明白 我大唐历过二十余年 何时开始竟有以言获罪者 金典辱骂君上 岂止于劝谏 朕若不成 帝王威严何存 天下人皆是振为 可吃可骂之人 尔等便满意了 建大民工本是恶政 魏征哪里错了 牛进达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直吃国账 老牛无胆 老牛独立 只装了关中百万民信 来人 摘取牛进达两官 包取官衣 乱棍驱赶出宫 回复闭门思过 还有谁言恶政者 竟可出班畅言 嗯 如此 户部明日在波前梁 向河东岛 河北岛 江南岛征表民赋三十万 进潜入长安 公布尚书 严厉得主理 迎见大民工 务实懈怠 牛进达被霸直驱赶出宫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长安 连在太平村的李佳仁也得到了消息 老爷说了 尊陛下旨意闭门思过 不见任何外客 看清楚了 我 是我 看清楚了 是您 但老爷还是不见 你老眼昏花 一定没看清 仔细看看 我 李佳仁 李子正 牛伯伯不见 谁都不能不见我 老汉看清了 您是李县子 每次来府里都是老汉给您引进门的 但是今日 真不行 老爷确实不见外客 有意思 以往都是做上宾 今日到城外客了 好 今日我这外客 非要闯进去 门口这些不须 谁没喝过 我送的烈酒和绿菜 尽管朝我脑袋上招呼 哎呀 少郎君非要进去 不妨踩着老汉的身子进去 这样老汉对家族也有个交代 当我不敢踩 我从你脸上踩过去信不信 少郎君 老汉兰您是为了您好 真的 您还是改日再来 不 我非得今日进去 老爷拼索 少郎君来了 请少郎君进活 咦 这里怎是牛府 错了错了 我要去的是城府 打扰了 告辞告辞 莫送了 给我站在这里 挡住牛伯伯的进风 你家娃子修走 欺我牛家无人也 牛伯伯 小子小子 眼神不好 老是认错门 您继续武术 小子不打扰 您的雅兴 告辞告辞 回来 混账小子 敢强闯我牛家的人 老夫还没见过 过来让老夫瞧瞧 怎生模样 李子正拜见牛伯伯 子正今日床府 莫非有何自教 是想与老夫过几招吗 不不不 今日朝会发声之事 真以牛伯伯为念 刻意从村里赶进城 只为见牛伯伯一眼 挂念您是否安好 那几句 失了礼数的话 牛伯伯见谅 万莫与小子 一般见识 倒是个孝顺娃子 老夫没白疼你一场 小子拜望长辈 是天经地义 任谁都挑不出错处 陛下也不行 是个好娃子 老夫随非患难 也能见你小子的真性情 不往老夫亲自给你行官 陛下不是当年的陛下了 人总是会变的 牛伯伯觉得难过 或许是因为别人都变了 您却没变 虽然看魏老儿不是眼 可这一次魏老儿没错 大民宫确实不该休 才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百姓刚刚勉强能吃口饱饭 国库勉强积攒了一点家底 一座宫殿又要把他们耗尽 当初潜随怎么灭亡的 就因为随阳帝 劳民伤财修大运河 陛下修大民宫或许有他的理由 小子以为陛下不是那种气量狭隘 娇奢隐隐之君 只是陛下的目的小子却不慎明了 陛下这路数小子确实看不懂了 有慎目 修作宫殿 弄些钱财和美女 万帮朝贺实践大民宫恢弘雄壮 欲发敬畏万分 陛下面上一有光彩 你以为还有什么 朝堂难混呢 全靠无性 这才贞观十二年就开始昏庸了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贞观十二年二月初三 狼牙俊弓牛静达再次上书 纸编恶症 言辞之激烈 肃长未闻 李世民龙颜大怒 下令将牛静达拿入大理寺 陛下有旨 严谨因何人探见牛静达 贱子也不行 转身往承咬金府上奔去 城府大门紧闭 术不见外客 哪怕李下人这位熟的不能再熟的客也不见 转身再往李继府 长孙府 李静府 各家权贵仿佛约定好了似的 一律不见客 大家都疯了 子政 见朕有事 臣听说狼牙俊弓入狱了 臣 而欲为牛静达求情 是 臣想为牛伯伯求个请 牛伯伯是开国老臣 有从龙之功 陛下何以 因一言而 若是为牛静达求情 子政不必多言了 你退下吧 陛下 牛伯伯有难 臣无法做事 陛下为何不顾多年君臣勤奋 非要将牛伯伯下狱 朕不顾多年君臣勤奋 小子 你去问问牛静达 你先问他为何不顾多年君臣勤奋 你可知 这老混账在奏书里 都写了些什么吗 臣不知 但臣却知道 牛伯伯对陛下您 还有对江山社稷 一片赤胆忠心 爱之身 责责之切 纵然牛伯伯言语 有冒犯陛下之处 也是一片心忧设计的 全权赤心 陛下素有容忍雅量 今日为何容不下一位 开国老臣的 忧国忧民之私 李下人 你也在指赤朕吗 臣不敢 臣只想为牛伯伯讨个公道 大胆 天下人骂朕 朝臣们骂朕 评论区里也在骂朕 今日连黄口小儿 也赶来朕这里讨公道 今是今日 大唐还是李氏江山骂 李下人 而朕欲为牛静达讨公道呼 不怕朕杀了你吗 陛下杀了臣 后面或许还有人 来为臣讨公道 陛下欠的公道会越来越多 你一直游荡在朝堂之外 朕多少能揣托几分你的心子 你不想踏进这段浑水里 你只求安稳太平的日子 这样挺好的 朕觉得你是聪明人 真的 朕从未见过似你这般聪明的孩子 臣不聪明 臣若聪明 此时此刻便不会在这里 不错 此时此刻 你确实不够聪明 你应该在你的火器局偷懒耍花 无所事事的东游西党 或者在你家里 钓鱼也好 晒太阳也好 过你平淡悠闲的日子 可是 你偏偏出现在这里了 李下人 聪明人又有犯糊涂的时候 朕曾经也有过 所以朕不怪你 你现在从这里走出去 朕可以当你今日没来过 可是 臣已经在这里了 这件事 不是你能掺和的 臣从来没想掺和这件事 可是牛伯伯 进了大理寺 臣不能不掺和了 李下人 当初你与朕的女儿 瞒着朕暗生情愫 私下忧悔 朕知道后可曾治罪 没有 你是不是以为 你造出了朕天雷 余果有大用 所以朕不能拿你怎样 臣只是盛世里的 生斗小民 何得何能竟敢 聚功自傲 臣只希望 这盛世能够更长久 更强盛 牛伯伯一与臣同此心 为了盛世 而等连君臣尊卑都不分了 这盛世要来何用 盛世要来 不是给君王用 而是给百姓用 李下人 你以为朕真不敢杀你吗 臣只是陛下的子民 陛下当然敢杀我 但臣还是想为牛伯伯讨个公道 臣虽年幼 却也知朝堂凶险 陛下这次执意修建大明宫 里面多少 掺了些别的东西 臣不知道这里面的水 到底有多深 更不知陛下有什么目的 但牛伯伯是无辜的 他是多年跟随陛下 打江山的终止老臣 无论陛下有什么目的 牛伯伯都不应该是牺牲品 你看出什么了 臣太蠢了 什么都看不出 李下人 给朕闭嘴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 而父哀后人也 闭嘴 给朕闭嘴 自从夫人嫁过来 我还未与夫人深聊过 四肢尤绝愧疚 实在对不住 冷落夫人了 夫君说的哪里话 夫君为国为民操劳 是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妾身不过是妇道人家 夫君不必在意妾身的 夫期间总要说说话的 过日子就是这样 大事 商议过后 再定 夫君的意思是 有事欲与妾身商议 是朝廷的事 但也算家里的事吧 我若做了这件事 或许对咱们家的影响很大 朝廷的事 夫君怎能与妾身 这个妇道人家商议 说出去让人笑话 妾身也没法做人了 夫君想做什么 尽管去做便是 纵然咱家被牵累了 多苦的日子 妾身也陪夫君过下去 你我是夫妻 家里的事 你也要参与 将来家里 若被我牵累了 叫我心里怎生过意的去 这件事 夫君做了以后 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斩首姑母 不太可能 但有可能被罢官 薛爵 流放 甚至大理寺里 蹲几年大佬 大抵不会比这些更坏了 这件事 夫君有非做不可的理由吗 有 既然夫君有非做不可的理由 便放手去做吧 切身无以为助 只能拼命保住咱家的周全 有公公在 有您和妾身在 这个家才是家 夫君放手去做 妾身知道 夫君做的每一件事 一定是对的 出嫁前我娘便教过我 一定要听夫君的话 做个贤德的良妻 才会讨夫君的欢喜 夫君到现在 不肯与妾身原房 一定是妾身 没讨到夫君的欢喜 夫君不必理会妾身 放手去做吧 直到今晚 我才发现这个妻子的 许多真实面目 可爱的 单纯的 坚强的 像一颗深埋在尘埃里的明珠 只要自己愿意发现它 每次轻轻拂去 一层灰尘 便能看到这颗明珠 绽放出一丝不同 寻常不同色彩的光辉 夫人别哭 没那么严重的 罪坏不过下狱 关几天 大敌也能出来了 砸家不会破 夫人放心 明日我御父朝会 男人做事要有担当 所以我先要把家小 安顿妥当 天没亮 村里的公鸡已在打你 夫君保重 像个男人一样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刮耸去吧 启禀陛下 惊阳县子李下人求见 宣 臣惊阳县子 火气局 监政李下人 拜见陛下 评审 李下人 今日是朝会 而品皆爵位甚低 为何执意入殿 为卑未敢忘忧国而已 好一个为卑未敢忘忧国 不会是我大唐的少年英杰 出口皆是字字珠基 得自少年 大唐姓神 秦左右者若是大明公之事 则不必开口了 此时不日便有定论 还有 牛锦达金殿如骂君上 罪不容赦 亦不必开口了 臣不说大明公 也不说狼牙骏公 只是臣昨夜 闲暇无事 做了一篇偿妇 引以为自得之作 此地乃是朝堂金殿 是商议国事朝务的地方 所言者皆是设计民生大事 师父者 闲暇诗尔 你觉得适合拿到金殿上来说吗 陛下自登基 已来广开眼路 删那百见 今日为何不能让一若冠小子 念几句他的师父 陛下如今难道连这点胸襟都没有了吗 魏征可以算是大唐朝堂里的反对党首领 一辈子不知令李世民当众难堪多少次 这次也不例外 此言方出 殿内不少朝臣纷纷点头附和 魏征你这老可爱 我真爱你呀 既然朱情都想听听李家人的师父 李家人 你便念来听听 诸位皆知 陈住长安城外 过长安城百里外 有一座秦宫 名曰阿旁宫 后来楚汉相争 阿旁宫化为一片焦土 陈上岳曾去阿旁宫的遗址 盘缓游览 见曾经辉煌雄伟的阿旁宫 如今处处残缘断壁 不由心生万千感慨 于是昨夜做了一篇偿妇 明曰陈将此赋念来 请诸位书百指正 六王毕 四海一 蜀山雾 阿旁出 负压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 离山北购而西者 直走咸阳 开头几段颇为温和 只在描述厄旁宫的雄伟 殿内君臣静静听着 李世民锦州的眉头 也渐渐舒缓下来 雷霆乍京 公车过也 陆路远听 遥不知其所知也 一击一荣 静太极严 漫力远世 而望兴焉 有不得见者 三十六年 诸人能站在这朝堂经殿之上 自然皆是饱读诗书 红如博学之人 文化素养不是一般的高 常复到此处 众人渐渐品出味道 这几句看似描述厄旁宫的雄伟 实则暗指秦始皇交涉淫逸 为一己之私大兴图目 厄旁宫越是雄伟广阔 便越能体现始皇的昏庸和贪欲多么可憎 明知说秦始皇 实际上在说谁 这还用推敲吗 这小子到底想作甚 随着李下人缓缓地念诵 殿内的空气渐渐恢复了刚刚的僵了 燕照之收藏 寒魏之精英 其处之精英 几世几年 飘略其人 以蝶如山 这篇长腹 好锐利的锋芒 是啊 秦人是之 亦不甚兮 皆乎一人之心 千万人之心也 秦爱分车 人意念其家 奈何取之尽自诛 用之如泥沙 这小子 疯了吗 是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 独服之心 日益交雇 术祖教 寒古举 楚人一句 可怜交土 闭嘴 灭六国者六国也 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 李下人 给朕闭嘴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义是后人 而父哀后人也 闭嘴 给朕闭嘴 陛下 臣已念完了 漏作浅薄疏狂 请陛下指证 好个少年英俭 今日方知猜明不虚 李下人 你想知道 朕将如何指证 你的恶旁功夫吗 臣席耳恭听 你在大理寺席耳恭听吧 来人 包去李下人 官衣官冒 打入大理寺监牢 壮灾千古雄文 壮灾千古雄文 退朝 第三次包持包住了 难道我天生长着一张 采缝刃机的脸吗 这是本官私人相扫 李现子可坦然受之 这个无功不敢受禄 对 你有功 功在千秋设计 阵龙发聩 天下接纹 李功 容我一礼 李下人也颇觉震惊 因为孙福家对他的称呼 不是人犯李下人 也不是李现子 而是李功 功这个字眼是不能随便用的 只有对长辈或是做过特别 令人尊敬的事的人才能用 一个字里饱含了无比敬仰的意思 李某 申觉惭愧 民心所向 何亏之有 李功若不信 不妨往后看 惠意 标天 李功 犯态 未出功便以名震天下 李功忧国之心 天祸不可见 万民可见 李功可袒受此理 此时此刻 我终于明白 何卫侠之大者 万人家道欢迎 至为侠 李功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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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爷的 不需要你来保重 你们等着早晚 让你们过上小日子 太干净了 少狼卷洗净 咱们牢里的老伙计几个都知道 听说少狼卷又下狱了 咱们几个赶紧躺了键 赶紧的键捞出来 地都擦了四五遍 里面的每个物件都是信的 多谢各位费心了 打扫得如此干净 真不忍心踩进去 要不还是把牢房空着吧 莫谢毒塌了 转门给您住的 空出来了您住哪 不满少狼卷 大理寺别的捡牢可都脏的痕 你们可以放我回家啊 少狼卷磨闹 您还是赶紧进去吧 许明珠每日进城在大理寺外请求探视 然而李世民下过旨意 任何人不得探监 大理寺官员们也不敢抗制 于是许明珠终日在大理寺外徘徊 入狱不知几天后 终于有人进来探望李瞎人了 不出去打死也不出去 我就住这里了住到死 我打算在这间监牢里养老了 李县子您可听清楚了 这是陛下的旨意 这倒只是放您回家 不是让您上法场 您就算抗制 这也抗得没道理 大唐憋屈子第九十二集 陈伯伯 为之陛下将如何处置小子 现在知道怕了 当初今天慷慨陈词知识咋不怕 把陛下气得快吐血咋不怕 当时一腔公益 热血冲头 也顾不得许多了 好娃子 俺老成没看错你 老牛被拿下狱 知道为何老夫和李继长孙 吴继等人置身是外 冲耳不闻吗 刚开始便觉得不对劲了 陛下再是昏庸 也不会拿设计国本去冒险 当时小子便在猜想 这里面一定有某些我不知道的内情 只是陛下不知为何 拿了牛伯伯 小子纵之其中凶险 也顾不得许多了 你猜的没错 陛下再昏庸也不会拿设计冒险 陛下如此大的局 陛下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肃清朝堂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你是个灵醒娃子 可知陛下如今最忌惮的是什么人吗 北边的薛岩土 几边的吐蕃 还是南边的南兆 都不是 陛下忌惮最深的并非外敌 只削陛下一声令下 我关中精锐铁蹄踏踏处 再厉害的外敌鸡化为米粉 陛下真正锁忌惮者 释迦门法 如此可教也 释迦门法才是我大唐如今真正的内患 所以陛下遍布了如此一个局 引那些人入套 不错 也亏了你这篇 朝堂里该说话的 不该说话的 全都炸了锅 一个比一个骂的难听 剩下的事好办了 该拿水 该杀水 陛下心里都有数 所以啊 你也算是误打误撞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 我上了当 陛下太看重这场关乎大唐盛世的大战 朝中任何人领军他都不放心 必然是要亲征的 既然此事完全是陛下部的局 那么迎见大明公一事 自然不做数了 那些从各地争调来的民夫呢 陛下亲征薛言妥 自是一场矿九大战 三十万民夫蒸发北调 为我大唐将士运送粮草群献 此战旨在消除北方之患 保我大唐百年平安 纵一时有牺牲 一时功在千秋万世之举 打仗 哪有不死人的 娃子心肠太人可不好 教陛下之后如何重用你 往后山高水险 穷凶极恶之地 你怎么活得下去 陈伯伯的意思是 陛下欲发配小子 算发配 也算没以重任吧 可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啊 陛下有意识西州都护府 调官中精锐一万驻守西州 你可知陛下有何意图 所以陛下要派我领军去灭了高昌 乳秀未干的无毛小子 你喝的何能领军灭国 当我们这些老将死光了吗 那陛下要我去做什么 老夫咋知道 等着吧 老是在牢里多住几日 宫里的圣旨古墨快来了 如承晓金所预计的 李世民对朝堂发动了清醒 承晓金探视完李下人的第二天 一对对骑马的金吾卫 从太极公飞升 金吾卫以迅雷之势 闯进了某些朝臣家的大门 开始暗徒索记拿人 哭嚎声顿时响彻长安个大方街 同日上午 太极公罢朝一日 宫里传出消息 李世民轻止下令账币宦官41人 第三日 太极公传出旨意 被所拿的犯官全部斩首弃使 直系子女连坐 与者发扶太常寺内教坊为奴为继 天克汗陛下杀伐果决的一面 时隔十一年后 终于又让天下人领教了一次 依然血淋淋的触目惊心 第四天 官府的安民告示贴满全城 李世民在发圣旨 费剑大明宫 三十万征调的明夫就地安置 留待国用 一场朝堂清洗 以雷霆万军之事开始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悄然收尾 一切又风平浪静 第五日 太极公的宦官打开了大理寺的牢门 陛下轻止 李下人无罪是归 不出去打死也不出去 我就住这里了 住到死 我打算在这间监牢里养老了 李县子 您可听清楚了 这是陛下的旨意 这倒只是放您回家 不是让您上法场 您就算抗制 这也抗得没道理啊 反正我不出去 便请内侍禀奏陛下 就说臣李下人 自知罪孽深重 不坐牢 不足以平民愤 不足以正视听 臣犯错之后 羞愧难当 自请居役 呃 居役一年零两个月 这 这怎么还有灵友整呀 李县子 这话奴婢可不敢回奏 陛下怪罪下来 奴婢担当不起 您还是赶紧回去吧 不回去 套 李下人抗制不遵 回头陛下 是要剁了你 还是割了你 我就不管了 刚才我忽然想清楚了 家里似乎比老李更舒服 夫君 夫人受委屈了 听大理寺的狱族说 你每日都在这里徘徊哭等 其实根本不必如此的 自你入狱后 家里的天似乎塌下来了 公公每日长须短叹 愁眉不展 妾身没有门路 富到人家想不出别的办法 只好每日在这里等你 或许陛下开恩 你就出来了呢 哎 你我成亲不过月鱼 何苦呢 你是夫君啊 没了你 这个家妾身撑不起来 幸好夫君福大命大 果然出来了 是喜事 夫君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快走 自打他成亲后 东阳失去了能关心他的身份 可是 他仍在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地关心着他 只是相比以前 他现在站的位置更远了 远的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轮廓 村里的乡亲都传遍了 说夫君做了一篇了不得的好文章 因为夫君的文章劝谏 陛下终于停了劳民伤财的恶症 听说长安城的世子和百姓们都在念叨着夫君的好 夫君的那篇文章也被史官寄入了史书里 哎呀 夫君 这算不算名垂青史了 公公要不要与夫君去祠堂拜祭先祖 夫君名垂青史了呢 也是光要咱李家门没了吧 肉猎 要拜祭一下 是好事 也是喜事 得让先祖知道 妾身这就去准备香烛和贡品 我给你找的婆衣哪里不好 要模样有模样 要富得有富得 人家当初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水灵闺女 多少人家争着抢着求亲 自他嫁回来 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他操持 打理得妥妥贴贴 村里相亲都说你命好 爹 孩儿也没说过 他哪里不好啊 自打成亲便与他相敬如宾 客气得不得了 就是太客气了啊 听家里丫鬟说 你一直睡在后院的西乡房里 至今为与他进行插销知识 爹 这个话题好羞涩 略过吧 略个屁 娶婆衣用来干啥的 还不是为了生娃 顾多多进行插销知识哪来的娃 我抱孙子要等到何年何月 你打算李家在你这辈里断了根吗 不肖的东西 我知道你心里还念着公主 可是公主如今你是出家人 你与他不可能做夫妻了 为何还不死心 难道你要等他一辈子吗 爹 要不孩儿给您娶一房婆姨 您努努力争取 给孩儿生个弟弟 以后传宗接代什么的 可以找他啊 混账东西 经见你刚从大牢出来 本不想再添晦气 可今不抽你一顿 老子忍不下这口气 受死 许明珠从后院出来 是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画面 一个已婚男人被老爹满院子追杀 抱头鼠窜狼狈之急 最后已婚男人剑步如飞 一溜烟窜出了家门 眨眼便不见人影了 喘气喘得这么急 你坐肾去了 刚从家里逃命出来 我爹的独孤酒疼 欲见精进了 又惹你爹生气了 我爹可能更年期来了 脾气有点喜怒无常 何谓更年期 就是你们女人每月的月事 前后那几天 看啥都不顺眼 看啥都想吹几下 嗯 就是那种感觉 哎呀 你 你这个灯徒子 听说 你前些日又被父皇关进了大理寺 在里面没受委屈吧 没 大家都很喜欢我 后来陛下放我出来 他们海祖团 把我送出大门来 凭我多年 被人喜欢的经验 可以看得出 狱族们都舍不得我走 恨不得多关我几天 胡说八道 没一句正经话 知道西州这个地方吗 大概知道吧 在龙幼岛 与高昌国相邻 汉朝便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你知道的比我多 我对那个地方 还是两眼一抹黑呢 到底怎么了 为何突然问起这个地方 过不了几日 你父皇的圣旨要来了 我可能会被遣派到西州为官 西州那么远 你却 父皇心里 终究还是计较你那篇吗 他欲将你发配 贬折千里 你父皇没那么小心眼 真正恨我的话 用不着这种手段 西州的局势很复杂 或许 那里需要一个 像我这样的人 这是你父皇 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什么深思熟虑 分明是贬折 我 我现在便进宫问问父皇 你若进了宫 我要去的地 方便不是西州 而是阎望殿了 乖 莫闹了 好好听我说 入朝堂才一年 便遭逢这么多的危难 竟好这些危难 有的靠机制 有的靠运记 还有的靠人脉 有经无嫌躲过去了 可是若再多几年 我的下场如何 每一次我的运记 都这么好吗 将我遣派到西州 一来西州示威 确实需要一个陛下 信任的臣子去打理 二来陛下一支 我与太子交捂 担心我的处境 于是把我送远一点 你什么时候走 快了 这几日陛下 忙着肃清朝堂 再过几日 姑母会来旨意了 我们要分别了吗 我会很快回长安的 一两年 至多三四年 肯定会回来 经常看下人 动画的朋友都知道 下人穿越古代 就喜欢搞事情 拿捏公主和皇帝 而本居的下人 就喜欢当皇帝的狗 大唐憋屈子 第九十三集 浅派西州 西州顾名思义自然在西边 所以 北边也应该有个北州 南边肯定也有南州 咱关中是中原 肯定也有中州 更正一下 西州就叫西州 他跟方向毫无关系 哪怕他在东边 他也叫西州 不要再纠缠西州 离大唐一千多里 很遥远 宫里很快会有圣旨来 这次陛下 差我去西州 可能会为以官职 此去少择一两年 多择三四年 离家太久 家里的事 我要托付你们兄弟 放心 你爹就是我爹 我会照料周全的 还有那个已进了东宫的称心 你要密切注意 要得到太子的宠爱 一两年的功夫 必须有的 这一两年里 不妨听之认之 带到太子 对他宠溺过甚 言听既从时 你再差人 送信告诉我 我自有安排 最后就是你们兄弟二人了 我走以后 赶紧交个聪明人 做朋友 我实在不希望看到 我将来回长安后 听到你们 被人拐卖到深山 给白痴女人 当汉子的噩耗 不会的 大唐立国 就没听说拐卖汉子的事 你多虑了 李夏人 西州那么远 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吗 西州怕是不胜太平 不太平的意思是 可能有胀打 能建功立业 嗯 你想做甚 李夏人 你带我去西州吧 我就当你的侍卫 男儿一生 志在四方天下 怎可屈居于小小的太平村里 混吃等死 老二在东市 帮你做事 都做得有声有色 我瞎大难道天生 便只是当农户 侍候庄稼的命 李夏人 带我走 有志气 去西州市大市 这样吧 你还是回去 跟你爹娘和婆姨 商量一下 不能招呼都不打 便跟我跑了吧 这是不仁不孝 对吧 最重要的是 跟你婆姨商量 她是你的妻 是枕边人 要一起过一辈子的 小只以情 动之以礼 我相信她一定会 大意答应你的 说得太对了 我这就回去跟婆姨说 你都要走了 何苦再抗她一会 我兄长会被 嫂子合合走死的 你现在可以拦住她了 拦她干啥 要不是我爱走 哈哈哈哈 摆平了朝堂后 李世民罪恶的双眼 终于有空盯上了李夏人 火器局坚政仍坚韧 只不过成了姚岭 少监许敬宗 代行坚政之权 李夏人却升官了 西州赐师傅别嫁 从四品贤 爵位不便 却多加了一个定远将军的武散贤 文武兼备 颇奈寻位 西州在哪里 陛下咋让你去西州当官咧 十多岁的娃子 这不对啊 西州在很远的地方 千里之外吧 地处大漠深处 咋把你遣到那里做官 咋会这样咧 你不是说陛下不会计较经典 你写文章骂她的事吗 陛下没有计较 孩儿是陛下的臣子 陛下需要孩儿去西州 孩儿只能去 君上所遣 不可为 咋会这样咧 才十多岁的娃子 不应该啊 太狠心了 十多年的相依为命 第一次与老爹长叠 终于笑 果真无法两全 夫人 我启程夫人西州后 家里的一切便托付夫人了 替我好好照顾爹 她苦了一辈子 该想儿孙轻浮的时候 我却不能西前尽孝 家里有管家 有下人 自会好生侍侯公公 可夫君你却独自一人在外 受尽封剑双刀 动了没人添衣 饿了没人做饭 身边没个 知冷知热的人照料 夫君准收受得了 夫君 夫人西州 带上妾身好吗 妾身随你一同启程 不行 死去千里 路上不知 多么辛苦艰难 况且西州局势不明 已成乱象 你一个富到人家 绝不可去 好好待在家里 替我照顾爹 妾身出嫁前 娘曾告诉妾身 嫁夫从夫 甘苦与共 妾身读书不多 也不懂太多的大道理 爹娘怎么教 妾身便怎么做 夫君有爵位 有官身 妾身未出嫁 便被陛下赐封告命 说来皆是妾身 和娘家的光彩 可夫君独自一人 在外受苦 却叫妾身 在家安享太平奢义 妾身做不到 我没受苦 只是被调到一个 陌生的地方当官 夫君莫狂妾身 西州未处拢幼 是大漠的中心 四处荒凉无人 仅只一座小小的土城 衣食不果 三餐难济 说是西州别嫁 却不如太平村的庄户 夫君养尊处优 素来不沾家是俗物 独自一人到了那里 谁来侍候你 谁来给你操持衣食 妾身 嫁进李家 夫君虽以李相待 可妾身知道 至今并未得到夫君的宠爱 若放任夫君一人在外受苦 妾身却不能患难共之 日后夫君归来 心中焉存妾身力追之地 妾身怎可安然独享太平 得此嫌疾 此生无憾 可是为何上天偏偏安排我先遇见东阳 我在外当官 夫人操持家里 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我各司其职 说什么独享太平 西州局势莫测 乱象分成 随去一世万莫提起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 今日我累了 无量马车的东西 足足准备了三天 这三天里李道正愁眉苦脸忙前忙后 许明珠郁郁郁寡欢 老在李下人面前有意无意地晃悠 李下人也忙 忙着进长安城跟诸多老将告别 时光直解催人老 不幸多情 长恨离亭 泪滴春山久一醒 大清早拜别的老爹李道正 与薛管家和下人们道别 再与送别的乡亲们一一别过 李下人不舍得目光在人群里转悠了一圈 却发现许明珠没来 或许上次拦着 不让他跟去西州 小姑娘心气不顺 今日耍起了小脾气吧 在老爹和乡亲的阴阴相送下 李下人坐上马车 后面跟着四辆改造部的宽箱马车 晃晃悠悠地上路 李下人是四品别价 在地方上来说算是高官了 更何况又有县子爵位 出行必有一仗 不仅如此 李世民也特意下了旨 与他一千金旗 话归他麾下 随之一同赴西州上任 又五位萧薇营果一都未讲权 拜见金阳县子 定远将军李别价 莫老 我一都未是从无庭武官 你是正四品文官 还有正无品无散贤好和无品爵位 你给他行李是害了他 这位壮士说的没错 李别价万不可折杀末将 啊那就算了 此去西州千里之遥 李某先谢过蒋将军和麾下将士 一路同行护卫之安了 执命所在 皆是末将本分 同行千里 大家还要在一起 交谋许多时日 你我之间 莫太客气了 一路上便不计官职尊卑 大家凭背而交吧 你换我婊子子正即可 大家出发吧 是 这条路太长了 长得让人绝望 真想索性死在路上算了 对了 咱们出村的时候 乡亲们送我 你有没有在人群里见到瞎大 只见到他弟弟瞎线 不曾见过瞎大 我记得也没见过他 这可糟了 怎么了 跟蒋全说一声 骑队慢一点 这小子多半会跟来了 这是他们俩兄弟以前干过 他婆姨那么厉害 应该不会吧 说不准 这小子一直渴望建功立业 被婆姨揍得半死 也会拖着另外半条命赶来的 长得这么英俊 已是天怒人怨了 明明只靠这张脸 便能换饭吃 偏偏老天还给了我 才华和聪明 日后回长安了打听一下 当朝时官是谁 跟他搞好一下关系 请他在本朝时书上 单独为自己出一个人物列传 啥话都不用说 列传上只需写一句话 便足够 经养里瞎人者 一个帅字贯穿一声 一句话足够闪耀千古了 美的狠 美的狠 找到当年 长板坡前曹丞相的感觉了 一开口 立马就有人应景而出 唯一不同的就是 曹丞相喜人妇 而我喜欢少女 大唐憋屈子 第九十四集 后面那人鬼鬼祟祟 跟了咱们一路 本官怀疑是奸细 谁与本官活秦之 是 咋了吗 咋了吗 追我作甚 还讲不讲理念 他跑 他追 他插翅南飞 并别嫁 莫将信不辱命 已将奸细活秦 回营交令 谁奸细 你才奸细 老子也是为大唐上过战阵 杀过吐蕃贼的府兵 咋就成奸细了 不给我个说法 竟给你拼了 咋了 不认识了 在这副鬼样子 我真让人把你当奸细绑了 不能好好说话吗 非有别人把我拎过来 你跑得比兔子还快 怎么才能跟你好好说话呢 说吧 是不是又跟你爹娘 闹了一出不告而别 是 这次我真不能让你跟去 西州不太平 真的很危险 你若玉立工业 日后我给你在进军营里 寻个好差事 好好干几年 伯格国义都尉 不是难事 我有手有脚 功名我自己能赚 你把我谋来的官职我不要 这不是汉子干的事 听话 回去 这次真不能带你 前途艰险 我不能害兄弟 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是啊 我们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 除了岁月 还有自己 你在说啥连 我回不去连 因为临出门前 我婆姨拦着不准我走 我一时火起 抽了她一记 半边脸都肿连 回不去连 我回不去连 回去会被她杀了 你若不收留我 我只好一路要犯出关中 找个地方中了医生 她家婆姨真没用 怎么不活活抽死她 后面找书利 给你造册 以后你和郑小楼 一样当我的亲位 你真要找死 我也不能一次又一次的拦着 累了 不想拦了 好 接你骑马 骑了我不算好汉 找一天咱们再练练 你不一定是我对手 蒋将军 这你都能忍 我不是挑事的人啊 换了我是你 我可忍不了 都当到国义都尉了 连骨子血性都没了 还当啥都尉 不理别嫁 不怪罪的话 不怪罪 当然不怪罪 军中拳头大的说话 我懂的 这么烂的身手 还想建功立业 回头得请郑小楼和蒋全 多叫交他才是 不求力多大的功劳 只求日后遇到危难时 能保住命 自己以后回长安 才有脸见他的爹娘 收了瞎大 队伍继续起行 行军苦 行军难 行军是一件非常枯燥无味的事 虽说是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 可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沉默的骑着马前行 大唐军纪森严 行军途中没人敢大声喧哗聊天 你是右五位的 是 右五位是进军吧 是 右五位指守太极弓 不过并非常立 每隔三月由左五位和进五位接手换稿 我离开长安前 朝堂里有什么动静吗 三日前却有调动 左五位三万兵马奉命拔银离京 不知去向 这几日三省朝臣入宫的也多 陛下似乎再不知什么 看来陛下真打算 北征削延驼了 最迟三月内会动手 是不是觉得心气不平 为何不能跟随陛下北征搏军功 反而被派遣出京 一路护送我这个矛头小子去西州 末将不敢 末将绝无此孽 这么想也没关系 说实话 西州那个地方 我也不想去 你我皆是军命难违 你知不知道陛下 为何前你送我去西州 末将只遵命而为 却不知其中究竟 西州不太平 陛下一定希望 我要好好经营他 而且还要守住他 至少要守到陛下 征讨完薛颜驼 我大唐关中精锐 能腾出手西进 那时我才算完成了任务 蒋将军现在知道 死去西州 前程并非 暗淡无光了吧 高昌宇突厥 在末将眼里 不过土鸡挖狗儿 若敢犯我大唐西州 末将单人匹马 可只取敌球手机 你又错了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我 不能让我 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我若有了什么闪失 你在西州 砍多少颗敌人的脑袋 都没用 回去陛下 肯定会亲手剁了你 是 末将遵命 一定不让礼别 驾有丝毫闪失 西州那里 真的有杖打吗 砍多少敌人的脑袋 可以被朝廷封关 绑在身上 然后独自一人 冲进高昌国 王宫咋样 轰的一声 立下旷世奇功 陛下一定龙颜大悦 封你当个国公 轰的一声以后 我呢 没了 啥都没了 忘了跟你说 你的国公知觉陛下 是追封的 追封懂吗 意思就是 绝位有了 人没了 这是 恐怕不能干 有点亏 亏是亏了点 仔细想想 对后代还是很划算的 不行啊 我和婆姨还没生娃呢 哪来的后代 追封国公之后 绝位给谁呢 给虾线啊 以后虾线带你好好活下去 没死他了 凭啥 队伍还没走出关中 他便已厌倦了 枯燥无畏又辛苦的旅途 虾大和郑小楼在车外骑着马 二人算是李虾人的轻位 一个板着酷脸 自以为走偶像路线 一个整天傻呵呵的 不知了什么 看啥了 我说你就不能努力朝 没请木秀的方向 发展一下嘛 啊 努努力呀 做人不胜劲 跟咸鱼有啥区别 啥咸鱼好吃吗 算了 频道不对 跃进万千操汉 还是自己最顺眼 美的狠啊 和小范范一样 这颜值无厌组建了 都得甘拜下风 枯燥的旅途 无聊的时光 只能以沉睡来打发 李虾人躺在马车里昏昏欲睡 李虾人 快出来看 没空 别吵我 小楼兄 是我眼神不好吗 你看那只胡人伤队 里面那位 那位小楼兄 我没看走眼吧 都说了没空 你最好亲自看看 商队里有个熟人 见鬼了 人都到了荆州 还能碰到什么熟人 你看那里 我果然见了鬼 许明珠 这个女人真是 把那队胡商拦住 大唐官嫁在此 来人止不回避 神灵赐福天克 寒陛下战无不胜的勇士 小人是秋辞国商人那言 对天朝上国无比敬仰 并无半点恶意 李别嫁 此时敌我不明 别嫁还是莫靠近他们 如此年轻的男子 竟是别嫁 他才十几岁吧 天克汗陛下的忠心臣子 秋辞商人那烟 向您问候 小人来往于大唐 和秋辞之间 贩卖一些货物赚取钱财 对大唐的任何人皆无恶意 请别嫁大人明鉴 夫人 快过来 夫君 妾身 见过夫君 你何时从家里跑出来的 夫君前脚起行 妾身后脚便悄悄跟来了 妾身路上见到了王大哥 他 躲躲藏藏的也跟在夫君的旗队后面 走得不太稳 妾身眼睁睁看他摔了好几次 这家伙 丢人丢到婆姨家了 你为何不与瞎大结伴而行呢 路上也好 有个照应 妾身附到人家 除了夫君以外 不该与别的男子结伴 再说 妾身也不知王大哥会不会强行把妾身赶回家去 所以你跟胡商一起结伴了 你胆子可不小 后来妾身觉得女子装扮太危险 所以在东市城衣铺里买了一身男装 然后等在城门口 遇到要出城往西去的商队便拦下来问一问 给他五罐钱 只求结伴到梁州 到了梁州 妾身再找别的商队结伴到西州 你 以后莫到处乱跑了 知道吗 外面很危险 没你想象的 那么太平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多好 跟着不知根底的胡人 商队居然还能全须全伟的见到我 出嫁前娘亲说过 出嫁要从夫 夫君去哪里 妾身也去哪里 我若是坏人呢 我若去干丧尽天良的坏事呢 夫君是好人 我只是比方一下 不该这么比方的 夫君是好人 夫君做的事都是好事 妾身出嫁前便听说过了 夫君造出了一个圆罐罐 点燃了扔出去 可以炸死许多敌兵蛮子 去年大唐对吐蕃的松州之战 就是靠了夫君造的圆罐罐 才收复了松州 减少了无数关中子弟的伤亡 还有前些日子 夫君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佳作 让陛下纳了剑 停了剑大明宫的恶政 给了百姓和无数名夫一条生路 反正 夫君是好人 从来不知道世上 还有如此执着 如此死心眼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恰好是我的妻子 狗砸碎 才三五百人马 竟敢挑衅我大唐雄兵 今夜差点着了你们的道 大唐逍遥子第九十五集 打听过了 那燕是邱瓷国的贵族 邱瓷国的国相名叫那里 他是那叶的堂叔 那里在邱瓷国权势颇大 近几年来 已引有盖压邱瓷国主的架势 如今邱瓷国内颇不稳当 国主和国相那里 互争苗头预见明显 没想到邱瓷国内也不太平 我看过地图 邱瓷国离西州不远 国境离西州大约几百里 听说邱瓷与西图诀 暗中有勾连 若邱瓷内讧开启战端 西州势必第一个要受牵连 这个不大可能吧 咱们是大唐啊 不惹他们已算烧高香了 谁敢来惹咱们 有句俗话叫天高皇帝远 知道意思不 做什么去 去湖山营地那边看看 跟纳烟结交一下 你是县子又是别嫁 今时不同往日 你多少要顾及一下自己的身份 夫君 王大哥说的对 夫君是大唐皇帝清风的县子 和四品别嫁 每一言每一行都关乎大唐的威仪 区区一个湖山 段无夫君主动去结交他的道理 夫君若想见他 差人请他过来咱们营地便是 来人去湖山营地 叫纳烟速速滚来见本县子 纳兄 李别嫁万莫如此称呼 只换小人齐名即可 再说我也不姓呢 我的名字是中原汉化直译 真正的姓氏很复杂 还请李别嫁莫再称呼纳兄了 好的纳兄 坐下吧纳兄 说正事 纳兄 西州刺史 名叫曹瑜对吧 纳兄可认识 小人以往领商对路经西州 往往只是落完脚便起行 曹刺史是一周首官 小人哪里有资格认识他 既然性子如何 官生如何 那兄也没听说过吗 我懂了 显然 这个名叫曹瑜的刺史 也就是我未来的顶头上司 不太像好人 最起码不像是好打交道的人 看来在西州的名声不怎样 这就麻烦了 原本西州这个小城池 被无数外敌虎视眈眈 城里还有一个名声 官生很差劲的刺史 内忧外患全奇了 最后一个问题 别嫁请问 西州乱骂 有大队人马 从西面奔来 多半是敌妃 将权 骑兵截队列阵 西面迎敌 不愧是横扫天下的 天克汗陛下 不愧是称霸还宇的 大唐雄兵 夫君 夫君 莫怕 夫君在这里 但有一口气在 夫君不会丢下 你不管的 嗯 切身不怕 切身一点都不怕 有夫君在呢 切身真的不怕 娘亲说了 出嫁要从夫 从夫才能得到夫君的欢心 夫妻共过患难 夫君才会不离不弃 娘亲的话永远是对的 切身不怕 这番话 说得太用力 仿佛一柄重锤狠狠 吸在李佳人的心上 一是心乱如麻 却不知该如何回他 只好将他拢得更紧 舒缓他心中的恐惧 奉剑 这里才刚过玉门关啊 突厥人 怎会出现在此处 大唐西面的国境 说是远至西州 可是在这一望无影 人烟罕至的大漠里 怎会有真正的国境 突厥人来去如风 与门关以外 出现在哪里都不奇怪 二人低声说着话 不远处 杭军与突厥人 却陷入了僵持中 夜色太黑 比我双方都难以分辨比情 突厥人刚才吃了一个小灰后 不敢轻举妄动 又不敢就此离去 双方隔着数十步的距离 静静对峙着 蒋将军 咱们必须把主动拳 抓在自己手里 否则若敌将下一次进攻时 采用分而画之的法子 一边牵制 我骑兵主力 另一边从侧翼袭扰商队 那时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如何主动 眼下一团漆黑 只能列阵防御 若贸然出击 恐会吃大亏 听我说 现在双方都不能点火 一点火便暴露 一暴露便被攻击 但若是让敌人那边 首先出现光亮呢 礼别架的意思是 我听了一下 敌军人马的动静 大约离我们五十步上下 若我们点亮一只火把 奋力朝敌军扔过去 火把扔到敌军阵前 至少有一杀的光亮 好法子 来人 搜集军中松支火把 前队列阵 弓箭准备 分兵五百人 左右侧翼压阵 准备冲锋 这小子曾在磨刀营里 当过磨刀手 别的没有 就有一把子杀力气 火把让他来扔 无数搭剑拉弦的声音 在静谧的黑夜中格外清晰 两排箭矢颤悠悠地指向前方敌军战阵 无声之中 杀气迎天 放剑 狗砸碎 才三五百人马 竟敢挑衅我大堂雄兵 今夜差点着了你们的道 左右侧翼 给老子冲锋 另出如山 奋兵的左右侧翼骑兵跃阵而出 高扬着横刀朝敌阵冲去 留几个火口 下马 生情来敌 见包围圈越缩越小 活着的数十名突厥人神情越来越绝望 为首的突厥头目忽然立声咆哮了几句 却见数十名突厥人发了疯似的忽然调转高 各自厮杀起 几十人你捅我一包 我插你一剑 眨眼间自相残杀的干干净净 慷慨赴死 事命如草芥 竟壮烈至私 且先不论敌友 单只说这份决绝实在令人震撼 沙漠里盗匪猖獗 末将出长安时也向胡商打听过 大漠里的盗匪通常少则三五十人 多则上百人 也许咱们的那伙突厥人也是沙漠里的盗匪吗 三五百人的盗匪 听都没听说过 咱们这只可是千人骑队 隔着时机里望去都能看得出是大唐的精卫骑兵 哪家盗匪如此不长眼 敢以区区数百人来进攻训练有素的千骑 所以他们应该不算盗匪 他们随身带的图腾喊乱 应该不是同一个部落出来的 而是一群在沙漠各城池里流浪的突厥人 临时七拼八凑起来的队伍 说是盗匪也算 说是刻意针对咱们的敌军也说得通 若不是盗匪 这事就不单纯了 我倒真希望他们只是临时凑起来 抢点钱财的盗匪 这样我就不必那么费脑子想吃了 末将以为 别价现在不必思虑太多 等咱们到了西州 该冒出来的 终究会冒出来 至于路上的 骑队碾压过去便是 是啊 一切问题的答案到了西州自然 便会迎刃而解 一路西行 每天重处着枯燥乏味的旅途 扎营 启程 再扎营 再启程 这一路很辛苦 不但辛苦 而且艰险 走了大半个月后 李下人发现自己快疯了 担火怎样 蒋拳脸色有点难看 拳头几次握紧 又松开 显然在天人交战 散火吧 没前途 真的没前途 咱们把行李分一分 或者干脆 把那烟的商队 然后你回你的花果山 我回我的高老庄 咋样 给点反应啊 望天啥意思 我是主官 而且是若不禁风的主官 我若在这沙漠里 有个三长两短 你作为被陛下捡来 或我周全的国义都尉 你还不得引就抹脖子 蒋将军 你还年轻 前途无限光明 我舍不得你死 离别驾放心 末将拼了命 也会护住你的周全 绝不让你有任何三长两短 若然做不到 末将愿以死谢罪 要不晚上去找找那烟 和他联合起来 把奖全做了 然后分行李 跑路 多了一个许明珠 李下人的日常吃穿住行 全被他包了 每天醒来睁开眼 第一眼便看到许明珠的笑容 还有一块用水稍稍浸湿的金帕 沙漠里用水齐缺 可李下人的洁癖也无法克服 许明珠深知李下人的怪毛病 每天偷偷从皮囊里到 丁点水沾湿金帕给李下人敬礼 辛苦 枯燥 压抑的旅途 李下人领着骑队咬牙又走了两个月 路上诸多坦克 终究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 前方是李友城 西州城 咱们终于到了 夫君 我们终于到了 是啊 我们终于到了 末将长得那么风流倜傥 万一半夜被喝醉酒的婆姨非礼了怎么办 对对对 俺也一样 大唐逍遥子第九十六集 末将 西州折冲服国一多位向天 拜见李别嫁 别嫁 夫人 为何不见官员相迎 李别嫁来的突然 城内官员尚不知情 还请别嫁恕过 不必讲究这些虚理 进城吧 不知赐事府在何处 本官新任 首先自当拜会曹赐史 才是正礼 前日不知哪路盗匪 洗劫了西州辖下交和信 曹赐史闻讯后 连夜领兵赶去 至今尚未回城 别嫁周车劳顿 不如暂些几日 待曹赐史回城后 末将自当引别嫁拜会 行吧 李别嫁 先好生休息下官告退 这西州城里好大的妖风 蒋将军何处此言 这项田礼术倒是周全了 教人挑不出半点错处 可言语不敬不实 曹赐史一介文官 怎能轻易领兵出城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向田为何对咱们不敬呢 鬼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勾当 鬼不知道 不过我似乎知道了点什么 别嫁知道些什么 西州城已形成了一个整体 并不欢迎我这样的外来官员 因为我的到来势必打破了西州的利益平衡 今晚咱们去城外与将士们扎营同住 这是为何 西州城里妖风大 若是住在城里 万一稀里糊涂 被人半夜剁了脑袋怎么办 你陪我 别嫁言之有理 咱们都不能住城里 末将长得那么风流倜傥 万一半夜被喝醉酒的婆姨飞里了怎么办 对对对 耳眼一样 夫君起来洗脸了 既然曹赐史不在城里 你们几个在城里到处转悠一下 跟城里的百姓啊 商人啊 守城将士什么的 多结实一下 和他们娇娇朋友 那你呢 我 将冒如我这般英俊的男人 走在城街上 若被不怀好意的坏婆姨 害了怎么办 行走江湖 事前能躲开麻烦 还是尽量躲开比较好 那我怎么办 你没关系 你本来长得就像个麻烦 别人会争先恐后 躲开你的 你这模样 进了城 不去祸害别人大家 便谢天谢地了 对于新任别嫁李佳人 离城扎营 大家似乎都很忙 忙得连规矩都忘得干干净净 向田还算十里数 第二天还跑来 一脸关心的询问原因 顺便检讨自己里数不周 令李别嫁受委屈了云云 招货如何 辜负了别嫁交与末将的重任 一摇起刺石斧 折冲服 或是锦铃西州的突厥 高昌国等话题 各个都变脸 二话不说掉头变走 脾气火爆一点的当场 就跟末将动手 探得到固然不错 探不到也没关系 城内商人和百姓 一提起刺石和官员 便大打出手 或者为之如虎 这说明西州的官员们 不简单 必然做了不少 令百姓和商人不满的事 否则不会是这般表现 这家伙呢 这家伙进了城便找地方吃 城里大小酒寺店铺 都被他光顾过 胡饼 烙酥 葡萄酿 但凡能吃的东西 他全塞进嘴了 这两日吃得好不痛快 除了吃呢 今日末将离城时 他还赖在人家店里 拉都拉不走 除了吃 你总有点别的收获吧 收获自然是有的 城东头卖的葡萄酿里掺了水 相比之下 城西那家明显厚道多了 量足 价也不贵 这家伙到底是来建功立业的 还是来亲身体验 舌尖上的中国的 你还是好好活着吧 除了吃 我还是有收获的 城西那家不坑人的酒寺里 有个人 很有人缘 每次走进酒寺 别人都起身行礼 看打扮不是官员 也没有官员那种气度 别人都换他的前夫子 似乎在城中颇具声望 看得出不是寻常百姓 这叫什么 傻人有傻福 后来呢 你有没有跟上去 和那位前夫子聊两句 或者跟踪找到他家住哪里 没有 为何不跟上去 我在酒寺里 叫了一壶葡萄酿 一个壶饼 钱都给了 不等不合适吗 我泥嘛 将权 把他绑起来 吊起来抽 往死里抽 为什么 不讲道理的吗 这个前夫子 有价值 此人应该住在城里 末将去拜访他一次 若对其许以重金 真不会过日子 动不动 就许以重金 你家重金很多嘛 做人呢 有时候太讲理数也不好 显得虚伪 直接派人 把那个前夫子 截来营里 狠狠抽他几十鞭子 再问他 西州城里的情况 相信该招的都会招 当然 若这人是条汉子 咬死了 也不招 再抽他几十鞭子 不 那时我们该对他 许以重金了 这位别家的思维 节奏太跳跃了 实在跟不上了 那位前夫子 先不急着动手 曹刺史没回城 咱们不可 轻举妄动 待一切情势明了后 再定行止 是 城外大营里 无聊过了四天 明报李别家 刺史大人 明日上午回城 知道了 与李佳人来时 冷冷清清的城门不同 曹瑜领着一千多府兵 浩浩荡荡奔赴西州 离城上聚十里市 城门外以密密麻麻 站满了人 西州城上下 所有军政官员 接着官服 排着整齐的队列 攻迎曹瑜的大驾 人群压雀无声 毕恭毕敬之志 好歹我也是 长安城里陛下 亲执委任的金官 好歹头上 还顶着县子的爵尾 西州这些官员 真是不拿豆包当干粮 欺人太甚 曹瑜五时入城 李下人在营地里没出去 待到日落时分 城里终于来了人 守着曹瑜的名体 请李下人入城一会 下官新任西州 别驾李下人 拜见曹刺史 李别驾一路周扯辛苦 本官数日前领兵 就交和弦之为 慢待李别驾 还望别驾莫往心里去 自古英雄初少年 今见李别驾年轻风流 本官确信了这句话 曹刺史谬赞 假官时不敢当 西州地处边陲 与外部通消息 不过本官与长安同流 有人常有书信来往 对李别驾的声明 本官确实闻名已久 李别驾年幼至高 这一年多来 便坐下许多大事 为我大唐设计立下大功 俗堪名垂青史 陛下众李别驾之才 将你委任西州 实为西州官民之府 本官不胜荣幸 下官年幼不懂事 曾在长安 坐下不少荒唐事 也闯了不少祸 曹刺史这番夸赞 却越让下官羞惭无敌 今日贵客临门 令府中备焰 李别驾出来乍到 对西州或许不太熟悉 若说西州警况 本官用八个字足可概括 不知哪八个字 寻狼环似 危在旦夕 敢问曹刺史 我西州兵备和战力如何 还有城池防御 西州州警防员六百余里 三省至折冲府二 其中一府束售西州城 令一府设于高昌国境 兼寻边之责 至于战力 我大唐雄兵的战力 自使锐不可挡 不敢说以一敌十 以一敌二敌三 却不在话下 西州所辖方圆六百多里 下属五个县 朝廷却只设了两个折冲府 满元加起来 还不到三千人 就是靠这三千人 竟然生生将西州 守住这些年 这些戍边的将士 尾时不容易 呵呵 李别驾远赴西州上任 除了随行的千人骑队外 不知还带来了什么 还带了什么 除了一千多张吃饭的嘴 以及我自己这张 必须吃得精致的嘴 还能带什么 呵呵 本关于真观九年上任 西州自始 从真观九年开始 我为您给长安地奏 输不下十道 请朝廷给西州拨钱拨粮调兵 西州之威 为身处其中而不自知 长安诸臣指之陛下 如今微服四海 邻国不敢造词 可他们却不知道 邻国的不敢造词 只是表面 原本西州得来 便名不正言不顺 高昌国王室多年怀恨在心 岸里又有突厥人山风点火 勾结窜斗 反我周霞属县 秋子 燕齐 吐波等国更是虎视眈眈 妄图从中余力 朝中诸臣安坐华堂 俯视天下 哪里直到束手西州的苦楚 本官日盼夜盼 希望朝廷能给西州拨点钱粮 要点冰江 愿以为礼别嫁妇人 多少能带些温泽过来 谁知 九燕碧 说不上兵主敬欢 毕竟是初十 最大的收获是 李夏人大致明白了西州如今的情况 不太乐观 夫君 夫君 妾身今日给夫君洗贴身衣服 发现上面沾满了粘粘 滑滑的东西 那是什么 以前跟你说过贴身衣裤 我自己洗就可以了 你太勤劳了 这样不好 哦 好吧 夫君 你还没告诉我 那个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 这姑娘除了太勤劳 还很好学 求知欲 浓郁的令人发指 我该如何和她解释 哎呀 我饿了 妾身这便给夫君做吃的 李夏人今年十七岁了 十七岁正在发育的男人 正是杨胜金族的年纪 偶尔午夜市 大唐逍遥寺第九十七集 两天过去 刺食府杳无音讯 作为新上任的西州别嫁 曹羽没给他安排任何执司 很明显西州 是曹刺史的西州 夫君 你的衣物切身都洗了 夫君晚上若郁沐浴 切身现在便去给你烧水 你不必如此操劳 昨日 我已跟纳烟说了 让他留心给我 买几个干净的身上 美味的狐女来 侍候你我 估摸这几天会有消息 以后这些事 你别做了 安心享福吧 切身左右也是闲着 下面的人做事不用心 夫君贴身的事 还是切身亲自做比较好 入下了 天气越来越炎热 沙漠里的夏天更是如此 纳兄 礼别嫁之户我全名一可 只请万墨再换我纳兄了 好的纳兄 知道纳兄 有件事 请你帮帮忙 尽管吩咐 小人一定尽力 纳兄走南闯北 门路广阔 我呢 想在城里自己盖一栋房子 嗯 房子要大 要宽敞 有甲山 有花园 有前后院 还要有池塘 只是西州 地处大漠 很多砖石材料 一时难以凑齐 还请纳兄 帮忙一二 西州建成以前是沙漠里有名的绿洲 汉朝班超因为这片绿洲而建成 城里至今只有三口水井 你的房子里居然还要池塘 这个 池塘便不要了 其他的都要 砖石材料运来虽有些麻烦 但若是给足了价钱 运来倒也不难 至于盖房子的工匠 城里亦有不少工匠 花钱故请十来个 再请百余民夫 此事被矣 一提到钱 李下人心就直抽抽 那烟这番话里带了两个钱字 很希望从他那张毛茸茸的大嘴里 蹦出一句钱 我给了 房子我帮你盖 我一定二话不说 拽着他斩鸡头 烧黄纸结败兄弟 结果李下人等来等去 那烟终究没开这句口 这人不讲究啊 兄弟坐不成脸 那兄陪我去城墙那里 四处看看如何 礼别嫁有此雅兴 小人自当奉陪 那兄你走南闯北 见识最广 走过的城池也最多 能否告诉我 这面城墙如何 礼别嫁其实心里也很清楚了 何必问小人 蒋将军觉得如何 破烂货而已 若有一万敌军攻此城 以蒋将军之力能守几日 若是此城别的武将守城 此城撑不过一日 若换了末将守城 顶多能守三日 三日后呢 城后 人亡 为死而已 走 回营 礼别嫁今日特地巡查城墙 是否有意重建他 蒋将军觉得 重建一座城池的城墙 首先需要什么 需要砖 还有青石 糯米汁 沙土 砖 青石这些东西 他们不会凭空而降 所以 重建西州城墙 首先需要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首先当然需要钱啊 吃饭要钱 喝酒要钱 建城墙 当然也需要钱 没钱谁陪你玩 蒋将军难道经常在长安城里吃霸王餐不成 然而 这些都需要钱的 没钱谁给你运输 谁给你烧砖鞘石 难 难如登天 这是个浩大的工程 也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工程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时间过得很快 日头西沉 帅帐内的光线渐渐暗淡 许明珠悄然无声地给矮岸上点了两盏灯 见夫君浑然望我的写着字 许明珠拾去地退出帅长 虽然不知夫君在写什么 可夫君是大官 他写的东西一定很重要 说不定朝廷正等着他这片东西匡富于极倾 百姓翘首以盼这片东西救他们出水火 嗯嗯 一定是这样 一个人独处久了 脑子里难免有些胡思乱想的念头 许明珠独自坐在门口 不自觉地任思绪发散 挑远 成亲半年了 夫君还没有跟自己原房的意思呢 夫君真的很喜欢那位出了家的公主吗 夫君为了公主 做了好多事啊 每一件都那么惊心动魄 夫君的心 一定被公主满满占据着 与夫君成亲半年了 这半年里 夫君的心里 可曾为我腾出一丝丝地方 或许没有吧 不然为何半年了夫君还未与自己原房 你昨晚一夜没睡 到底忙活啥 忙着写西周方略 啥方略 意思是说 对一国或一城的 治理发展的看法和建议 哇 下根我好崇拜你哦 对对对 哎呀一样 别矫情了 赶紧恢复原形 我写方略 与你们半点关系都没有 嗯 当然 我能写出这篇方略 与你二人的中心 互试试分不开的 这篇方略 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西周刺史府 好字 字太丑 曹刺史谬赞了 西周方略 年纪来了 有些老眼昏花 看得有些辛苦 礼别家莫见怪 不如请礼别家亲子说说这个方略 如何 西周贫瘠 物产巨无 城中人口不到两万 伤股不仓 赋税甚少 守城将士不到三千 城墙更是不堪一击的土墙 情势微弱雷软 种种这些呈现出来 相信纵然是下官不说 曹刺史一当之西周城 已恶劣道合等地步了 嗯 所以下官以为 诚如重病 需用猛药 而西周危在旦夕 也必须大智 否则前景堪忧 礼别家方略理所言招伤 懒工都比较容易 只是这母乡君 恐怕不妥 私母乡君可是犯了大忌 本官承担不起这种大罪 朝廷那里 下官愿独自具名上奏 这件事下官一力单之 一片功心者 其只礼别家一人在 可是 有时候功心难免也会办错事的 今日礼别家所成方略 除了收人这一款本官颇为认同外 愚者 呵呵 咋了吗 谁惹你生气了 整个西周 除了曹刺史 还有谁敢惹我 曹刺史咋惹你了 刚才府中饮宴 曹刺史要召几位歌舞伎助兴 我说不必了 他非要 于是堂上召来了四个掌的清国倾城的歌舞伎 把我团团围住 对我上下其手 我力气太小 挣扎不过 终于被他们侮辱了 这难道不值得生气吗 啊 你们说曹刺史过不过分 太欺负人了 以后再有人这样欺负你 你一定要叫上我 让那些禽兽放开你 有啥事冲我来 你那片方略在曹刺史那里 怕是碰了臂了 不错 曹刺史觉得 我这片方略 一文不值 毫无可取 那么 你这片方略到底是不是一文不值 当然不是 满篇皆是金玉两眼 阵龙发聩 好不好 嗯 三文 当我在要饭呢 酒和闹到匪 无人不敢从咱们城里过 小人一时没见到新奇货色 这几日买卖不太好 还请宽限 跟老子诉苦 有本事去为长使面前诉苦去 说是多少便是多少 没钱 以后别在这里做买卖 东西都收了 啥时候有了钱 啥时候来城北建楼上找我 官爷高抬贵手 这些货都是小人吃饭的家伙 没了他们 小人一家又饿死了 松手 给你脸了 是吧 拿去 当时我把你的货全买了 这不合适 我说合适就合适 贵人赏你的 不给脸是吧 你是别家 为啥不把那个官差剁了 今日再次吃苦 我还跟曹刺史说 重病当用猛药 西州一当如是 现在我终于发现 我错了 哪里错了 大夫就算要用猛药 首先也得把病情判断清楚 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我连西州的状况都没搞清 却妄言什么用猛药 这一剂药下去 整个西州怕事会被我害死 你还记得上次回营 你说你遇到了一个人 名叫钱夫子 于 明日你和郑小楼进城一趟 把那个钱夫子弄到营地里去 小心行事 莫让人发现了 咯 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犯我大唐者 随缘逼住 犯我大唐者 随缘逼住 犯我大唐者 随缘逼住 大唐逍遥子第九十八集 西州 应汉营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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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打了我三天三夜 就问我说不说 说不说 你们倒是问啊 说啥 你们没问啊 问啥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做人要获达点吗 你若再哭一声 我便再揍你一顿 说到做到 小人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官爷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你这一身打扮哪里像个读过书 还教过学生的先生 没啊 小人没有读过书啊 没读过书 没教过学生 你凭什么叫夫子 因为我男生下小人时 我爹恰好出了远门 我娘不懂取名 便随便给小人取名为夫子 意思是夫君之子 如假包换 所以小人名叫前夫子 那你是做什么的 小人却是屠户 接下来 咋办理 灯一关 眼一闭 个个都是张曼玉 硬上吧 以前是统治一帮子民 视之以为为可厚非 如今既然都是大唐百姓 官府为何仍对他们如此苛刻 这个 小人确实不知 小人只是个屠户啊 关于您是不是太高看小人了 官府除了欺凌百姓 还对百姓做了什么 西州这个城池实在太拼急了 官府无法参照大唐的赴税制 索姓斯定了一个税制 吉美丁每年二税一 百姓每年所得 要交一半给官府 这 大唐立国以来文所未文 如此重税 太可了啊 哼 这狗瓜 二税一的税制 是曹刺史定下的 好个西州刺史 我算领教了 西州周边邻国 恶意窥视际予 这些年应该有过 不少外敌入侵之士 靠驻守西州的 这点兵力 还有近乎全师的民心 官府是怎样守住 这座城池的 每次功臣闹了紧急关头 西州城南北两个方向便会冒出两只惊奇 往往两轮冲刺下来 敌军便纷纷心惊胆丧 恍然败退撤军 西州附近尚有别的都护府 或折冲府吗 西州方圆八百里内 也没有别的都护府 小人隐约还知道 这两只主西州将是守城的惊奇 并非汉人 而是突厥人 这两只突厥人 从哪里冒出来的 城外以南以北两面冒出来的 你在说笑话吗 您又问这两只突厥骑兵的来处 小人只是个屠户啊 半句都没保留 小人接下来 应该不还揍了吧 今日是我鲁莽了 先给你赔个不是 小人担当不起 您千万别对小人太客气 不然小人怕石油要挨顿揍 不会的 这次是我办错了事 以后我若有什么问题 一定先问 你若答不出 我再揍 该问的都问过了 还有些问题李下人没说出口 他很清楚就算问了前夫子 也肯定答不出 就一方解 又添心仪 怎么可能 定是那屠户胡言乱语 李别嫁为何不重重置他的罪 为何不可能 突厥人不能帮咱们大唐守城啊 突厥人不帮着敌人攻城便谢天谢地了 帮咱们守城 他们吃错药了吗 蒋将军不信 末将确实不信 若此事是真的 西州这个地方可就有意思了 您拿小人送您的东西 反过来再给小人当定金 这是是不是 但你送给我 就是我的 我的猫眼石 拿来付我宅子的定金 你说说 这件事哪个地方不对 就算是您的 可 这一颗猫眼石当定金也太少了 整整十二亩地的房子啊 再补一颗 若还说不够 我就抽你 这 还是我送给您的呀 是你送我的 所以它是我的了 哪里不对吗 忙完闲事 李佳人心满意足地领着 虾大和郑小楼走进城东一家九四里 城北赵家的闺女可惜了 才十四岁 出落得水灵灵的 在咱们这大漠方圆里 也算很不错的美人了 听说开春已学好了人家 是个高昌国的富商之子 虽说不是做正事 可人家聘礼给的不少 眼看赵家的光景要亮了 谁知天降横祸 呸 狗屁横祸 是翘棒不成 反灭口 赵家闺女是被误害的 被谁祸害的 这西州城啊 旧来的 新来的都不是啥好货 听说新来了一位别价 是从长安来的 场面摆得很足 还带了一个千人骑队护驾 可见来头不赵家闺女 就是被骑队里的一个骑草 给祸害了 有这是 你咋知道 听说就是那个骑草 晚上喝多了 恰好遇见赵家闺女 觉得颇有姿色 便破门而入 把她祸害了 哎 一条人命啊 咋就忍心呢 西州城 越来越不是人带的地方了 过些日子 索性跟胡商的省队离开吧 随便去哪里 都比在西州强 李下人 这 闭嘴 走 回营 我的闺女啊 我苦命的闺女 闺女何孤 竟被天杀的骑草糟蹋 求刺石扶老爷 为我闺女做主身冤 此案 罪大恶己 丧尽天良 曹刺石已知晓了 刚才遣赐石府行名 前去赵家真刊 只是此案未曾查实 官府断案 无需不往不送 绝不放过真凶 但也绝不能冤枉好人 就算查实此案 是城外骑营所为 恐怕 杀人偿命而已 冯司马有何疑虑 礼别嫁是陛下亲职所认 城外骑营是礼别嫁随行军 若真凶果然是骑营 怕是 曹刺石爱民如此 可他毕竟只是刺石 这狗砸碎颠倒黑白 老子金飞把他撕碎了 撕碎他有什么用 人家挖了个大坑 就等着我往里跳呢 不论我跳还是不跳 都注定了倒霉 就这么让他们 骑到咱们头上 走 先回营 事情才刚开始 再等等 看看到底有多少杂碎 冒出来搞风搞雨 相装武剑 意在佩宫 糟蹋民间女子 嫁祸骑营 事情七弯八拐 终究绕到李瞎人头上 大唐逍遥子 第九十九集 骑营派几个机灵点的人 乔装出去 连夜进城打探消息 到底谁给咱们又五位 骑营泼脏水 把这个杂碎揪出来 是 莫将一定把他揪出来 一刀一刀刮碎了狗娘养的 第二天 重心更大了 贵属骑营下起草酒后失德 糟蹋了城北赵家未出阁的闺女 赵家闺女休脑不过 悬梁自尽 这庄命案你得如何交代 莫居有知识 嫁官何须交代 人证无证据在 何谓莫居有 曹自识所说的人证 是指那位苦主的爹娘 还是这些看热闹的百姓 总不能看到一场热闹变成人证了吧 嫁官以为 世上的公道可不是看热闹看来的 曹自使觉得呢 离别家 民不可其 别家切勿自无 乐我大唐律法 曹自使 律法不是你说了算 拿出真正的人证物证 让我和其营将士 心服口服 我大营自可任你进出来去 你太失礼了 便是这般对待上官的吗 嗯 交出真凶 交出真凶不可训思 不可训思 离别家 民心难为 已是这般时候了 别家还不肯交出真凶 曹自使 我这个人呢 优点很多 多得数不清 英俊啊 英俊啊 以及英俊啊 等等 不过我还是有缺点的 缺点就是脾气不太好 江泉何在 末将在 传我将令 其营所有将士圆门内列阵 任何敢跨进 圆门一步 给我当场射杀 记住 任何人 包括西州刺史 末将尊令 任何人敢跨入圆门一步 当场射杀 众将士集结 列阵 李别家 你 你竟敢 没错 我真的敢 我李佳人 只领一千兵马 横穿千里大漠 来到西州 今日却想称量一下 西州地面上的所谓英雄 谁敢跨出这一步 我便竟他是英雄 西州无英雄 圆门三丈空地 无数剑士长几相指 并无一人敢往前迈出 哪怕只是小小的一幕 十多岁的少年郎 能有如此胆气和魄力 他的官职和爵位 难道真是靠妖宠得来的 曹自使 既然如此 想进我大营看看 下官怎敢不从 自使大人 您请进来吧 本官 本官 刚才喊打 喊杀要进我大营 现在我主动请他进来 他怎么跑了 别架下了将领 谁敢踏进原门一步便 当场射杀 姓曹的皮肤 哪有这个胆子 哎 我又不是你 风波暂时平息了 可是 这种方法终究落了下场 据城里秘密 将那位前夫子请来大营 这一次客气点 温柔点 若他不肯来呢 这还用问 揍他 敬酒不吃吃法酒的人 值得拥有 前夫子来得很快 而且很主动 虽只是个屠户 却显然是个喜欢喝敬酒的人 不知官爷有何吩咐 需要小人效力 没什么吩咐 我只要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 只三十两 你做不做 这笔买卖 正 其实实话 早在成立事发后 小人便打听清楚了 就等官爷一声吩咐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正 讽身麻 四十府里那个白白胖胖的家伙 此事全是他暗中指使 城北赵家的闺女果真被糟蹋了 却有此事 不过赵家闺女上吊到底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那就不清楚了 曹刺史在这件事里面充当什么角色 事情都是下面的人谋划的 可是曹刺史若不点头 这件事做不了 前夫子 今天有问有答 说得如此痛快 你不怕事后 四十府官员找你麻烦 能为官爷做事 是小人的福分 小人希望以后能够一直为官爷做事 入夜 郑小楼灵巧的身影从大营悄然闪出 带着李瞎人的命令 直朝四十府而去 大漠的月亮似乎比长安更皎洁 他纯的像雪 不像长安的月亮 让人又挨又怕 银白色的月光下 郑小楼独自一人站在园门的栅栏 满脸孤傲萧瑟之色 对月独立 副手临风 造型摔得一塌糊涂 夜色下的西周城如何 风景家否 风景 我进城办事 没留意什么风景 原来你进城办事啊 那么是呢 你没发现我是空着手回来的吗 当然发现了 那你就应该知道 你吩咐的是我没办成 所以 所以 天色不早了 我要睡觉了 是没办成 我不怪你 但是你总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 是没办成 解释再多有用吗 大半夜了 何必浪费大家的时间 要不是打不过他 这家伙早被自己正面反面 来回冲一百计大嘴巴了 郑大侠 老年多开几句金口 告诉我 为何是没办成 行不行 你吩咐的是 本来应是我和虾大一起办的 子一夜出营时 虾大睡着了 呼噜打得山响 而这件事原本并不难办 所以我一个人进了城 然后呢 然后 我边进了城 摸黑钱进了那位冯司马的宅子 准备把冯司马装进布袋 运来大营 一切很顺利啊 哪里出了问题 冯司马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是布袋问题 他太肥了 布袋装不下 忙活半天套进去一半 最后不得不把他倒出来 倒倒出来 其次 是运输问题 这个死胖子太重了 足足郎百斤 而我 只有一个人 依我的功夫 勉强可以扛着他走到大营 然而走到城墙下时 我发现还要扛着这个死胖子 飞上城墙再飞下去 才能出城 这个恕我办不了 这是 似乎还真不能怪他 谁叫他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呢 在他累死累活 扛着那个死胖子 愁眉苦脸 在城墙下转悠时 那个名叫瞎大的猪队友 还在营帐里打呼噜 多么悲愤的事实 对了 那个死胖子被你扛到城墙下 发现运不出去后 死胖子人呐 既然运不出去 当然要扔掉了 不然我留着有何用 你把那个死胖子扔哪了 本来打算扔紧离的 后来发现井口太窄 这死胖子居然塞不进去 后来呢 后来我想通了 一个对我毫无用处的东西 我为何一定要找个风水宝地在扔呢 简直蹉跎我的光阴 所以我随便找了个地方把它扔了 最后我独自飞上城墙回来了 郑大侠 可否再劳烦 您进城一趟 把那位不知被你扔哪里的死胖子带回来 你要端正态度 这个死胖子不是垃圾 他对咱们很有用处 这次我把夏大和蒋全派给你 你们三个人应该能把那个死胖子运出城了 天那么嗨 我不计把他扔哪里了 您再回忆一下 我对你有信心 一定会回忆起来的 曹刺史 看来这小子一时半会逼不走了 咱们可能低估了他 步骤变带如何 西州这块地方 他能带多久 传令城中大小商铺 谁敢卖粮食给城外骑营 莫怪本官不客气 折冲府的将士们也会留意 若有人不察言卖给七英粮食 末将先把他全家剁了 最多再过三日 本官估摸李佳人便会等我刺史府的门求情 千里大漠荒城里 要养活一千人可不大容易 本官不点头 他们就得得死 当时也好教李佳人看看 这座西州城究竟是何人的天下 西州 自是陛下的天下 可是 陛下似乎已忘了西州 黄恩甘林普将 西州却不曾沾过半笛 总之 李佳人一定要走 西州容不下他 他若在西州里住脚 你我的人头迟早将会被高挂在长安城楼上 此时所言甚是 西州容不下李佳人 西州的秘密太多了 若被一个外人 特别是可以直接与皇帝陛下联系的人知道 整个城池不知多少人会被斩首 曹刺史 不好了 冯司马不见了 什么 定是李佳人干的 大唐逍遥子第一百级 那个胖子绝非誓死如归之北 随便上个行必然变招了 招了又如何 一人之词而已 仍是无凭无据 就算把冯司马压到本官跟前对质 本官说绝无此事 那便绝无此事 西州的王法还是姓曹 此时大人 这李佳人不简单 如今看来 仅至断气凉草 他是力所不得 不如双管齐强 比其光与异 李佳人不知道西州有什么剑步的光的秘密 他只知道西州即将有一场暴风雨 发起这场暴风雨的人 正是他自己 李别嫁 这个信奉的胖子虽然招了 可 于是无意啊 大漠 有大漠的生存法则 这里相信的是强权 是实力 是横扫一切 是魅王两的话计 李别嫁的意思是 蒋将军结结齐营队伍 我要带兵进城 给西州城的官员和百姓好好上一课 打烫七明公打烫的乘 这去认冯了吗 赶紧去拼包私事赛人 你们去召集全城百姓 一个都不能少 全部给我集结起来 还有去告诉哲冲府 国义都尉向田 钦封京阳县子 西州别嫁 定远将军李瞎人 今日要带兵进城 他若要战 那便战 聚兵节制 列于大唐城池前 李别嫁一遇何为 西州百姓穷苦 立志败坏 朱关蒙蔽刺史 道行逆施 猖獗之志 金茶鸣刺史府 司马冯善七上瞒下 涉间计 构陷朝廷官员 恶官横行于世 百姓陷于水火 李别嫁身为西州官民忧虑 遂领兵入城 知重点 以致乱象 朱奸贼 数次外敌寇城 而西州稳如泰山 城中官员商国 百姓各居起屋 各安其业 何来百姓穷苦 立志败坏之说 李别嫁 请恕末将补进 末将想问问别嫁 今日如此阵仗 家已入城失重点 诸奸贼之名 而行篡权谋成之始乎 李别嫁一遇何为 蒋将军 李别嫁有何吩咐 据告诉向田 给他一柱相时间 一柱相时间 过后若折冲府不让道 则视为敌队 这不妥吧 与大智西州 必先弯齐农窗 去吧 朝廷那里 自由我来担待 是 李别嫁有令 一柱相之后 若折冲府将士不让开道 则视为敌队 其赢将士 拔刀准备进攻 李下人 你 你想造反吗 还有半柱相识称 李下人 你今日所行 与造反无异 劝你悬崖了吗 切勿自我 弓箭上前 全军准备进攻 快 快去刺师府请曹刺史 出大事了 这数字 他 他怎敢 他不要命了吗 曹刺史 向将军请您速至北城门 李下人马上要下令进攻了 你去告诉向田 马上给其营让道 李下人就算要把天捅个窟窿 今日便有着他 让向田万墨与李下人冲突 否则一切休矣 快去 大义了 可是 他今日领兵进城到底想干什么 西州北城门外 一柱相识趁已到 齐营进攻 请将士且慢 且慢 向将军 有何赐教 同时大唐袍子 怎能同时操戈 李别家一遇何为 末将不敢相问 只求李别家对得起朝廷 对得起陛下 折冲府将士让道 请李别家和齐营将士入城 蒋将军 末将在 传令全军进城 三日前 城北赵家闺女 被人糟蹋而自尽 城里这几日有留言 说这桩丧尽天良的惨案 是城外齐营的将士干的 今日本官领兵进城 为的就是这桩案子 冯司马 其中黑白屈指 想必你最清楚 当着全城老少的面 你来给个交代吧 冯司马 我的耐心有限 你最好别磨蹭 赵家闺女被糟蹋 真凶到底何人 还望冯司马 这个地方哪里来的 是非黑白 畜生 畜生 我家闺女何姑 竟被你们这些禽兽 如此糟蹋 我等见名狗喘于西州 这里难道真没有天理公道了吗 李别家 今日我死便死矣 百姓不知究竟 李别家你说 这桩上今天连案子的罪魁祸首 难道真是我吗 真是我吗 或许不是你 可你仍罪责难逃 冯司马 这桩案子 有头有尾 谋划的方 这不是你一个人能犯成的事 告诉我 西州刺史府官员 还有多少人参与此案谋划 明日我派人 将你父母妻妻儿女 送去长安 给他们买地 代房送钱 保你冯家不断根 不会被西州同僚 暗算灭门 参与此案子 刺史府博士刘鱼生 刺史府入室糊涂 刺史府私户孙红 司仓攀贵 一连串官职和名字 从冯司马嘴里说出来 话必冯司马无力地 贪软在台上 再也提不起一份力气 刚才冯司马说的名字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一字不误 暗图所记 拿人 莫将遵令 带走 带走 冯扇 你干楚妹妹们 不像活了吗 李别家 还有人参与此案 犯官愿为李别家指认 够了 足够了 我不需要知道 更多人了 对他来说 确实够了 冯司马名单上的官阶 一个比一个大 再交代几个 曹玉怕是真会拼个鱼死网破了 糟蹋梁家 够献上官 瞒上七下 莫无王法 各位 你们信不信报应 嗯 犯官冯扇 即西周十二名 蜀官横行不法 丧尽天良 暗律当斩 李瞎人 你好大胆 我乃大唐三省索人曹官 你只不过区区别价 有何资格斩我 不怕陛下降罪吗 陛下降不降罪 是我这个大活人 以后该考虑的事 就不必劳烦 死人操心了 刀斧准备 开展 不好了 冯司马供出了十多位官员 李瞎人已派齐英一级拿 他 他要杀那十多位官员 西市现在已炸了锅了 什么 这数字 这数字他怎敢 怎敢 是真的 那十几位官员被案跪在台上 齐英派出了十几人在磨刀 眼看马上要问斩了 疯子 他简直是个疯子 走 去西市 本官就不信 他真敢杀我西州十多名官员 礼别驾刀下留人 此时尚可商去 十三条人命 而且个个都是朝廷正经风的官员 这个疯子一声令下说杀便杀了 他只不知道快以恩仇过后 要承担怎样的后果 李瞎人笑了 曹羽脸上那精彩的表情告诉他 今日立这个威看来是没错了 驾官性不辱命 西州犯官十三人 尽数伏法 往后西州再无欺压 良善的坏官 曹刺史是贞贯二年的进士 是有学问 也有慈悲心肠的好官 驾官相信 在曹刺史的带领下 西州百姓的日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 要不要进去给夫君送饭去呢 不行不行 打扰夫君处理公务的思路 或许原本可以得到十分恩责的百姓 便只能得到八分了 那我岂不是成了被千古唾骂的罪人 可是 夫君一整天没吃饭了 饿坏了还怎能择批万民呢 大唐逍遥子第一百零一级 马上派人去东西粮食的商人 那里才买粮食 不妨多买一些 大营里多囤点粮食 总是没错的 今日立了威 相信整个西州没人再敢为难齐盈了 如果真有那种不怕死的家伙 继续为难 那么成全他 他舍得死 我们就舍得买 礼别价放心 自今日实 咱们齐盈总算在西州有立足之地了 不止是立足 相信城里所有官员和百姓 都不敢轻缕咱们齐盈的虎须 采买粮食绝无半点难处 齐盈断粮之威总算过去了 今日杀人立威 实事不得已之举 齐盈从此能在西州立足 蒋将军要告诫麾下将士 绝不可仗着今日立威 而对官员百姓巨傲欺凌 说到底 咱们仍是外来的 杀几个人不代表 从此便能称王称霸了 将军回去 一定要重申军纪 若发现齐盈将士 有欺凌官员百姓之举 一定要严加查办 是 夫君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夫君领兵出营后不到一个时辰 大营外冲来一只兵马 兵马 多少兵马 你确定是冲咱们大营来的吗 嗯嗯 大约五六百人 却是冲咱们大营来的 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刀 离大营还有数十丈时 约莫发现大营无人 于是停了攻势 转头离开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妾身本在营帐里 听到地面微微发颤 妾身顿之不妙 出帐看见那只兵马后 妾身急忙朝圈养的马就里跑 然后藏在了草堆里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他娘的到底是何方砸碎干的好事 来历不明的兵马 茫茫大漠 怎会有那么多来历不明的东西 必是曹羽搞的鬼 这杂碎 敬余对咱们下杀手 下杀手很正常啊 别忘了今日 我也对西州的官员下了杀手 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事 你这么生气干嘛 不一样 我们是好人 他们是坏人 好人可以对坏人下杀手 但坏人不能对好人下杀手 李别嫁 墨江是武夫 只懂武刀弄枪 您是明满长安的大才子 心眼肯定比墨江活泛 您说 这只兵马是不是曹羽 这件事没拿到确实的证据 我也不敢乱说 小小荒城 天隔地远 谁能想到这里 竟然暗潮涌动 波鬼云爵 早知如此 早知如此 咱们应该向陛下多有一些兵马过来 带那么多兵马 作甚 我想说的是 早知如此 当初咱们在路上时 就该把那烟的商队洗劫了 分了财宝后散火 你回你的高老庄 我回我的花果山 那兄 注意身子啊 离别嫁 小人不幸 哎 算了 还有谁 杀人立威效果显著 现在只要李虾仁 进城走在西州的街道上 身边方圆驿仗之内 绝不会有人 敢靠近 西州的百姓们 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 战地还是太小了 不合我的身份 离别嫁莫怪 小人多句嘴 您的这座宅院比刺石幅都大 实在不能算小了 可是我想在府里挖个大坑啊 自己家里挖坑作甚 挖坑当然用来灌水造湖啊 造湖 在这水比金子还贵的茫茫大漠里 造湖 怎么样 很有创意吧 别嫁 离别嫁 您莫闹 人力物力还有运费 这可是天文数字 离别嫁承担得起这笔钱吗 我当然承担不起 幸好我认识你 这位很有钱的朋友 春秋时有两位很贤德的人 一个叫管仲 一个叫报书牙 二人一声相知 不分彼此 视钱财如粪土 后人未知贤 以管报之交 离别嫁莫闹 小人怎么可能视钱财如粪土 真是爱说小 小人视钱财如祖宗牌位才是 将权 马上关紧城门 一个不许出城 将是上城楼备战 西域诸国联军 不管哪国兵马 恐怕接来者不善 他们大老远 跑来西州 大帝应该不是 给咱们败寿的 冷着作审 全军戒备 是有非敌 哈哈 是有非敌 离别嫁快看 突厥人和高昌人 打起来了 离别嫁 此政是奸敌良机 千载难逢 末将请战 领兵出城 全奸高昌国来犯之敌 离别嫁 整军戒备 不准出城 为啥 你们看看那只骑兵 看出来了吗 他们是突厥人 这里是西域 什么人都有 突厥人咋了 蒋将军 如果你记性不差的话 应该知道 西州城曾经历过 四次外敌工程 每次到了危急关头 总会莫名其妙 冒出一股突厥骑兵 人数千人左右 恰到时 击得将敌人击溃 然后隐于茫茫大漠之中 了无痕迹 离别嫁的意思 他们 这只突厥骑兵 确实是帮大唐束手西州 也在帮大唐抵抗外敌 可是不能因为这个举动 就断定他们不是敌人 在没有摸清 他们的底细以前 我们不能 随便相信任何人 一旦走出错误的一步 便是城市人亡的下场 我们为大唐束手编程 茫茫千里 无缘无助 我们只是一只孤军 走的是一座孤城 除了我们自己 谁都不能相信 那么 咱们 坐山观虎斗 说话间 交战的两军 已渐渐分出了胜负 高昌国全军溃败 突厥人也渐渐引入大漠 那兄能不能不走 离别嫁 西州危急 早谋后路方为俊杰 你离开西州 我舍不得你 离别嫁 你堂叔要打我 我很受伤 所以你必须留在西州 给我盖房子 免费的 上次给你的两颗猫眼吃还我 回音后 李下人钻进率账符案 不知写着什么 直到日落天黑也没出来 要不要进去 给夫君送饭去呢 不行不行 打扰夫君处理公务的思路 或许原本可以得到 十分恩责的百姓 便只能得到八分了 那我岂不是成了 被千古唾骂的罪人 可是夫君一整天没吃饭了 饿坏了 还怎能择批万民呢 夫君忙完公务了吗 快来用饭吧 切身再去热一热 大唐逍遥子第一 百零二级 你一直守在门口 刚才王大哥和蒋将军要见夫君 被妾身回绝了 夫君处理公务是大事 那么那么 大的事 自然不能被外人打扰的 大摩日夜温差很大 白天热成狗 晚上冻成棍 许明珠只穿着单薄的衣裳 小脸被冻得通红 却一直安静守在门外 夫人 我处理公务 无所谓被人打扰的 以后不必守在门口 外人要进来 便让他们进来 夜里凉 你多穿些衣裳 明日我便叫人生一炉炭火 给你取暖 把这道奏出 递到陛下接前 是 陛下如今离开 长安御驾 亲征薛言驼 千里之巨 不知何时送到 蒋全你觉得 咱们能守住西州吗 若来泛之敌在万人以内 莫将有把握击溃他们 那超过一万呢 超过 为臣者 敬重军之势 父子残驱又何妨 守城纵艰难 末将也要守下去 为陛下和大唐战死 也算是个好下场 臣愿赴死 臣愿赴死 这年头的文人武将都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动不动就是战死啊 骏国啊什么的 把自己的老命 当成爹娘充话费送的赠品 说扔就扔了 留得青山寨的道理 难道都不懂吗 你们一个个慷慨就义了 让我怎么好意思逃跑 离敌人攻打西州 还早着呢 乖把你们慷慨激昂 先收一收 说不定敌人到 城下还没打 就被咱们气势吓跑了 离别嫁 您什么时候都喜欢说笑 我这人比较务实 口号这东西嘛 偶尔拿出来 练练嗓子 别老喊 对了什么时辰了 武师刚过 走吧 去刺史府里 拜会一下曹刺史 送进去吧 一炷香时辰过去 嗯 不急 或许日理万机的曹刺史 正在睡午觉 刚被吓人叫醒 还没回神 半个时辰过去 嗯 还可以再忍一忍 年轻人嘛 最多的就是时间了 曹瑜能做到一方刺史 应该也是个十里数的人 凡是要往好的地方想 或许刺史大人 不是故意慢带 而是走路 不小心掉井里去了 此刻正手抱脚 登往井外爬呢 耽误点时间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时辰过去 刺史府仍旧大门紧闭 毫无动静 将权 末将在 曹刺史这么久不出来 怕是在府里 出了什么意外 被逮人劫持了 也不一定 你说咱们 要不要从骑营 调集兵马 强攻进去 把刺史大人救出来呢 离别驾 这里是刺史府 你可别乱来 曹刺史久违了 住日不见 如隔三秋 离别驾 做事不要太过分了 你我皆是 大唐皇帝陛下的臣子 同在边陲黄城围观 正迎同心统德才是 而你一言不合 静语调兵强攻 我刺史府 你当本官是 你捏的不成 什么调兵强攻刺史府 我刚才说了吗 没 我说了吗 没 你们 说吧 今日别驾登门可有事 曹刺史致下 哲冲府 可曾向西域诸国派遣探子 探知诸国兵马动静 诸国兵马动静 离别驾何出此言 不出下官所料的话 西州怕事 快有祸事了 什么祸事 兵临城下 夺取西州 对你我而言 算不算祸事 离别驾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消息来源不是重点 但下官可以担保 消息绝对无误 军国大事 不容而戏 离别驾摩说的太肯定 要不下官立个军令状 若数月之内西域诸国 不曾联兵攻打西州 下官愿送上大好头颅 离别驾果真月 立此军令状 不愿 西州不太平 三年来也有过几次被敌人攻打的经历 每次人数大敌只有数千 若说将来会有超晚的敌军入侵攻打西州 老实说 本官是不信的 只不过凡事既有可能 或许被离别驾严重也未定 无论是真是假 本官越抛开与离别驾的私人恩怨 共同抗敌 若若未来 离别驾这些日子在西州的所作所为 本官便不得不走保长安 那时 还望离别驾莫怪本官 领着其营自回长安 静待陛下处置吧 好 便以曹次时所言 敌军若来 你我同心同德抗敌 敌军位置 驾官自回长安 离驾若无踏实 那么 有事 还有事 外敌攻打 无论真假 我们都得当成真的来对待 赵下官这几点方略失之 无论敌军来或不来 对西州终归不是坏事 西州的首官 静静看着他那份发展西州的方略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看得那么仔细 宁神摒弃 目光深思 当初同样的人 同样一份方略 得到的却只有嘲讽和轻蔑 良久 李别驾对西州优思之重 本官敢配 如此 以李别驾方略施行便是 既然没问题 下官告退 缺钱缺粮 还不能去要 李世民已离开长安 率领大军清征薛颜驼 太子李成前和三省诸臣坚果 以太子和李下人目前的关系 若看到李下人请求拨付钱粮的奏书 大抵会回击一坨风干的屎给李下人 以示朝廷的支持 朝廷不能指望了 一切只能靠自己 别驾如此开心 想必此行必有收获 有收获 大有收获 刚才进门后 曹刺史忽然发现 我算很优秀 很欣赏我 不 不只欣赏 简直是仰慕 抱着我的大腿 求我原谅前些日的无礼 还哭着喊着 要把他的女儿嫁给我当事妾 把女儿嫁给你 本来呢 我是有点动心的 毕竟男人嘛 只不过后来曹刺史 把他女儿请出来 给我针灸 我一看他女儿相貌 呜呼哀哉 愁死我也 长得就像道拔锤杨柳 鲁制身似的 作为一个有品味 有追求的阳光少年 我当然文言 婉拒了这门亲事 可曹刺史不答应啊 他太想把女儿嫁给我了 于是万般无奈之下 我只好告诉他 我麾下 有一位姓蒋的将军 年方二十多 年轻英俊 事业有成 又是长安户口 简直是理想中的金闺序 建议曹刺史的女儿去祸害 不 去服侍他 曹刺史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 那个 那个姓蒋的将军 家傲天成 天造地设 实在是可喜可贺 给你做了这桩大眉 红包我就不给了 成亲那天 记得请我 好困 回去睡觉 怎么想办法 搞钱啊 我在西州城里的熟人不多 加起来 也就两三个 对不起了 我的好朋友 大唐逍遥子第一 百零三级 你不要过来 那兄 你太失礼了 为何见了我就跑 难道你欠了我的钱 啊 礼别家 讲点道理好吗 明明是你欠了我的钱啊 胡说 你欠我的房子呢 钱给了 房子为何 久久不见动静 那兄 莫非想讹我 就给了两颗猫眼石 还是我送的 如果这也叫钱给了 靠 以拖往东去的商队带了话 不多日便有商人运来砖石 城里盖房的工匠不多 尽力凑了十来个 再顾请一些民夫 离别家的房子差不多可以开工了 那兄 关于房子 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构思 离别家 可否别说房子的事了 说说别的行吗 若大唐皇帝陛下 不支持秋子国向那利 也就是你唐叔篡位 那利最值 何时兵指西州 离别家 我虽是那利的侄子 可于公来说 也只是他的马前族 秋子虽小 也是一国 国朝中士 那利自有决断 怎会让我知道 那兄没说实话哦 能为国乡奔走打探 赴以国之机密相托 你可不只是那利的马前小族 虽超脱于秋子国朝堂之外 但在国中应该有不轻的分量 如今大唐皇帝调集举国兵拿北征薛言驼 太子殿下于东宫设宴款待使者 言称大唐必不负秋辞国主 世代执意白河李式为秋辞国政统 这句话 中命国乡那利完全失望 如今怕是已在酝酿逼宫皇室 废除国主的行动了 国主若被废除会怎么样 自是肃清朝堂 整顿兵马 联合西突厥 高昌等国 共罚西州 说来遥远 其实须于弹指变质 少则三月 多则半年 离别家 西域诸国共罚西州已是定局 无可逃避 我还是上次那句话 别家诉诉谋划后路 退回长安方位上策 也就是说离西域诸国攻打西州 最多还有半年 对吗 如果我下令把你绑复城楼 用刀架在你脖子上 你唐叔会退兵吗 以前我认识的人都是正人君子 没人这么干过 不过两国之战 你死我活 别说我只是那里的侄子 离别家纵然把刀架在那里的老父老母的脖子上 想必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几天你好好在西州住下吧 离别家 我唐叔欲攻打西州 你竟放心让我住在西州城里 你觉得我不应该放心吗 我 只是乱世衣伤骨而已 内焉悲哀的发现 如今自己不但是唐叔手上的一枚棋子 同时不知不觉间 他也成了李佳人手上的棋子 身份很微妙 留在城里 大家其乐融融 不是亲人胜死亲人 离开西州 朋友马上变成敌人 他相信李佳人会不惜一切代表将他除掉 夫君这些日子遇到难事了吧 看我日子过得这么悠闲 哪里有难事 妾身是父道人家 夫君遇到难事也不跟妾身说 妾身其实很想帮夫君的 你怎么知道我遇到难事了 夫君真正悠闲时 眉间是舒展开的 像春天的柳条 摇摆得很柔和 看起来很舒服 夫君遇到难事时 眉间是凝在一起的 连睡着了都是拧着的 像一把解不开的锁 他从不知道许明珠悄然无声间 把他观察得如此细致 他的笑 他的愁 他的欢喜与悲目 都一丝不落地落在他的眼里 他眼里的世界 唯有他最清晰 美人恩重 何以报知 夫君 妾身帮不到你什么 可是 妾身很想帮你 夫君的眉间 应该永远像春天的柳叶那样 轻柔的舒展 那才是妾身最喜欢看到的模样 我确实遇到难处了 你确定真的想帮我 夫君 妾身该如何帮你 卢国公 程伯伯 认识吧 嗯 你把这封书信交给他 请他从国公府里 调拨几位读过书 且见识谋略超凡的文人 千刻给我 有了他们帮我谋话 我才能彻底震助西州的 官员和百姓 只是送封书信 夫君随便从骑营里 挑个人都能做的 妾身 不想离开西州 夫君身边的王大哥 郑大哥他们 家大和郑小楼 当然能信任 但二人皆是有用无谋的武夫 纵信这种细致的活 他们二人怕是上任不了 唯独夫人冰雪聪明 会心独具 才能单此重任 唯夫我身边缺人才 独自在西州 支撑局面太辛苦了 遇到难事 却不得不劳动夫人 实在是唯夫的罪过 既然夫君信得过妾身 妾身便为夫君回一趟长安 并将书信亲手交给卢国公成伯伯 然后妾身再跟卢国公 前来的文人亲客们一起回西州 乖 去吧 回帅账把你的行李收拾一下 明日我便遣将士 护送你回长安 夫人此行重任在间 还望多加珍重 另外 回家看看我爹 说我在西州挺好的 教他莫为我担心 是 夫君 李嘉人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好好说话 谁把你变得如此深邃了 真是不学好 真当我傻吗 所谓宋书信 只不过想把你婆姨 从西州狂回长安 军国大事 你懂啥 我要夫人宋的书信 很重要 咱们在西州 举目无援 确实需要 长安成伯伯的援助 况且我也在西州闯了祸 正好也需要成伯伯 在长安为我转还周全一二 你编个鬼话 狂你家婆姨回长安 想必是为了保住 他的性命吧 西州危在旦夕 你家婆姨 确实不宜留在这里了 你编的鬼话 骗得了你家的瓜婆姨 却骗不了我 哈哈 灵醒了是吧 长本事了是吧 就你一个人聪明是吧 还想不想跟我混 不想混 你也滚回长安去 你换了一种法子 想把我也赶回长安 又被我看穿了 自己的拳脚太精 打在他身上 不痛不痒 回头叫郑小楼揍他 李下人 西州情势果真如此危急了吗 我连自己婆姨 都要送走了 你说危不危急 还能过多久太平日子 少则三月 多则半年 西州眼下情势严重 所以你编了个送信的鬼话 把你婆姨狂去长安 终归有了夫妻之名 我怎能让自己的婆姨 陪我留在这座 即将战火连天的荒城里 既然做了人家的夫君 多少要为他想想 至少莫害了他的性命 第二天一早 许明珠带着收拾好的行李 一不舍珠泪连连地离开了棋营 大战几起 这里已容不下他 这点风雪 对夫君来说 不过些许风霜败了 必须把信早日送到 夫君 等我 大唐逍遥子第一百零四级 不知不觉 许明珠已走了半个月 大漠不知年月 掰着手指算算日子 估摸如今已是贞观十二年腊月 今日有一个很不错的消息 从沙州来了几只商队 满在这里下人盖房需要的砖石尼瓦 千里迢迢进了西州城 西州很荒凉 荒凉的意思 不仅仅是它的地理位置 也包括城里的冷清辽落 很难得见到空旷冷清的集市 居然有如此热闹的一天 准照李别诈的吩咐 我们商队从幽远的沙族运送砖石尼瓦来此 货物全在喜事里停放 还请李别诈验收 各位一路辛苦了 我已制下博酒一杯 可为各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洗尘 还请各位赏光 哈哈 那就投荣离别诈了 诸位走南闯北 参风露宿 路途辛苦了 来 本官为诸位 受请此杯 诸位皆是见识 阅历丰富之人 此酒可还入得诸位的口 李赛子 这可是风靡长安的吴不斗 公兄见识不凡 正是此酒 这吴不斗的名仇 说是近年来长安最烈的酒 长安城里甚至有人传说 吃酒乃田几所事 内涵无限莫措 以后可就凡人飞升成仙 死乃田刺穷长欲业眼 成鸟金这老流氓 为了多卖集团就连助人 飞升成仙这种鬼话 刀杆编排 传言之无不斗是长安一位少年闲戏时所酿造 难道酿造吃酒者正是李赛子 不错 正是我酿造出来的 离别诈 真来舔住吃财 财情爵士 世间伟难 呃 俺也一样 停 你们的诚意 我都收到了 这个是无不斗的酿造秘方 酒这个东西呢 是消耗品 不论唐人还是胡人 想必都不会拒绝酒 特别是如此烈性的酒 所以如果各位专私贩卖五不倒 未来得利多少 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可不是比小数 各位想要秘方吗 想要 但我不能给 五日后 西州城中将会盖起一座大酿酒作坊 欢迎各位来西州进货 五不倒品质 怎么样想必各位也见到了 以前只有长安在卖 千里路途 路上的风险 且先不说 仅是运输这一项 便要花费你们多少人力物力 现在五不倒已不是长安独有 咱们西州也有 相比之下 路途近了数千里 我可以保证 西州酿出的五不倒 未到何尽头 与长安卖的一丝不差 每谈十斤 价钱只比长安 每谈多五十文 也就是说 这多出来的五十文 相当于帮你们省了 从长安到西州 这数千里的运输所费 价钱公不公道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从长安到西州 数千里的路途 路上不知多少天灾 运输的过程里 货物的损耗是非常惊人的 或许只是一小股盗匪的偷袭 或许遇到流沙或沙暴 甚至因为缺水缺粮 而致整个伤队死在这条丝绸之路上 令 李审子说言当真 我是大唐皇帝陛下 亲认的西州别价 我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落在地上 能砸出声响来 小人从几日前 住在西州城了 等着那种旧作坊盖起来 小人也怨 小人也是 俺也一样 以前西州什么样子 我管不了了 但是现在 我来了 以前的规矩将不是规矩 从今日起 西州 我说的算 以后西州城任何官员 向你们索要勒索 找我伸手剁手 探头砍头 西州城从今日起 对所有过路或铸留的商人 不收取任何钱财 对那些愿意在西州城里 开店铺的商人 付税全免三年 三年以后 按十税一的规矩 缴纳赴税 雄人愿在西州 开四家店铺 小人也愿 小人也是 俺也一样 大唐境内 从玉门关到西州 这段路 盗匪出落频繁 想必各位 一身受其苦吧 现在 我愿遣大唐 骑营将士们 保护你们 离别诈 国诊 别急 你们商人 讲究一文钱一分货 我这人很实在 从玉门关到西州 一千一百两 多出的一百两用 来犒赏将士们的辛苦 诸位都不说话 看来对这个价 不甚满意 无妨 买卖不成 情意在 这件事 当我没说过便是 限制欲保护 我等商国 这是田达的荣幸 我等无不贪官而庆 只是这价钱 价钱 能服 便宜点 这个价是跳楼 挥累价了 一点也不能少 买卖嘛 本是你情 我愿的是 你们觉得 这个价不合适 可以不用理会 黎赛杂 熊人愿于赛杂 做这笔买卖 小人也愿 小人也是 俺也一样 黎某与诸位 揭示出使 可能你们 还不了解 我这个人 没关系 来日方长 我等共其知 黎赛杂 恕熊人无礼 还有事 欠 欠有事 小人的商队 从沙族骑城 传行千里大漠 来到西族 买在这全市盖房子 用的砖石泥瓦 这些砖石泥瓦 不知离线 这还要不要 当然要 没有他们 我难道天天住帐篷里 既如此 不知因钱 小人该向哪位诉去 那兄 呃 砖石钱 我来给 礼别嫁 开酿酒作坊好说 为什么让七英 保护商队 咱们七英本来人少 只有一千人 保护商队 当然为了挣他们的钱啊 挣钱 护送一回也才一千多两银饼 算个啥 也才 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 一千多两银饼都看不上眼了 你看啊 护送一趟 一千多两银饼 从玉门关到西州 入城一个月左右 那么一年十二个月 我们能赚十万两 十万两 十多万两啊 测测 修整个西州的城墙估谋 也差不多够了吧 将权你进城一趟 把那个前夫子给我请赖 朕亲手拆散了他和东阳的事情 他心中自然暗藏缘分 那小子这两年在长安城 闯过大大小小的祸不少了 朕哪次认真剂妖光 哪常别去死 一百零五级 来了 不止礼别嫁 打能找小的有何事 喝酒吗 窝歇礼别嫁 算了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 喝水吧 讲发财吗 啊 这话啥意思 做人如果没梦想 那个嫌疑有什么分别啊 哪怕是图户 也该有志向 俗话说 不想发财的图户 不是好图户 啊这 图户过的啥日子 每天都要杀猪宰羊了 管颜莫取消小人了 这样的荒凉冰城 哪里有那么多的猪羊 让小人杀 小人隔死来天才动一次刀子 你想不想当人上人 我让你开赌档 开青楼祭馆 开摆戏台 开祭院 再开一个斗鸡馆 总之 我要让西州城热闹起来 我不会再做梦吧 此骂二愣的样子 能不能办事 不能办 趁早说 我找别人去 能吧 能吧 你怎么说小人怎么办 不过城里是这些管啊怨啊的 谁来消减啊 当然是商人 有钱的商人 可城里没商人 城里很快就有商人了 而且会越来越多 那您要小人做些什么呢 首先要在城里圈地盖房 可是钱呢 昨日城里来了几位商人 去找他们 就说是我的意思 钱嘛 让他们先店出来 算是烈酒的 玉附金 小的自想 那言凶才 于得知您是出辞人 但来往西域多年 玉门馆内外的出辞商队 我等节有过听闻 今日那位习租别价 说的酿酒作法 还有派兵 保护商队执事 可靠服 大家皆是商骨图卖 还望凶台不利赐照 既是商骨图卖 当之当断不断的壁住 做买卖瓶的眼力和决断 可不可靠 你们自己有数 问我一个外人有何用 诸位近日窝储打印 党事窝腊在嘴后 音乐停了机具 只收怨闷的七应将士的议论 他们议论何算 不知窝又没有停错 其中一任说 嘴近了别价槽练将士太沁 一汪三日一槽 现在该为一日凉槽 另外一位豁畅模样的人 大声训了他机具 说你值个甚 咱们马上要与帝军结战了 音战欠不亲曹炼 战阵上私了都祸改 那严肃 习中国者有于外敌结战 不错 却有战事 短则数月 长则半年 不知跟习域哪一国结战 突厥 秋辞 或许还有高昌 燕琪等 西域三十六国 大概会有一小半会 联兵而止西州城下 众人脸色阴沉 每个人沉着脸不出声 对商人来说 最害怕的莫过于战争了 礼别家 咋了 又被郑小楼欺负了 家大啊 你自己算算 从长安出发到如今 差不多一年了吧 你被他欺负过多少次了 你也该争口气 找回面子了 有本事 揍他个满地爪牙 不以主帅身份 从奴市买个胡女奖赏你 哼 你还有心情说风凉话 那些商人都跑了 跑了 他们为何跑了 那眼前人来报 他们听说西州马山要被外敌攻打 于是都吓坏了 大清早便收拾了东西 遮遮掩掩颜领着商队出了城 哼 这群势力眼 没一个好东西 都跑了 一个都不剩 倒是留了两个 一个名叫公胡 还有一个名叫古渣的胡商 他们倒是没走 不过今早前夫子依你的吩咐 向他们预支银钱时 这两人却左右推唐 找了一堆烂理由 最后一文都没给 还好吧 起码没跑完 奶奶的 我去找蒋全 带人抢了他压的 等一下 咋了 干点正经事吧 留给咱们的光阴不多了 朝夕必争才是正理 你不说 我咋知道干啥了 求人不如求己 等着留下来的 那两位商人出钱 不知等到何年何月 你马上出去 从骑营里挑个 手脚利落的军事 让他赶回长安城 给我从长安城里带个人过来 顺便去一趟太平村 见一下我爹 把我家库房搬一半 然后带着人和钱 马不停蹄赶回西州 从长安城带谁过来 还记得那个 名叫孙平贵的 豪州不商吗 嗯 记得 那个卖乱不头的奸商 给我带来 既然这些商人 要么不敢 要么磨磨蹭蹭看风向 那么索性肥水 不留外人田 这桩买卖我来干 去吧 顺便让回去的人 拜访一下 卢国公府和狼牙郡公府吧 没事去他们府上做事 什么都不做 只是拜访一下 陈伯伯和牛伯伯 带我问候一下 陈家和牛家 我一个人在西州 撑得很辛苦 这种辛苦无法开口 对外人说 常得人间百味 方知当初被人宠溺着的时候 是多么的幸福 可是你的辛苦 两位老国公也不知道 去吧 他们一知我难处 不出意外的话 陈伯伯和牛伯伯 不会袖手旁观的 李下人 你不是愚笨之人 从你被调任西州开始 以你的聪明 总能找得到理由回长安的 离开西州 我一眨眼便能想到 不下十种法子 可是离开西州后 我就真的安全了吗 真的远离是非了吗 待在长安便真的 高枕无忧了吗 天下虽大 哪里有真正的净土 乐土 我待在西州 其实也是想看看自己 究竟能做多少事 能做到何等地步 做的这些 对西州究竟有没有用 还有 还有就是 我来到这个世界 已习惯了 随波逐流的日子 可我还想试一试 这逆流而上的滋味 北方草原 当风凛冽 斩杀西州 四十府十三名官员 这娃子好气魄 为何朕以前 未看出他如此有能耐 李下人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 三省所任朝官说杀别杀 哪里都能闯祸 朕将他潜到边陲 孤城里 都能闹出大动静 勉强也算本事了 陛下 此事必须纠罪 否则若天下官员 紧接效法 黄威何在 三省威严何在 弗姬 你可知朕 为何要将李下人 调至西州为官 长安街传闻 李肃阴言获自 陈却以为陛下 胸襟如海 包容万物 莫非 西州这个地方 有何蹊跷 朕亲手拆散了 他和东阳的事情 他心中自然暗藏怨愿 那小子这两年 在长安城 闯过大大小小的 祸不少了 朕哪次认真计较过 大理寺官几天 敲打一下便作罢 这次只是做一篇 长复讥讽朕几句 朕又怎会与他一般见识 那李下人